盘管的那辆破车都几乎要开封了 肆无忌惮地飞驰 仅仅半个多小时 就从劫持白靖出他们的事发地 返回了省城高速公路出口 由此可见 这是何等疯狂的速度 大哥在电话上说了 这一次栽了 出不去了 大哥对于刑事的判断 无疑向来都是准确的 判官想去救援 哪怕知道自己的能力也无济于事 只不过大哥的话就是命令 这是秦熙侯一直以来的带兵理念 地府是雇佣兵 而雇佣兵也是兵 命令逼天大 所以 这个一辈子刚硬如铁的哑巴 泪流满面 不过他也记住了大哥的话 要想报仇的话 那就找龙朝好了 龙朝 这是他们的大敌 虽然数次折损在地府之手 但也只是针对龙朝平时的辉煌战绩而言的 因为以往龙朝出手 必是势如破竹的 唯独在针对地府的时候 吃了几次大亏 但即便龙朝吃亏了 依旧让地府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所以 要想全面报复龙朝 这个任务 其实还是极度繁重的 他不知道大哥 已经把这句话同样告诉了地藏王 所以现在他认为 自己还不能死 必须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二哥 至少 要让二哥地藏王该知道去找谁报复 下了高速公路不到十分钟 他就开车到了江边指定的位置 老四已经在那守候了 整整一个白天 老四折腾来了一艘小船 而且花重金买通了一个驾驶技术不错的水手 他告诉那个水手 无论任何势力怎么拦截 这艘船都要不顾一切冲向大江的更下游 直奔出海口的方向 只要拖延一个小时 就给他后续一半的佣金 而此后每多拖延半个小时 就多支付三分之一的额外奖励 这个水手肯定听话 一来这水手被重金诱惑 二来这水手也曾是老四当年那支部队的退役战士 这两天来到越东 老四就在秦熙侯的安排下加紧安排部署后路 找到了这个曾经的老战友 如今果然派上了用场 现在老四就等着秦熙侯三人到来 同时等着大哥秦熙侯带来任务完成的好消息 结果首先等来了哑巴 以及判官带来的噩耗 这件满脸泪痕的哑巴亮亮强强走下车 双手激动的难以自持的胡乱比划 老四心中泛起一股不祥的感觉 但保持镇定地让判官仔细说 判官忍住了一强的杯份 拿着一节枯黄的树枝 在地面上写下三个字 大哥死 如早雷击一般 老四的思维顿时变成了空白 这一次 是他把大哥喊来的帮着报仇 但是没想到 连大哥自己也陷了进去 说到底 自己是有巨大责任的 因为大哥本不应该来境内的 狂龙 我和你不共戴天 老四压抑着 闷声咆哮 而判官则摇了摇头 把秦夕侯的那份安排 在地面上写了出来 老四一看 心中更觉得复杂 大哥说不要找狂龙报复 而是要找龙巢 这些兄弟们都知道秦夕侯的风格 既然送出了冥币 那就要正大光明地去杀 要是真的杀不掉对方 那么也要认读服输 要是秦夕侯在冥币约定的期限内 杀不掉对手 却还是陆续派遣兄弟 一波接一波地杀 那还有什么仗义 那么一来 即便秦夕侯死了 身后的威名也会受损 所以老四虽然对义军有着极大的敌意 但也准备放下这段血仇 而且老四自己的能力有限 还满脑子考虑着 怎么对付龙巢这个更加恐怖的大敌 那哪还有什么精力和能力 再去找义军的麻烦呢 这些天 老四也通过秦夕侯 而知道了龙巢的不少事情 知道了这支队伍的可怕之处 想当初 他们所在的那支海军特战大队 已经够精锐了 但是在那两年 也只有秦夕侯入选了龙巢 由此可见龙巢的生猛 如今根据秦夕侯的安排 他们要等孟婆一个小时 而且是从秦夕侯打电话 永别的那一刻算起 而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分钟 依旧不见孟婆到来 老四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 咬牙说 判官 等一会儿孟婆来了 你们两个赶紧走 判官一愣 看了看老四 老四则苦笑了一声 似乎自言自语 因为判官并没有回答的能力 只听老四说 大哥是我请来的 结果他死了 我没连走 所以也要死在这座城市 龙巢 虽然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但是在309医院肯定有他们的人 我想只要我去找 总能找到他们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就算赚了 我倒要看看 这个号称第一战斗力的部队 是否真的比我们这样强了多少 老四向来都是众兄弟情分的汉子 这一次再加上内疚和自责的因素 使他的死质更加坚定 他要给秦夕后报仇 哪怕报不了这个仇 也要尽力尽心 但是 判官却在他身边拉住了他 闭着眼睛摇了摇头 手中的枯树枝 在地面上轻轻画出了两个字 命令 没错 让老四他们三个离开 这也是大哥的命令 地府之中的所有运兵 都知道大哥的军令是不容违背的 也正是这样另行禁止 纯军事化的管理 让地府成为拥兵界的一个传说级存在 铸就了秦广王等人的赫赫为名 没有这个素质 任何雇佣兵组织都是一盘散沙 当然 通过这些天的交流 老四也知道地府的这些规矩 而且 秦夕后已经收纳老四为地府的一员 并且早就告诉了远在境外的地藏网 所以 老四加入地府虽然晚 但也是阴兵的一员 老四痛苦地砸击着自己的脑袋 他甚至开始悔恨 自己当初为什么傻乎乎地把大哥喊过来 为了给死掉的大纲他们报仇 结果却折损了大哥和山猫 太不值得了 而且 还要加上一个生死未捕的孟婆 正在考虑着 远处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军车警车 乌鸦鸦地呼啸而来 如今已经过去了65分钟了 比约定等待孟婆的时间还多了5分钟 结果孟婆没等来 却等来了军车和警车 判官和老四同时大惊着站起身来 望着那压力浑然铺天盖地的车队 两人对视了一眼 当今扭头走向了一辆套牌的车子 站在江岸的大堤上 下面黑夜之中呼啸而来的军车和警车 如飞黄一般 声势惊人 老四和判官都能判断出 孟婆即便被释放了 期间也逃不脱了 甚至于 哪怕孟婆现在就在军车和警车前面 判官他们也不能等孟婆过来 等到那时候的话 军车和警车靠近 看得真切 那么一切伪装都将失效 所以 判官和老四只能赶紧离开 老四向江面上挥了挥手 于是一艘小船当即启动了马达 突突突地向大江下游而去 开船的就是老四曾经的那个战友 胆子也是挺大的一个家伙 不过 他这个战友这次应该没什么风险 因为他只是开船的 要是军方或警方追击 他也可以毫不理会地一路搬行 直到对方追上之后 会发现这是一条空船 他一没有杀人越货 二没有走私贩毒 不怕盘查 只要咬死不承认 认识老四等人 这就足够了 军方和警方也拿他没办法 毕竟 谁也不能禁止一条 私人小船半夜航行不是 而这艘小船开始航行之后 老四和判官就已经坐上了 那辆套牌的车 沿着走下江堤的一条小道匆匆离开 而仅仅过了五分钟 一辆出租车就开到了江堤上 这辆车是孟婆抢来的 出租车司机已经被他麻烦了 躺在后座上 人是不行 他分离奔向了这里 却找不到判官和老四的影子 傲恨 甚至有些抓狂 说好了在这里会合 没想到那两个王八蛋竟然跑了 但是孟婆不知道 这是秦熙侯下达的命令 因为秦熙侯担心三个人被一窝端 孟婆也不清楚 秦熙侯做出一个小时的实现规定 而现在 她来到这已经超出了十分钟 甚至她还把军方和警方都引来了 因为龙天贤不是一军 不会那么恪守道义 就在释放了孟婆之后 龙天贤就责令自己的手下悄悄跟进 暗中尾随 所以 三十分钟的实现一旦过去 军方和警方当即就实时抓捕 要不然 军方和警方能咬得这么近吗 茫然地走下了出租车 无措地撕下张望 孟婆有种孤零零被遗弃的颓废和沮丧 远处 那艘小船已经开走了 但是她知道那艘小船是假的 是用来吸引警方注意力的 最多再过五分钟 军车和警车就能追上来 何去何从 孟婆也可以选择继续开着这辆车疯狂逃逸 但那是没用的 天罗地网一旦铺开 汽车这样的目标太眨眼了 另外 她也可以抓住这个出租车司机作为人质 但事实上截止人质逃窜的 很难逃离国境 九死一生 要么就是汽车逃亡 只不过面对如此的天罗地网 加上孟婆腿上本就被一军打了一枪 她能逃得过龙天贤还有数百名军警的追击 那是做梦 想来想去 孟婆竟然有了种天大地大 却无处安身的悲凉之感 回头看了看依旧昏迷的出租车司机 孟婆蹒跚着走回了驾驶座 因为只有这样 扑面而来的军方和警察才不会胡乱开枪 将自己击毙 谁都不能确定 这车里面是不是还有人质 但是 孟婆也没有继续逃窜 她现在只恨老四和判官不仗义 恨自己的运气太差 所以她就在这呆呆地等着 等着军人和警察蜂拥而至 把这堵了一个水泄不通 车辆都上来了 铺天盖地 警笛丝鸣 整个江岸上 热闹嘈杂 如同集市一般 连黑夜也被车灯和警灯给照亮 孟婆喊着 不要开枪 我这里有人 我接受投降 投降 这个娘们看到逃逸无望 竟然主动投降了 走出车 双手抱着脑袋蹲下 对面一辆军车里 龙天贤的一个手下怒吼着 大步走出了汽车 作为龙朝二级部队的战士 他依旧是寻常战士和警察所不能比拟的 实力不错 龙天贤则因为还在309医院 未来的急追上来 一直到了十几分钟之后 龙天贤这才开车冲到了这儿 而到了这里之后 龙天贤就看到孟婆已经被抓了 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 又看了看远处的江面 那艘小船早就逃走了 只不过随行的军警早就派出一部分 沿着江岸去追击 同时还沿途调遣 大批的江上警力在前面截击 而这时候 被捆绑成粽子的孟婆才开口 因为她知道 龙天贤才是这里的最高领导 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你们抓不到那两个人的 首长 我有立功赎罪的机会吗 一听这个 龙天贤登机虎目一睁 猛地转过头来 因为她听得出 孟婆这句话的意思 似乎那艘船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时间紧迫 龙天贤要考虑一下 眼前的这个娘们 曾经杀死过龙天贤的战友 但是 又想抓住逃逸的 两个犯罪嫌疑人 似乎还真要答应这个孟婆 因为在这样的黑夜里 一旦被两个狡猾无比 穷凶极恶的家伙 逃出半个小时以上 那么再抓捕的难度 就难如登天了 要知道 两个犯罪嫌疑人 也是曾经的特种兵 现在更是无恶不作的 雇佣兵 反侦查的能力太强 只不过 假如答应孟婆的话 这不也要和她做交易吗 这一点 和当时义军和秦熙侯 做交易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时她还在埋怨义军 但现在这个抉择 落在了她自己的头上 因为义军不在现场 刚才 龙天贤大义凛然 丝毫不退让 但是这次看你怎么办 也别想着通过刑讯逼供 迫使孟婆开口说出真相 因为这是孟婆 现在唯一的讨价还价的砝码 她宁死不会说的 一旦没了这个砝码 一身命案的她 只有被枪毙的下场 所以她傻不到那一步 再退一步 即便通过刑讯逼供 迫使孟婆开口了 但也至少需要很长的时间 现在 距离那两个犯罪嫌疑人的逃逸 已经过去了一二十分钟 要是再拖延的话 即便从孟婆口中得到了准确消息 也已经晚了 所以 龙天贤纠结了 事后义军听到这件事情 第一反应就是笑着说 叫你呀装逼 关键时候 你不一样拿着原则做交易 没错 在重大利益的权衡面前 龙天贤也选择了交易 当然 不排除她此前受到了义军的影响 看着被捆绑好的孟婆 龙天贤瞪着眼说 好 说出你知道的 如果有价值 算你立功表现 保你不死 孟婆摇了摇头 有没有价值是你说了算 这不公平 我所需要的 是你一个确切的保证 龙天贤恨不能上去一脚 废了这个毒婆娘 但偏偏又不能冲动 她咬了咬牙说 好 至少保你不死 但后半辈子 你要在牢里面过 除非再有更大的机遇 和立功表现 好 在如今这个形势下 孟婆能不死就不错了 楼椅尚且偷生的心跳 发挥了重大作用 至于她要出卖判官和老四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而另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判官和老四 背叛了她 说好在这里等着一起走 你们两个王八蛋先脚底抹油 撒鸭子跑路 把老娘孤零零地留在这 你们不仗义在前 就别怪老娘也不仗义 孟婆看着大江冷笑 那条船上什么也没有 根据我们约定的计划 这是故意吸引你们注意力的 而实际上 他们是从旱路逃走的 而且就在前面那条小的下坡道上 那条路据说同往东阳市郊区 穿行之后是条小的县乡路 一直往南就到苏省了 连县路都说得怎么详细 显然对老四和判官造成了重大威胁 甚至于连老四弄了辆套牌车的事情 都给说了出来 于是龙天贤大手一挥 等级指挥大步人马跟着自己 全力从那条小路追击 同时要求整个越东方面的警方四处劫机 务必确保犯罪嫌疑人不能流窜到省外 一旦到了苏省 那么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因为不但牵扯到两地警方的协作配合 更重要的是老四本就来自于苏省范围 在那个地方 老四就是打主场 他对那一带的环境太熟悉了 说不定在苏省一些大中城市里 连某个鸡脚嘎啦有没有公共厕所都知道 至于孟婆则被捆在了龙天贤的车上 龙天贤不放心这个善于使徒的婆娘 所以要亲自看守着 而对于刚刚奔逃不到二十分钟的判官和老四来说 孟婆的叛变无异于他们的灭顶之灾 就在他们奔行了不久 就发现前面有警车拦路检查 不对劲 因为这条现象道路很偏僻 警方就是封锁的话 这样的小路一时半刻间也无法准确地部署 要知道 警方深经半夜派遣警力是有限的 肯定优先封锁那些最重要的跨省通道 那么警方甚至都到这条小路上了 而且警力看样子不少 好几辆警车 那就意味着极有可能出现了一种情况 他们的行踪被警方或军方判断到了 以至于警方带着极强的针对性 直接朝这条小路扑杀了过来 但是即便他们判断到了 也不该这么迅速的 判官和老四在这里面都在考虑 最后两人不约而同 想到了一点 孟婆出卖了他们 果不其然 就在判官和老四窜入旁边的小村子 绕过警方的盘查之后 在去往苏省的道路上 再次遇到了警方的盘查 而这条小路是他们预定的另一个备权方案 太明显了 老四猛地砸了一下手套箱 狠狠地骂道 大哥贫死贫活 就救了这样一个熊娘们 判官无语 和孟婆结识不少年了 这娘们确实很重力轻易 把钱看得重 把命看得重 但是判官没想到 他还能走到出卖兄弟这一步 更重要的是 这孟婆万一真的攀变了 对于整个地府都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孟婆已经算是地府的高层核心人员之一 对于地府的秘密知道的不少 而这婆娘一旦走出盘变的第一步 那么随后把知道的秘密 向龙巢河盘拖出 也将是必然的事情 真像一枪崩了这娘们 咱们要真的逃不出去 那就拼死干一场 先把这个叛徒干了 我操他牢牢的 他知道的事太多 我怕他把大哥留下的兄弟都给卖了 老四依旧在骂着 但这句话恰好触动了 判官最敏感的神经 嘎吱 判官猛然一个傻车 在那沉思着不说话 随后他发出了一条短信 孟婆叛变 我要贫死除掉他 恐回不去 老四将尽力回去 这支手机交给他 短信发出 判官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深沉可怕的夜 他竟然还有心思抽了一根烟 这是做出重大决策之后的猛然放松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条命 恐怕要交代在这儿了 与此同时 他把手机短信内容在老四面前晃了晃 而后将手机短信全部删除 在老四的震惊之中 把这支特定联系用的手机塞进了老四的口袋 也就是说 你自己回去得了 带着手机自然能联系上二哥底藏网 至于我 不走了 老四咬牙切齿地说 判官 这件事前前后后都是我引起的 你回去 我留下 杀孟婆交给我 其实我们俩的成功率差不多 判官摇了摇头 随手在车里取出了一张纸和笔 写了几个字 我比你更熟悉的 有了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解释 判官就再懒得说什么 再度打开火机 把那张纸点燃 又点上了一根烟 而看到老四不下车 判官隔着老四的副驾驶座 直接将车门打开 并且一把将老四推了一个猎牵 随后又补伤了一脚 茫然之中的老四 被判官一脚踹了下去 就看到判官把车迅速启动 换了个方向飞速奔驰 竟然还是刚才警方拦路的方向 老四孤零零地站在这黑夜之中 看着判官一记绝尘冲向了必死之境 老四浑身无力 双腿一软 这条铁汉竟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黄土地上 浑身痛苦地颤抖 食指死死地抠进了坚硬的土地之中 随后 老四只能按照原来的路线 几乎以平行的方向 在小村子或旷野上穿梭 对于一个曾经中日在大海上混生活的 精英特种战士来说 黑夜之中依靠星星断定方向 简直就是恰常便饭 再往前一百多立地 就到了苏省的地界 而依靠他的体力 天不亮就能保证跑过去 白天可以在一个地方稍稍休息一下 然后再趁夜奔赴苏北的城市叙州 那是乡竹类当年的老巢 但老四也曾到那秘密搞过毒品生意 从叙州开始 老四对当地的地理几乎就了如指掌了 直至苏南 在那个地方 他想离开国境的难度 就会大大的降低 特别是苏省水系发达 又特别适应老四这个水下之强者 只不过 现在各个地方的盘查太严密 又是继续开车逃离 那么他们肯定不可能抵达苏省 即便到了苏省 也会因为车的目标太大而被抓住 所以 判官他走了 他要去想尽办法杀了孟婆 同时也给老四创造更多的机会 吸引军方和警方的注意力 至于眼下的判官 则已经驾驶着那辆车掉头飞驰 刚才那个检查点上 一群警察还在等着 这些警察只是参与围堵的一部分 而且是从就近的县区分局派出所抽调来的 平时执行习惯了普通的任务 对于这次任务 大家也都很好奇 因为省厅直接下达了指示 说是案情极端重大 上级极端重视 犯罪分子极端危险 三个极端 将这件任务的重要程度给体现了出来 这些警察都老老实实地等着 但也没想着犯罪分子真的从自己这条路上经过 毕竟从岳东到苏省的道路很多 而这条路又是一个小路 比如眼前的这条路上 来往的车辆就不算很多 毕竟天晚了 路况又不是很好 但是 就在他们进行检查的时候 前面忽然出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因为那辆车在看到警察之后 似乎犹豫着停了一下 结果 吊过车头就往后飞驰 好像生怕被抓到一样 王八蛋 要是没问题 这深更半夜的你见了警察跑个猫啊 顿时 大批警察吆喝着 顿时从路边的黑暗处蹦出来十几个 原来站在路上检查的十几个只是幌子 而还有十几个特警在旁边潜伏 这十来个特警飞翼般地冲上旁边的警车 乌乌丝鸣着追了上去 风风火火 一边追击 警车上还通过喇叭嘶喊 前面的黑色大众叫车马上停车 接受警方检查 但是 警方连续喊了三遍 这个黑色大众叫车非但没有停下 反倒更加疯狂地向前飞驰 甚至 已经有了将警车甩在身后的架势 只要警方不跟着一起发疯 恐怕就要追丢了 四辆警车大怒而且大急 一边向上级汇报 一边加速地追击 虽然车技不如对方 且车况也不如对方 但依旧远远地咬住了尾巴 至少不能跟丢了 随后 警车就在后面鸣枪示威 要求对方停车接受检查 但是万万没想到 前面车上的家伙竟然把一只手探出了车窗 不问准确性地发了一枪 盘管这只是在彰显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果然 随着这条消息的上报 几乎附近所有的警力都动了 包括在其他道路上围追堵截的 也都已经把主要兵力聚集了过来 因为这辆车本来就可以 而现在发现了对方竟然敢和警方对着打枪 这还了得 肯定是秦熙侯那一伙的汉匪余孽呀 因此 各条路口只留下了象征性的警力 其余的几乎全部倾巢而出 而龙天贤亲自率领的那个浩浩荡荡的车队 更是乌云一般压制了过来 四面八方的军力和警力向这边拷拢 假如有一个示意图的话 会发现在公安厅的调度之下 数不清的警车向一个点飞速靠拢 包围圈越来越小 而那个点就是判官开的这辆车 但是 判官的速度还真不是吹的 经验也更厉害 愣是在一次次的围追堵截之中 冲出了一条血路 但是警方发现 这个汉匪怎么好像没什么目的性 就好像脑袋已经混乱了 不知道该往哪儿奔逃了 只不过是有缝隙就钻而已 但是他们不知道 判官这是在找人 判官现在四处转移 就是为了找到最大波 级别最高的一个车队 因为他知道龙朝的级别和地位 也知道龙天贤所带领的队伍 肯定是势力最壮大的一波 而且在当时将岸上开始逃走的时候 他还远远看到了大批的军车和警车 大体积的三十多辆 至于孟婆 极有可能就在龙天贤的车队之中 所以当判官看到三三两两的警车 基本上毫不理会扭头就走 根本不鸟他们 终于 在一个相对贫旷的地方 判官再度看到了龙天贤的车队 这只车队显然就是自己在江岸上遇到的那个 虽然不能百分百地确定孟婆是不是在这儿 但她也只有这一点机会赌一把 只有杀了孟婆这个叛徒 地府的兄弟们才能更加安全 否则只要事后孟婆一开口 地府太多的机密都会被龙巢掌握 至于现在这么紧急的状态下 龙天贤应该还没机会仔细审问孟婆 判官 还不停车束手就擒 你看看这形势 还能跑得掉吗 对面的一辆军车上 龙天贤通过喇叭吼着 当然跑不掉了 因为前面是龙天贤带领的庞大车队 而后面也陆陆续续出现了尾随的警车 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但是 这次判官根本就不想着跑了 将车停在路边 但是没有熄火 随后取出了老四留下的手机 向孟婆的手机上发出一条信息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自己想办法离开 我手中有个人质 尽力周旋 莫名其妙 但是要注意 他说的是我们 而不是我 这就意味着 龙天贤等人还会以为 连老四也在这辆车上 如此一来 龙天贤等人更会认识到 现在已经要把这些犯罪分子一网打尽了 所以 也不会想着去分散精力 追击老四 此外 说出手中有个人质 使得军方和警方不敢一通乱射 投赎机器 如此一来 才能保证他的计划进行下去 而他发出这样一条短信 还有第三个目的 果然 龙天贤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心头一领 这个王八蛋手里竟然还有人质 想了想 龙天贤在喇叭上冷笑着 判官 放下武器 放开人质 孟婆已经在我手上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而此时 龙天贤车后排的孟婆在摇头说 他不会回答的 因为他是个哑巴 要不然 也不会发短信了 龙天贤点了点头 心说忽视了这场 但就在这时候 判官的短信又来了 显然有点相信了孟婆就在龙天贤的手中 短信的内容 短信的内容很简单 孟婆真的在你手中 放了他 我释放人质 说得好听 其实这是判官在演戏 他假装不知道孟婆已经叛变了 因此还在这里假装仗义 而且 这种仗义也很合理 毕竟前面秦夕侯就已经这么做了 现在 孟婆也有点发愣 看来自己冤枉判官和老四了 这两个家伙或许只是出了意外 才提前离开的 并不是把自己丢在了那儿 这就是判官发短信的第三个目的 让人误以为他还不知道孟婆的叛变 但是判官这样一个提议 顿时让龙天贤心中大动 用孟婆交换人质 质啊 要知道 孟婆现在已经投降了龙天贤 那么完全可以把孟婆当作一个骑兵来使用 让孟婆主动靠近判官 然后趁其不备杀了判官他们 而且龙天贤不担心孟婆在逃走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一旦叛变了 就很难再走回头路 而且孟婆即便走到了判官的车里 也不可能逃出去 毕竟连判官逃走的希望都很渺茫 龙天贤则确认一下 回复了一条短信 让人质和孟婆同时离开各自的车 判官则回复道 不可能 我已经走投无路 不能不小心 你要是不同意交换 我随时杀了人质 看样子 已经无法在这个方向上谈下去了 但是龙天贤不在乎 他问这么一句 其实就是为了装得像一点 免得判官对他生疑 直到这时候 龙天贤转身对孟婆冷笑 瞧 你的兄弟倒还仗义 你去 装作去交换人质 等你上了他的车之后 趁他不备用枪击毙他们 不要想着逃走 你也看得出 他们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 孟婆也苦笑着 判官这是准备带着我强行离开吗 估计也是逼急了 这种状态下 冲出去的希望不足十分之一 连十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 孟婆这个为了怕死而叛变的人 当然不会跟着判官 一同去死 所以他只能接受龙天贤的安排 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安排 他一会儿就要亲手击毙 判官和老四这两个兄弟了 老四是最近才认识的 但判官可是老兄弟了 以前还互相配合 互相救命 那是换命的矫情啊 但是现在 自己要在判官的脑袋后面 开冷枪了 无奈地点了点头 孟婆觉得自己脑袋真重 脖子都几乎挺不起来了 但所谓一旦叛变 就没有了回头路 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终于 在象征性的讨价还价之后 交换人质开始了 而龙天贤和判官 这一番讨价还价 其实都是在伪装 伪装各自的真实目的 要是交易简简单单的就达成 那么双方都会生疑 这是一个冷酷 但是可笑的场景 好像两班子唱戏的 相互算计 各怀鬼胎 大家都觉得自己表演得好 也都觉得对方是个 即将中计的二逼 二语我诈 终于 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 让孟婆首先走出来 等走到接近判官这辆车的时候 判官再开车门放人质 但实际上 这车里哪有什么人质 纯属子虚无有 不一会儿 龙天贤的那辆车 打开了车门 孟婆蹒跚的身影走了下来 走路都似乎很艰难 北义军在大腿上打了一枪 到现在几乎越来越疼 所以 走得很慢 看着孟婆的身影 背后的龙天贤在车内冷笑 按照她的计划 只要孟婆在车里面连开两枪 判官和老四肯定不会防备 因为他们是同伙 而在不方便之下 那么近的距离内 孟婆得手简直太简单了 亦如反掌 至于说不留下判官和老四这两个活口 龙天贤已经不是很在意了 有一个文权配合的孟婆 事后什么东西打探不出来啊 孟婆也说了 在地府之中 判官和她是一个等级 都直接隶属于秦熙侯和地藏王 那么 判官知道的东西 孟婆大体也能掌握 而且孟婆更听话 更怕死 那么从她嘴里得到的东西 也就更加真实 此外 判官太有危险性了 活捉的可能太小 所以综合考虑之后 龙天贤才决定 要把判官和老四当场击毙 回头 一个孟婆能供出地府半数的机密 而在对面的套牌大中车里 判官也在冷冷地注视着 她的表现很正常 甚至不必把脑袋缩在车里面 因为现在对方知道自己手中有人质 也相信老四还在车上 要是真的对判官进行袭击 那么老四完全可以随时杀死人质 所以 判官就这么大咧咧地坐在驾驶位子上 等着孟婆的接近 而孟婆每接近一步 判官握枪的手就越紧 她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担心 担心孟婆万一没有叛变呢 要是自己的行踪 只是龙天贤猜测出来的 而孟婆没有叛变 那么自己一枪崩了孟婆子 是不是太残忍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存在 要说一枪崩了自己换命交情的女人 判官这个铁汉也忍不住有些犹豫 但是 假如让孟婆继续留在龙天贤的手里 时间长了的话 孟婆的叛变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因为她知道 孟婆不是个意志力坚强的女人 为了确保地府所有兄弟的安全 所以只能下狠手了 判官心中默念着 孟婆子 假如这辈子冤枉了你 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别怪我 这是为了所有的兄弟 在判官犹豫挣扎的同时 孟婆已经极度贴近这辆车了 而且 判官也假装打开了后车门 表示让孟婆上车 门缝不是很大 因为判官担心不远处的警方看到 自己的车后排其实空无一人 没有老四 也没有人质 渐渐的 孟婆已经极度接近了这辆车 一直等她走到驾驶座外的位置 正准备往后排走的时候 孟婆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她隐约看到 里面似乎是没有人 没人 没有老四 也没有人质 这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么样 孟婆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因为要是有人质的话 判官还有那么一线希望挣扎一下 而要是没有人质 那不是等死的局面吗 既然是等死 何必把自己再拉过来 所以 孟婆当即就动了 不是往前 而是往后 而且退后的同时 竟然把手伸向了背后 像是拿武器 因为她心中有鬼 所以怕 而要是心中堂堂正正 一直像以前一样 把判官当作生死弟兄 又何必怎么做呢 本来 判官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 但是看到孟婆心中貌似有鬼 甚至还准备掏武器 判官这稍微一点点的犹豫 也当即烟消云散 于是手中握住的枪 立石就拔了出来 透过车窗陡然发射 两枪射出 直接打爆了孟婆的胸膛 孟婆受惊了 所有人都惊骇呆了 就连远处的大高手龙天贤 也一下子傻眼了 但是这时候 垂死的孟婆爷掏出了枪 虽然格斗实力远差于判官 但毕竟也是个练甲子 更重要的是 判官现在坐在车里 活动的空间太有限了 所以当孟婆爷举起枪的时候 判官本能地缩头 但却没能把脑袋都缩进去 于是 孟婆那哆哆嗦嗦的一枪 竟然还真的击中了判官的头部 而这么近的距离 这一枪绷出去 必死无疑 可探这两个曾经过命矫情的人物 从分道扬镳到刀兵乡下 仅仅只有一个晚上 甚至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判官用自己的命换回了地府的安全 判官死在了车内 而孟婆也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远处 龙天贤先是愣了一下 解儿如发疯的老虎一般 王八蛋 给我 本想本能地说什么 给我冲给我打之类的 但又发现似乎没那个必要了 于是画到半截又吞了回去 龙天贤知道 自己上当受骗了 王八蛋 龙天贤心里边包麻着 本来活捉了孟婆 龙巢就已经能顺藤摸瓜 搞出大量珍贵的线索 但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此时 包围权已经密密麻麻 还在小心着 万一里面会有老四和人质 但自知上当受骗的龙天贤却觉得 似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偏局 现在那辆车里面 甚至已经可能是空的了 这一次 再也不能让普通战士上前送死 龙天贤本人直接开着车冲了过去 到了那辆车的旁边 结果隔着玻璃一瞧 发现里面确实已经空无一人了 什么王八蛋老四人质的 都是骗人的 早知道这样 半自动冲锋枪一梭子子弹打过去 判官就直接报销在这了 这倒好 偏偏把孟婆给拱手送了出去 此时的龙天贤 肠子都毁清了 山毛死了 秦夕侯死了 判官死了 孟婆死了 此番秦夕侯一伙四个好手全都栽在这 全军覆没 有人说华夏是境外地下实力的禁地 来了就准没好 不管是不是一个离奇的诅咒 但这个诅咒这次又真实地上演了那可怕的威力 但是龙天贤也想到了 还有那个老四伤且在逃 虽然刚才听孟婆说 老四是刚刚招进来的阴兵 新的 对于地府的事基本上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龙天贤现在没面子 大好形势被搞得一片狼藉 也只能在老四身上找一点面子了 要不然岂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去吗 不但是两手空空 甚至还要背负一个无能的骂名 因为地府这四个人之中 山猫是被澹台铁树击毙的 秦夕侯是被义军枪击后自杀的 孟婆和判官算是内讧自相残杀 总之龙天贤一点功劳没有 不但没功反而有过 因为本来可以从孟婆身上挖掘到巨大的价值 结果因为自己的自作聪明而付诸东流 所以只有抓住了老四 龙天贤才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台阶下 龙天贤怒吼着 集合 全部集合 全面封锁越东和苏省边境 挖地三尺也要把那个潜逃的嫌疑犯老四给我找出来 顿时 大批的军人和警察又出动了 全都疯狂地涌向了梁省边境 但是 此时只凭着一双肉腿的老四 早就跑出了很远 而且 老四不再走什么正八经的路 连县乡道路都不走了 基本上是在夜色之中穿乡村走旷野 谁能抓得住啊 上百公里的梁省边界 抓这样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 所以整整一个晚上 大家忙碌到了天亮 也没发现老四的踪迹 而天亮的时候 老四更是疯狂地连夜奔行了一百二十多里地 已经成功越过了越东和苏省的边境线 进入了苏省境内 更重要的是 老四多了个心眼 当他到了苏北重镇旭州的边缘之后 并未真的按照原计划进去 因为他发现 似乎旭州这边的气氛也很紧张 开玩笑 龙巢要做事 既然能调动越东省的警方 自然也能调动苏省警方 所以 老四干脆西出安庆省 继而南下 直接到了长江边缘 好 到了长江了 短短几天 他从越东到了这里 横跨了长江和大江两个水系 而现在 这个混江九龙之中最强的一条龙 得了水了 随后 他沿着江路西进 到了自己曾经的老潮汉江市 想当初 他们混江九龙和云掩月等人 就是在这儿掏生活 也是他们曾经的大本营 所以对于这一带的地势 老四更加清楚 由此 警方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而当警方徒劳无功地 搜查了接近一个月之后 老四已经南下 成功越过了滇眠边境 一个精英特种兵 除心积虑地逃跑 驾至国境线上 地藏王等人的接应 终于成功潜逃 至此 这场大的纷争 才算是尘埃落定 貌似是尘埃落定 地府的四个高手相继挂了 又没能抓到老四 龙天仙感到很是郁闷 甚至他都觉得丢人 自己号称堂堂龙潮第二高手 竟然在这儿载到了这一步 经济论坛还在继续 当天的会场上安然无恙 毕竟出现一个亲戚猴已经够意外了 不可能天天的意外那么多 坦台铁树把这里保护得跟铁桶一样 直到第二天大手掌一走 坦台铁树也随之回了首都 因为剩下的一些会务安全 就交给当地警方 无非将山鹰和凤凰继续留下来 稍稍地协助一下 坦台铁树走之前 义军特意准备了一点礼物去送行 坦台铁树不方便随便离开 毕竟他的工作要围绕大首长的行程展开 所以义军让韩猛带着他 亲自到越东酒店去送行 不为别的 当时要不是坦台铁树一枪击毙了山猫 那么叶娇阳就死了 救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是大恩 所以哪怕义军胳膊上的枪伤 刚刚做了手术 他还是亲自前来 看到义军来了 坦台铁树笑了笑 谢处长 听说你负伤了 要不要紧 不过 击毙秦夕猴那样的肥手 也算是大功一贱 并没有虚情假意地问生清 因为对于他们这种体壮如龙 古剑如虎的人来说 胳膊上重弹不算太重 而且对于他们这种军人来说 重弹也不是太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义军小小的更争了一下 秦夕猴是自杀的 坦台铁树笑着说道 过程我听说了 有本事 有胆虑 佩服 不过我有个小疑问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你是怎么躲过秦夕猴那必杀一枪的 义军的韩猛咧嘴笑着说 我哥说了 凭感觉 义军又对坦台铁树说 他跟你开玩笑呢 就是运气而已 运气 坦台铁树摇了摇头 感觉就是感觉 这有什么好谦虚的 就像当初我说自己是猜的 韩猛这小子也一样不信 说完 三个太斗相顾大笑了起来 此后 义军才说出自己的来意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来送送行 而且义军觉得坦台铁树可教 且韩猛说 这个坦台大警卫长 是个守口如瓶的人物 于是义军把这件事交了底 也就是他和叶娇阳父子关系的事 因为人家坦台铁树 毕竟救了你亲爹的命 你却瞒着这层关系 难道是不想欠人家人情 说出去就太薄情了 再说了 现在的事情基本上尘埃落定 再过几天到了首都 父子关系的事也会公布出来 到时候与其被发现 还不如现在主动坦白呢 什么 叶先生竟然是 坦台铁树显示一惊 当即又笑了 恭喜 恭喜你们父子相认 这是大喜事 等那天轮到我休假 定然登门祝贺 多谢 所以这次来送行 也是来表示感谢的 义军笑着取出了几斤包装精美的恶娇 这玩意儿就是土特产 不算太贵重 一斤才几百块 关键是份心意 不值钱啊 回头给嫂子烧着 字印不写 别嫌寒 谈台铁树也不矫情 说了声太客气也就收下了 这是个真正的军人 做事干净利索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和这样的人交往 省心又省事 其实你也知道 咱们干这一行 不存在什么救命不救命的说法 毕竟大家都是做任务 就为了这点事 谢助长带着伤害来送行 我过意不去 到了首都 我请你到家里坐坐 你嫂子也不能白用你的恶脚 她做饭手艺还是可以的 义军哈哈大笑 心说这才是真交情 只不过到了最后 谈台铁树也未能免俗 竟然提出了邀请 邀请义军别做临时工了 长期留在中央警卫局得了 因为谈台铁树也是爱财心切 看到义军的实力 特别是综合价值 依旧远超自己的预期 胜出了爱财的心思 当然 我还不具备直接请你的权限 因为你这样的高手一旦来了 说不定职位比我还高呢 不过 我可以跟上级打个报告 职位比他高 这肯定是开玩笑 因为谈台铁树现在的级别 已经够高了 仅次于中央警卫局的几位副局长 而且让他享受了副军级的待遇 但是招揽贤财的阴阴之情 却流露无遗 义军当然是蜿蜒谢绝 但是在义军的心里头 却由此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 难道 自己真的开始本能地抵制军营了 难道自己真的和军人两个字 越来越远了 就好像和龙天贤交往的时候 两个人的分歧那么大 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点 最终 谈台铁树还是离开了 并且约好了首都再相见 但是 对于随后才走 级别和谈台铁树相同的龙天贤 义军却没有送行的意思 因为义军一直就能感觉到 自己和龙天贤尿不到一个湖里面 不过 考虑到龙天贤毕竟是堂堂龙巢四把手 而且又曾是虎枯的上级领导 自己假装不知道也有点说不过去 毕竟就是不给龙天贤面子 也得给政委龙天机一点面子 这次 就是龙天机要求义军配合龙天贤的 因此得知龙天贤也要回首都的时候 义军还是打了个电话 等于是打了个哈哈 他说自己被枪击了 正在309医院养伤 所以不便送行 还望海寒 电话上 龙天贤也说了两句客气话 本以为事就这么结束了 结果当天下午 也就是登机前的三个小时 龙天贤竟然主动来到了义军的病房 其实义军这货比牛犊子都壮 哪需要什么病房呢 无非是听说龙天贤要来看自己 这才要求医院给自己开一键 稍稍掩饰一下 而实际上大家都知根知底 都知道他们这个级数的高手 受这样的伤 简直就像猫被老鼠咬了一口 根本无需在意 好在龙天贤是来跟他说正经事的 也没当场揭破了这货 哎呀 义军假装说话扯动了伤口 呲牙咧嘴了一下 我不去给你送行 就已经不好意思了 没想到还老家天贤老兄亲自过来 龙天贤坐在义军的对面说 我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另外也想跟你谈谈心 两个大男人 非亲非鸡 有啥好谈心的 当然 义军最关注的 还是那个所谓的无事不登三宝殿 也不知道龙天贤这个龙超高手 有什么事 龙天贤淡然地坐在那儿 竟然有种先锋倒鼓的感觉 其实在没什么任务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这样 而一旦在任务执行过程中 又往往很是火爆 以至于义军老早就怀疑这祸 是否有点人格分裂 龙天贤说 上次美影回到虎库之后 就把那个大通钱庄的事情 向龙朝领导汇报了 你知道 我们前几位的天刚都是班子成员 所以这件事都一起商议 对这件事 整个龙朝重视程度很高 等等 义军赶紧打住 哥们现在连虎哭的人都不是 更别提龙朝 你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我 可别想把我扯进去 龙天贤自食地一笑 就知道你会是这种反应 不过 我只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等于是听取一下 龙朝之外人士的建议罢了 因为发现这个大通钱庄 而且数次和钱庄客户交手 你是最直接的当事人 对于这个神秘的大通钱庄 你应该比我们熟悉 当然 这也是龙天机政委让我带句话 问问你的意见 义军可不想拦这件事 开啥玩笑 我当然不熟悉 无非是当初的云眼月 和现在的秦熙侯 在大通钱庄存钱罢了 你也在工商建设 几大银行有账户 难道我认识你就等于了解 这几家银行啊 不是这个道理 你是在偷换概念 大通钱庄的客户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也没有个奉公守法的 良善之辈 比如说混江九龙 比如说地府 再比如说赵天衡 卧槽 你们调查我 义军一听赵天衡这个名字 当即就知道事情瞒不住 没错 要说只是认识混江九龙和地府的话 或许他还真不了解大通钱庄 但是 要是知道了赵天衡当年 在大通钱庄存款上百亿的事情 那么义军还能说自己 一点都不了解大通钱庄 开啥玩笑 当初你都亲自去过那个地方 而龙朝要是想查出 义军去过大通的事情 估计不算太难 至少赵天衡现在就被押着 随时都能问两句 但是对于龙朝背地里查自己 义军当然不是很开心 换了谁被人调查了 都不会开心 而龙天贤则摇头说 不 不是在调查赵天衡那些巨款来源的时候 怀疑到了是大通钱庄的事情 而你是直接帮着赵天衡死里逃生的 所以龙朝领导班子猜测 你和大通钱庄有关系 哦 用词不大 是猜测你和大通钱庄可能有过关联 猜测 这一切都只是推断而已 义军是真假难辩 只能表面上点点头 说了一句 这还差不多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 再隐瞒也没啥意思 于是他才老实说 其实吧 我也只是去那儿取过一次钱 哦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好像说大通钱庄的客户都不是良善之辈 热的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 龙天贤笑着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虎王自然除外 以前都还称呼谢处长 而且谢处长这个称呼已经算稍微客气了 这是第一次 龙天贤尊称义军为虎王 义军砸了砸嘴巴说 大通钱庄的总部是在户海 繁华区之中的僻静之处 建筑规格不算高档 但是内部 龙天贤打断他说 不用说这些 我们已经让虎窟去查探了 毫无所获 甚至 甚至 虎窟现在的二把手 风雨林亲自潜伏到了大通钱庄外围 但是当他刚刚进入大通钱庄的范围之内 就被发现了 不仅仅被发现 甚至一堆瞄准器射来的红色光点 将他身上笼罩得密密码码 任何一个光点 都随时意味着一颗子弹 只要风雨林再往前一步 当即就会被打成筛子 风雨林实力肯定不如一军 但毕竟也是大师级巅峰的高手 结果竟然栽得一塌糊涂 以至于险些没脸回虎哭了 好在大通钱庄似乎不想惹是生非 于是没有开枪 只是将风雨林给吓跑了而已 义军早就告诉了魅影 不要对这个神秘的大通钱庄轻举妄动 不过这次魅影无法做主 因为是龙朝直接要求风雨林去的 龙天贤谈息道 当风雨林把这件事汇报之后 我们就知道还是小瞧了这个大通钱庄 随后调查这个钱庄的资料 却一无所获 只知道那份房产是百年前的 太久远了 后来又正大光明地派人去调查 开着军车去的 结果对方出示了一个证件 显示着那是一家私宅 那么大的面积 而且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竟然是私宅 这所谓私宅的主人 是一名美籍华人 现在也不在国内 他们拒绝我们进去查处 并且美国驻华领事馆的人 杀了过来 提出了严正交涉 说是侵犯了美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为此我们也没能进去 也就是说 从官方途径去查 人家不让进门 而又是想偷偷摸摸地进去 那么即便派出个高手 尚未进去就差点被乱枪打死 龙天贤皱着眉头说 更重要的是 我们怀疑这个大通钱庄背景深厚 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现在适不适合对他动手 当然 我们也知道丹平虎枯很难对付他 所以要出手的话 龙朝会直接介入 义军说道 哪怕是龙朝 恐怕也够枪吧 你们连对方的底细都不清楚 贸然出手恐怕后患无穷 依我看 还是等一等再说 其实吧 你们这个思路太死板 死板 龙天贤很感兴趣 义军说 难道你们就不能让他们着急一下 主动跟官方联系 啊 可能吗 龙天贤一愣 让一个涉嫌重大犯罪的组织 而且有境外背景 主动和官方联系 义军笑了笑 为什么不能 你们只是久居高位 做事的时候一出手 就是自上而下 雷霆万军 却不知道炖刀子割肉 也是很疼的 什么是炖刀子割肉呢 义军笑着给龙天贤解释 给他们找找麻烦 卡断他们的水 电 让他们不能办公 没事就派派出所的户籍员 去调查户口 啊 就是查水表 烦也能烦死他们 在他们那条路的门口 搞搞道路维修 十天半月的修不好 旁边的建筑征用一下 搞搞房地产拆迁 让地方黑势力 去收一收保护费 保护费不好收的话 就让那些涉黑势力 在他们对面打打架 逗逗欧什么的 天天月月年年 真不行 就把他们对面 建设一个24小时营业的超市 整天乱哄哄的 他们的客户想进去 都提心吊胆 怕被人看到 又或者把他们四周 都以军事命令的形式 化为军事警戒区 把他们围在中央 不管什么人寄出 都要接受军方检查 你想啊 假如你是他们的客户 比如混江九龙 或地府什么的 想找大通钱庄 必须先让军方盘查一阵子 你还敢去 还有 可以在附近几个路口 设置最醒目的摄像头 就说是交警部门 拍照查微章用的 只要是进入大通钱庄的 每个人都会被拍下影像资料 其实只要你们乐意 把那四周都搞成大广场 都没问题 煤气明月 为了建设市民休闲场所嘛 你想 到时候一大片空旷的广场 就他们大通钱庄的建筑 像个孤零零的碉堡 谁敢去那儿做生意啊 他们要是真的做不下去 换了地方 比如把地点搬到了金陵 东阳 神川 总之无论哪个地方 你们就如法抛制 到时候 哪怕弄不死他们 至少把他们逼出国境是不难吧 除非他们敢摆明了抗拒军方 抗拒政府 那倒好办了 一个步兵师就能把他们 吓得屁滚尿流不是 天贤老兄 不管他们是什么国际背景 历史传承 这是咱们的国家 咱们的地盘 想玩死他们不难 只不过速度慢了点而已 我去 龙天闲听的是目瞪口呆 这算什么办法呀 简直就是低脾流氓耍无赖呀 龙朝部队但凡执行什么任务 向来习惯了刀来剑王 电闪雷鸣 啥时候用过这么下散烂的招数 在龙朝战事的思维之中 这些烂招肯定永远不会出现 但是别说 这个办法肯定零 至少时间长了一定零 哪怕是再强的背景 再大的势力 挡不住军方和政府 这么不要脸的折腾 不骂你 不打你 就用无耻击垮你 义军接着又说道 当然 他们也可能暗中动用自己的背景力量 比如说你们在四周一折腾 护海市哪位市领导极力阻止 那好 这个市领导铁定跟他们有关系 于是你们暗中记下来 想办法找找这个市领导的把柄 这年头五千块钱的案子就能立案 谁屁股上干净的像纯净水呀 又或者找个失职 独职不作为乱作为的把柄 真不行就调离岗位 另有任用 总之他们的背景 蹦出了一个 你们就搞掉一个 这就像钓鱼 幽哉幽哉毫不费心 喝茶看戏的功夫 就把事儿给办妥了 隆天贤听得瞪眼珠子 虽然句句话说得粗俗浅显 而且毫不生猛 但是落在隆天贤的耳朵里 却好似是震震惊了一般 我去 虎王做事可真狠 比真刀真枪他动手都狠 得罪他的人 肯定会被他玩得愈仙愈死啊 义军笑了笑 是不是觉得哥们的招数烂呢 事实上当年我和五虎办事 都是这样乱七八糟 高招和混招共用 正路和偏锋齐出 奇笑连连 你们做事太死板 钉是钉毛是毛的 局限性太大 这不仅仅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区别 或许你们做事正大光明 但是我要求的是时效 领教 领教了 龙天贤是一头的黑线 万万没想到 把整个龙朝部队 纠结得一团糟的事 到了义军这儿 竟然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也难怪 魅影接手了虎库之后 管理上面一下子乱了 而做事的效率也低了很多 龙天贤想了想说 你们离开之后 胡哭效率太低 甚至陷入停滞状态 不是没道理的 虽然体制机制是一个重要制约 但是办事的思维模式 和具体执行方法 我看更是重要因素 义军笑了笑 魅影有本事 但是不够坏 要知道 胡哭里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都是各支兄弟部队里的精英 一个个抬着脸 撅着屁股 目高于顶 而且 还有不少收编的江湖豪杰 地下汉匪 这样一支队伍 你非要用正规方式去带兵 肯定是一地鸡毛 更何况 胡哭面对的都是些杀手 雇佣兵 一个个心狠手辣 杀人越祸 你非要用正规方法去应付 自己不累个半死才怪 如今 龙天贤已经挺傻眼了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义军 其实 他来这儿想跟义军谈谈心 就是想规劝一下 劝义军以后要坚守军人的原则 不要跟个地下大萧一样做事 拿着原则做交易 跟汉匪称兄道弟 勾肩搭配 影响不好 就好像在树林子里 跟秦熙侯背对背的抽烟贪心 差点成一对好机友 这算什么事 所以 龙天贤以为义军到了离开部队社会上之后 就堕落了 他觉得有点可惜 可惜了一个泰斗级的全能兵王 但是现在看来 这小子骨子里就不安分 骨子里就是个浮完妖孽的家伙 谢虎王没有变 至少没有大变 只不过他龙天贤当年没有深入了解虎王而已 如果非要说有了变化 就是那种不受原则 信马游将的性子更加大了 而军人的荣誉感稍稍沉了些 在龙天贤看来 义军现在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但他依旧是当年的虎王 龙天贤笑了笑 好 那就告辞了 虎王好好养伤 多保重 义军假装不方便起身 既然装了就得装到底 不是说还要谈谈心吗 别这么急着走 难得见侧面 龙天贤笑着摇了摇头 也算是已经谈过了 哦 对了 我说的那些针对大通钱庄的办法 你看行不行 当然 你也说了 我的话只是建议啊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自己的想法 龙天贤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闪闪地笑着 方法很好 很好 我们会认真考虑 会的 龙天贤仓促地走了 似乎生怕跟义军这货接触多了 自己也会堕落 而他一走 韩蒙就走了进来 哥 瞧你把龙天贤给震的 这货都险些成二傻子了 嘿嘿 不过咱们当年那些工作经验都是宝贵财富啊 你告诉他们干什么 义军笑了笑 露出了一个玩服的笑容 你懂个毛 哥想趁机赚一笔 地下奸商的本质再度暴露 韩蒙觉得大哥有种一肚子坏水的感觉 趁机赚一笔 对于大哥的高深莫测 韩蒙很感兴趣 哥 怎么个转法 义军哈哈一乐 你想啊 假如龙朝挺了我那些建议 他们有多大的可能去做这件事 几乎百分百吧 韩蒙知道 龙朝虽然貌似很威武 但是面对大通钱庄这样一个难以下口的大刺猬 也只能用义军那些貌似不入流的办法 而要说龙朝对大通钱庄听之认之 好像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大通钱庄有点爪牙猙獰的感觉 依照龙朝的性子 基本上不会听之认之 义军哈哈一笑 所以啊 到时候大通钱庄附近将会变得一片狼藉 什么拆迁改造公园广场之类的 至少方圆一里地的范围内 估计有大的动作 你说说 这个建设量会有多大呀 三四百亩啊 韩蒙一听 哪怕这货再迷糊也看到了惊人的商机 卧槽 三四百亩 哥 那可是寸土寸金的护海市啊 而且是护海市的中心呢 乖乖 别说这个国际大都市 哪怕在江宁那样的二三县 三四百亩的建设很庞大了 嘿嘿嘿 那是当然 再怎么说 你哥也是正合房地产的二老板 业内人是吗 这点眼光还是有的 也是 正合房地产内 白净出象征性的占据51%的股份 义军占了49% 其实说到底 义军能做百分之百的主 白大妇女的所有生意 已经基本等同于义军的了 至于说 长宽一公里的建筑量 放在护海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 恐怕能招惹全世界的建筑商为之眼红 当然 境外的建筑商显然是没机会的 最多承拦一点设计类的业务 要说房地产建筑 现在谁还能和国内的企业竞争呢 这年头 国内的地产商比野兔子都多 韩蒙摇了摇头说 但是还是不对呀 哥 要是真运作起来 这应该是世界级的工程了 国外的地产商不说 但是咱们国内那些国字号的企业 难道一个都不动心呢 哥 不是咱瞧不起你那破公司 虽然在江宁算是一流的 但放在全国范围内就是个渣啊 跟人家国字号那些竞争 你一个回合就落花流水了 真的 你那公司总价值加起来 还没人家一个楼盘之前呢 义军哼了一声 你压找仇是不是 正合房地产蒸蒸日上 前景辉煌 你懂个毛 竞争 哥还用去跟他们竞争吗 我去 我知道了 你要黑吃黑 哥 你是不是要派一批高手 把参与投标的地产老板都咔嚓了 哥 要三思啊 这事太严重 义军揉了揉眉头说 你呀能不能有点脑子 为了挣俩破钱 你哥犯得着做那种事吗 原来 按照义军的思路 一旦那个地方进行改造 大通钱庄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 也肯定会有一批后台人物蹦出来 横加阻拦 不仅如此 连那些工地开始建设了 估摸着大通钱庄也会想办法动用一些黑手段 而面对大通钱庄的黑手段 国内哪怕最顶级的开发商也承受不住 别说开发商承受不住 哪怕是一省大萧那样的人物也承受不住 比如说让就近大萧宇文夺去试试 开玩笑 人家大通钱庄随便雇一批混江九龙乃至于地府这样的组织 就把宇文夺搞悲剧了 要知道 雇佣云掩月和秦熙侯那样的 也就仅仅花费几千万上亿的筹金 可这点钱在大通钱庄眼里还算是钱吗 此外 大通钱庄在地下世界的路子肯定极为宽泛 地府这样的也肯定仅仅是他的客户之一 鬼知道他能不能找到其他组织 总之随便找两个 都能让貌似强悍的房产商大萧之类的人物 彻底悲剧 当然 因为开发商只是承拦工程的 也不算直接和大通作对 所以 大通钱庄也不会轻力对付开发商 只是会以普通的手段出手干扰 只不过 哪怕是普通的干扰 就不是那些开发商所能抗衡的 现在 连普通的拆迁都难得要死 何况是大通钱庄在背后搞鬼呀 义军说 所以啊 那些房地产商即便眼红 到头来还是要栽 不过正好 让他们一个个先去打签阵 等于是一个探测器了 等把大通钱庄的背景后台探测出来 再让龙朝把这些背景实力给消磨消磨 那时候 哥的正合地产刚好介入 至于哥的正合房地产 倒是不怕他这个大通的 一般开发商经不起那种干扰 难道哥还经不起 去他姥姥的 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 哥就不用混了 再说了 到时候我再跟中央警卫局 要一个大校级别的临时工 披上一层老虎皮 地方上也管不住我 地方政府管不住我 至少管不住中央警卫局 那么大通钱庄也就剩下队伍 用一点地下手段了 但是 在地下世界 你哥也不是你捏的 月东不用说 苏省的宇文家肯定听话 西边的九头鸟和南边的红拳 这些兔崽子也会配合 至于护海本地的龙头 黑暗如来梦如来 到时候拜会一下就是了 在护海有了梦如来 和蒋佛音的照应 一般的地下手段 在咱们面前根本没用处 甚至不用直接找梦如来 只要跟执妃那小子 说一声就行了 仔细分析了这么一通 韩蒙算是豁然开朗了 而义军则笑着 老三 你觉得哥构思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光明 韩蒙是一头的黑线 光明 哥 你这肩上真黑 真他妈黑啊 滚犊子 少惹老子发火 义军笑眯眯地一脚踹过去 但心里头却是极为开心 现在 这货已经开始盘算 未来的好日子了 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那种 至于眼下 过几天就要去首都那个大世界了 事情倒是多得很 只不过 当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暴露出来 那么义军这个曾经血藏地下的人物 将开始正式从幕后走上台前 这将是一个分水岭 意味着他今后身份的巨大变化 天壤之别 以前是狭剑为灯 虽然身不可测 却躲躲闪闪 而从今以后 那可就是堂而皇之的大顽裤了 叶家独秒 也不知道 首都现在的那些豪门 还有多少锐气呢 据说 连叶之飞都能把那些二代 欺负个七七八八 好像应该不是有压力吧 整理整理心思 准备启程 三月 艳阳高照 在首都一处并不算奢华 但是在豪门圈子里却大名鼎鼎的 全盛魁酒楼 热闹非凡 这是一处老年间留下的老字号 虽然生意一般 但却长生不衰 知情的人才会明白 这家酒楼历史传承久远 其主家从前清至今 虽然历经三代 数十年乱世 至今却依旧屹立不倒 这是真正的豪门 也自然带有一股气派 所有的摆设全是前朝气息 所有的用具都是旧时期的规制 古色古香 如果说 当初这家酒楼 还是这主家的重要盈利来源 那么现在这家酒店 纯粹成了一个装点门面的存在 用来装点其家族的历史久远和雄厚底蕴 这家主人姓远 家族百年前那位军政枭雄一命无呼 滔天的气韵戛然而止 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已经随风消散 但时至今日 当年以其家仆名义所开办的这家全盛魁 却依旧保留了下来 而且也是他后代子孙乱世之中养家糊口的倚仗 但是现在适逢太平盛世 袁家又迅速恢复了元气 有人说 他们的恢复是必然 因为当年其第一代家族死的时候 虽然仓促 但依旧留下了令人无法呼吸的恐怖财富 只不过这个家族遭遇了 从天庭到地狱的可怕动荡 学会了该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存 所以一直没有去取那笔财富 直到如今天下太平 这才从勉强支撑的状态中陡然发达 几十年来 其态势如烈火烹油 贵不可言 而且 据说其第一代家族最终虽然重攀亲礼 但实则有不少的中心部署 因此 这才保证这一家得以在艰难之中延续 总之各种传闻纷纷扰扰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的袁家依旧是首都顶级门阀之一 影响力巨大 甚至 连同为顶级豪门的周家 上一代因为取了袁家千金为妻 于是都不得不在其儿子的名字当中 添加了一个袁字 几乎等于是双姓的名字 他们的这个儿子叫做周袁寿 由此可见 袁家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至少周家也要以这种方式示好 当然 他们也是联姻家族 也就是说 周穆涵的奶奶 当年就是袁家的千金 而周穆涵的奶奶 这位不如冒蝶之年的老太太 也是周穆涵在家中最大的靠山 此时 老太太正端坐在大厅中堂位置 精气神一般 但是兴致不错 这位老太太很高兴 因为她最宠爱的小孙子周穆涵 今天要定亲 而且 这未来的孙媳妇也能讨她的欢喜 一看就是个称心如意的丫头 此外 老太太心中还有一点点私意 因为她略通像术 在她看来 这孙媳妇也稀胖嘟嘟的好身材 还有一男相呢 一男相 一生男孩 虽然现在这个时代早就男女平等 但是在老太太的眼里 老旧观念还是极重的 儿子周元寿下边只有两个孩子 周末沙和周末涵 偏偏的 周末沙下面只有一对女儿 如今周末沙从政 而且是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 实在是不能超生了 于是 老太太把希望都寄托在小孙子周末涵的身上 甚至老太太还放出话来 要是周末涵下面有了儿子 那么她提前做主第四代的事 让周末涵的儿子 接替她大伯周末沙的家主位置 虽然周元寿两口子心里未必太在意 但是嘴上是答应了她 两口子都不敢惹老太太生气 只能一味硬撑着 所以 连叶之妃这浑小子都曾对叶熙开玩笑说 表姐你要是能生个男孩 回头整个周家都是你的 叶熙未必在乎这个 但这确实有可能 说不定数十年后 坐在这中堂太师以上的老太太 就是她叶熙了 谁知道呢 反正年纪轻轻的叶熙不会像这么远 而且她也没心思多想 一向很大度的她 今天有点小小的紧张 场面太大了 多少豪门家主核心成员都在场 全都看着她和周末涵这对准心人呢 而她 现在正给周末涵的奶奶敬茶 因为老太太受不了现在那种又是送花 又是交换戒指的扬规矩 一杯茶也就算是表达了心意 看到老太太昏花的老眼甚至有点冒光 笑呵呵的点头说着好好好 现场中人一个个轰然称好 表示祝贺 热闹非凡 周元寿两口子更是乐呵呵的跟周边各位打招呼 并且当场正式宣布 周家次子周末涵和叶家之女叶熙正式订婚 一片掌声之中 周元寿亲自把老太太扶到后面去休息 对于老袁家的这家酒楼 老太太从来不会见外 因为这是她娘家的产业 少女时代的她没少在这玩 而一起陪着她的 正是她八十岁的娘家亲弟弟 如今已经退位的袁家老家主 这位袁家老家主 自然也是周元寿的亲舅舅 在袁家是一言九鼎 一个个都为之显赫 两个老人对今天的事都心知肚明 但是懒得缠祸过多的家族事务 办完了他们关心的后辈订婚之事 其余的事自然还是周元寿这辈人来操办 而两位老人一走 周元寿就笑着宣布 在恭喜叶家焦阳兄父女重逢的同时 这里还有喜事告诉大家 只可惜焦阳兄前几天手臂中弹 虽然凶手已经伏法 但焦阳兄本人依旧在接受治疗 未能亲临现场 实在遗憾 不过晴空妹子来了 这件事就由她来宣布 这是周家和叶家商量好的说辞 至少在大体上 只说叶焦阳是接受手臂治疗 而不是去诊治那种绝症 虽然上头疯传 叶焦阳命不久矣 但这件事难辨真假 假如叶焦阳能多活几年 对于其他家族的大人物 多少有些威慑力 毕竟当年 首都第二恶哨的名头 不是白给的 而叶清空则笑了笑 信部走到了前面 环顾四周之后 这才对这义军招了招手 小军 来 于是 一身穿戴板板整整的 义军笑呵呵地走到了 众人面前 今天 是他在各大顶级门阀之前的 第一次亮相 由此 顶级门阀圈子里 乍然多出了一颗新星 当然 有人说首都新一代 四大恶哨的格局 就此打破了 关于义军的事情 基本上是严格保密的 也直到前天 才告诉了叶熙和叶之飞 当时可不能看叶熙那表情 简直惊讶地能崩起来 开什么玩笑啊 这个神秘的家伙 竟然是自己的亲弟弟 想一个多月以前 两个人这才刚刚认识 而且义军是奉命前来保护他的 再后来 在老妈夏龙雀的撮合下 两个人成了干兄妹 这关系已经够亲近了 那直到事情发展到了现在 竟然是这种无法预料的结果 更可惜的是 自己这个当亲姐姐的 竟然喊了这家伙 不知道多少声歌 而且 这该死的家伙还一直戴着面具呢 不过当义军摘下面具 露出真容的时候 叶熙还是点了点头 说了句 这长相就顺眼多了 不丢我的人 义军心说下次再用面具 一定让军方做一个帅气拉风的 难怪自己最近一点桃花韵没有 感情事都坏在这张破脸上了 当然 叶熙也终于明白过来 为啥这阵子老爸和姑姑 看待义军时候的眼神不一样 而义军看叶熙时候的眼神也不一样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了 叶之飞更加恶然 沉默结舌地喊了声表哥 随后就傻瞻在那了 这是正牌子的大表哥 含金亮十足 而且他甚至还知道 自己叶之飞这个名字 都本该属于眼前这位表哥的 只不过表哥当年被人带走 外公私孙心切 这才让叶之飞用了这个名字 而比较欣喜的是周末涵 这小子以前满是巴结的喊龙哥 到现在才知道 义军竟然是自己的小舅子 小舅子好 自己这个当姐夫的 以后说话也有点底气 当然 周末涵一家知道这件事更晚 就在昨天晚上 现在都到了首都 到了叶家里头 而且叶娇阳已经进入了 总装备部的那个实验室 倒是不怕外头什么人 再搞小动作 但是叶家准备把事情 搞一个爆发效应 所以要尽量保持隐蔽性 当然 这也对周家有好处 周元寿两口子知道这件事之后 当即也表示对叶家的恭喜 但是 得知义军就是冯文静 当时所说的太斗级高手 军方新秀的时候 周元寿不由地暗叹变态 他所谓的变态 不是义军本人 而是说整个叶家 因为现在 叶家不但抖人间 多出一个太斗级的下龙穴 更多出一个太斗级的核心子弟 而在得知 义军现在的成就的时候 周元寿更是沉目皆舍 心说这下子好了 叶家的实力 果真飙升了一大截 不过也好 他们周家是叶家的亲家 现在正是合作同盟的蜜月期 叶家实力的飙升 对他们周家也有大大的好处 此时 周元寿把发言权交给了叶清空 叶清空则把义军喊到了自己身边 而后当着首都各大顶级豪门的核心人物 笑着说道 这件事 也是我们叶家的大喜事 我哥不但找到了女儿叶希 同时还找到了他的双胞胎弟弟 也就是我哥失散二十年的亲生儿子 就是他 义军 所有人都震惊了 众人是议论纷纷 都说叶家可真是气运大转呢 竟然找齐了叶家当年失散的骨肉 更重要的是 不少老辈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 义军 这是叶家第三代的核心 是叶家真正意义上唯一的男子 是这个家族的根 假如只有叶之飞的话 这个跟了老妈姓氏的年轻人 掌管叶家总有些名不正 言不顺的感觉 但是现在不同了 叶娇阳的亲生儿子出现了 如今叶家的根接续上了 对一个顶级家族来说 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 一群人当即向叶清空表示祝贺 叶清空和义军也纷纷回现 更加的热闹 在大肆寒暄的同时 当然少不得有人询问义军 现在在哪高救 所谓的高救 其实都无非是句虚话 甚至顶级豪门杨家核心子弟杨西照 还业余讽刺地问义军 现在多少身价 这是一种故意的寒酸 因为一个普通年轻人 哪怕混得再好又怎么样 开一家小公司 当一个公务员 顶天混一个科技 又或者在哪家大企业集团 混个高级白领 在这些人的想象当中 义军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而这些所谓的成就 在各大顶级门阀 核心人物的眼中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要不然周末寒傻了吧唧地 跟到了越东大学当教书将 都成为圈子里的笑柄了 连周元寿两口子 都觉得脸上无光 因为大学老师这样的职位 虽然在普通人眼里非常理想 但是在他们那个层级的人看来 太不值一提 也太没前途了 至于把义军想象成那样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义军离开叶家几十年 没有了叶家的照样 一个普通青年不穷困潦倒 就算烧了高香了 可以说 这个杨夕照这样一个 跋扈不屑的态度 正是现场不少人的心声 特别是现场的年轻一辈 更是对义军这个突然蹦出来的 爆发户不怀好感 在他们看来 他们才是正八经的贵族 而义军只是一个土鳖 无非一下子蹦到了贵族的圈子里 不过设于叶家家主叶清空在场 而且这里又是原家的场地 周家的主办方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说罢了 只有杨夕照这个愣头青 敢于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也算是代表大家道出了心声 因为这个杨夕照是个没脑子的货 偏偏仗着老子的势力作威作福 甚至成为首都新一代的四大恶少之一 毕竟杨家的势力极大 一听杨夕照询问义军的身价 不少人顿时发出了笑声 而杨夕的长辈觉得这孩子有点失礼 象征性地说了他几句 而后又向叶清空陪礼 说家里孩子不会说话 性子耿直 但是叶之飞不认账 乐呵呵地走到杨夕照的面前 羊羔子又疲痒了是不是 叶之飞虽然不是恶少 但从来不怕什么王八蛋 心四大恶少 叶之飞还笑着说过 要不是自己常年混迹护海 那么首都四大恶少 至少被他弄残一顿 面对杨夕照这个不和谐的家伙 叶之飞要给自己的大表哥出出气 毕竟大表哥刚进入这个圈子 做事恐怕不一定有分寸 但是 哪知道义军却搬住了叶之飞的肩膀 笑着摇了摇头 叶之飞虽然不大混首都圈子 但是凭借一身大师级高手的实力 一挥精就常把那些二师祖修理得蹊跷生言 大家背景实力差不多 叶之飞下手也有分寸 于是对方只能认倒霉 甚至 杨夕照还曾请高手去偷偷对叶之飞下手 结果被叶之飞带着两个保镖 一路打回了杨家 甚至把杨夕照请来的那个高手绑了起来 直接掉在了杨家的大门前 那一次 杨夕照别提有多窝囊 所以 心四大恶少不行 至少在叶之飞面前不行 而且这心四大恶少和老一辈的恶少比起来 没有了气度 心胸 抱负 才华 多半是贫富都狠 使坏耍音 一旦沦落到这个层次 也就没了境界 所以可以预见 这心四大恶少将来成就绝不能超过老一辈那些 当然 也正是为此 叶之飞才能欺负他们游刃游鱼 要是真的蹦出来当年腹黑手腊如赵天恒 或者狡诈油滑如叶焦阳的猛祸 叶之飞就没这么从容了 而杨夕照的莽撞和美脑子 这次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知道叶之飞是这个义军的表弟 你还招惹义军 为啥别人都不吭声 就你傻乎乎的说话 所以 当叶之飞冲到他面前的时候 杨夕照才意识到自己有点鲁莽了 好在义军搬住了叶之飞的肩膀 这才作罢 因为义军知道 今天这是大喜的日子 是姐姐夜夕订婚 也是自己姐弟俩认祖的日子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 没必要搞得那么剑拔弩张 另外 杨夕照这种货色 也没放在义军的眼里 可是义军的这个表现 却被现场不少人认为是胆小怕事 土鳖就是土鳖 出身底层的家伙永远上不了台面 不少人都这样认为 当然 随后还是有人变相询问义军 现在做什么 只不过问得委婉一些 而义军回答的也很简单 只说自己做点小生意 开了两家小公司 没做出什么成绩 既然你这小人物自己都说是小生意 小公司 那自然小得可怜了吧 众人都这么想 一场小小的风波 貌似就压了下去 众人表面上依旧对义军笑呵呵的 但是心里头那种本能的瞧不起 的确加深了 以至于众人觉得 既然叶家出现这个儿子如此胆小怕事 势必难以恢复叶娇阳当年的风光 那么叶家即便找到这个传人 也无非如此 年老一辈的人物甚至暗自松了口气 心说万幸叶家第三代是个胆小无能的人物 否则以叶家现在强劲复苏的态势 又是再多一个类似当年叶娇阳那等 包汉少主 这叶家可就太难压制了 对于这一切 叶清空都看在眼里 但也没吱声 叶清空心里甚至暗笑啊 心说你们就这么小瞧我这侄子好了 将来有你们苦的时候 我这侄子蔫坏 貌似和善但实际上吃人都不吐骨头 稍微静了静 叶清空这才笑着宣布了第三件喜事 他环顾着四周说道 另外一件喜事 就是我要收一个干女儿 是赵家的丫头赵清清 天恒的女儿 今天让她跟大家认识认识 就是别以为她孤苦伶仃的没人照过 将来你们哪个混小子得罪了这个小妹妹 小心阿姨拍死你们 杨夕赵 你们几个小子听明白没有 说是对杨夕赵这些后辈说的 但是老一辈心里产生的波澜更大 赵家 赵天恒的女儿 难道几十年前悄悄退出首都圈子的那个赵家 如今也要回归了 要知道 当年赵天恒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货 在场的家主级人物 又或者是家族核心成员 半数以上都被赵天恒给祸害过 据说 赵天恒前阵子被抓了 有人感慨 有人暗喜 还有人以为赵家就此完蛋了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情况不对 要是赵家已经四面楚歌的话 叶家会跟他们主动联合吗 此时 青青也穿了一身漂亮的礼服 笑隐隐地来到叶清空的身边 甜滋滋地喊了一声妈 叶清空没有女儿 顿时被这一声妈给搞得浑身酥麻 而诸如杨夕赵那一类顽固公子哥 看到青青这个小清新美女顿时眼睛一亮 我去 比那些明星什么的亮多了 太有味了 要不是他现在是叶清空的干女儿 赵天恒的亲闺女 恐怕杨夕赵那个混蛋货早就准备下手了 而这时候 在首都总参就职的少将赵天远出现了 作为赵家如今的代表人物 众人对这个风头十足的赵家少将 还是忌惮的 想当年赵天远虽然不像大哥赵天恒那么风尘西长 但也绝不是个好招惹的主 而现在赵天远既然身疲军装 健康将星 自然更是不容忽视 作为此时赵家的老一辈代表 赵天远对这次任亲满是欢喜 又补充说道 大家或许知道 我大哥前些时候遭了点小灾 不过万幸没有大碍 现在我家清清接替了我大哥 他年纪轻轻的经验不多 以后还请各位叔伯多照顾 即便有些不到之处 也请各位多多包涵 这一番话 顿时就引爆了激情 因为这番话 透露出一个重大的信息 赵清清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已经成为一个 大家族的家主 如今 各大家族尚未完成权力的换代 第三代人物之中 清清是唯一一个 承接了家主之位的 所以说 虽然清清比周元寿 陈印希这些人低一半 但事关家族事务的时候 在权力和地位上 清清和这些老家伙是对等的 难怪 难怪叶清空认了赵清清为干女儿 毕竟不管怎么说 赵清清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家主啊 一家之主做了干女儿 叶清空也极有面子 虽然 事实上叶清空认清清 为女儿的初衷并没有这么势力 而随后 大家依旧嘘寒问暖 有真心有假意 不可避免的 就问起了赵家生意怎么样 清清最近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嘴边上的话 哪怕不顾一问 也终究会被人提及的 但是 清清的回答却让大家感到奇怪 甚至是吃惊 只听清清笑眯眯的看着义军说 也没做什么大生意了 因为上次我爸那件事 确实对家族生意影响不小 现在家里面生意 基本上都集中在交连上面 是一间不算太大的会所而已 清清说完这句话 顿时整个现场变得是鸦雀无声 听到了交连两个字 一群人竟然都失神了一下 清清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觉得怪怪的 而实际上连义军都不晓得 交连竟然在首都豪门圈子里 已经打出了不晓的名头 这一点 要归功于周家的第一高手 也是整个豪门圈子里 最顶级的高手之一 冯文静 上次 冯文静到交连东阳殿去做事 结果可算被好好地震撼了一把 这家伙先后见到了夏龙雀 义军 韩蒙 陈狐图等太刀 更是看到了莫竹等顶级大师高手 甚至他还听交连工作人员说 他们总店还有两尊太刀 不过这句话是误会 因为当时义军和韩蒙都化了妆 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义军已经到了这里 当时冯文静觉得这个交连 真的是藏龙卧虎 深不可测 在这儿 太刀级高手都大犯烂了 所以 冯文静回到首都之后 就提到这个貌不惊人的越东交连 说是在越东那地方 竟然不动声色地出现了一个惊人至极的势力 这个实力低调作势 但实力太强悍了 至少六尊太刀 这一句话一传出去 几乎把整个豪门圈子的武道高手都吓尿了 太刀不下六尊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六尊太刀 这是要吓死人吗 要知道 鼠遍现在的首都七大豪门 太刀级高手也顶多就四五个 那个什么不出名的小小的交连 一个窝里就有这么多的太刀 但是 冯文静是五道前辈高手 也是个说话一言九鼎的 至于他的眼光 更是不会看错 所以这件事虽然离奇惊人 但都被当作了事实 所以 不少豪门的顶级武力人员 已经准备去交连打探打探了 查看一下虚实 毕竟越东距离首都不算太远 对于这个潜伏深判的可怕势力 不能没有一点了解 只不过大家尚未真正动身呢 交连的老板赵清清竟然来了 其实在豪门圈子里 也一直没有忽视对地下世界的关注 相反 他们作为顶级的势力 对于地下世界的了解 反而更加清晰透彻 因此在这个圈子里 也一直传唱着一首顺口溜 指的就是盘踞全国各地的 最大几股地下势力 而对于这几股势力 几大顶级豪门也不会随便轻视 基本上 在顶级门法眼中 这四尊势力可以和他们这些豪门 同等对待 等量齐观 这四家组成的顺口溜就是 东有佛光照 北有虎上山 孔雀居中落 南遇开牡丹 东有佛光照 指的自然就是华东王 黑暗如来梦如来这尊大佛 北有虎上山 指的是盘踞东北数十年 爪牙遍布东三省的东北王 大虎尊 虎上山 孔雀居中落 指的当然就是华中王 孔雀明王 孔照岭 南遇开牡丹 指的是新兴一带的华南王 那个被称作盛世牡丹的神奇女子 而且在好事者编排的群方谱上 这个以国花命名的奇女子正是高居榜首的方艳 要知道连容貌堪比天人的竹花香竹类才排了个第三 总之在地下世界当中 这四位肯定是最强悍的存在 也是名头前挂了个王字的巨大势力 对于这个说法 这些顶级豪门的长辈都知道 而且也都会告诉杨希赵这样的下一位 因为大家行走天下 少不得会遇到什么人物 探上什么事 比如杨希赵这样的年轻一辈 本来就心高气傲年轻气盛 在外头万一招惹了方正义 赵太来那个级数的大萧还好说 因为家族可以帮着摆平 但是万一招惹了孟汝来 胡上山这样的狠人 那就是给家族惹麻烦了 毕竟连那些豪门家主 见着孟汝来胡上山这样的最顶级大萧 也会保持几分敬意 要不然叶家老爷子会把叶之妃 送到孟汝来的门下吗 所以说 杨希赵这些公子哥二世祖 虽然瞧不起普通的大萧 更瞧不起社会上的混子 但是对于已经成了滔天大势的 四大地下王者 还是不敢轻易招惹的 这些年轻一辈要是到了沪海 也不会傻乎乎的去惹孟汝来 不高兴 都说肥怕关如同鼠怕猫 但是当一头老鼠长成了体型硕大的 食猫鼠 那么老猫见了也得小心忌惮 只不过 随着冯文静那句惊人的六尊泰斗传出 已经有人开始修改这句顺口溜了 因为六尊泰斗的评价太过于恐怖 即便地下那四大王者 也不可能生猛到这个模样 所以 哪怕娇连是个新兴的势力 出现这么晚 但依旧隐隐地被人视作超越省级大小的存在 因此 在那四句之后 又加上了一句 东有佛光照 北有虎上山 孔雀居中落 南遇开牡丹 越东六泰斗 江畔一枝连 补充了这句 越东六泰斗 江畔一枝连 说的就是那个聚集六大泰斗 总不利于大江之盼 小小江宁的一枝连 焦连 和前四句相比 这一句虽然排在最后 但是却多出了一个六泰斗的形容词 别的都是五个字形容一个地下王者 但焦连却占了十个字 由此可见 这个六泰斗的评价 对于整个豪门圈子究竟产生了何等巨大的震撼和冲击 而且前面四句形容的是四个人 但后面却只形容焦连这家店 因为冯文静他们都搞不清 这个焦连究竟是怎么组成的 有人说老板是蓝姐 有人说是军业 还有的说青青白姐什么的是老板 当然 也有人说乡竹类别看只是东洋分店的 但也是老板之一 关系复杂 让人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也只能用焦连来代替 代替这个新型的群体 而现在青青终于说了 说他们家主要做的生意就是焦连 我了个去 原来那个生猛恐怖的焦连 就是赵家的产业 这么说 赵家虽然遭了打击 但只要保有一座焦连 就同样可以看作为豪门一级的存在 可是青青随后又说了一句 焦连是我们家和军哥一起开的 其实我哥才是大老板 这两年老子就跟着我哥打工了 说着青青眯着眼睛 笑吟吟地挽住了义军的胳膊 简直像是一个甜蜜蜜的小秘书 真有个打工小妞的样 其实这根本不用装 这两年他确实在跟着义军打工 可是他没想到 这一句话将会给现场带来何等的震撼 所有人都像看待怪物似的 看待着义军和青青 你这是开玩笑吗 你这个豪门家主 跟着那个土鳖义军混事 一点点锋芒开始展露 如果轻轻这么说 就意味着义军所开的两个所谓小公司 肯定不简单 当然 他这个人也似乎不简单 杨夕赵这一类人的心里头 还有点稍微的警觉 而老一辈的老狐狸 则马上精神一阵 重新审视那个貌似玩服的 叶家第三代核心 但是 刚才大家漫不经心地问了义军 打听他现在做什么 而义军也貌似漫不经心地回答了 此时要是再去问一遍 你不是找不自在吗 所以大家心里头好奇 偏又不好意思去问 随后 就是叶清空和清清认亲的仪式 这是今天的第三件大喜事 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虽然有些人私底下眼红嫉妒 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堆满了笑意 大家都知道 从今天开始 叶家 周家 赵家 已经抱成了一团 而且 原家本来就是周家的亲戚 周家老太太和原家老爷子都还健在 这两个老人又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 所以说 将原家化归这个阵营也在情理当中 首都顶级门阀七大家族 叶 元 周 这三家紧密联合 而曾经出走越东的那个老牌子赵家 此时也向首都回归 先是赵天远调任首都总参 随后是家主赵清清成了叶家的一女 当然 赵清清似乎和叶家的一军也关系一场紧密 从现实上来讲 赵家即便当年不离开首都 叫这七家也实力稍次了些 至于现在 更差了一点 因为 老赵家当年的老爷子毕竟只是一个中将 哪怕未处重要中书部门 但权力和级别受了点限制 而赵天恒当年能打出诺大的名头 多半归功于他个人的腹黑手辣和心思缜密 还有在同龄公子圈里的个人威信 但不管怎么说 老赵家也算是一脉 而且在军中的老朋友特别多 一旦回归 对于叶家等三家多少会有帮助 七一战七三 半壁江山 外加一个赵家的辅助 而剩下的陈 杨 段 李这四家 却并非完全的同一阵营 因为一直以来 最新兴的李家 都是独立于派系之外的超然存在 于事物争低头发展 因为他们的底蕴太弱 是最近二十多年才崛起的势力 能够在家放里面求生存 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说 叶家他们四家的大同盟 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本来叶家是孤零零的一个 陡然间膨胀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瞬间打破了豪门圈子的固有格局 为此 对面的几方都很警觉 至于陈家方面 则更有些不安 这次聚会 陈家本不愿意来 但是又生怕周家和叶家 背着他们做什么手脚 这才接到邀请后派了个代表 但是没想到 一来现场就听到这样的重磅消息 偏偏的 叶家这个新出现的大公子 又给了人一种貌似深不可测的感觉 这一点恐怕又是一个变数 别看目前下一代的个人发展 尚不能产生扭转乾坤的作用 但下一代是希望 无论叶家的叶之飞 还是周家的周墨沙 赵家的赵紫玉 都是下一代的精英人物 远比杨夕赵这些家伙有出息 如今多了个异军 鬼知道这小子会开出什么花孤朵 结出什么妖孽果 结果 等到酒宴开始的时候 关于义军的支林片爪 终于露了出来 因为闲谈当中 清清说自己只是 焦连东阳店的大股东 而整个焦连总店的老板 正是军哥 虽然说得很细微 很漫不经心 却引来了众多的惊讶 焦连的大老板 那岂不是意味着 超越了省级大萧的存在 或许比孟汝来 胡上山等人稍差一些 但是 这个火菜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再想想叶家的叶之妃 已经注定成为 孟汝来和蒋佛音的传人 这是前阵子 刚刚传出来的消息 要是义军再崛起 为一尊新的地下大佛 那么二者联手 天下黑道还不望风批靡 叶家 几乎能凭一己之力 就掌控地下世界的发言权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考虑义军的潜力 孟汝来和胡上山等人 二十出头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哪怕这几个人出道早 为人睿智果敢 但当年也只是在一个城市 打出了名堂 较之于现在的义军 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说 哪怕义军混成了一名厅级干部 这些豪门核心 也不会如此震撼 但是 当义军注定成为 一尊地下大佛的时候 他们都有些怕了 没错 是怕 到时候义军和叶之飞一旦联手 他们在面对叶家地下攻势的时候 会毫无招架之力 到时候地上地下两条战线 他们已经先败了一条 如今 所有人看待义军的时候 目光已经大为转变 特别是杨夕赵等人 他们的家中长辈时常叮嘱 外出的时候不要目中无人 至少不要招惹梦汝来 那几个不好惹的家伙 因为家族即便再强悍 可是招惹了那种 极数的地下人物 也会引发数不清的麻烦 这些话 他们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虽然很不耐烦 但也知道这种极数的大萧不能惹 至少他们不坐上家主位置的时候 就不要惹 现在倒好 作为同龄人的义军 竟然已经成为这种极数的家伙 在杨夕赵等人的眼里 义军陡然间就成了一个 庞然大物 甚至于 有人都开始怀疑 义军的出身了 有人觉得 义军恐怕不是叶交养的儿子吧 或许只是叶家看到义军 在地下世界的强大能量 这才招惹了他 收为家中子弟 总之猜测有很多 而杨夕赵等恶少公子 则刻意和义军远了一点距离 好像躲避洪水猛兽似的 这个年纪的贵公子当中 怎么会出现这种变态怪态呢 而有些闺秀名员 则忍不住多瞧了一君两眼 发现这家伙挺有男人味的 在风雨之中打拼出来的大树 就是比在温室里培育出来的盆景 有吸引力呀 特别是原家的那位大小姐 眼睛不知道偷偷地 瞅了一君多少次了 就在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外头来了一个人 脸上带着一种欠抽的 渐渐的笑容 一看到外头来了这年轻人 各家长辈反应不一 有的面带笑容 好像看待顽劣子孙 而有的露出一种淡淡恶意 好像看到比较窝心讨厌的东西 倒是所有的年轻一辈 几乎围之一领 甚至有点害怕 这个年轻人 就是首都新四大恶少之首 恶名昭著秒杀杨夕照的 段家大公子 段天和 段家 在七大家族当中 实力处于中下流 但这并不妨碍 段天和的飞扬跋扈 在这一代的贵公子当中 他是最无法无天的一位 几乎到了一种 目中无人的地步 前几年据说 还带着几个恶少 轮奸了一位女人 结果到现在 依旧是平安无事 这已经不能简单地 用恶少来形容 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人渣 但是 段家的家长 却对这小子 极度庇护宠溺 而更让他 有恃无恐的一点 还是他在地下世界里的 强大背景 甚至不需要 其父辈出马 他自己也能摆平 大部分的迷天大祸 就好像前几天 那个被轮奸的女子 据说被他轻易摆平了 手段无非是简单的 威逼加利诱 但威鹤的程度够狠 诱惑的利益也够大 总之 这个货就是整个公子圈里的 奇葩另类 而有些人看到这货 如此的疯狂无度 暗地里给他送了个外号 小王爷 究其原因 他的二叔就是 老一辈四大恶少 排名老四的段英企 因为那个时间热波射雕 南地段王爷声名很大 所以段英企 也被人送了个绰号 段王爷 只不过 段天和做事毫无法度 有微天和 真的弱了他叔叔 段王爷的脸面 今天 段天和本来在外头玩耍 据说最近勾搭上了 国内影后级的当家花旦 正处在死不要脸的恩爱妻男 可杨夕照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顿时抛弃怀中的名优 飞一般地杀了过来 原来 刚才叶之飞和杨夕照 险些冲突的时候 杨夕照不敢和叶之飞 这个狠惑都狠 于是隐忍了下来 但私底下趁着去卫生间的空 悄悄给段天和去了电话 因为新一代的四大恶哨之中 也只有排名首位的段天和 能跟叶之飞这个大妖孽死扛 而且叶之飞和段天和 也早有救援 两个人交恶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杨夕照这是要拉四大恶哨的老大前来 帮着自己打压一下叶之飞的气焰 这两年 叶之飞这小子似乎越来越跋扈了 四大恶哨中的三个早被他修理了一遍 似乎唯有段天和还没吃过太大的亏 看到段天和来了 所有人围着一动 而义军也不仅有点诧异 因为这段天和步子极其稳重 没有丝毫的虚抚 而且举手投足之间貌似轻条 但身体的本能却相当敏锐 特别是那双眼睛相当犀利 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练甲子 而且是水平不错的那种 《鬼公子圈》里 义军只见过叶之飞这个变态 啃下苦功夫 愣是修炼出了一个大师级的水准 但是这个段天和 竟然也能有这份吃苦的劲 叶之飞刚跟他悄悄说了 这可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啊 当然 叶之飞也悄悄笑着说 表哥 这孙子是找我的 一会儿你离远点 这货就是泼皮无赖 距离十步以内 恐怕你会被他的剑气所伤 剑气所伤 还能修炼出古时候 传说高手的什么剑气 不可能 但是义军转念一想 才知道叶之飞所说的剑气 是贵剑的剑 不由得一声苦笑 段天和一来 当即就从人群中找到了叶之飞 而后皮笑肉不笑地 跟各家长辈打了个招呼 这才笑眯眯地走到叶之飞的面前 叶之飞 怎么从沪海回来了 听说你家多了个便宜表姐和表哥 我介绍介绍 以后大家一起热闹 少不了要认识认识吧 叶之飞一看 就知道这货没憋什么好屁 但是这句话是段天和嘴里边 难得蹦出的一句人话 所以叶之飞就贪手指着义军和叶熙说 这是我表哥义军 表姐叶熙 哟 段天和拉长了声调 审视了一下义军 叶家的人 怎么不姓叶啊 怪事 不过你表姐倒很标致啊 跟我以前扔的一个妞有点像 但比那个有韵味 得 果然距离十步以内 被这货的剑气所伤了 混账 给我滚出去 说这两句骂词的 分别是段天和的老爸和三叔 虽然他们一直宠溺段天和 但这是什么场合 这是人家的订婚仪式 拿叶熙和他曾经玩过的一个女人相比 这么轻浮的一句话 不但得罪了叶家 还得罪了周家 毕竟 叶熙现在是周家的儿媳妇 此外 那么轻调地调侃义军 也是犯了忌讳的 姓氏 这是各大家族的头等大事 义军既然没改过来 那极有可能意味着 他这个姓氏极为神秘 让叶家为之忌惮 至少让叶家尊重 否则的话 能不改过来吗 没有老辈子的社会经验 段天和想不到这些 他其实就想没事找事 激怒叶志飞 然后当场踩一踩叶志飞 那知道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 竟然首先惹毛了 自己的老爹和三叔 不过段天和脸皮很厚 竟说了一句 我跟哥几个开玩笑呢 就一笑了之 随后又看着叶志飞说 好你小子 难怪你身手不错 不会是蒋明王 亲自调教出来的吧 孟佛祖和蒋明王的双重弟子 肯定受过蒋明王的指点 对不对 我去 以前装的真相 老子都为你瞒过去了 前一阵子孟汝来 在地下世界下了法旨 也等于把和叶志飞的 师徒关系通报了出去 由此 首都豪门犬子也都知道了 并且为之一惊 但是 这个段天和似乎不算太惊讶 这一句话流露出不少的信息 让义军有点警惕 首先 段天和的功夫 应该和叶志飞不相伯仲 这倒不值得义军关注 第二 这个段天和在地下世界里 也应该具有相当的身份 否则不会这么轻松写意地 提到孟汝来和蒋佛音 因为寻常的地下人物 谁敢如此轻挑地提及到这两位爷呀 面对段天和咄咄逼人的态势 叶志飞采取了首饰 并未和他纠缠 而是笑着说自己 无非跟孟汝来和蒋佛音 两位老爷子混混世面 如此前功的态度 都让不少长辈感慨 心说同是下一代之中的核心人物 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瞧人家叶志飞 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再看那段天和 还算了 没法看 可是 真正熟悉叶志飞的年轻一辈却知道 这个货坏着呢 而且这小子在老辈面前善于伪装 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宝宝 实际上却是个手段生猛狠辣的主 不少贵公子由此被他祸害得痛不欲生 偏偏各自家里的长辈都不信 叶家之飞那小子会把你揍成这样 不会吧 一定是你小子欺负他 把他逼急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不知道有多少贵公子是欲苦无泪啊 而个别熟知叶志飞的老一辈则感慨 都说外甥像舅舅 这那么一点都不错 叶志飞这小混蛋 活脱脱就是当年叶娇阳的翻版 所以 现在不少后辈都有点紧张 不知道叶志飞这小子憋着什么坏呢 其实叶志飞现在就是故意烘托 段天和的无耻和下剑 让段天和尽情挥洒那无敌的剑气 那么以后大家要是再有纠纷 肯定所有人第一反应都会怪段天和 这是一个难得的表现人品的舞台 各家核心成员都在 所以叶志飞走过路过不会错过 叶志飞笑着说 我跟两位老爷子无非学学做生意 顺便也练点防身健体的三脚猫招式 哪能跟段哥比啊 自幼就跟着段二叔学功夫 上次段哥在龙田狱砸人家厂子 肯定谦让了小弟两招 不然小弟就要被你打趴下了 这一句话说得貌似平淡 但却在现场引发了一场 不小的风波和议论 因为龙田狱会所被砸那件事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当时那伙狠辣的家伙 轮着棍棒砸过去 从一楼砸到三楼 后来一位客人莫名出手 把带头的一个恶哨给撂倒了 那恶哨才赶紧招呼着一群凶徒离开 到现在大家才知道 原来那件事是段天合着混蛋干的 当然路见不平出手阻拦的 看来就是叶志飞 这种贵公子要是打砸一个店面 本该说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毕竟他们的能量太大 一般店面也招惹不起 但是龙田狱不是个简单的会所 表面上 这是一家对外营业的娱乐场所 但实际上他的大后台 乃是军中某位强硬派的将军 能量比赵天远大 虽然几大家族都不至于怕了一位中将 但谁也不愿意无端端地树立这么一个对手 平白无辜地和人家交恶 犯不着 更何况 这位中将还恶名昭著 当时 那位中将四处寻找凶徒 但是根本就找不到 后来也曾寻找仗义出手的那个年轻贵客 但是这位贵客已经离开了 这件事发生在过年的时候 当时叶志飞正在寒假期间 陪着家里人在首度过年 时间也一两个月了 本该被人遗忘了 但是叶志飞还是事实地提了出来 此时 段天和的老爸和三叔都敏锐地意识到 千万不能承认这件事 一旦承认 少不了又是一阵子麻烦 那位中将虽然不至于能掀翻了一个顶级家族 但也不是个好惹的家伙 一旦发了狠 不知道要给段家带来多少麻烦 所以 段天和的老爸当即就要喝止 试图转移话题将段天和赶出现场 但是叶志飞根本就不给他们时间 而是添油加醋地刺激段天和 段哥 那次事件据说是你为了争一个红牌小姐 想必肯定到手了吧 到手个屁 段天和说 要不是你当场捣乱 老子早就拿下了 后来那小婊子没影了 找遍了四九成都不见 段天和虽然说的是那个红牌小姐的事 但却毫无疑问地承认了那天的事情 也就是承认了是自己砸了龙田玉 那么 当着现场八个家族的核心人物 这件事能瞒得住吗 不用猜 最多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就能传到那个将军的耳朵里 到时候 就等着段家怎么跟那位将军打罪账了 赔偿损失是少不了的 关键还截下了这个梁子 而叶志飞则似乎语重心长地说 段哥 不是我说你 以后这种女人还是少招惹为妙 前阵子 据说你带着几个马仔轮番上了那个谁 我听说你可没少花钱呢 甚至还被逼得在那个小女人面前下跪求饶 这才平了那件事 你说值得吗 放屁 哥还用跟他下跪 你听哪个孙子胡扯的 段天和怒不可遏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竟然说自己跟一个被轮奸的女人下跪 这脸面丢不起啊 而叶志飞则点头说 那是传错了吧 要不就是羊膏子跪下的 放屁 我也没跪 杨西照也很恼怒 叶志飞假装奇怪 可你们明明在一起啊 在一起就非得是他 根本就没下跪这回事 等等 段天和说着说着 意识到似乎不对劲 他忽然想到 自己似乎被叶志飞给坑了 无论是杂龙田玉 还是强暴女人并私下解决 这两件事本来都很隐秘的 但是被叶志飞这么一挑拨 自己却都无端端的给承认了 这似乎不妙啊 当然 杨西照陪着他一起强暴那个女人 也已经做事了 而且是杨西照和段天和都承认了的 虽然他这种人糟蹋个女人不算大事 但要是传出去 终究是个骂名 而且要是处心积虑 拿这个当把柄整他 也是纠缠不清的麻烦 果然 当段天和扭头看过去的时候 发现不少老辈的人面容古怪 而他老爸和三叔等人 已经气得脸色铁青 滚出去 一个月内闭门思过 回去再找你算账 不等段天和解释什么 他老爸就厚上了 段天和脸色铁青 手指着叶志飞恶狠狠地说 好 你小子有种 敢他们阴我 叶志飞茫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满事无辜地问 段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身旁的义军乐呵呵地看着这个表弟 心说这小子可真是个坑死人不偿命的女儿坏 而就在义军笑着的时候 段天和却已经把怒火迁移到了他的身上 招惹叶志飞还是有点难度的 毕竟叶志飞可是根正苗红的贵公子 而且在这个圈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但是义军算什么呀 在段天和的眼里 义军依旧是一个采了狗屎运的土鳖 哪怕你是叶娇阳的亲儿子 但自幼住在那不登大雅的环境里 受到的是低劣的教育 衣食住行都俗不可耐 难道仅凭血管里流淌着叶娇阳的血 就一下子成了高等人物了 土鳖就是土鳖 段天和这种人的优越感向来都很强 假如给这种人一个机会 有可能蜕变为极端的种族歧视者 于是就在他被叶志飞吭惨了的同时 一下子看到了旁边的义军在微笑 那王八蛋笑容越看越让人窝扁 你好像叫义军 我和叶志飞说话 有你插嘴的地方 义军只是笑了笑 哪插嘴了呀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段天和这是被叶志飞气得有点迷糊了 所以义军继续笑得如纯粮之辈似的 插嘴 大家都看着呢 我插你的嘴了吗 所有人都快喷了 在这个圈子里 真少见说话如此粗俗的 但是义军回答的还真似乎没什么语病 你挡路了 我挡你路了 你占道了 我占你道了 这种问答模式其实很普遍 于是就延伸出了 你插嘴了 我插你嘴了 因此在段天和怒斥的时候 义军就抛出了上面这层理论来解释 而且义军笑着说道 你不是说我土鳖吗 确实是 我是东北一个小山村土生土长的 我们那地方的人说话都这样 不知道你们这大首都的规矩 抱歉抱歉啊 以后再也不插你嘴了 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叶志飞这祸是个拈坏 而这个义军不但是个拈坏 而且是一块滚刀肉 似乎比叶志飞更加难缠 这就是地下世界洗礼的结果吗 竟然将两个优秀青年 陶冶成了这个样子 不是悲剧 是可怕呀 段天和的父亲已经看出来 自己儿子要想斗智斗嘴皮子 绝对不是义军或叶志飞的对手 更何况这两个妮儿坏联手佳级呀 段天和留在这儿 只能是继续出丑 所以段天和的父亲再度呵斥他滚蛋 可是自幼被宠溺惯了的公子爷 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不听话 哪怕有时候家长偶尔装出严厉的神色 但是这些公子爷心里头是不会怕的 所以现在的段天和根本不理会老爸的呵斥 而是怒气冲冲 却一摇三摆地走到了义军的面前 这种家是义军见多了 基本上都是社会痞子要打人的前兆 叶志飞看了看义军 似乎询问义军是否要帮忙 他知道这个大表哥的实力 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当然义军笑着摇了摇头 就对着迎面而来的段天和问道 段老兄有事好商量 可不能这样杀气腾腾的 哥们胆子小 经不起吓唬 我吓你妈个逼 段天和怒吼着 忠然间就扑了过去 在这个场合 在原家的地盘 在四大家族连番大喜的好日子 这个被气昏头的没脑子货 竟然出手了 住手 这 一时之间是说什么的都有 而在段天和出手的同时 这些豪门家主带来的一些大高手 却为之惊叹 想不到段家这个小子的功夫 竟然已经真真正正成了气候 速度之快 力道之猛 绝对是个标准的大师级高手 世家子弟多纹固 哪有定下心神练功夫的 单纯是练功要受的那些苦 这些人就受不了 所以 哪怕几大顶级门阀 招揽了大批的高手 但是真正练出一点气象的高手 也仅仅只有叶之飞和段天和 这寥寥几人了 不过现在的话 要加上赵家的赵紫玉 以及叶家的义军和叶熙 而叶之飞的师父 是传奇蒋佛音 赵紫玉的师父 是曾经的传奇 现在的顶级太斗陈湖图 叶熙的师父 是大太斗夏龙雀 而至于义军的师父 则是那个神秘的 有点没边没样 但肯定也是一尊传奇的义三爷 都说名师未必出高途 但为何好多人还是急破了头 把孩子往好学校里送呢 说到底 名师的作用还是巨大的 至少在这些人之中 每个人的师承都非常不凡 那么这个段天和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些顶级闷法的高手们 一开始有点差异 但是一想到段天和 那个可怕的怪物二叔 心里头也就释然了 当年他那个二叔 可真是整个门法 圈子里的大变态 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家伙 也正是在这个二叔的 严格约束下 段天和才异常另类地 修炼到了大师级的水准 要说天底下 还有让段天和忌惮的人 恐怕也只有那个变态而输了 总之 这段天和的实力相当可以 至于那一跃之力和恐怖的速度 能让那些哪怕不懂功夫的人 也看得出他的凶残恐怖 不少的豪门名员 忍不住已经痴声尖叫了起来 担心义军 这个让女人看着顺眼的家伙 被段天和一击给破了下 但是 要想对义军动手的话 难度还是不小的 至少夏龙雀和叶熙看得笑眯眯的 其中叶熙甚至没心没肺的 都笑起来了 果然 就在段天和一步冲到义军面前 担脚点地试图再度爆发 全身力气的时候 义军陡然间动了 一军一动并不算太潇洒 相反却显得有些狼狈 这货假装有点惊慌失措 身体不自觉地往旁边一挪 而手里的高脚杯 似乎一惊之下没抓稳 咕噜噜就滚落到了地面上 只不过这高脚杯滚落的时间和位置 太准确了 刚好落在了段天和那脚尖一点的落脚之处 卡巴 高脚杯毫无疑问地被踩碎了 但是 段天和也由此在高速之中失去了平衡 哇哑一声怪叫 这货顿时向前倾倒了下去 而义军则貌似惊慌地去扶他 但实际上却在他背上轻轻地按了一下 扑通 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中 段天和跟大地母亲来了一次亲密的拥抱 这是文雅的形容 而要是通俗一点说 这小子来了一次结结实实的狗啃屎 那么 义军为什么不直接出手 把这个货当场撂倒呢 义军为什么不把这货当场撂倒呢 按照义军的实力 绝对可以一脚把这货踹翻的 因为这货虽然是大师纪高手 但他太轻视义军了 轻视义尊随时可能步入传奇境界的最顶级态斗 那不是找死吗 可是义军却有自己的盘算 事后 叶熙和叶之飞都曾问义军这一点 而义军则笑着说 咱们是主人 人家是客人 主人打客人是不好的 传出去鸣声不好听 于是叶熙和叶之飞都表示严重的怀疑 和深深的鄙视 所以义军不得不把第二个原因 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说出来 假如我一脚把这货打翻了 这货就知道我比他厉害 就不会再纠缠了 而他要是不继续纠缠 我就没机会再揍他了 于是叶熙当即大翻白眼 而叶之飞则露出无体投地的神情 那表情好像在说 我都觉得自己够坏了 但是跟表哥你比 还真差得远呢 在当时 义军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段天和来了个结结实实的狗坑屎之后 极其狼狈地站了起来 裤子上都是义军那杯酒 脸也一下子磕在桌子腿上 额头上还碰出一个包来 虽然不至于破相 但眼下是相当地影响形象 一个灵活的鲤鱼大艇 让他干净利索地站起来 但是这敏捷利索的动作 并没有给他挽回丝毫脸面 这个貌似生猛 试图主动攻击别人的家伙 此时已经快要气炸了胃了 他没觉得义军有什么厉害之处 至少看不出来 段天和觉得自己栽着一下子 实在是太窝囊了 怎么就那么巧 竟然踩在别人的酒杯上了呢 而且那酒杯明显是义军因为害怕手抖 才落在地上的呀 不觉得义军厉害 只觉得自己倒霉 而且一门心思要把场面给找回来 这就决定了段天和会继续纠缠 不到黄河心不死 此时的段天和好像好斗地攻击一般 怒冲冲地盯着义军 身体弯如满弓 续集起了强大的气势 老一辈的高手都能看出来 这正是段家老二那招牌式的发力动作 虽然难看 但是相当的凶猛 嗖 等一下 他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 这一次绝不会再犯上次那样的错误 身子走了一个斜线轨迹 发力之时上在义军的左前方 但两个人贴近的时候 已经到了义军的右侧 而与此同时 段天和的右臂已经高高扬起 贯住了全身力气之后猛地反切 只要这一记手刀下去 能把常人的颈骨给劈断 当然 大庭广众之下杀人是不可能的 但段天和也决定 要用这一记手刀劈在义军的肩膀上 到时候极有可能把肩膀锁骨都给他批断 但是他能跟义军比速度吗 连魅影都评价说这货的速度天下第一 那么在义军面前 段天和的速度算个毛啊 所以义军又动了一下 动作幅度不大 但偏偏能躲过段天和这一记反切 而与此同时 义军悄悄下了黑脚 因为两个人都已经贴近了一张桌子 所以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情况下 义军假装一个猎气 悄悄的 但是狠狠地在段天和的脚背上踩了一脚 踩脚丫子 这是小孩打架的招数啊 但是愣是在一个太斗和一个大师的对战中用上了 别说 这一脚还真疼 段天和的脚趾头都差点被踩断了 但是即便骨头不断 随后几天也肯定是疼得要死 而他被义军踩了这一脚之后 身体当然又要趴下去了 可是全身的力气都在那只手臂上 并且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劈砍下来 根本都收不回 于是 只见段天和身体猛然向前爬了下去 势打力尘 而那只手臂则如断头刀一般狠狠地劈下 直接劈砍在了面前的石墓桌子上 稀里哗啦 这张桌子虽然结实 但也挡不住一个大师级高手的全力一击 登机被劈碎了 虽然段天和的手掌也很疼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 而是他这么一下子劈落之后 自己也跟着爬在了地上 底面上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特别是被段天和批翻之后洒落一地的菜汁汤水 轰轰烈烈地扑满了段天和的脸上身上 到处都是 平常呢 段天和穿戴那可是人无人流的 这货手头又不缺钱 衣服和皮鞋必然是国际时装流行款式 当然穿戴是仪表堂堂 但是现在 这个货的状态比乞丐都不如 勉勉强强站起身来 浑身的疼痛和满腔的暴怒 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形象 众人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有的傻眼了 有的捧肤大笑 头发上挂着几根粉丝 不 是鱼翅 脸上贴着一片火腿肠 不 是鲍鱼 嘴里还塞着一截狗屎 不 是海参 都是好东西 但组装在段天和的脸上之后 就成了最拙劣的装饰品 现在的段天和狼狈的不能再狼狈了 这估计也是他一辈子形象最差的一次 可是在对面 抽不要脸的叶之飞笑得没心没肺 掏出手机就咔嚓咔嚓地拍照 似乎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细节 一边拍 叶之飞还一边乐呵呵地说着 我去 这形象绝了 生动逼真 一会发微博上去 回头段哥可以去看一看 擦了把脸 吐了嘴里边那些狗屎一样的好物件 段天和狼狗吼着 王八蛋 有种别躲 一边骂着 这祸还一边呲牙咧嘴 因为刚才那一下太疼了 特别是脚趾头 恐怕已经影响了行动 义军摇了摇头 假装不可思议 老爹 你这么气势汹汹地打我 还不准我躲呀 要不我来打你 你不许躲怎么样 这算什么道理 你功夫这么好 打架这么猛 我站着让你白打呀 要说自己功夫好 段天和还是有点自信的 只不过这两次栽的有点冤枉 太巧合了 一次踩在玻璃杯上 一次被义军误打误撞 踩了脚丫子 巧合 巧合的都有些离谱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门口又走进过了一个人 看到眼前那片狼藉的场景 这个魁梧的汉子当即吃了一惊 他说道 义军老弟 你堂堂顶级太斗 随时能步入传奇之境的顶级高手 还跟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没高手风帆呢 顿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好像成了一尊尊的雕塑一般 顶级太斗 只差临门一脚的传奇 叶家这个新公子哥 竟然是这样一尊大神 无论在什么圈子 哪怕是顶级豪门这个貌似高深的圈子里 一尊太斗 都无疑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也能得到极大的尊敬 就好像夏龙雀的回归 会让其余家族极度眼红叶家 就好像冯文静的存在 能让整个周家感到心安 这种级别的人物 到任何一个家族都是被高高 供奉起来的对象 如今 义军突然被称作为太斗 而且是临门一脚就能达到 更加可怕层次的太斗 这怎么不让人震惊呢 豪门子弟 哪有这种存在啊 哪怕追溯到上一代 唯独段家老二那个变态 能如此生猛 所有人都看待怪物一样 看着义军 当然也都知道 他在断天河面前 所谓的躲闪都是忽悠人 是在演戏 以至于 义军这戏已经演不下去了 不能继续教训这个顽固二十组 为此有点小小的遗憾 与此同时 义军和在场众人 又同时向大厅门口看过去 只见一个壮实的中年人 和一个二呼呼的年轻人 大步前来 两个人全都是人高马大 龙乡虎步 而看到这两个人 豪门圈子里忽然有人惊讶了 大警卫长 中南海的大警卫长 谈台铁书 至于旁边的年轻人 则是警卫局的另一尊 太斗韩蒙 大警卫长是尊诚 即便同样达到了 太斗境界的韩蒙 一样不能被冠以这样的称谓 因为在警卫局里 只有第一人堪称大警卫长 而要是这尊大警卫长亲口说出的话 特别是他对武道中人的评价 自然是不会有丝毫差错的 他说义军是顶级太斗 那么义军必然就是 而且有些豪门人物也知道 谈台大警卫长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说话做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 只是工作性质对性格的影响 在东阳的时候 义军和谈台铁书就结下了不错的友谊 虽然交往不是很多 但同级数高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 也是难以用常人思维去打量的 当时谈台铁书也说了 到了首都之后会来拜望叶家老人 如今听说义军今天搞这个仪式 恰好韩蒙也要过来 于是谈台铁书也一起来拜访一下 虽然谈台铁书的级别不算太高 一个大孝级军官 按说在豪门世家的家主们眼里不算什么 但是他这个职位太紧要 太敏感了 也太让人忌惮 大警卫长 可以说 谈台铁书的一年365天 其中300天都是和大首长朝夕相处的 谈台铁书和大首长们的关系 类似于单位领导和随身司机的关系 这是绝对的情形 而且谈台铁书只要愿意 能够在大首长们耳边每天吹风 假如他隔三差五说段家的孩子怎么怎么跋扈 怎么怎么欺牙良善强暴少女 结果会怎么样 指不定惹毛了某位大佬 段天和就完蛋了 而这些大家族想要报复谈台铁书 恐怕太难了 大首长们身边离不开高水平耿直可信的大警卫 十几年来 谈台铁书的能力和正直 已经被诸位大首长深信不疑 人才难得 大首长们的生命安全都交给了他 这需要多大的信任呢 高水平倒还在其次 关键是可信赖 要说把谈台铁书给弄走 估计会有几尊大首长当即拍桌子骂混蛋 因此 在众人眼中 谈台铁书这位大校军官的分量 不亚于一位中将 其实即便在军界当中 也有很多将军和谈台铁书成雄道弟的 可见他确实当得起众人的这种高看 只不过 这个谈台铁书来自干什么 是义军的朋友 可是 谈台铁书是标标准准的官 而混集地下世界的义军类似于匪 这两个人怎么会如此亲密呢 谈台铁书已经大步走到了义军面前 同时对认识的几个豪门核心点了点头 算是大招呼了 这才问 这是怎么了 不是你认识归宗的好日子吗 有人找麻烦 我错 哥 这小子是不是来惹事的 铁塔一般的韩猛怒骂着 随手向段天和探过去 王八蛋 老子砸爆了你的蛋 我错 此时 段天和正沉浸在义军市顶级泰斗 这个可怕消息的震撼当中 还没回过神来呢 陡然就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当即是大惊失色 因为迎面而来的这股气势太凶悍了 一看就是个不可立敌的高手 面对着韩猛 段天和仿佛在和自己那个变态的二叔对战 可怕至极 你是 段天和还想发问呢 却被韩猛一拳砸在了拳头上 段天和的实力也不是虚的 拿着自己的拳头匆忙格挡韩猛的拳头 但是这次交集 他拳头骨头差点被韩猛给砸断了 火辣辣的疼 以至于段天和的身子都向后疯狂的倒退 以便赶紧撤开一个距离 跟韩猛保持近身格斗 实在是太危险了 而段天和退后几步 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老爸身边 还有一个大师级的保镖 到时候 这个大保镖也可以侧应自己一下 韩猛砸了这一拳并未停下 而是大步向前追过去 而一些眼力高明的人当即是瞳孔收缩 我惊讶地看着韩猛刚才那一脚踩踏之处 青石地面竟然被踏碎了 而且是稀碎 显然有遭遇重物的猛击 才能造成这种可怕的后果 八级太刀 已经有识货的高手惊讶着说了 又是太刀 今天这个词已经把众人的耳膜给镇破了 段天和也知道今天遇到了大敌 于是不要命的扭头飞奔 再也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了 撒牙子跑路再说 今天也太倒霉了 接连跟两个太都打上了 再留下的只是自取其辱 韩猛则是要追吧 而且以他的速度追上一个脚趾头受伤的段天和并不难 只不过一个老者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 拦在了韩猛的面前 这位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 还望留守 这个人就是段家的大保镖 韩猛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操你觉得凭你这把老骨头就能拦得住老子 太斗级的家伙 果然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呢 这种人物必然是天不管地不收的猛货 走到哪就蛮横到哪 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而且也觉得韩猛如今这跋扈的性格 符合他那太斗的身份 有实力的人 自然有嚣张的资本 但是仅仅几秒钟之后 众人的这种思维 顷刻间就被彻底的颠覆了 只听义军轻声说了一句 老三 回来 顿时 韩猛这个正在风尘西长的大太斗 忽然卸去了一身的气劲 满脸堆笑 一路小跑回到了义军的身边 擦着鼻子喊着歌 问有什么吩咐 韩大太斗的前居后宫 先前如虎 此刻如猫的态度 令众人大跌眼镜 甚至忽略了断天河逃窜的事实 众人一头黑线地看着这个火宝级的太斗 同时也进一步惊讶于义军的能量 能把一尊太斗忽来何去的人物 肯定有他更加不可思议的一面 看到韩猛回到了身边 义军这才说 今天是喜宴 别动手动脚的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大家认识认识 说着 义军首先介绍了叶家人和周家的人 虽然韩猛此前早就认识叶熙和叶清空等人 但当时韩猛也戴着面具 所以现在跟新人相见差不多 而叶清空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没说出在月东时的那些事 只有叶熙做了个鬼脸 说韩猛这家伙以前竟敢骗他 韩猛咧着嘴傻笑 满是拍马的样子喊着姐 这是他大哥的亲姐姐 韩猛知道该怎么趴马屁 以求一个好脸 而跟大家介绍韩猛的时候 义军说得倒也简单 这位是我的朋友 可能有人认识 中央警卫局的谭台大警卫长 这位是我兄弟韩猛 也是中央警卫局的 我这兄弟脾气火爆 刚才得罪了段家兄弟 还望段家两位叔叔不要介意 没关系 没关系 段天和的老爸知道自家离亏 对方给了这个台阶 已经相当大度了 只不过 韩猛同样也是中央警卫局 泰斗的事实 还是震惊了不少人 中央警卫局的态度能有几个 因为这家伙明明是个 实力高深的人物 更是一个接近于 大警卫长级别的人物 竟然和义军穿一条裤子 任其胡来何去 由此可以看到 义军非但是一个 地下世界的顶级大小 同时和军界还有 微妙不可言的密切关系 那么这就意味着 不能试图以简单的官方压制 来对付义军 这就相当激少了 澹台铁树随后和叶家长辈见面 而叶清空等人知道 他救了叶娇阳一命 所以视为上边 而在说话的过程中 澹台铁树忽然提到了 义军还挂着军衔的事情 顿时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特别是听到义军还是大校军官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家伙都傻眼了 前面说过 大校这一级别的军官 在豪门家族眼里确实不算什么 但是义军这才二十岁出头啊 这样的年纪 一个资历的限制 就让你攀爬不到这个高度 而义军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当然不知道 义军当初可是在虎枯啊 那是在和平年代 还不断流血卖命的地方 前一阵子国家的海舰船 到争议海域巡航 高薪招收几个船员都找不到 可见太平盛世 大家对生命看得何等之重 而义军他们 却是拿着命换来的军衔 给你一个大校 让你随时可能去死 你干嘛 更何况本身就是顶级太斗 跑到哪儿都能混得不错 又何必冒这个风险呢 如果说义军现在这个年纪 就已经是大小军官 而且显而易见 是那种极为机要的部门 那么只要他想在军界继续混下去 恐怕前途无量啊 哪怕后半辈子仅凭着熬资历 都能在肩膀上熬出一颗将星来 在豪门家族圈子里 周家老大周末沙是混得最疯狂的一个 厅级干部 在下一辈当中 这个三十岁的厅级干部 已经被视为最具前途的一个 因为年龄是关键 这么年纪轻轻的意味着巨大的上升空间 可是 大小军官也相当于地方上的厅级干部 而义军的年龄又比周末沙小了好多 更要命的是 周末沙的飞速上升是得到了庞大家族的支持 而义军呢 他可是最近才进了业家 而此前混到大校的军衔全凭自己毫无根基地打拼 这种级别的汉金亮 可想而知 此时 所有问询过义军现在何处高就的人 都有点脸上火辣辣的 当然大家都已经知道 义军这家伙太不简单了 不仅仅个人能力过人 而且是典型的黑白两道通吃 而当后来被人知道 义军白手起家两年多的时间 就聚集起了几十亿的财富 更是彻底惊爆了一地的眼珠子 别说白手起家了 哪怕是在家族的照应下 挣到这个数字也不是一句话的事 在这方面 豪门子弟做得最好的算是叶之飞了 在家族的扶持下成功击身十亿俱乐部 但是义军白手起家在底层打拼 竟然也达到了这个层级 换白道 义军不亚于最优秀的豪门子弟周末沙 换商道 义军不亚于最优秀的豪门子弟叶之飞 换黑道 那就不用比了 似乎没有哪个豪门子弟敢跟一个顶级大萧相比 现在 所有的豪门家族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在毫无根基的情况下 义军都能打拼出这样一片江山 而要是以后再得到叶家的权力支持 将会怎么样呢 更何况 不仅仅叶家固有的支持 义军甚至可能继承叶娇阳那恐怖的财富 但是叶娇阳的财富 独立出去就等同于一个豪门呢 而那些豪门名媛 此时看待义军的目光更不一样了 在他们眼中 此时义军不但是一个豪门之中的高富帅 同时还是一个一飞冲天的凤凰男 有背景 有家事 有本事 有那种可怕的实力 和随之而来的强大安全感 此外 还有那并未披上的一身军装 和肩膀上晃眼的四颗星星 甚至于 有的家族主母 已经开始偷偷地打温夜清空 温义军这孩子结婚了没有 订婚了没有 谈女朋友了没有 夜清空当然知道大家打的什么主意 只是抿嘴笑着说义军刚刚到夜家 很多事还都没仔细问呢 至于说婚事 目前倒还真的没结婚 顿时 义军成了各大豪门主母们眼中的香伯伯 对于这一点 对于这样突兀的变化 还是让义军有些措手不及的 只不过 轻轻心里头憋屈 看着那一个个热情高涨 询问义军婚事的豪门长辈 轻轻是咬牙切齿 该死的 一个个都盯上了 这混蛋也太有女人缘了 老子要先下手为强 不然就耽误了大事了 端天河仓皇而逃 但心中窝囊是一定的 作为首都新四大恶少之首 他还从未吃过如此惨重的大亏呢 哪怕上次在龙田狱被叶之妃揍了一次 大家也仅仅是半斤八两 无非吃了点小亏 但是今天这亏吃得太大了 因为这是当着圈子里所有人的面 自己搞得这样狼狈不堪 类似于地下世界的跌份 现在端天河恐怕也跌了 以后四大恶少的排名 估计都得把他往后排 端天河咬牙切齿 总想着拿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那个异军 还有叶之妃 当然 假如能把叶熙那个小娘们给拱了才好 说实在的 叶熙那种稍嫌妇态的女子 恰是端天河最喜欢的类型 而端天河今天虽然栽了 但不代表这祸怂了 他不是个敢于复苏的 而且他今天只是输在了个人格斗实力上 但是现代社会还仅凭着个人的一双拳头说话吗 端天河不但有家庭背景 同时也跟叶之妃一样有地下背景 他的那个曾让人既恨又忌惮的二叔 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奇葩般的存在 他二叔的江湖路子广 使得端天河自幼就和地下世界交往颇深 至于杨家的杨熙赵 此时更是目瞪口呆了 本想着请端天河打压一下叶之妃的气势 哪知道对方蹦出了一个比叶之妃更牛的存在 而且这个义军还是叶之妃的亲表兄 以后这两个大户还联手 杨熙赵他们所谓的四公子 日子可就难熬了 只不过 端天河的仓皇离去 使他未能见到这次宴会上 更加让人惊讶的一幕 当端天河走了不久 又有几拨人先后到来 只不过这区区几个人 却比别的几群人更加让人感到震撼 第一个就是那个传奇魅影 等魅影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所有人还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此时身穿一套简洁干练的橄榄绿军装 肩膀上同样扛着四颗小星星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 而且又是个女子 这种军衔所带来的震撼 并不比义军小到哪儿去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个突然出现的足以魅惑苍生的女子 究竟是何方身上 在大家看来 若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支撑 很难托起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大小 但是盘算了一下 似乎几大家族之中还真没有这样一个后背 只有几个家族的顶级高手眼皮子直跳 隐隐约约总觉得这个年轻女子不简单 但是 坦台铁树却认识魅影 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和魅影有过两次合作 但看到魅影之后 坦台铁树当即脸色一变 原来是魅处长 幸会 魅影虽然眼光极高 但是对于面前这个天赋出众的顶级泰斗 同样抱一善意的一笑 坦台大警卫长 幸会 没想到我家小男人还真有面子 连大警卫长都请来了 小男人 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这个暧昧的称呼究竟是 难道指的是那个义军 果然 坦台铁树笑着说道 我和义军兄弟相见很晚 今天恰访他家大喜事 我来讨杯酒 顺便拜望一下他家的长辈 不过 没处长着是 坦台铁树也觉得奇怪 心说魅影这狠牛 怎么突然出现了 而且一张口就是小男人 这不是成心搞破坏吗 要知道 现在不知道多少豪门女主 都盯着义军这块香伯伯呢 要是被魅影这么一掺和 人家也就没心思了 哪怕有个别准备坚持骚扰的 要是听到传奇两个字 恐怕也会退避散射吧 魅影淡然的一笑 坦台大警卫长作为朋友都来了 我作为他未来的媳妇 不来更不合适 说你呢 没良心的还想躲 你说是不是 义军都准备溜到卫生间去了 结果被魅影给喊住了 这货善善地笑着转过身来 说什么呢 现在是家宴 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啊 你当我是开玩笑 那好 你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给我装糊涂 总之我是认真的 到时候惹毛了我 你知道下场怎么样 除非你见了面就撒丫子 否则见一次我就揍一次 信不信 太嚣张了 面对这样一个跋扈逆天的女人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这女人究竟有多大的底气 才敢这么恐吓一尊顶级泰斗 还要见一次奏一次的顶级泰斗 那这女子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 义军的额头有点渗冷汗 黑黑的傻笑着 显然承认了魅影 具有那个可怕的能力 要说真的生死相搏 义军握着枪的时候 也应该是胜负良可 难以揣测 但是现在大家这么好 再不及也算是 曾经吃过奶的朋友啊 拔枪是不现实的 也犯不着 但真要是赤手空拳的 义军还真扣枪能撑得住 信 当然信 你堂堂一尊传奇 既然来了 就吃点饭 全场轰的一下子 虽然不至于震惊全场 因为知道传奇二字 代表含义的人是少数 但是只要知道这一点的 都禁不住打吃了一惊 眼前这个娇媚的女人 竟然是那种传说一般的可怕存在 义军的女人 不管什么家伙 哪怕只是个乞丐要犯花子 可他身边一旦站着一尊传奇 那么对手识相点就赶紧滚开得了 有几个知道的 就意味着不一会儿大家都知道 几个家族脸色铁青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义军和这个女人了 至少周家的大太斗眼神犀利 猛然收缩 赞叹了一句果然如此 看样子 这老头子刚才就怀疑 没影的舞蹈境界了 因为以冯文静那种超强的实力 竟然有点看不透眼前这个女人 甚至觉得有点恍惚 好像一团轻雾一般 同时 杨家那位太斗子禁不住浑身一颤 仿佛一个可怕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随后稍微震降下来 在杨家家主耳边嘀咕了两句 顿时 杨家家主脸色也猛然一变 这位太斗直说了一句话 这个女人貌似数年前 那个杀人如麻的魅影 此时看到魅影并不落座 义军美话找话地说着 哎 电话上不是说了吗 不用过来 回头我去找你就是了 魅影扬了扬眉毛 忽然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我的小男人这么优秀 就怕被哪家漂亮姑娘给勾去 我这次赶过来 就是提前跟首都圈子里打个招呼 谁要是想抢了我的小男人 就先在我手底下过两招 能撑三招不败地给她一个机会 纯属胡扯 这些豪门名员哪有几个练功夫的 唯一的另类就是勉强大师级的叶熙 但是面对魅影三招也太够呛了 当然 叶熙这个亲姐不会做这样的事 只不过 魅影这样的表态还真是另类 甚至堪称古典 面对一尊美艳传奇的倒坠 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以为 捡了个大票夹子 而且里边全都是金卡 但是对于义军来说 这事还真有点头疼 魅影太强势了 这位姐太嚣张了 知不了啊 所以 当这货表现出一副相当为难的表情时 所有人都觉得这货欠仇 除了清清 清清咬牙切齿啊 他管你什么传奇不传奇的 挥舞着小拳头哼哼地跑过去 别说 出生牛犊不怕虎 他竟然还真不惧魅影的气势 四目相对 清清的猫眼对着魅影的桃花眼 竟好像使君立敌 魅影的笑容很是玩味 在清清头上拍了拍 妹妹 有事 清清把一双漂亮的猫眼 瞇了瞇 盯着他说 君哥是我的 这个敢爱敢恨的妞 终于当场爆发了 想当初 她就曾在车上边扯着嗓子吼 吼出了她对义军的那份感情 相当大胆和婆了 而这一次 干脆当着所有人说了 而且摆出了爱咋咋地的表情 本以为这种传说级别的女人 会大发雷霆 而清清那小心思都已经想好了 看看一旦有了纠纷 到时候君哥到底帮谁 小女生都有点 争风吃醋地荒唐念头 而且有时候荒唐得 有点不知所谓 只不过 魅影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而是笑眯眯地盯着清清 点头弹道 早知道你和她好 我对她说过 在我之前的那些 我不管 至于我之后 那就没有之后了 还是那句话 以后谁再出现 接我三招的就有点机会 说着 魅影根本就不理会清清 扭头走向了叶清空和夏龙雀 微微点头说 两位阿姨你们好 我叫梅影 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子 叶清空都已经无语了 木讷地点点头 机械地说了声好 但是夏龙雀可不一般 乐呵呵地抱着胳膊 上下打量着梅影 丫头 想不到咱们还有这缘分呢 上次咱娘俩还曾交过手呢 当初在金陵凤鸣寺 两个人曾经短暂交手 魅影那把伞的伞尖 就是被龙雀刀给削断的 魅影笑了笑 恭维了一句 阿姨武功炉火纯青 太斗之中含有敌手 顿时夏龙雀心中是相当的满意 当着所有人的面 特别是冯文静那个老头子的面 被一尊传奇评价为炉火纯青 那是相当光彩的 当然 被工尾的浑身舒坦的夏龙雀 也不忘投桃报李 高度评价魅影小朋友的 舞蹈可参造化 实力天下无双 都是些可套话 反正吹牛不用交税 到了传奇这个层次 说一个天下无双也不算过分 毕竟全天下也就那么几尊传奇 而且 每一尊传奇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确实无双 只不过 这句恭维话说的相当不是时候 不合时宜 因为就在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呢 魅影的脸色就陡然一变 猛地转过身去 直勾勾地看着大厅门口那 恰好这时候 门外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干壳声 与此同时 义军和夏龙雀等人 包括坦台铁术 韩蒙 冯文静 杨家泰斗等达到相当级数的高手 也都如临大敌一般凝视着门外 因为他们这个级数的大高手 同时感觉到 似乎一种淡淡的 但是无可抵御的杀机 悄悄渗透过来 如春雨润雾般的无声无息 但是却无孔不入 令人深寒 魅影忽然冷笑着说道 既然不动冥王来了 为什么不进来 不动冥王 这句话一说出来 现场所有舞蹈圈子里的人都震惊了 而对最近形势相当了解的各家家主 也都禁不住脸色一变 当然 大家更是抱着无比好奇的态度 观望这尊大神将会是何等尊荣 不动冥王蒋佛音 雄聚护海几十年 据说一生没有敌手 一生不败 这是一尊活着的神话 高不可判 难以想象 今天这一场宴会 不仅陡然蹦出来好几位态度 甚至还同时出现了两尊传奇 如同产生了哄然咆哮的错觉 一股强大威士自大厅门口 谱写开来 毫无征兆 这一次 不仅仅是舞蹈高手有感应了 连普通人都为之胆寒 仿佛一头凶猛的巨手被盯死了 浑身都不自在 难以想象 一个人竟然能给全场近百人造成如此可怕的威压 只不过 现场还有几个人貌似不受影响 第一个自然是魅影 他此时给人的错觉 就如狂风中的一叶柳枝 虽然四下飘荡 但是坚韧不折 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折断 一刚一柔 敬畏分明 魅影之外最为轻松的 就是义军和弹台铁术 此时就能看出来 泰斗之中究竟是谁的定力更高一些 虽然定力不代表实力的全部 但至少是实力的一部分 义军笑眯眯地盯着门外 嘴角裂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乐呵呵地看着似乎来找麻烦的蒋佛音 义军是最知道底细的 因为魅影那次在江川上说过 上次他和蒋佛音战过一场 虽然蒋佛音在格斗中占据了优势 但是对于身法灵活 如鬼魅一般的魅影毫无办法 打不过你 还跑不过你 有种你来咬我呀 这是魅影的原话 那一次蒋佛音被活生生地气了个半死 看样子 这次魅影被评价为天下无双 进一步惹怒了这尊不动冥王 进而爆发出了焚天实地的冥王之火 天下无双 好大的口气 终于 那道苍老的声音自门口传来 随即一个面容老迈精神绝朔的老年人 出现在了大厅门口 手中的一柄拐杖 但这不是剑痕大师那种内藏利剑的拐杖 而是实打实的铁拐 一柄龙头铁拐 曾经横杀四方 老头子铁格高大 足足有一米八五 宛如一尊战神 在他们那个年代 这种体格堪称极为高大 而且身体的强健程度也让人难以揣测 只有叶之飞知道 师傅貌似轻瘦的身体 体重竟然接近了两百斤 也不知道这一身筋骨 是否真的练成了钢筋铁骨 而义军看过去之后 心中也不禁认可了魅影那天的说法 这老家伙 果然可以说是义军这种练家子的天然敌手 当时从叶之飞那种沉稳到近乎变态的步伐就能看出 江佛印应该就是真的一尊不动冥王 下盘稳得令人发指 偏偏出手又如牵手如来 这是魅影的评价 而作为一个传奇高手 又是亲自交过手的 魅影的评价无疑比任何人都更具权威性 因此 魅影说江佛印这样的传奇是他的天然客星 应当有相当的道理 因为义军的长处在于速度 无论是出手的速度 还是腾挪转移的速度 说难听了还包括逃跑的速度 但是在格斗之中 面对江佛印那牵手如来一般的攻势 异军的出手速度恐怕难有任何优势 而要是想撤逃 可是被江佛印那种连绵不绝的招式给缠住了 恐怕也逃不掉 确切地说 不是传奇强者 应该没人能从他手中逃脱 偏偏的 江佛印出手很辣 势大力尘 跟他对战会有强大的压力感 只有跟他比拼力量的强悍和招数的精妙 或许才是取胜之道 此时 这个一米八五的魁梧老头子已经走了进来 脚步之稳真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 踏地有声 寻常的脉步竟似乎像是大象的踩踏 给人一种面对庞然巨兽般的错觉 甚至 好像是一座山推移了过来 江佛印看了看夏龙雀 冷笑着说 夏龙雀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小丫头啊 不过 这二十多年 你的进境不是很大 夏龙雀即便再熬 也不至于面对蒋佛印还能傲 虽然同为传奇 毕竟魅影算是后辈 但蒋佛印不同 二十多年前偶遇蒋佛印的时候 蒋佛印已经是最巅峰的泰斗 而那时候的夏龙雀还真不成大气候 蒋老说得不错 我也算是虚度了二十年 都撂下了 夏龙雀笑了笑 这二十年全在家里带孩子做小生意 进展自然不回答 但问题的关键 还是夏龙雀失去了 进军传奇之境的信心 这种事不是单纯凭努力就能成的 更多还是因为天赋和机遇 蒋佛印点了点头 难怪连你的眼力都有些下滑 说魅影是天下无双 我看你说的有点草率了吧 啊 太傲气了 这种傲气让人都几乎有点受不了了 要是常人说出这种话 恐怕会被赤作狂徒 不过这话是蒋佛印说出来的 别人还真不好说什么 夏龙雀心里头按摩呀 心说你这老家伙叫什么证啊 老娘就是夸夸自己的便宜儿媳妇 关你什么尿事啊 要不是老娘打不过你 非得走得你满地找牙 这种思维有点近乎不讲理 而不等夏龙雀开口 魅影却仰着下巴冷笑 蒋老头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 不过我看你是冲着我呀 不服气 蒋佛印一声冷哼 似乎庞大的压力都倾泻向了魅影 顿时好似一股狂风四起 呼啸而来 只不过魅影不是那么脆弱 利于其中安然无恙 神色咸淡从容自如 蒋佛印似乎有些不耻地说 真要是有本事 上次跑什么 魅影是哈哈之笑 过一气你不行吗 连追都追不上 你又算什么破本事 有本事就别跑 有本事就追上来 现场的所有人都快晕了 堂堂两尊传奇 怎么都这么不讲理啊 都说老小孩 老小孩 看来人上了年纪 真的会有点稀奇古怪的偏执 偏执的跟个小孩似的 至于魅影 本来就是个不讲理的小娘子 面对另一个不讲理的 她肯定当仁不让 而这时候 号称无限接近传奇之境的义军 肯定不能做事了 再咋说 魅影也是她这一方的人物 要这时候不为魅影说句话 恐怕这个狠辣的小娘子 回头会找她算账的 义军就打了个哈哈 蒋前辈 您是叶家的贵宾 这里又是叶家的喜宴 希望您老笑笑气 赶紧入座休息休息 直飞 喊了这一句 叶直飞已经到了面前 并且去扶他师父蒋佛音 义军说 还不扶着老爷子入座 但是蒋佛音却摆了摆手 示意叶直飞不用来 而后看着义军点头说道 小伙子果然有点道道 你就是叶家找回的 那个小子义军 哦 交连的义军 其实我还是听说过的 地下世界里一个独特的存在 义军笑了笑 多谢蒋前辈夸奖 其实就是点小本生意 小本生意 你那产业可不小了 其实我和乳来兄都注意了你 而且 乳来兄断言你不是繁品 将来终非持种之物 这不 我和他都对你很感兴趣 这才来这儿看一看 不过 有些事情 还是要跟你指点指点 指点 这话说的真有点疑老卖老 但蒋佛音的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实力在那放着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义军没说话 但心里头肯定不爽 任谁面对这样一个刚愎自用 偏偏又不好招惹的老家伙 都会有些不自在 而蒋佛音子说 上次你可是一手干翻了苏省的宇文家 手笔不小 虽然是以狂龙的名义做的 但现在既然叶之妃知道 狂龙就是义军 那么蒋佛音也肯定知道了 义军笑了笑 难道宇文夺 那是我的后辈 也算是汝莱兄这一脉的 蒋佛音说着 而义军则心里头一顿 心说没想到宇文夺还真沉得住气 当时都到那一步了 愣是没请孟汝莱出面 但是义军不知道 其实宇文夺本人也想洗白 所以这才忍了哉 以求后半生的安稳 蒋佛音继续说 那件事你做的唐吐 汝莱兄尚不知情 你竟然就把事情给做了 这件事到这里也就罢了 但以后可不许这么莽撞 每一句都带着教训人的语气 一旁的韩蒙都想抱起揍人了 但是义军拉住了他 蒋佛音是叶家贵宾 叶之飞的作师 和他动手不但没胜算 而且伤面子 只不过魅影在一旁 挟着眼睛冷笑 告诉你 那是我做的 宇文夺大放血的钱 一半也都到了我的户头上 怎么样 是不是在教训我一番 放肆 蒋佛音怒了 魅影却不在乎 抱着双臂搭了着眼 我管你是谁 反正谁教训我这小男人 就是不给我脸面 谁不给我脸面 我就打谁的脸 就这么简单 魅影似乎就是跟蒋佛音过不去 这可以理解为后起之秀 对前辈老朽的叛逆 不过更多的因素 还是蒋佛音这老头 实在有些疑老卖老 自恃甚高 要是这种姿势甚高 针对一个普通后辈 或许对方还能心悦成福 但是 魅影是另一尊传奇 大家是一个级数的 你干嘛老是对姐 吹胡子瞪眼呢 现在 又被魅影当着众人 枪摆了一顿 搞得蒋佛音更是恼火 大半辈子豪横 蒋佛音从没遇见过 哪个后辈敢于这样挖苦自己 上次在护海就被魅影 活脱脱起了个半死 今天再也容不下他 逗然间 蒋佛音的气势疯狂暴涨 众人已经分不清 这是真实还是虚幻 总之就觉得 有点呼吸困难般的压抑 这是面对强者时 弱小生物所产生的 本能的窒息感 还真要动手 魅影冷笑了一声 嗖的一下 变戏法似的 变出了手中的短刃 同样败出了架势 老棺材嚷子 要不是你那铁拐坚硬 上次就讨不到好处 蒋佛音哈哈一笑 下巴上的白胡子 不停地晃动 兵器有轻重 这是自然 当年红服女一把浮尘 横扫天下 她的兵器比你的坚硬 你要是用着铁拐 恐怕还到不了 今天的境界 这倒是真的 每个人都有 适合自己的兵人 就像鞋子 适合脚一样 未必就是大了才好 用了不适合自己的兵刃 当然影响实力的发挥 这是给予各自体能的不同 才出现的这种区分 要是每个人 都必须用一样的 那么这世上 也不会出现 刀枪滚棒 俯跃勾查 十八般兵器了 而魅影这么说的意思 其实只是说 蒋佛音占据了 一物降一物的便宜 要是你蒋老头 遇到一尊能够压制你的传奇 看你还这么嚣张 此时 叶清空作为叶家家主 赶紧沾了出来 蒋老爷子 您是知非的老师 请别跟后辈一般见识 梅姑娘 今天也是一军 归宗认祖的好日子 都好好谈一谈 其实 现在好多家族的家主和高手 都已经开始有点暗笑了 一开始的时候 叶家忽然蹦出来几尊 泰斗级高手 或者泰斗级的朋友 这已经把人给震晕了 而当两尊传奇的出现 且又都是叶家朋友 所有人的脑僵子都疼啊 这种可怕的局面 甚至能把人给斟死 但是 就在所有人都为之头疼的时候 没想到出现了 这样戏剧型的变化 叶家两尊传奇朋友 竟然是一对敌手 二胡象征必有一伤 哪怕今天没有什么伤亡 但将来也肯定不能通力合作 但是这种内耗 就几乎化去了 两尊传奇大部分的能量 此外 传奇级别的实战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场景 哪怕是泰斗级的全力对拼 一般时候都见不到 所以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传奇碰撞 好多人都已经 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甚至生怕这场战斗打不起来 叶晴空倒是头疼不已 本来两尊传奇同时到场 这是彰显叶家强劲实力的 多好机会啊 哪知道这两个超级高手 根本就看不对眼 竟然摆出了窝里斗的大乌龙 缺少了这样一个 威震各级门法的超级良级 放在一般家族中 还不垂胸钝足啊 但是叶晴空肯定劝不住这两位 看到蒋佛音渊庭悦志地摆出了架势 早看不惯的魅影当即冲上去 手中的短刃划出一道道 纷繁复杂的曲线 角度怪异 道光惊艳 而此时 义军更加关注的 是蒋佛音的出手 对义军来说 蒋佛音应该是他这辈子 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 研究研究这个老头子的套路 有好处 这时候 义军看到魅影已经冲了过去 身影宛如一条幽灵 而同时 蒋佛音忽然像一个爆炸了的炸药桶 浑身的气劲凝聚在那一根 五尺长的龙头铁拐上 顿时 铁拐舞动出呼呼的风声 漫天的拐影 想着蒋佛音轻壮年的时候 使用的实际上是一根铁棍 但是最近这些年 当蒋佛音闭关参悟 从顶级太斗之径 突破为一尊传奇的过程里 使得自己的功法进一步完善 而且也更加适合使用这龙头铁拐 因为在以前的棍法中 加入了新的东西 铁拐飞舞 一条条拐影铺天盖地 这时候 义军才终于明白 魅影为何评价这老家伙 为牵手如来 实在是太快了 使用的是重兵器 但偏偏挥舞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而且在这种重击之中 似乎每一击都保持着 高妙的套路 浑然天成 义军发现的更加突出的一点 则是蒋佛音的身位 一般使用长兵器的练甲子 身体的腾挪幅度会非常大 无论是枪击还是棍棒 都需要足够的挥舞空间 但是 蒋佛音反其道而行之 整个身体几乎接近于不离原地 来回往复十几兆了 这老家伙的脚步总是前后左右 移动在一米方圆之内 别说是长兵器 哪怕使用短兵器的人 也不会把身体的移动 限制在如此狭小的范围 不动冥王 果真像是一尊立地不动的杀人 而义军看得出来 蒋佛音之所以没大范围的腾诺 一样能把大肠兵器挥舞出恐怖的速度 还是来自于他那变态稳定的底盘功夫 那两条腿 简直就像是在地面上扎了根的参天大树 不可撼动 而这种强劲的下盘功夫 借助着每一次轻微挪动的点踏之力 使得蒋佛音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进而传到了那兵铁拐之中 形成恐怖惊人的杀伤力 随之而来的 则是另一个好处 因为不必大范围的腾诺跃动 使得蒋佛音节省了大量的体力 哪怕是顶级高手 也会很在意体力的 因此 哪怕他使用的是重达三十多斤的铁拐 哪怕挥舞的时候 又是如此的生猛刚进 但他的体力 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浩劫 于是 这个生猛凌厉的老家伙 催动的是刚猛凶残的套路 使用的是重量惊人的武器 却偏偏能够跟对手打一场持久战 所以 现在的魅影相当辛苦 跟这样一个变态的老头子对战 魅影的胜算太小了 一旁 义军也琢磨着 自己面对蒋佛音的时候 也没多少胜算 除非 义军正想着呢 魅影忽然传出了一声娇和 在短刃和铁拐交击的密密麻麻金属撞击声中 这一声娇和 极为刺耳 随着魅影的一声娇和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地注视在他的身上 之间的魅影身影像鬼魅一样撤了出来 而蒋佛音也随即持着拐就跟上 也就是跟魅影相比 蒋佛音的速度略显慢了点 而要是和一般高手相比 哪怕是和现场的那些太陡 他这速度也足够惊人的 哄的一下 铁拐追击着砸落 一下子砸碎了一张桌子 稀里哗啦 而魅影的速度更快 那灵活的身段在大厅中 风一般的穿梭 一身绿军装仿佛变成了一道绿色的影子 在大厅里面瞟忽不定 终于 两个人都停了下来 蒋佛音有点气息紊乱 而被追着打的魅影 反倒满不在乎副手而立 不过有心人发现 魅影那柄短刃已经折断了 愣是被蒋佛音的铁拐给震断 只剩下一截手柄和几寸长的刀刃 兵器上的差距太明显 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东西 刚才魅影一声惊鹤 也是因为自己的短刃被诊断 一时间有些错愕 才闲些着了道 蒋佛音阶级追打 而魅影则发挥最强的速度 不停地游走 这才躲了过去 小环境内的腾挪转移 魅影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所以虽然她被蒋佛音追击 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对她的仰视 那速度闻所未闻 恐不知己 身法灵妙无比 要没有蒋佛音的战力 一般人谁敢让魅影精神呢 那就是自寻死路 魅影看了看手中的短刃 当真是恨铁不成钢了 老棺材嚷子 你还真仗着兵器跟我号 要不要脸 蒋佛音也有点无语 既然是战斗 那就要一己之长弓对手之短 难道非要我这老头子 跟你比身法和速度 那不是胡闹吗 少废话 来 说着 蒋佛音又举起了手中的铁拐 怒视着 魅影不怕什么 但今天显然没什么胜算 不过夏龙雀忽然超出一把利刃 递到魅影的面前 寒光闪闪 而媳妇用老妈这个 削断着老头子的破拐杖 魅影一看 双眼顿时直冒光啊 当初在金陵凤鸣寺的时候 魅影亲自见识了这把龙雀刀的威力 夏龙雀以太斗之力 愣是用这把刀削断了魅影的散尖 而要是魅影拿着这把利器 指不定真能给蒋佛音造成很大的威胁 其实不仅是魅影 别人也能看出这把龙雀刀的厉害 寒蒙森森 古朴大气 不敢说削铁如泥 但要是两尊传奇相互对撞 那不好说这把刀究竟有多么巨大的杀伤力 果然蒋佛音的怒气有些加重了 夏龙雀 你跟老夫过不去 夏龙雀本来还敬重蒋佛音 但现在显然是帮亲不帮礼 抱着双臂说 只需你占兵器的优势 有本事你别用那铁拐 我家儿媳妇也就不用这把刀 行不 夏龙雀是看出来了 假如没有兵器 魅影完全可以凭借身法跟蒋佛音游走 至少不会败 而蒋佛音也不是个脑肿 冷笑着将铁拐递给了叶之飞 一米八五的身躯猛的一阵 好 那我就来试试 不打遍天下传奇 我还真不甘心 众人恍然大悟 干请这老头子故意找事是一回事 关键他心中有一个天下第一的野心 击败所有传奇 至少是击败大部分传奇 如此一来 不知道这老家伙的威名会疯狂到何等地步 人死留名 恐怕蒋佛音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别无他求 只希望在五道圈子里达到一个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使得这尊传奇之名变为不朽的传说 魅影瞥了这老家伙一眼 毫不在意地把龙瘸刀奉还 但是心里头还是有点吃紧 他知道 哪怕是赤手空拳 他也很难战胜这个疯狂的老家伙 老家伙被他评价为牵手如来 手伤的功夫当然厉害 而且速度快得惊人 身法虽然不够快 但是出手的速度快 同样能对魅影形成压制 但就在这个时候 二楼上另一道有些老麦的声音忽然大笑起来 蒋佛音 打遍天下传奇 你还要争什么天下第一 跟个后辈都要争 有意思 对于这种不大不小 但同样老气横秋的讥讽 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是谁敢这么大胆 对一尊传奇这样的不敬 而蒋佛音则猛然抬头 注目二楼的扶手边 当然 所有人也都把目光聚集了过去 只见在那 站着同样是一位老人 同样给人一种高人般的感觉 义军笑了 心说这老家伙果然安纳不住了 蒋佛音要挑遍天下高手 而二楼这个老头又何尝不想跟难得一见的高手过过招啊 当初在交连的拳台上 这老家伙还忍不住要跟义军过招呢 这就是一个隐忍不发的老打架狂 只不过一般人不入他的法眼而已 陈胡图 当年叱咤世界拳台的唐龙 又叫弗兰克陈 拳台上当之无愧的传奇 这些年来 陈胡图的实力不负当年之勇 因为黑拳拳手受到体力的限制太大 到了老年之后 会不可避免的受到体能下降的重大影响 所以到现在他只有最顶级泰斗的实力 面对蒋佛音的铁拐 陈胡图也知趣的没吭声 但是现在 看到蒋佛音竟然要赤手空拳上场 陈胡图顿时心动了 难得遇到这种级数的对手 陈胡图那个心痒啊 这就叫剑烈心系 虽然境界不是传奇 但要说赤手空拳对战 谁敢跟这个曾经的黑拳传奇相比啊 拳脚上的狠辣 陈胡图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蒋佛音也不行 而且 蒋佛音本不以体力坚长 刚刚又跟魅影耗了一阵子 那么现在陈胡图等于又占据了一点体能优势 江佛音宁某感觉到了陈胡图的不同寻常 但是他从未见过陈胡图 因为陈胡图虽然号称六省第一 但还真的从不轻易到户海市去混 一向隐性埋名的他 和六省之外的势力接触极少 而这一次 陈狐图是陪着清清来的 清清现在是赵家的小家主 而且又是认亲这样的盛事 陈狐图这个赵家第一高手 要前来压任的 只不过他不愿意夺露面 只在二楼雅尖里休息 阁下又是哪位 江佛阴门吼着 陈狐图笑了笑 赵家老仆陈狐图 那个号称什么 华东六省第一的 虽然未曾谋面 但蒋佛阴还是听说过 陈狐图笑着说 那是江湖朋友们的谬赞 蒋明王今天既然有幸 赤手空拳地战一场 那咱们两个老头子 过过招如何 要是连我这即将入土的老家伙都干不翻 那么蒋明王就老老实实回户海 这句话一说出口 所有人全都是大吃一惊 陈狐图不嚣张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老辈子高手的清和淡然 让人觉得这位老者比蒋佛阴要可敬一些 但是 但凡朕对蒋佛阴所说的那些话 偏偏有彰显出了一种强大的自信 特别是最后一句 等于是摆明了说 要是连我都干不翻 那就别跑到户海之外成英雄 还是回老窝去恨好了 敢对一尊传奇说出这种话 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吗 只不过 这位气毒不凡 信心十足的老者 却偏偏自称是赵家老仆 这可真让人感到奇怪了 这样疾书的高手 不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委身于任何势力 都应该被当作活菩萨给供奉起来 毕竟大家不知道 这老头只是隐姓埋名习惯了 当然 魅影倒是乐了 不用跟蒋佛阴这尊杀神纠缠了 魅影感到是相当的轻松 笑着说道 这位陈老爷子真是老当义壮 陈糊涂哈哈一乐 身体翻过扶手 自二楼轻飘飘的就落下来了 落地无声 三米的高度 在场的恋家子跳下来 谁都没难度 但是真要能做到 如此飘逸从容的 除了太陡级的家伙 还真的都不行 无论是落地的沉稳 还是一身的气势 在场的高手都已经断定 赵家这位老者的势力 至少是太陡级的 又出来一个大高手啊 蒋佛阴看了看陈糊涂 忽然冷笑着说道 不是传奇 我不感兴趣 哪知道陈糊涂像是说一句 无关痛痒的话 我也曾是 只不过身体受了点伤而已 几十年没遇到过 真正的好手 想看看自己究竟倒退了多少 很显然 这一句话 当然引发了现场的震撼 曾经的传奇 虽然现在有所倒退 但这种技术的高手 至少要看作半尊传奇 因为虽然受了点伤 影响实力发挥 但那种见识 眼界和经验 却不会下降的 再说了 哪怕只是曾经的传奇 也证明这位老者 曾攀登到武道的巅峰 花五百日红啊 只要是能到过 这一恐怖境界的 都是值得膜拜的存在 而陈糊涂有这样一个 经历和资质 那么即便蒋佛音再高傲 也不能说 陈糊涂跟他一战的资格 都没有 但是 蒋佛音心里头憋屈 打赢了陈糊涂 那是本该如此 毕竟自己目前 高了一个境界 但要是打输了 哪怕是打平了 自己可就丢人了 你连一尊顶级泰斗都打不赢 还妄言挑战天下传奇 这不是自找丢人吗 叶之飞看出了这一点 当即跑到青青面前笑着说 妹妹 赶紧拉住你家这位老爷子呀 两位前辈都一把年纪了 还争什么呀 叶之飞也担心 自己的师父打赢了没面子 打不赢更没面子 而他现在可算是 青青真正意义上的哥哥 因为青青刚刚成为 叶晴空的干女儿 对于这样一个新哥哥的殃九 青青也不好拒绝 但是他也真看不惯 蒋佛音的遗老媚老 于是笑着点头喊着 陈伯 别鄙视了好不好 那蒋老爷子 是我哥哥的师父 您要是真的手痒 那就找我君哥比试呗 君哥也不比蒋老爷子差 叶之飞差点喷了 好嘛 哪有这么说话的 说是劝违陈糊涂 但捎带着说了句 君哥不比蒋老爷子差 这让蒋佛音怎么想啊 没打赢没赢 接着被陈糊涂这尊 大太斗挑战 威名已经受损了 但这也就罢了 偏偏的 你要是说蒋佛音 连义军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都不差 那不等于摆明了 损蒋佛音的脸面吗 假如真要是傻得可爱 也就罢了 可这丫头明显不带一个傻样 她惊着呢 所以 这丫头八成是故意的 现场那可都是人惊啊 都听出了这句话有意思 没人敢笑 但心里头却都乐得不行 先说赵家这个小魔女 可真能惹是圣非呀 不过因为清清这么一说 也使得众人最终确认 义军这个太斗不简单 哪怕在太斗之境的高手当中 恐怕都已经是能够横扫的 无敌存在了 陈狐图当然更清楚清清的想法 毕竟清清兄妹俩从小就跟着她 而且陈狐图还是赵紫玉的恩师 对于清清这个鬼机灵 陈狐图心知肚明 陈狐图笑着说 既然清清都说了 那就算了 再怎么说 你可是我现在的家主 这句话说得在里儿 家主再小也是家主 说出的话也有分量 而且陈狐图这么一说 也等于把清清的地位 烘托了一下 别以为清清这个家主是假的 连赵家第一高手 都要扶手听命 但是陈狐图选择把手了 蒋佛因不乐意啊 你说打就打 说不打就不打 特别是最后那句话 也太气人了 就好像根本不在乎蒋佛因 只不过因为家主发话 这才作罢 慢着 蒋佛因忽然大手一挥 冷笑着 刚才是知妃怕伤和气 自作主张问了赵小姐吧 那好 咱们就切磋切磋 点到为止 知妃 这件事你不要参与 叶知妃知道师父那火爆脾气 当然不敢阻拦 只能稍稍退后一步 而清清也咧着嘴 歪着脑袋笑着 陈伯 您看这 陈狐图哈哈一笑 那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着 陈狐图大步向前几步 而后脱去了 上师那松散的粗布衣服 竟然露出了膀子 老年人大家已经够稀罕了 偏偏还脱了上衣光着膀子 这可真不常见 一般老年人还有心思动武的 当然都是前辈 自视身份 哪有陈狐图这样 竟好似拳台上的年轻人呢 别人不知道 这是一个高手的习惯 最适合他的战斗气氛 就是光着膀子打黑拳 面对一般的对手也就罢了 随便将就将就 可是面对蒋佛音这样的大高手 自然要发挥出自己最强的战斗力 所以 陈狐图一上来就全力以赴 面对如此生猛彪悍的老头子 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而蒋佛音也不禁一愣 直到今天遇到的这个曾经的传奇 在以前 一定是最擅长徒手搏斗的狠人 当年的唐龙声名在外 在国内的名气并不很大 加上几十年的隐姓埋名 还真让人很难联系到 他的真实身份 至于陈狐图本人 其实现在反倒不怕被认出来了 到了这把年纪 而且自己保护的家主赵天恒 也已经案情清晰尘埃落定 很多事也不会给赵天恒 带来什么麻烦 更重要的是 现在青青的安全问题 已经不用他劳心飞山了 有一军在 他基本可以歇着了 此时的陈狐图 光着上身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皮肤有点老化 但是 这副身体的肌肉强壮程度 依旧让每个人感到惊叹 结实健壮的体格一目了然 哪怕皮肤稍微松弛了一点 也同样令人惊诧 此时 蒋佛因子猛然一吼 浑身的气劲喷不而出 同样令人惊诧 老头子简直就像是一头怒尸 虚发结张 这两个老头子 同样的声蒙彪悍 但是风格不同 陈狐图是类似于 老夫疗伐少年狂的类型 而蒋佛因则是那种 神龟之兽 老计福利的代表 前者为人谦逊 但格斗时候张扬无几 后者为人跋扈 但格斗时候自由风范 两个有点让人感到逆反的老家伙 此时碰撞了 蒋佛因的气势惠弘浩荡 乌云压顶一般让人窒息 而且所有人都觉得 仅凭着气势来判断 就知道传奇毕竟是传奇 而那尊曾经的传奇 终究有些没落 但是 义军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因为他见识过 陈糊涂的那种特点 现在还不到时候 果然 在蒋佛因强大的压力之下 陈糊涂是张扬的哈哈大笑 随后 整个人似乎陡然间有了变化 身体 一阵暴响 竟然好似抱住一般惊人侧耳 而随着骨节一条边式的暴响 陈糊涂的身体竟然开始拔高立板 好像陡然间就暴涨了几公分 而随着身体的拔高 那些皮肤也自然而然的随之绷紧了 于是 本来稍微有点松弛的肌肤 刹那间变得跟壮年人一样 而且像是壮年拳台高手 浑身精壮像一头豹子 所有人都相当的惊诚 想不到这个老年人 身体素质竟然比大多数的年轻高手 还要强悍 而且一眼看过去 到处充满了杀伤力 每一处似乎都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道 一处击炸 江佛音的眼神陡然一紧 确信了眼前这老家伙 以前真的是一尊传奇 绝不会有假 就凭这惊人的一招 凭这种逆天的身体素质 就能将之视为一台恐怖的人形杀戮机器 嗨 陈虎图是一声怒吓 一个急步冲到江佛音的面前 根本没有别人反应的时间 虽然两个人的速度 都比魅影稍慢上一线 但两个人的力道又都大的惊人 每次出手都如迅雷闪电一般 陈虎图是曾经的黑拳传奇 那战俘般的腿弓是巨大的杀招 但手部的攻击力量同样令人折舍 恐怖的打击像冰雹一般袭来 铺田盖地地把蒋佛音笼罩了起来 蒋佛音的出手当然快得很 但是在陈虎图这种高强度的击打下 竟然也只有防守的功夫 而实际上 这已经是陈虎图所遇到的第一大敌 因为他以前遇到任何敌手 面对自己疯狂汹涌的攻势 早就该心慌神乱了 很多对手面对这种疯狂状态的陈虎图 都会选择孤注一掷 拼着被陈虎图击打一下也要形成反击 但是殊不知 凡是抱着这种想法的 全都败了 而在拳台上 抱着这种想法的家伙 全都死了 因为陈虎图即便已经攻击到如此变态的地步 却依旧没动用最大的杀招 谁要是给他一线空间 拼着被他击打一下 那么只此一次 就能让人丧命 但是蒋佛音没那么做 两只手虽然有些忙乱 但蒋佛音还能应付 闷雷般的声音不绝于耳 就跟犀牛和野牛的撞击似的 令人毛骨悚然 所有的看客都震惊了 从未曾想过 人间还有这种可怕的对撞 蒋佛音的从容大气气度恢弘 举手投足间像是一尊大神俯瞰苍生 加上在原地小范围内从容移动 并不脱离一米见方的范围 无怪乎被人称作不动冥王 但是蒋佛音的功夫虽然好看 却不能改变他内心有点叫苦的现实 自从进阶为传奇强者之后 一向自视甚高的蒋佛音 就更瞧不起任何非传奇的强者 但是今天 却遇到了陈糊涂这样一个怪胎高手 明明是泰斗级的强者 但是形成的压制力和伤害能力 远超了魅影那种传奇 陈糊涂得劲道太大 像一辆火车一般疯狂地撞击 而且似乎永不停歇 蒋佛音体力哪怕再好 也经不起这种高强度高节奏的消耗 再说了 刚才和魅影的一战 已经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再这样下去 恐怕自己会被陈糊涂耗干了体力 到那个时候 堂堂一尊传奇 还真有可能被一个泰斗给掀翻了 那可就丢人了 去死 蒋佛音一声抱贺 声势惊人 终于被他抓到了一个机会 趁势展开汹涌澎湃的反击 攻击如长江大河一般 连绵不绝呼啸而至 战场上的形势 陡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气息的对比此消彼长 众人都觉得 陈糊涂此时可能要败 传奇就是传奇 太陡就是太陡 二者还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是陈糊涂似乎并不担心 在招架着蒋佛音那牵手牵脚般的疯狂攻击的同时 陈糊涂总能在不同的时机出手反击 从十招中反击一招 慢慢地恢复到两三招反击 最终近乎半对半的攻势 两三分钟的时间 攻守竟然平衡了 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觉得陈糊涂这老头子简直就像一颗压不弯的草 无论给他施加什么压力 哪怕是石头压在上面 他似乎也能想办法生根发芽 甚至把石头给拱开 顿时 江佛音有点头大了 面对陈糊涂这样一个怪态 而且是一台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的格斗机器 再强大的对手 也会头大不已 当年全台上的传奇大师弗兰克陈 就一向以暴风骤雨般的袭击闻名于世 恐怖的打击令对手防不胜防无法招架 江佛音是难得一见 可以承受这种汹涌攻击的 甚至还能扭转局面 一次又一次地扭转 只不过 似乎每次都能被陈糊涂硬生生地再搬回来 郁闷得要死 以前的陈糊涂 全凭一身的横练和强大的攻击力 短时间内消灭对手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这是陈糊涂当年不变的理念 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只不过最后一次的惨败 让他彻底转变了思路 虽然那次是被人使了诈 把他的体力活生生地耗尽 但是不得不承认 战斗不管你的过程 只管胜败的结果 假如两个人生死相斗 谁管你光明正大还是阴暗卑微啊 活下来的就是高手 所以 隐姓埋名的这几十年当中 陈糊涂一直在试图弥补自己这个缺陷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缺陷 他暗中走访刘欣 并且不停地锻炼耐力 终于使得持久攻击力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虽然力量和速度 已经比不上年轻时候的巅峰状态 但是攻击的持久力 却变得令人发指 魅影曾经说过 蒋佛因能立于原地 把人给活生生地耗死 可见蒋佛因也是个持久战的高手 但是面对陈糊涂 蒋佛因在持久战上没有任何优势 一味地防御防御再防御 而陈糊涂却始终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能把蒋佛因搞得郁闷的胸腔子爆炸 特别是每次形势翻转 被陈糊涂硬生生挽回局面的时候 蒋佛因的郁闷会成倍地增加 此时的大厅内 两大顶级高手气势磅礴 如山崩海啸一般令人心魂发颤 不过不少高手也见识到了 什么才是最顶级最威武的鄙视 如果说魅影刚才展示的是天下无双的身法 那么现在这场战斗才真的让人热血沸腾 酣畅淋漓 但是这时候 澹台铁树忽然发现了一点不寻常 因为他似乎忽然感觉到身边好像少了一个人 不可能 怎么会有如此逆反的感觉呢 澹台铁树缓缓地扭头 骇然间发现一旁站着的一军 正有点出神地傻站着 手部在微微地抖动 几乎都是陈糊涂或蒋佛因那种招式的简化版 动作幅度也不大 眼神看得有点直 整个人好像已经陷了进去 但是义军的气息却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 当他真正陷进去之后 似乎就融入到了空气当中 只要不是亲眼看到 那么哪怕就在身边也难以察觉 甚至连澹台铁树这样的大高手都察觉不到 别人怎么能够感知呢 澹台铁树何等的经验丰富啊 一下子就联想到 义军这家伙有了重大的感悟 造坏啊 这种感悟就是提升的阶梯 虽然不知道步入更高的传奇境界需要几步这样的阶梯 但总归是越来越近了 临门一脚随时都能闯进去 或许就是今天这次就有可能让他闯过去 这一点谁也不能保证 蒋佛英苦思十年成了正果 陈糊涂当年在全台杀了八十一人之后豁然开悟 这两位进阶传奇的难度都可谓不小 媚影子简单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连夜击杀了不知道多少高手 结果天亮之后蓄日东升 照破山河万朵 于是就彻底通透了 所以谁也不知道一个最顶级的太岛会在什么时候进阶 但毫无疑问的是 义军陷在这种感悟的时候 是最可能完成突破的 坦台铁树生怕别人打扰 因为他知道这种情形的难得 但是他又不敢过分地出声 于是悄悄给韩蒙使了个眼色 示意韩蒙站在义军的另一边 保持距离但要保持安全 绝不能让别人打扰义军 此后 坦台铁树又相继暗示了夏龙雀和媚影 于是这两个女子在惊讶之余 也兴奋异常地来到了义军身边 一前一后 但前面的媚影不会傻乎乎地挡住义军的视线 只是在他侧前方保持侧影 一尊传奇三大太斗 未处四面给义军护法 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超级豪华的大排场 夏龙雀心里欢喜得不行啊 心说自己这便宜儿子要是真的成功进界了 那可是天大的造化 虽然以义军这个年龄 不如那一步可能是必然的事情 但谁也不曾想这一天能来得那么快 到时候 自己真的去逛大街 左边一个传奇儿子 右边一个传奇儿媳妇 够嚣张 够拉风 媚影同样是这样的想法 而且暗叹自己的眼光不赖 要是能找一个传奇级的家伙当劳工 这事当然不错 不管再强的女人 总有点小小的女儿心思 渴望自己的男人能够有种强大的安全感 只不过 能够让媚影产生这种感觉的男人 太难找了 天底下没几个不说 而且都是蒋佛因这样的老家伙 唯独异军 似乎是这个最有可能的一个 韩蒙没心没肺 笑咧咧地站在一边无声无息 他希望大哥进阶的心思很朴素 很现实 以后跟人打架 他们祸害别人的能力更强悍 总之 现在这四大高手心里头乐滋滋的 但是神色却严肃一场 如临大敌 保护好异军这个难得的状态 是眼下最大的事情 甚至比陈糊涂的胜败更加重要 而此时谁要是敢来捣乱 恐怕四大高手会当即灭了他 现在 只要是不触动异军 就不会将他打扰 因为他陷入的是一种玄妙的境界 跟普通的睡眠并不一样 哪怕别人因为战场的形势 而生死力竭的嘶吼 也不会将他的顿悟给打断 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也就不能称为顿悟 只能称为发傻 唯一需要关注的 只是不被人偷袭 也不要被人拍打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微妙了 陈糊涂和蒋佛音之间的优势 已经分不清 似乎随时都可能分出胜负 而且任何一方能够获胜都不意外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势均力敌的架势 这就是万物相生相克的大道 在发挥作用 就好像蒋佛音天然压制魅影 陈糊涂的战法和特质 也刚好是蒋佛音的可行 虽然境界稍低一点 但这份压制相克 让两个老头子保持了 近乎变态的势力平衡 义军这样的顿悟 显然不仅只有坛台铁树 他们能看出来 至少在不远处 还有一尊太斗在观望 也就是杨家那位大高手 此外 段家那位顶级大师 也瞧出了端倪 对于这两位高手来说 义军显然是未来的劲敌 也是叶家将来的顶梁柱 假如义军的能量再度膨胀 对于杨家和段家 会是一件不爽的事情 要知道 一尊传奇的威慑力 是何等的巨大 此外 哪怕不考虑传奇的格斗实力 仅仅考虑到他的巨大影响 同样会使几大家族的实力对比 产生进一步的倾斜 当知道了 叶家自身都具有一尊传奇 别的势力会怎么看 恐怕摇摆不定的那些势力 会倒向叶家 而那些仕途和杨家 段家结盟的势力 也可能涉于叶家 传奇的威力而畏缩不前 到时候 杨家和段家会有点悲剧 本来 杨家段家不必如此忌惮一军 毕竟原来杨家和叶家 没有刻骨的打仇 但是刚才 杨家的公子杨西照和段家公子 段天和 刚刚和一军叶之妃交恶 也不知道 这种恶化会不会进一步深化 所以 此时杨家和段家的两大高手 也有点担忧 与此同时 也将这点忧虑悄悄告诉了 各自的家主 两大家主一听 顿时都有些惊讶 他们是人精啊 脑袋豪使得很 知道一尊传奇对于双方的实力对比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打断一军 两大家主和两位高手 瞬间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们也都知道 一旦怎么做了 会让他们和叶家的关系 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特别是看到了魅影 澹台铁树 夏龙雀和韩蒙四大高手 严阵以待的时候 就明白 一旦坏了一军的好事 不知会遭遇何等生猛的反扑 但是这四大高手 外加一军 这五大高手 要是铁了心反扑的话 都能把别的家族给吓死 更何况 战场上虽然两位老头子 打得正欢 但说到底 都是叶家的朋友 蒋佛音是叶家的东窗作师 陈糊涂是叶家甘女儿的 第一彪王 要是五大高手 加上这两个老变态 恐怕只要狠下心 不计后果 那么灭了两大家族的 核心成员 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打断一军会很危险 不打断的话 就等于坐看叶家的实力 进一步膨胀 对于这样一个纠结的态势 杨家和段家的两大家主 都感到极端的淡疼 而这时候 陈家那位代表 也悄悄地凑过来 这是一个大师级的高手 是家主陈印希 象征性派来观礼的 相对而言 陈家更不希望 叶家不停地膨胀 因为杨家和段家 也只是跟叶家 有点不对眼 但陈家和叶家 却有着生死大仇啊 特别是几十年前 这个义军还在 强保之中的时候 陈家就丧心病狂地 发动了攻击 多少次试图将 义军和叶熙 掐死在摇篮里 这样的仇恨 哪怕义军 能够选择性地忘记 而陈家也不会心安 做了亏心事的人 不会完全相信 对方能够彻底 化解心中的仇恨 所以 陈家这位高手 是真的想要搞破坏了 陈家这位高手 悄悄来到杨家 和段家几人的身边 环顾四周 瞅了瞅 没有被人在意 这才低声说 那个义军 样子似乎有点古怪 杨家态斗 冷冷地一笑 何止是古怪 老弟你既然看出来了 又何必这么 遮遮掩掩地说话 陈家这位大师 并不理会 杨家的激方 因为现在大事要紧 毕竟义军 随时可能 结束顿悟的状态 到时候 鬼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陈家大师笑声说 只看出一点 只是没敢确定 如今 孤老爷子都这么说 看来真是如此了 后生可畏啊 叶家这小子 怎么就这么变态 孤老爷子 顾王朝 就是杨家 供奉的这位台斗 顾王朝点了点头 忽然又笑了笑 真是可喜可贺呀 后辈之中有这种人才 难得 回头 要向叶娇阳和叶晴空兄妹 好好庆贺一番 加油麒麟子 实在令人赞叹 段家那位大师 也笑了笑 确实可喜可贺 不知道叶晴空兄妹 会乐成什么样呢 顾王朝子 年续一笑 不过 叶家的对手 可能要麻烦了 段家高手 也抱一一笑 您说 义军会不会继续找 段天和 还有杨夕赵 这俩孩子的麻烦 回头要约束于下 不要招惹 义军这位 可能的传奇 顾王朝子 摇着头说 无妨 小孩子间的事 哪能影响到 家族的踏实 这些后辈们 磨磨牙也正常 一代代都是这样 叶家兄妹 不会因此 而记恨咱们 回头 把西昭和天和 规劝一下 也就是了 杨家和段家 这两个老家伙 一唱一和 把事情说得 似乎很简单 照他们这么一说 叶家 段家 还有杨家 就没有什么 生死大仇 无所谓 到时候 叶家出现了 一尊传奇 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下一辈 年轻人之间的 打打闹闹 那是小孩子 间很正常的事 勾不成 家族间的仇恨 这些话 当然都是说 给陈家 这个高手听的 因为杨家 和段家的人 也都明白 陈家这老家伙 凑过来 就是想借刀杀人 试图联合 杨家和段家 一起坏了 叶家的好事 而要是 陈家这家伙 单独动手的话 那么非但 可能办不成 甚至还会 被魅影等 四大高手 当场给撕碎 更有甚者 会给陈家 带来巨大的灾难 你要来 借刀杀人 难道我们两家 就傻乎乎地 给你当炮灰 去死吧你 都是老狐狸 道行都不险 何必玩这一手呢 陈家这位 自食的一笑 两位倒是看得开 不错 回头我也建议 我们家主 向叶家祝贺一下 叶家实大呀 幸亏陈家前阵子 和叶家达成了和解 对了 我们陈家 准备将家主的大千金 许配给叶之飞呢 这件事已经 向叶清空提起了 叶清空似乎也同意 就看叶之飞这孩子 本人的意见了 说完 陈家这高手 也淡定地站在那 笑眯眯地看着现场 一会儿看陈狐图 和蒋佛音的格斗 一会儿看义军的顿悟 好像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一样 但是这样一个 联姻的消息 着实把杨家和段家的人 惊得不清 怎么 陈家眼看着大势一去 竟然要彻底 向叶家投降了吗 真要是那样的话 叶家就更难以控制了 而且 杨家陈家段家 那个松散的联盟 基本上会瞬间崩溃的 个怀鬼胎 就看这几个老家伙 会不会达成一致 对义军下手了 事实上 陈印西还没有 卑微到如此的地步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当年的恶少之首 不会卑躬屈膝的 但是 陈印西的老婆 为了留一条后路 倒是央请某位 在朝的大佬 撮合了一下 看叶家的叶之妃 是否有了欣赏人 要是没有 那就看看 他陈家的闺女怎么样 连陈家的主母 都没抱着成功的打算 无非是在女人之间 稍微示好一下而已 到时候万一 陈家叶家闹得不可开交 双方倒还留下一个 私下的缓冲和协调的渠道 这就像当年 华美两国 虽然在政治上互相敌视 但不排除 还有乒乓外交 这样的民间渠道沟通 叶清空也知道 对方的用意 且前来提出 这桩婚事的那位大佬 也是要给几分面子的 所以当时叶清空没有拒绝 只是说孩子们的婚事 还是孩子们自己拿主意 到时候问问叶之妃本人再说 仅此而已 但是 陈家这个代表 却把这件事 给悄悄抖楼了出来 而且添油加醋 谎称叶清空已经同意了 这本来是个机密 不该这么明目张胆地说 由此可见 陈家这个代表 有点急迫了 孤王朝和段家高手 脑子飞转的 仔细考虑这件事的性质 他们两个都明白 陈家这个代表 有种淡淡的威胁意味 要是正常条件下 陈家这个高手 不会轻易说出陈家意图和叶家联姻的事情 因为这东西应该是机密的 但现在既然已经说了 那就是一个态度 你们两家要是不帮忙 那我们陈家就要自顾自地行动了 爹死娘家人 个人雇个人 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显 假如任凭异军爆发 到时候叶家就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尊传奇 属于自己的 这和邀请的 聘用的那可不是一个概念 哪怕叶家有魅影和蒋佛音两尊传奇作为朋友 但终究是外人 这样的两尊传奇对叶家来说 绝不如一个叶性人本身成为传奇 更有意义 到时候 叶家的影响力会更大 依附于叶家的那些高手 又或者和叶家交好的那些大能 蒋佛音 澹台铁树等人 对叶家会更为尊重 因为单纯从武道角度讲 叶家也有了足够被人尊重 被人拉拢的价值 陈家这个高手心里头那个疾忆啊 他真想破坏了异军的这个好事 免得将来做大之后伟大不掉 再也无法制衡 但是他也知道 单凭他自己的实力 绝不可能干扰到义军分毫 甚至 估计他尚未近身 就已经被魅影等人给一刀捅死了 因此 他必须借助于杨家和段家 不管怎么说 杨家还有一尊太斗在这里 虽然不可能抵抗义军 什么那些惊人的高手 但做出一些干扰 是很有胜算的 而这两家一旦铁了心愿意帮忙 那么陈家主母那个所谓的联姻 黄了也就黄了 反正本来就没抱多大的希望 而杨家和段家 要是不肯帮忙 对不起 你们不仗义 那么我们陈家也只能自顾生路了 也别嫌我们陈家私自沟通叶家 确实算是要挟 但杨家和段家却不能不重视 历来 他们几家都是一个松散的同盟 关系也向来不错 要是因此而让叶家继续膨胀 同时再把陈家推向了叶家的身边 形势就太不利了 虽然陈家此前对叶家下过重手 但谁知道叶清空的度量 究竟有多大呀 在现实的利益面前 以往的仇恨或许可以被抛到一边 一个合格而成熟的家主 不会太感情用事 这跟政治差不多 顾王朝和段家的高手对视了一眼 而后各自向两边闪了几步 分别对自己的家主说了几句 结果杨家和段家家主顿时变了脸色 这两位家主擅长于权谋 比顾王朝等人更重视豪门圈子里 总体势力板块的变动 将会引发何等重大的后果 想当初周家一不小心转变了立场 就导致袁家也随之和叶家交好 以至于轻可见让叶家成为无法制衡的存在 假如陈家要是变了风向 问题可就高大了 随后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 杨家家主杨宇婷和段家家主段英豪 几乎同时点头 随即 孤王朝和段家高手又回到了刚才的位置 分别站在陈家高手的身边 陈家那个高手有点小小的得意 但表面上不动声色 好似更加关注陈胡图和蒋佛音的大战 事实上 这老家伙心里头已经乱成了一团马 就怕杨家段家不受要挟 那可就不妙了 结果 顾王朝貌似观看着战斗 但嘴唇却微微一动 老弟 看杨在义军似乎要成事了 这种状态说长就长 说短就短 随时可能清醒过来 陈家高手点头笑了笑 而段家高手则愣笑着 看样子 你们陈家确实准备恭喜叶家了 陈家高手一看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也不能再拉硬弓 否则拉崩了就没得玩了 于是他低声说 不恭喜又有什么办法 难道我现在冲上去搞破坏 就我这两下子 你们瞧义军身边那四位 哪个是好惹的 那你的意思是 段家高手问着 陈家这位一宁谋爽 只能咱们配合一下 才能成事 兄弟不猜 一身十三太宝横练 不敢说刀枪不入 但是冒死被太斗级高手打一下 保命没问题 刘老兄练的是正宗佛门外加功夫 恐怕也能撑得住 所谓的刘老兄 就是段家这位大师级高手 无论陈家这位 还是段家这位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而且因为修炼的都是 强横的外加功夫 所以抗击打能力很强 要是拼着被韩蒙等人揍一下 硬冲到异军身边 制造一个小小的意外 还是有可能的 此时三个人都已经明白了 该怎么做 顾王朝点了点头 心知肚明 于是就在众人毫不在意的时候 顾王朝忽然假模假样的 力声呵斥 险些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 你们两个混蛋 不信老夫的眼光也就罢了 还敢除言不逊 那位姓刘的也冷笑着 说你老眼昏滑还算是轻的 自负当年误打误撞 进了太斗级 还真以为比别人高一头了 而陈家那个高手子哈哈冷笑 你这所谓的太斗 我看也是太斗级别中 名不符实的吧 这是要战哪 而且一旦三个人打起来 就有机会将姓刘的 和陈家高手送到义军的身边 哪怕是连滚带爬的过去 当然 外人不明所以 愣乎乎地看着这边 心说今天这乱子可真大 搞得人是一头的雾水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陈糊涂和蒋佛音大战的同时 这边倒有几个高手乱作了一团 甚至要大打出手 这不是添乱吗 虽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陈糊涂和蒋佛音吸引 但是对于事关陈家 段家 杨家 三家高手的内讧 还是比较关注 因为这三家要是有了什么大矛盾 肯定会引发整个豪门势力版图的剧烈变动 事发比较突然 以至于所有人都有些浑浑然 唯独有一个最清晰的 就是远处的坛台铁树 这个大警卫长保护大首长多年 经验丰富的变态似的 对危险和阴谋的嗅觉也如夜狼一般敏感 此时的他 就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危险 不言不语的 坛台铁树转移到了异军的左侧 这也是贴近顾王朝等三人的那一侧 完成了跟韩蒙的换防 同时 他也稍稍给魅影等人递了个颜色 好让魅影和夏龙雀有些防备 与此同时 顾王朝已经和陈家段家 两个大师级高手交手了 似乎是怒不可遏 顾王朝力道不算凶混 走的是太极的路子 只不过这可不是台上表演的那种花架子太极 而是真真正正能够杀人于无形的狠招 浑身的气筋貌似柔和 动作行云流水 但是一般人一旦贴身 几乎是沾到哪里哪里疼 撞到哪里哪里伤 而且练甲子都知道 被太极高手近身了 说不定一个貌似不经意的小动作 就能把人摔出个五米八米的 有时候一点肉眼看不出的蝉丝劲 就能让一个暴猛的高手手腕子折断 当即摔倒 果然 顾王朝这个态斗还是技高一筹 就在断甲那个姓刘的高手一不留神之际 被顾王朝抓到了机会 几乎毫不费力 就把这个姓刘的推出去很远 虽然这姓刘的勉强稳住了平衡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 蹭蹭蹭倒退了七八米 只不过在急速倒退七八米之后 不自觉地转过了身体 面向义军等人 而这姓刘的似乎杀不住车了 依旧被强大的惯性推动 继续向前冲刺 此时他要是冲到了义军的身边 必然会把义军一下子撞倒 到时候 所谓的顿悟肯定会戛然而止 而几乎部分先后 陈家那个一身横练的家伙 也被顾王朝给推开了 同样 也很巧合地奔向了义军这个方位 好像义军就是一块磁铁 吸引了这两个家伙准确赶来似的 而顾王朝哈哈大笑 也随着冲刺过来 貌似要追那两个被他推过来的家伙 于是 三个人的战团瞬间转移到了义军的身边 而且 先前被猛推过来的两个大师级高手 已经身不由己地到了义军身边一米远的地方 而且几乎要和澹台铁树面对面了 说是这些动作 但实际上只发生短短的一两秒钟 要不是澹台铁树这样的高手有了提前的准备 现在恐怕会有点措手不及 只凭本能的反应 同时应对两个大师级高手的冲刺 还真有风险 更何况 这两个一身铜皮铁骨的大师级高手 本就抱着宁肯被打的想法 澹台铁树毫不留情地出手 要把姓刘的给打出去 但是那姓刘的好像立足未稳 分不清敌我 遇到攻击也本能地还击 这些都装得很像 好像是人的本能 而在这姓刘的纠缠澹台铁树的同时 陈甲那个高手也扑向了一军 因为澹台铁树跟姓刘的在纠缠 使得防御的位置暂时出现了一点空白 陈甲这个高手瞅准的就是这点漏洞 还好 侧前方的魅影当即补足了这个空白点 陈甲的高手虽然有所准备 但也没想到魅影的速度超乎预料 当魅影的一记手刀劈砍下来的时候 这家伙本能地抬胳膊一挡 挡是挡住了 但胳膊生疼 饶使他一身十三太宝横练 哪怕魅影只是一尊女传奇 但攻击力道依旧让他震惊 手臂上有点火辣辣的疼 原本拼着被打也要冲过去的想法 忽然变得不切实际了 因为他觉得 假如自己真的被打一下 恐怕就要永远地倒下了 奋力的格挡 陈甲这个高手作为事件的挑起者 此时忽然率先有了退缩之意 还好 当太斗顾王朝也冲过来的时候 姓刘的这两个压力陡然降低 毕竟受到两堆人的阻挡 夏龙雀和韩蒙难以准确地走准位置 而顾王朝一到 当即对姓刘的出手 貌似攻击姓刘的 但却偏偏对坛台铁树形成了制约 就好像是帮到忙 终于 姓刘的被顾王朝再度一推 身体猛然冲向了一军 坛台铁树想要阻拦 没想到顾王朝一步踩在了 谭台铁树和姓刘的两个人中间 要不是谭台铁树 估计到这个顾王朝可能是不经意 这个大警卫长刚才就下死手了 但是现在 有些晚了 此刻姓刘的已经冲到了一军的身边 看起来亮亮强强 但实际上冲撞力十足 就好像一头失去平衡的野牛 疯狂地撞向了一军 假如就此撞向一军的话 那么事后哪怕一军恼火 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不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对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这伤了一军 但是却打断了难得的顿悟 而义军到时候说正在顿悟 被他们给打断了 谁信呢 要是这么说 听起来更像是在讹人 难道就那么巧 人家一撞你 就碰上你顿悟了 一辈子能有几次顿悟啊 就撞得这么是时候 要是这么说 那你还不如说自己在修炼仙法 马上就要成仙非生了多好 那不是胡扯吗 吴王朝他们所需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让义军吃了梦亏也有苦说不出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计策 但是很有效 而现在 这个计划虽然受到 澹台铁树他们的阻拦 但最终还是要马上就实现了 成与不成 就在姓刘的这一撞 碰的一下 就在夏龙雀一刀刺过去的时候 姓刘的还是撞在了义军的身上 虽然夏龙雀那一刀刺中了姓刘的大腿 但是义军也被撞得猛然一震 终于还是不要脸的撞上了 顿时 夏龙雀是破口大骂 我操你爷爷 就在姓刘的撞在义军身上那一瞬间 陈糊涂和蒋佛音的大战也已经停止了 最终的结果 是两个老头子都已经气喘吁吁 以陈糊涂这种全力进攻的态势 能和对方同时支撑到精疲力竭 而且是和一个以体力建长的传奇死拼到这个时候 简直能把人惊爆一地的眼珠子 难以想象 要是换了其他人 谁能在陈糊涂这种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之下 支撑足足十分钟的时间 哪怕不被他给打死 也得被强大的压力折腾的警神崩溃 幸好是蒋佛音做他的对手 一尊传奇不仅有强大的实力 同时也有强大的意志 这才支撑到了这个时候 到最后 陈糊涂终于孤注一掷 拼着自己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变态防御能力 任凭蒋佛音一拳击中自己的左肩 而同时的 他那条杀人无数的腿疯狂抽出 宛如一条被强力机器挥舞出的钢鞭一样 猛然抽打在蒋佛音的腰部 尖头被击中 本来不是要害 但要是一尊暴力的传奇猛力一击 恐怕还是可能把尖头的锁骨击断的 但是蒋佛音可不敢把所有力道都用在这一拳上 因为相对于自己的这一拳 陈糊涂那一腿会更加要命 这一腿 击中的位置恰是蒋佛音的肝脏部位 这是个重要地方 要是被陈糊涂这种力道击中 哪怕就是不死 后半辈子也必然留下永久性的内伤 对于一尊志在天下第一的传奇来说 为了一具争强斗上的口角 就被一个太斗留下如此沉重的伤害 实在不值得 所以蒋佛音未能把全部的力道用在那一拳 保留了相应的余地 格挡了一下陈糊涂的那条腿 但即便格挡了一下 那一腿依旧像是一把巨大的战斧 把蒋佛音的身体愣是横着给抽飞了 一尊传奇 人高马大 体重两百斤的传奇强者 竟然被人一推给抽飞了 当然 陈糊涂的肩头所中的那一拳 虽然不是蒋佛音的权利 但也非同小可 陈糊涂的身体进步中猛然倒退 甚至险些站立不稳坐在了地上 但膝一软 幸好一只手按住了地面 那膝盖距离地面已经不足三厘米 拳皇的膝盖不能着地 这是一个老拳皇的尊严 陈糊涂硬撑着身体缓缓站了起来 哈哈大笑 而在对面 被横着踢飞两三米的蒋佛音 先是一愣随即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尊不动冥王虽然骄横跋扈 但是对于真正的强者 特别是和他一样的暴力强者 还是抱有尊敬的 而且他也已经大体知道了陈糊涂的身份 唐龙 你是不是几十年前横扫世界拳坛的那个弗兰克臣 陈糊涂笑了 今天这一战打得酣长淋漓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以太陡的境界 依旧没弱于一尊传奇 这让陈老头为之自豪 正是在下 隐姓埋名几十年 行将就木也就不在乎什么了 唐龙 弗兰克臣 这个曾经的黑拳传奇没死 相反还依旧保持着堪比传奇的强大战斗力 高水平的链家子都知道 黑拳拳皇虽然青壮年时代近乎无敌 但是到了老年必然大大的衰退 而唐龙能以老年之躯 依旧占平了一尊传奇 可谓是黑拳历史上一个大大的奇迹 当然 蒋佛音这次也不算太丢人 因为唐龙这个名号实在是太响亮 特别是在舞蹈圈子里 所有人都将之视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存在 曾经的传奇也是传奇 和这样一个传说级的人物打成平手 假之先前通过魅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蒋佛音的脸面不算太难看 这样一个结局貌似皆大欢喜 但是陈狐图却眼角一抖 发现不远处已经乱作了一团 蒋佛音也宁目看了过去 那边真的是乱成了一锅粥了 魅影 澹台铁树 夏龙雀 韩蒙 顾王朝 还有陈家 段家两个高手 一群人乱作了一团 姓刘的撞在义军的身上 而夏龙雀一刀劈在姓刘的腿上 此后韩蒙怒冲冲地杀过来 一个搓踢踢在陈家高手的小腿上 又补了一拳 全乱套了 要不是不明所以 恐怕魅影等人早就下了杀手 但现在事已至此 杀了对方也没用 而且会引发几大家族的大乱子 他们撞断异军的顿悟 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像是讹人 而魅影等人要是杀了顾王朝等人 反倒是实打实地杀人 这个罪则难辞其咎 夏龙雀和韩蒙在怒骂 澹台铁树 看到自己作为朋友的职责已经尽到 就稍微躲开 免得牵连到这些顶级豪门的恩怨之中 虽然从内心深处 澹台铁树已经断定顾王朝等人 这是在故意行凶 只不过义军会吃这个哑巴亏吗 本方所有人都恼怒不已 大家都愣愣的 夏龙雀甚至对着杨家等人怒吼着 我儿子在顿悟 被你们无耻地打断 等着 这事没完 什么顿悟 杨家家主杨雨婷装杀重愣 反正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从不练武的 说不明白这件事也合情合理 同样的 还有段家家主段英豪 装糊涂 你放屁 夏龙雀怒吼着 扬起龙雀刀就要杀人 还是魅影一把抓住这个便宜婆婆 因为魅影知道 假如夏龙雀杀了段英豪 或杨雨婷这样的巨头 那么事可就惹大发了 顷刻间就是滔天大祸 此刻陈狐徒子摇头叹息 或许连续看到我们几个人格斗 让他产生了感触 上天给他大造化 只可惜 蒋佛音也摇头 果然是在段悟期间 只可惜被打断了 也不知道 怎么被打断的话 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可测的影响 魅影则冷冷地说 是在段悟 甚至可能晋升为传奇 我和澹台大警卫长等人严加守护 只不过还是被打断了 哪怕杨家和段家等人想要抵赖不承认 但是这是三尊传奇同时做出的评价 要是再不承认 难道同时否定三尊传奇的眼力吗 面对三尊传奇的一致评价 任何人都要相信他们的眼光 所以杨雨婷和段英豪虽然心里头 暗骂三尊传奇一个鼻孔出气 但还是装出了愧疚的神色 段英豪假装震惊 哎呀呀 原来是这样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呢 杨雨婷装得更像 直接怒斥孤王朝 这可是相当罕见的 因为每一个泰斗在自己势力集团里 都是受尊敬的存在 顾老师 您也太莽撞 哎 怎么说你呢 各位 顾老师也是无心之措 这才冒犯了叶家侄子 这么着 你们看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还是赔偿 其实我也不懂武道里面的门道 你们说该怎么办 夏龙却等紧闹了 赔偿 赔你娘 损失了一尊传奇 你怎么赔 我儿子本该进阶传奇之境 你说一句赔偿就完了 杨雨婷和段英豪都没说话 此刻的顾王朝忽然错开一段距离 传惜着说 要说义军公子在顿悟 我不敢说不是 毕竟三位传奇都认定 但是顿悟也未必一定能进阶吧 要是这么漫天开架 那可没道理可讲了 三位都是传奇 应该知道这天底下的传奇 屈指可数 哪有这么轻而易举 就冲进去的 何况还只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公子哥 这一句话一说出来 顿时把几位高手都噎得说不出话来 确实 哪怕处在顿悟的状态 也不至于说就能突破了 或许是实力的提升 或许是箭矢的增长 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能是顿悟的效果 再说了 义军已经是太斗级的高手 再突破就是传奇 可传奇的门槛是这么容易进入的 要是一个顿悟就进去了 那么天下的传奇 为何一直没有突破过个位数 夏龙却还想争辩 但这时候已经有点扯不清的味道了 这个暴力的老妞猛的一脚 把姓刘的给踢开 顿时爆发出挖牙一声 刚刚被大腿捅到的这位 又被踢在了大腿上 好在他一身铜皮铁骨 练的就是佛门金钟罩之类的功夫 太斗级的高手一脚虽然厉害 但还不至于将他骨头踢断 他也想站起来好两句 但考虑到对方在气头上 而且自己一方离亏 也只能认了 再说 要是跟夏龙却这样的暴力太斗扯不清 自己铁定占不到便宜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只看到义军双臂扬起 似乎在缓缓地打拳 速度极慢 但是相当地专注 明明是八级拳的套路 但打出的却是太级拳的速度 怎么了 傻了 但是 刚才明明被那个姓刘的给撞了 应该从顿悟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了呀 可是现在 怎么还晕晕乎乎的 甚至于 义军的眼神都有些发直 一看就很不正常 仿佛有点失神 但是套路架子一丝不苟 慢却很有节奏 只不过出手虽慢 但却仿佛有庞佩的力道蕴含其中 更诡异的是 其动作协调性太强了 虽然这么慢 但是运动的速度极为均匀 肢体滑动的轨迹 有种说不出来的舒适感 赏心悦目 这一种场景有点怪 夏龙雀甚至脱口惊出 我的儿 不会是走火入魔吧 王八蛋 真要是这样 老年我 等等 蒋佛音忽然一回手 仔细看了看义军 不 我倒觉得 这种状态应该是 比顿悟更加难得的出神 一旦有人陷入了出神的状态 整个人的心神已经遨游太虚 不有本能意识控制 但是他实际上领悟到的 会更多 更有力 等一等 大家不要打扰他 魅影也差异地点了点头 我也听说过出神的说法 但是似乎这是一种传说形式的状态 因为太难得 所以没听说谁发生过 有 陈糊涂说 当初传闻明朝大宗师张三丰假死 后来功法更进一步 宛如神人 老辈子曾说 其实那就是出神的状态 只不过这种状态太难得了 只有传闻 见到的话今天还是第一次 希望义军就是这个状态 那就真的可喜了 夏龙雀此刻那个美啊 虽然依旧有点小担心 但多半还是被这个意外之喜给充斥了 我了个去 顿悟都如此难得 更何况是传说一样的什么出神 义军这小子果然是紫气浩荡 运气简直太好了吧 被那姓刘的从顿悟的状态中给撞出来 马上进入了更高层级 也更加难得的出神状态 当然 其余所有人都震惊了 也暗叹义军真可谓是大糟化 要说三尊传奇一起做出的评价 哪怕都不是太决定 但至少有七八成可信 真要是这样 义军醒过来之后 岂不是铁定达到传奇那个可怕境界了 对于传奇的可怕 现场的人算是灵教了 太生猛 太恐怖 为了保险起见 夏龙雀还不忘补充着问一句 两位老爷子 我儿子确定不是走火入魔 废话 蒋佛音说话向来不留情面 你听谁说过 现实中有什么走火入魔了 那就是内功练家子练差了气 无关大碍的事 又或者练功时造成了暗伤 特别是脑袋上的伤 这才造成个别疯疯癫癫癫的现象 真要是随便练功都练疯了 那不是胡扯 所谓的走火入魔 被妖魔化了 现实中没那么玄乎 特别是义军现在的状态 肯定不是 这还差不多 夏龙雀算是彻底放心了 毕竟陈护图是外加权高手 魅影是暗杀之类的高手 唯独蒋佛音是那家高手 说这些最具权威性 他说义军不是走火入魔 那就肯定不是了 出神 儿子你赶紧出 等你醒过来的时候 希望能给老妈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仅仅是夏龙雀 其实其余所有人都在等着 哪怕杨家和段家的人 也都想看看随后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杨雨婷和段英豪有点懊恼 安麻义军这狗屎运踩得也真狠 故意破坏不成 反倒进一步成全了他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事实上还真的不是这样 连三尊传奇都看走了眼 此时的义军 正在那貌似梦游一般的手舞足蹈 打的是正宗的开门八级 但那速度慢得令人发指 如今这状态还真的出神 爹妈站在面前估计都认不出来 而忽然间 义军的那种招式变了 随之而来的 是一种爆裂的气氛 疯狂的涌动 他的身体抖人间加速 竟然和魅影不相伤下 刚才已经有人评价 魅影真可谓天下无双 至少那速度是无双的 结果这话才说了没半个小时 马上就有人爆发出了 同样变态的速度 简直能吓死人 而更加细心的人能看出来 义军此刻不但速度快 连身法都和魅影有些相似 腾罗起伏煞是惊人 更惊讶的是魅影自己 他以前可是见过义军奔走的 速度虽快 但身法的曼妙程度却不如他 可是现在倒好 这祸怎么一下子就误了 在魅影有点琢磨的时候 义军已经冲出去好远了 他所冲出去的方向 却是刚才撞了他的那个姓刘的 这个姓刘的刚被夏龙雀捅了一刀 又踢了一脚 这才站起来不久 就被义军给盯上了 义军是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腿 有高手憨然发现 这一腿可真是凶狠 而且相当的眼熟 特别是随后的组合腿法 连环施展开来的时候 那熟悉程度就更加让人震惊了 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陈糊涂 现在这一套组合腿法 辉红磅礴 无间不摧 同样打出了陈糊涂的味道 不仅仅是形似 甚至是神似 连威力都相似 那姓刘的哪能筋得住这个呀 勉强格挡了两下 甚至还二逼的踢腿 跟义军的腿对撞 他练的是金钟赵一类的外加功夫 身体坚韧程度相当强悍 刚才夏龙雀的全力一踢 也没能把他的腿踢伤 所以姓刘的这位有点自信 他准备通过两个人腿部撞击的力量 趁机逃离和义军的打斗 因为他看得出来 自己远不是义军的对手 更可怕的是 现在的义军仿佛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魔鬼 甚至像是一个抽干了死围的僵尸 只知道站 不知道停 这一点 连其他人也看出来了 果然是出神 看样子是身不由己 全凭本能的行动了 可是 这姓刘的也自信过头了一些 当他的腿和义军相撞之后 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厉害 咔嚓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脆响 响爆了整个打听 哪怕是不懂功夫的寻常人 也能猜出是有人的腿舌了 当然 不会是义军 兴刘的那身体在这一击之下 简直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 跟头流水时的出去了七八米 而当他试图粘起来的时候 竟然陡然间撕心裂肺的痛叫惨呼 他没能粘起来 因为刚刚试图粘里 那条腿就以一种畸形的角度向外一软 再度倒地 断了 一腿就把他的腿装断了 而首都圈子里的脸颊子都知道 这姓刘的一身铜皮铁骨相当恐怖 一腿能扫断一棵树 没想到在义军的面前 竟然跟豆腐扎似的不堪一击 所有人都嗖嗖的冒冷汗 从尾巴骨一直延伸到了后脖梗子 浑身都凉嗖嗖的 而义军则像野兽一般扬天长孝 吼声真像是一头出山之虎 浑厚而又疯狂 所有人都觉得 义军现在简直疯了 不可阻挡 而随后 义军却并未停止 而是疯我一般冲向了杨家太斗 顾王朝 顾王朝大惊失色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义军现在的实力太过惊人 根本不可忤逆 于是 顾王朝这老头子 不过脸面的猛然转身 一下子跳跃到了背后的桌子上 试图越过桌子向二楼奔逃 但是 义军的速度太快了 当他的脚刚刚点在了桌面上 义军就已经冲了过来 一拳把那桌子砸了个粉碎 当然 顾王朝这一脚也点在了空处 浑身的力道使不出去 反而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极端狼狈地 踩在了地面上 险些摔倒 而不等他回过神来 义军已经压了上来 恐怖的气息将顾王朝笼罩 是彻骨寒冷 杨家家主杨玉婷大惊失色 急忙喊叫 因为顾王朝是他杨家唯一的台斗 也是家族之中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万一顾王朝有个三长两短 那这种损失就太大了 秦妹 赶紧喊住义军 杨雨婷大惊着吼道 叶晴空恨不能让义军撕碎了顾王朝 哪里会喊停啊 不过表面上表示无能为力 雨婷哥 你看小军都被你们的人弄成这样 还能喊停吗 而蒋佛音也点头说 或许 现在的义军没有独立的意识 只是本能的反击 刚才这三位差点伤了他 所以他现在才无意识地疯狂反击啊 连蒋佛音这尊传奇都这么说 别人也无可奈何了 而且这等于给义军留下了一条后路 哪怕打惨了顾王朝等人 事后也不用顾及什么责任 毕竟现在是无意识的 而刚才是顾王朝等人招惹义军在先 杨雨婷急切地跟热锅蚂蚁似的 但偏偏又没办法阻拦 因为放眼他们这一方 没有人能拦得住 甚至于连一般的太头 恐怕也拦不下了 现在的义军就像一头蜂魔 神打杀神 佛党杀佛 接着义军是一声怒吼 浑身的气劲怦然爆发 气势竟然进一步地爆发了 顾王朝一看 心里苦不堪言死死抵挡 但他悲哀地发现 义军那如潮的攻势太凶残了 根本就挡不住 这就是陈糊涂那种疯狂的进攻吗 太可怕了 由此 人们才真正意识到陈糊涂的凶狠 以及蒋佛英刚才的猛烈 换作其他人 谁也挡不住 碰碰碰 焦急碰撞声不绝于耳 顾王朝如今可真是悲剧了 他从未遇到过这种疯狂的打击 简直不是人 他想脱身出去 偏偏义军的速度太快 一个在速度上有绝对优势的家伙 要是攻击力再有绝对的优势 对手可就苦死了 一旁 陈糊涂竟然柔有兴致地观看 免需点头 他看得出来 义军这次是赚大了 现在的义军 不是在简单地模仿陈糊涂 而是将陈糊涂的功法精髓 竟然不知不觉地学了个通透 当然 或许把魅影那种身法之妙 也给参悟透了 一个本来就是顶级的态斗 要是在学到了陈糊涂的进攻 魅影的身法 并且实现了完美自然的融合 那该是何等的恐怖啊 同样的 陈糊涂既然能看出来 那么魅影和蒋佛音也能看出端倪 这两位传奇都在暗中惊叹 心说义军这家伙简直天赋逆了天 对于一般人来说 功夫学多了就是贪多交不烂 反而耽误事 历来呈大气象的顶级宗师 多半是专门研究一种功法的 只要功夫是好的 那么一种功夫吃透了精髓 就能进入一个极高的境界 而学太多的话 反而会分心 而且耗时间 但是 义军真的不一样 自从跟着一三眼 这家伙就被扎扎实实的打下基本功 那基本功扎实的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 少年时期进行很慢 可一旦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这一家伙的进步 简直可以用非来形容 学什么都快 学什么都会 而且学到手之后 就是精华精髓 莫说是别的拳术 甚至连枪法之类的技术 也是点眼就过 接受能力快得惊人 所以 现在的义军 吃透了陈糊涂和梅颖 那些功夫的精神之处 自然而然就使用了出来 毫无挚挨感 仿佛与生俱来 就已经学了个扎实 难怪陈糊涂和蒋佛因 搭战的时候 义军在旁边 失了魂似的来回比划 原来这家伙是在学 并且将学到的东西 完全融入到 自己的灵魂深处 再也不能剥离了 这义军就像是一个大熔炉 任何铁块 铁钉 铁丝 铁废料 都能够融入其中被炼化 杂质被抛出 而精华的部分 全部被融合到自身里 变成了金刚 现在 义军正用陈糊涂的猛烈攻击 加上魅影那鬼魅无常的身法 疯狂消耗着顾王朝的体力 也消耗着这个老头子的意志力 也幸亏是顾王朝这个太极大师 能够把借力泄力的法门用到极致 这才在每一次的冲击中 最大程度的化解 来自义军的那种可怕的冲击 但是即便如此 也有七八成的力道 作用在他的身上 让他痛不欲生 因为哪怕谢力的功夫再高妙 也要有作用的点 但是义军的攻击太快 以至于他尚未完全化解 那股庞然大力已经穿透了身体 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还算好的了 要是换做其他的高手 现在恐怕已经被义军 打成了一团肉泥 身上的骨头不粉碎个 十处八处的才怪呢 现在 顾王朝这个太斗竟然怕了 怕得要死 他忽然觉得 只要自己稍微一个不留神 极有可能被义军一腿给踢爆了 顾王朝施展出了浑身的谢树 将那太极拳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看似绵而无力 但是 真正的太极拳杀伤力还是巨大的 顾王朝觉得 自己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是脑袋的清醒 而义军可能已经陷入了一种失神的状态 所以 他摸透了义军的套路 希望能通过套路上的认知 寻找到反击的机会 对于一个失神的家伙 只要抓住他一个漏洞 就能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只不过 这个速度要快 顾王朝估摸着 自己最多只能撑两三分钟了 要是两三分钟之后 还找不到义军的破绽 那么自己会很悲剧 所以 在义军那狂风暴雨的打击下 顾王朝极力稳定心神 全力抵抗 但是 顾王朝想错了 就在他自以为抓到义军的破绽 并准备出击的时候 义军的招数忽然变了 刹那间 义军从陈糊涂那种疯狂进攻的态势 变成了一种很力但不识优雅的动作 动作极为规范 简直可以做教科书 在场的练甲子也都看得出来 这是典型的八级拳 从陈糊涂那种疯狂击击术 陡然间转变成了正宗的八级拳 这下子 还真让顾王朝有些不适应 顿时就有些手忙脚乱 古人曾说过 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 作为一文一武两大类型的代表功夫 这两者向来没什么优劣之分 就看施展者的本事 看谁能把拳术吃透彻 看谁的天赋更好 很显然 义军比顾王朝更猛 现在的他虽然好像没了魂似的 但是八级拳却打得原原本本 生猛灵力 一意灵气 以气催力 气势磅磅 内外合一 一旦发出了近视 四面八方简直都是手脚 浑身是手攻防兼备 令人措手不及 他如今是剑缝插针 有戏就钻剑招打招 每一招的出击 都把顾王朝搞得是狼狈不堪 而且 两个人的身体一旦接触 都会传来刺骨的疼痛 让顾王朝生不如死的难受 终于 顾王朝是再也玩不下去了 当义军一击搓踢 踢中了他的小腿之后 顾王朝再也稳不住了 身体一歪 重心失衡 而义军看到了这个机会 那雄厚的肩膀当即就撞了上去 势大力尘 八级拳的贴衫靠是拿手绝技 肩背的撞击力能吓死人 当这一次 撞在顾王朝身上的时候 当即再度传出了一声 清脆的咔嚓脆响 接着就是顾王朝痛苦的哀嚎 原来 这老头子的两根肋骨 被义军活生生地撞断了 不致命 但是对于顾王朝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影响是巨大的 哪怕时候能够愈合 格斗实力也会大大的削弱 能保持一个大师级的水准 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这一次 顾王朝算是再大了 甚至他要明智的话 回头把伤养好 就该赶紧回家养老德了 继续混这个圈子 已经不再合适了 相反 义军这次则是声威大振 四分钟之内 干净利索地干翻了一位太斗 毫无悬念 这简直就有点逆天了 因为即便是一尊传奇 想干翻一个太斗 总也需要三五分钟的时间 太斗就是太斗 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 总不至于像是尼捏的 甚至于 连蒋佛音和魅影都觉得 假如战场上换作自己 也不会比义军做得更好 但是 义军似乎并不满意 依旧像风魔一样地冲过去 直奔已经倒地的顾王朝 似乎是不依不饶 此刻 杨语廷喊得更厉害了 而叶清空也是大惊 刚才要是纵容侄子 教训顾王朝那老头子 也算是结结恨 但是 有时任由义军杀了顾王朝 可就是给义军惹上一个大麻烦 等着上百人的面杀人 这个事太大了 所以 叶清空也不得不喊道 蒋老师 反请您赶紧拦住义军 快 在叶清空看来 也只有蒋佛音和魅影这样的传奇 才能拦住义军了 但是 魅影只是刚刚认识的 蒋佛音倒是自己儿子的老师 所以叶清空情急之下 就请蒋佛音出手 只不过 义军现在已经打风了 所以当蒋佛音拦他的时候 这个货竟然不顾一切的反击 这个陷入风魔状态的家伙 竟然对不动名王 蒋佛音动手了 古王朝在一旁是颤颤悠悠啊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两根肋骨断掉还算是轻的 要是刚才被义军给抓住 再一拳就能要了他的老命 而且 叶家的势力太大了 要事后非说义军当时处在精神不正常的状态 加上这么多人作证 那么顾王朝还真就可能死了也白死 所以 这个老太斗能不心颤吗 不过 这一战是打出了义军的威风 能这么快解决一名太斗 甚至有人已经把他视作一尊传奇来看了 虽然究竟是不是还不好说 至少从战斗力上讲 算是差不多了吧 不如传奇之境 会有一些特殊的 而且是明显的变化 那就至少一种能力提升得很快 快得有点变态 就好像魅影那样 不如传奇之境以后 速度一下子就飙升了 甚至哪怕面对蒋佛音这个同级数的高手 速度也快了一两成 不要小看这一两成啊 因为大家在太斗之境的时候 都已经近乎把自身潜力给挖掘到了极致 那么一两成是什么概念 就好像世界百米短跑冠军似的 速度大约是十秒 但你要慢了两成 变成了十二秒 得了 一般只要是个练短跑的 都能跑出这个速度来 简直是普通人和世界冠军的差距 相当巨大 至于蒋佛音那突出的能力 就是出招的速度 仿佛牵手如来一样令人目不暇接 再比当年的陈糊涂 也就是唐龙 那出腿的力道陡然暴增 一腿飞出简直是强悍如腰 无人应悍 当然 随着境界的提升 除了这最特殊的一项之外 其余的能力也都有一个提升 虽然提升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毕竟都是潜在着 极限基础上的跃升 所以也相当地彪悍 因此一个泰斗 在面对一尊传奇的时候 胜算接近于零 那么 义军这一点就有点另类了 这家伙现在的速度确实快 但他本来就和魅影差不多 所以现在虽然也这么彪悍 但未必就是能力陡然提升了 也不见得就步入了传奇之境 再比如这家伙的腿功 虽然已经等同于陈糊涂的强度 但比陈糊涂当年巅峰直径 还是降低了一些 所以即便达到这个程度 也不能断言他就是传奇 总之 这家伙的状态非常古怪 要是单纯说境界 这家伙还真可能不是传奇 但要是单独比拼战斗力 这家伙应该能跟一尊传奇 打个七魂八素 比如现在面对魅影 估计未必会败 因为即便魅影出手 击败顾王朝那样的态斗 也得需要四五分钟 下面更另类的事出现了 蒋佛音去拉架 结果竟然被异军给反击了 虽然古王朝侥幸活命 但是蒋佛音却被异军给缠住了 这也证明了 现在的异军几乎是神志不清 谁拦着自己 他就会毫无立场地去攻击 蒋佛音知道这一点 所以也没必要跟异军动怒 只能争取把异军给放倒了 尽量让这家伙消停一下 但是那样一来 有可能把异军这个出神的难得状态给打断 究竟该怎么办 蒋佛音是有私意的 甚至他不介意主动打断异军这个状态 虽说他是叶家的朋友 但他只关注叶之飞 现在异军的突然出现 等于让叶之飞接管叶家家主地位严重地动摇 甚至变得希望渺茫 虽然当初异军曾向叶娇阳和叶清空许诺 不争叶家的财产 依旧让叶之飞来主持 但是要是异军年纪轻轻就步入传奇之境 后果会怎么样呢 叶焦阳兄妹看到异军如此生猛 如此有潜力 会不会改变看法 坚持让异军主持叶家呢 而且叶家也不仅仅是叶焦阳兄妹的叶家 还有其他的老人核心 那些人会不会因为异军能量的暴增 而转变了支持对象呢 所以出于对自己唯一弟子的考虑 蒋佛音私信当中 也不想让异军成了太大的气候 毕竟蒋佛音膝下无子 弟子也只有这一个 他几乎把叶之飞当成了亲生儿子来看待 蒋佛音已经决定 把异军击晕倒地 到时候控制了异军让他不再伤疾无辜 同时也打断了异军的晋升过程 两全其美 哪怕叶家回头觉得可惜 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再说了 这是叶晴空主动邀请他蒋佛音出手的 怪不得他 停下吧 蒋佛音一声怒吼 宛若惊雷 与此同时一拳打出 直奔异军的尖头 他这是摆明了要照顾后辈 只是击打不要害的部位 到时候自己还落得一个正大光明 但是 义军哪管这些呀 二话不说 一技推手 竟好像是太极拳的傲义 握住蒋佛音的拳头往外一拨 随即义军一锤跟进 是直击蒋佛音的肚子 蒋佛音吃了一惊 心说这小子怎么啥都会呀 难道刚才跟顾王朝这个太极大师 过招了一会儿 连太极也摸透了不成 而随后 就是大家伙大开眼界的场景 义军不但以太极拳 化解蒋佛音的攻势 同时还毫无挚爱地 以八极拳出击 两种拳术交织变换得极快 但偏偏又没有声色的感觉 甚至于有人觉得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拳术 在义军身上似乎融为了一体 变成了一种新的 更加离谱的拳法 而紧接着 当义军时不时以爆裂的军体拳 攻击蒋佛音的时候 这种怪异逆反的感觉 就更加的突出了 刚刚打了一个贴山靠 随即又是一剂飘忽忽的斑斓锤 甚至时不时夹杂着永春中的撩沙彩的脚法 让人晕晕乎乎不明所以 蒋佛音则有些头大 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 现在已经容不得他保留实力了 必须全力以赴 或许能制服一军 不然的话 一是英明可能付诸东流 刚才已经被退出传奇之境的 陈糊涂打了个平手 要是现在不能再制服一军 那么蒋佛音这尊传奇 就备受质疑了 倒下吧 蒋佛音一声施吼 奋力地砸出了一拳 而招法精妙变幻无穷 让人防不胜防 只不过 众人眼珠子直蹦地看到 义军也同时怒吼 并且打出了同样的招式 和蒋佛音一模一样 完全都不走样 面对这样的怪权 所有人都快要晕了 没想到义军竟然用蒋佛音的拳法 反过来攻击蒋佛音 这一点使得蒋佛音大吃了一惊 而且更要命的是 义军这些套路打得太顺了 简直就像浸润了多年 现在两个人就像师徒俩 你来我往的卫招训练呢 默契地让人脑袋发晕 此时的蒋佛音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 因为不论他怎么攻击义军 义军就用相同的招数攻击他 比如他测提义军的优类 义军也同样测提他的优类 行 蒋佛音可能会得手 但义军同样会得手 这不是两败俱伤吗 而且 别觉得蒋佛音是尊传奇 就能死扛义军的打击 刚才义军的生猛的攻击已经证明了 冲击力不亚于陈乎吐 这是同样的变态 一击下去 对手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么 两个人就这么拟来窝网的好体力 开玩笑 蒋佛音连续对战 魅影和陈乎吐两尊传奇 瓷力消耗的厉害 而义军不但证明了体力和传奇一样强 更何况 又年复力壮 蒋佛音怎么能跟他耗着呀 坏了个去 现在义军已经把蒋佛音搞得纠结了 其实 刚才蒋佛音和魅影陈乎吐两个人过招 虽然动用了大部分的招数 但依旧有些招数没施展出来 只不过 没能施展出来的 也都是一些称不上精妙的招数 毕竟他面对的是 传奇魅影和一个曾经的传奇陈乎吐 必然把所有的杀手锏都得施展出来 所以 义军学到的也已经算是七七八八了 不过 蒋佛音想着义军似乎有些失神的状态 陡然心胜了一记 不是跟老夫学吗 行 难道你还能比我更了解自己的招数套路 于是 蒋佛音逐步吸引义军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打 貌似打得热火朝天 但是殊不知 就在他一步步吸引着义军坐下去的时候 自己却有了相应的盘算 他知道自己某些招数里的破绽 天底下也只有他最清楚 当然 对于相应的破解办法 他更是心知独明 所以 当义军终于按照他的指引 施展出一招佛光普照的时候 而蒋佛音本人则猛然变招 一击奔向义军的前胸 这一击中锤根本就不是招数 纯粹就是为了把自己那招佛光普照给废掉 但是 义军是个妖孽呀 等蒋佛音变招的同时 义军竟然也忽然变了 他打得不再是蒋佛音的牵手如来掌 竟然一下子回归到了八级拳的老路上 身体一侧 而后雄浑的肩膀猛然向前一冲 虽然蒋佛音的拳头擦着他的胸呼啸而过 虽然这一擦也非常疼痛 但终究不是大碍 可是他这一记冲撞 却结结实实把蒋佛音撞了个满怀 王八蛋小子 太狡诈了 你呀究竟是不是无意识的 现在 蒋佛音甚至都怀疑义军是在糊弄他 装糊涂 顿时一股野牛般的冲劲涌遍了蒋佛音的全身 胸口一致差点喘不过气来 而那股冲劲不仅巧妙地冲破了他的防御 同时也把蒋佛音的身体撞飞了出去 虽然只是撞飞了三四米远 但是蒋佛音的平衡几乎被瞬间击溃了 要不是蒋佛音修为精神 换做一个泰斗机高手 恐怕就一个屁堆蹲在地上了 蒋佛音蹬蹬蹬连续退后了几步 勉勉强强站稳了身子 但是有些狼狈的状态 无疑让人们明白 这尊传奇 竟然被义军给击飞了 我去 要说义军不是传奇 估计大家谁都不会信了 四分钟干翻了一位泰斗 甚至一对一的状态 震飞了一尊传奇 这样的成绩 不是传奇 能做得出来吗 蒋佛音是真的暴怒了 今天连续三战 全都没占着便宜 和魅影算是个平手不丢人 毕竟大家都是传奇 和陈狐图平手 这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毕竟陈狐图 现在已经不是传奇了 不过可以掩饰脸面的是 陈狐图当年毕竟辉煌 毕竟是人所共之的黑拳拳皇 但是和异军对拼 竟然出现了败相 异军这一状 虽然不具备 一举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但毕竟显示出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搏斗 异军占据了上风 更要命的是 异军现在还不确定 是不是传奇之境 假如被一尊太斗给撞飞了 蒋佛音的老脸 可就没地方割了 所以向来真是名声 浩大喜功的蒋佛音一怒 发出了一声雷鸣般的怒吼 整个打听都为之震惊 看样子 这是要和异军 血拼到底的架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异军忽然咳嗽了一声 随后 异军似乎晕运乎乎的 猛的眨了一下眼睛 好像起床时候没睡醒似的 又拿手在眼睛上揉了揉 那手揉了之后并没拿下来 而是在脑门子上狠狠地捋了捋 好像脑袋有点晕 有点疼 这是 怎么了 异军 异军晕晕晕了慌脑袋 看着眼前虚法结张 一身暴力气息的蒋佛音 当时问道 蒋老爷子 您这是 谁招惹您了 您是我叶家的贵宾 教训人这种事 交给晚辈做就行 您老人家坐下歇会儿 头疼啊 刚才究竟怎么了这是 江佛因的一腔怒气 此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发泄了 义军刚才是无心的 而且只是跟他交手 并未造成伤害 如今一个年轻后辈清醒过来了 他这个做前辈的 还能死皮赖脸地追上去比试 那岂不让人笑话 他的心胸气量小吗 可是 要是不分出个胜负输赢 不压倒了义军的话 江佛因可就丢人了 哪怕义军已经晋升为传奇 但江佛因也终究落了下风 要是传出去 说义军用江佛因的招数 都能把江佛因给打飞了 那可真的丢人呢 而这个时候 一群人都已经围上去了 呼啦啦地围到一起 魅影 夏龙雀 寒猛 还有澹台铁树 青青夜清空夜西都不例外 此时江佛因要想找麻烦 那就是无理取闹了 而且魅影那四大高手 围得严严实实 江佛因就算他手段通天 也闯不进去 罢了 这个闷魂只能咽下去了 江佛因在叶之飞的搀扶下 一脸郁闷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鼻子里边呼呼地喘着粗气 跟一头郁闷的狮子似的 当然 义军那边已经叽叽喳喳地问开了 话最多的还是下龙雀 这老牛嘻嘻哈哈地掐着义军的脸 我的亲儿子 你吓死老娘了 你小子行啊 传奇了 义军揉了揉眼睛 好像迷迷糊糊地自私地一笑 老妈您开什么玩笑 传奇那种境界是随便进去的呀 反正我现在没发现 自己哪项能力突然暴增了 作为太斗级的高手 他们这几位都知道 晋升传奇之后 至少会有种能力突然爆发 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增长 当然 义军也很清楚这一点 如今义军说没成为传奇 那么应该就不是 晋升为传奇 终究是一项莫大的殊荣 义军没必要瞒着 而且如此年纪 要是就冲进这样一个境界 那么也会成为 舞蹈圈子里的一个奇迹 更不该隐瞒 没有晋升为传奇 义军依旧是太斗 殊不知 这个消息的震撼程度 甚至超越了他成为传奇那样的消息 因为 假如义军晋升为传奇了 那么面对蒋佛音的时候 略占上风也可以理解 毕竟在同一个大境界之中 终究会有些高低之分 也有相生相克的现象 但是 你压的现在还是一个太斗 就已经把一尊传奇的威风给压下去了 这还了得 万一等你真的成了传奇 那岂不是要横扫所有的传奇了 就好像现在这样 身为一个太斗 却能够以摧枯拉朽的优势 四分钟干翻另一个太斗 要是等你成了传奇 该不会也四五分钟内就秋风扫落叶一般 当凭其他的传奇吧 变态 所有人都觉得冷冷的 知道今天算是遇到了一个莫大的怪物 但是 蒋佛音的老脸没地方割呀 要是传出去 说自己被一个太斗给打得落了下方 而且用的是蒋佛音自己的招数 那蒋佛音还怎么混呢 于是这尊狮子一样的传奇猛地起身 盯着义军说道 不可能 若非传奇 你不可能具备此时的战斗力 开玩笑 你现在的格斗实力 能和任何传奇强者抗衡 虽然是一种疑问 但也算是给自己找找脸面 而此时 义军忽然偷偷地拉扯了一下 魅影的衣角 此时众人的目光 都在突然发话的蒋佛音的身上 所以只有魅影知道义军这么一个小动作 魅影有点诧异地看了看义军 随后就通过义军的眼神 知道了义军想要她做什么 这是一个极其聪慧的女子 很多事一点就透 虽然她不乐意怎么做 但毕竟是义军请她的 于是她也就干咳了一声说 蒋老头说得不错 假如我现在和义军比试的话 也未必能超过她 应该半斤八两的态势 这一句话一说出来 大家顿时点了点头 而另一尊传奇的证实 说明了蒋佛音的论点没错 义军确实不亚于义尊传奇 那么蒋佛音在义军面前 即使偶有失手 也就没那么丢人了 大家是同一级别的实力 那么偶然落了点下风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此时陈狐图也点头说 确实差不多 刚才义军以我的腿法 和蒋老哥对战 那些腿法的技巧 速度和力道 哪怕是我本人施展 恐怕顶多也就是他那个程度 这个曾经的传奇再这么一说 就更进一步证实蒋佛音的话 蒋佛音的脸色这才舒缓了一些 反倒以前辈高人的架势 捋着胡子点头微笑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晴空小妹 你叶家除了这样一位 不适出的无学天才 实在是可喜可贺 这老家伙 真是个死要面子的 好在只要给了他面子 他的火气也就消停了 同喜 同喜 叶晴空很高兴地说着 这一次 叶家算是赚大发了 看似找到了叶家的孩子 但哪想到这孩子竟然是一尊传奇呀 哪怕还不是 但格斗实力不亚于传奇 那这跟他是传奇有什么区别吗 至少几大豪门以后再跟叶家交往 肯定把义军当作一尊传奇来看待 那么也定然对叶家高看一眼 这些年 段家就凭那个变态的老二段英奇 就让人高看一眼 如今我叶家出了一军 你段英奇再嚣张 小样 嚣死你呀的 这一战 一军在豪门圈子里 乃至于在整个舞蹈圈子里 都打出了赫赫威名 四分钟内干翻一名泰斗 而且是绝对的压制 毫无疑问的干翻 要不是蒋佛音阻拦 就能了断了这个泰斗的命 随后 就是一比一的公平格斗 完全凭借实力 打破了传奇 不可能被泰斗击败的神话 这更是一个震惊识人的火爆消息 当然 这不能说传奇不顶用 只能说某个逆天的泰斗 实在太过于变态 而此时 夏龙却已经有些兴奋地 说了说刚才的事情 说义军先是经历了难得的顿悟 结果被杨家等三个高手给破坏了 只不过因祸得福 随即又进入了更加难得的出神状态 这才导致后来打残了顾王朝 甚至跟蒋佛音一番对战 当然 两次战斗的性质不同 蒋佛音只是为了拉住义军 义军当即向杨雨婷和段英豪说了句对不起 毕竟他踢断了姓刘那家伙的腿 又打断了顾王朝的肋骨 不过杨家段家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是他们先招惹了义军 而且义军在反击的时候 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被一个毫无意识的人打了 等于是被一个精神病给砍了一刀 法律都不能定罪 那就只能认倒霉了 当然 义军也诚惶诚恐地向蒋佛音赔罪 说不小心冒犯了老爷子的虎威等等 同时又把蒋佛音恭维了一番 这浩大喜功的老头子 黏着胡子微笑点头 连说无妨无妨 无妨个毛线 没见你刚才脑成什么模样了 只不过 蒋佛音还是有些好奇 他上下打量着义军 颇有疑问地说道 义军 你先后经历了顿悟 出神两大难得的状态 难道依旧不能晋升为传奇 那么 总该得到了一些好处吧 要说没有一点好处 大家肯定不会相信的 义军笑了笑说 确实有不小的收获 顿时 所有人都支起耳朵仔细地听 连蒋佛音妹影这样的传奇高手 都想知道义军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才让义军成为现在这样的变态人物 看着众人质疑的目光 义军其实本可以选择不说 因为牵扯到个人的武功隐秘 即便守口如瓶也没什么 但是今天情况有点特别 义军这是初次在首都豪门圈子里边露脸 这一次 要是搞得震撼一些 估计能让陈家 杨家 段家 那些家族稍微收敛一下妄想和野心 就好像刚才 他们三家联手对自己下黑手 保不起以后还会生出这种妄想 但是 假如清楚了义军的实力和潜力 恐怕就要三思而后行了 义军笑着说 看了梅姐和蒋老爷子的鄙视 特别是陈老爷子和蒋老爷子的对驳 我当时忽然感觉有了不少的感悟 随后自己是什么状态 大家都看到了 不过我不清楚 我只觉得自己晕晕乎乎的 好像真着了魔一样 满脑子都是三位高手的招式 这些话很有说服力 也有极强的可信度 毕竟 这跟三位纯奇的评判是一致的 随后义军接着说 对于三位高手的各种招数 我忽然间觉得 都能理解 好像是三位手把手教我怎么修炼一样 陈老爷子的腿功 梅姐的身法 特别是蒋老爷子的长法 都跟自己亲自修炼过一样 如臂之始 而且 好像我的速度 腿法 长法之类 都达到了一个突破的瓶颈一样 应该说是潜能发挥的比较彻底 多谢几位 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大的收获 义军这么一说 顿时吓坏了不少的明白人 这意味着 义军不像其他太斗那样 只是某个方面特别出众 相反 这家伙的速度 力道 技巧 几乎全都达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 难怪 各方面都达到了太斗境界的巅峰 这就太变态了 特别是义军那可怕的参悟和学习能力 这更让众人为之感慨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一台复印机呀 自己会什么 跟这家伙打一架之后 这家伙就全都学会了 而且学得彻彻底底 跟本人施展差不多 这一点不算夸大 因为义军在当年一三爷的变态教导下 学习参悟能力强得令人发指 点眼几过 一点就透 这是义军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般来说 一个太斗级的高手达到突破临界值的时候 哪一方面的素质最为优秀 哪一方面的潜力被挖掘到了极致 那么进阶为传奇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一点突然呈现井喷式的大爆发 形成一种令人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当年魅影身为太斗级高手 那种速度就已经高于一般的传奇 所以当他进阶为传奇 以至于速度甚至高出了蒋佛烟两成 达到了最大极限 人类的最大极限 那么现在来看 义军几乎是全方位的发掘了潜力 那么 假如这伙要是进阶为传奇强者 该不会是各个方面都达到最极限吧 过了个去 真要是那样 那岂不成了天下第一变态了 不仅仅各方面的能力达到极限 而且这家伙还可能掌握各家高手的拿手绝技 那么一来的话 或许普通传奇在他面前都是被轻易击败的角色 可以说 义军这次虽然没有进阶为传奇 但收获却很大很大 由此他真真正正成了太斗之中独一无二的变态 也可以被看作为不是传奇的传奇 以他现在的实力 应该能和任何一尊传奇公平硬斗 胜负只看运气 果然不简单 江佛因点头称赞 此时反倒显示出了一位前辈的心胸 而实际上 这老头子是无可奈何了 本想着帮自己涂地一把 结果没能帮成 甚至于他今天故意来了之后就找茬 不惜当众和魅影火拼 也是为了要树立威信 杀鸡给猴看 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强大威望 让所有人也包括叶家人明白 叶之妃背后得到了他的权力支持 那么一来 可以押住叶家人更换家主的想法 确保叶之妃的太子地位 稳定传承和交接 要不然 这样一尊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传奇 怎么会如此的鲁莽啊 脾气火爆一些是肯定的 但也不至于如此蛮横不讲道理 但是现在 他的这个小私心算是破灭了 异军的崛起势不可挡 蒋佛音只能在心中安叹 他也算为自己的徒弟尽心尽力了 但尽人力还要听天命 等天命不可为 那么就得顺着 而且看到异军无法压制 老于事故的蒋佛音也会适可而止 打压不成 那就不如结交一个朋友 全怕少壮啊 异军现在就已经如此变态了 鬼知道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 再过几年 哪怕单纯凭借体力优势 异军也能稍稍压制了蒋佛音 所以和异军为敌 不是明智之举 另外 要是现在交好异军 那么也能稍微牵制异军 让异军今后即便参与了家主继承权的争夺 也不至于对自己的徒弟业之妃 做出太绝的事 保持一个相对的平和 这是一个阅历丰富的老江湖 对于事事的准确判断 当然 异军的实力和潜力 也促使蒋佛音态度转变 一个爷们 想要让别人真心的佩服 甚至让本该成为对手的人 都不敢跟你作对 所能凭借的 只能是自己的实力 无论是格斗实力 经济实力 背景实力 还是智力 总归要占一样 如今蒋佛音态度转变了 杨家和段家也不敢发难 这场酒宴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轨 几桌子菜都先翻了 好在全盛魁酒楼的素质极高 后厨不一会儿又重新把饭菜端上来 而且整个大厅也打扫得光洁如新 当然 杨家和段家的人喝酒喝得很郁闷 至于陈家的代表更是早早的就退席了 而叶家 周家 袁家 赵家 则是欢天喜地 一向中立的李家 也似乎更加有意教好他们这个集团 义军是这个酒会的核心 被劝了不少的酒 于是这伙少不得要偷偷偷袭 躲到卫生间一会儿 只不过他刚刚走到卫生间不远处 就发现魅影在背后跟着 魅影是似笑非笑 小男人 老实交代 你这家伙究竟有什么猫腻 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 我可不信 义军看了看四周没人 咧开嘴笑了 嘿嘿嘿 瞧出来了 还是眉睫慧言如炬啊 嘿 哥刚才是忽悠他们的 要是别人听到义军这么一句 恐怕会当场就昏过去 好在魅影早就知道这家伙有猫腻 所以还有心理准备 因为当时义军承认不备拉扯他的衣角 让他帮着蒋佛音说话 承认义军已经具备一尊传奇的战斗力 就显现出很大程度的不正常了 因为魅影觉得 义军对于事情前后过程的掌握程度 绝对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浑浑噩噩 这家伙 其实知道更多的东西 也隐瞒了更多的东西 果然 义军这就承认了 承认自己刚才是在忽悠别人 魅影瞇瞎着眼睛问他 怎么个忽悠法 义军笑了笑 把魅影悄悄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哑尖里面 关上门之后这才笑着说 事实上吧 我根本就没进入什么出神状态 开什么玩笑 还出神 怎么不说出轨啊 这所谓的出神都是虚无缥缈的事 谁见过真的 我也只听我那死鬼师父提过一次 但他说这种事太玄乎 应该是别人编造的东西 魅影一听就乐了 原来这家伙鬼惊着呢 事实上 义军一开始确实因为三大传奇的对战 而陷入了顿悟的状态 而且收获非常大 至于他的收获 刚才说的七七八八都是真的 但是 当陈狐图和蒋佛因的打斗 戛然而止的时候 义军就从顿悟的状态当中 醒了过来 因为他当时只是被 陈狐图和蒋佛因的那种 剧烈格斗所吸引 从而专心致志地陷入其中了 结果两个生猛的老头子都不打了 义军的顿悟自然也就结束了 而就恰在这个时候 顾王朝等人使用了诡计 和其余两个家伙来打扰义军 就在姓刘的那家伙 撞在义军身上的时候 其实义军已经圆圆满满地 完成了顿悟的全过程 可以说 义军的这次顿悟 没有受到丝毫的打扰 完完整整 要不然 义军也不会实现这次提升 全方位的提升 这就等于把他所有的短板都补齐了 以一整更加全能的潜力 去真正迎接以后的进阶 而因为他现在是超乎寻常的全能 所以综合的优势补足了他进阶的差距 使他能够和一尊传奇公平的一战 可以说 这次顿悟虽然没有进阶 但是产生的实际效果和进阶差不多 同样让义军的战斗力达到了传奇的层次 而要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其实比直接进阶更加有利 因为以后义军要是再进阶的话 那么肯定在传奇这个境界里 也是绝对的佼佼者 只不过呢 当时他虽然完成了顿悟 但是也对顾王朝等人的阴谋诡计 心知肚明 王八蛋 想坏老子的好事 这三个老混蛋 以为老子好欺负啊 但是这三个老家伙 是打着内讧的幌子来破坏的 即便真的撞了义军 对外也只是说无心之过 是不小心的 对于一个前辈老人不小心撞了你一下 你说你能怎么办 还不得把一堵子气憋回去 但是 义军当然不会憋屈自己 这个货不欺负别人 就已经算是别人烧了高香了 现在差点被别人黑了 他能就这么认了吗 所以 当时的义军心生一气 你们他们谎称自己是不小心的 那么老子就谎称自己无意识 对 就是无意识 老子回头打击报复你们 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根本不是故意要打你 你拿我怎么办 事后说一声对不起 要不就赔偿点医药费 总该行了吧 要是想要的更多 那对不起 谁叫你首先找着我的 于是义军就装出了出神的一幕 他本想着事后假装清醒过来之后 自己解释所谓的出神 当然要费一番心思 没想到蒋佛因好为人师 总要表现自己比别人懂得多 竟然主动说了出来 那好 你既然都替老子说了 那么回头说服力就更强了 那老子出手就更狠一些 也无所谓 到时候老子醒过来 连你这尊传奇都说 老子当时陷入了出神状态 处于没有意识的情形当中 那么就不由得别人不信 所以义军就放开了手脚 打干一场了 先是一脚踢断了姓刘的腿 随即又用四分钟的时间 打断了顾王朝的两个肋骨 而假装继续追上去 完全是为了制造一个紧张形势 好让别人不得不劝阻自己 假如劝阻不成 那就只能请人把自己拉住了 要是请夏龙雀或者魅影等人 义军或许会装晕 装傻 装醒悟 总之可以各种的卖萌 各种的装 但是叶清空偏偏请了蒋佛音 那么义军就不想那么玩了 他要打一架 和这尊传奇公平地打一架 果然是个大忽悠啊 魅影听的都想笑 心说这家伙真是个鬼精 把别人卖了 别人恐怕还在帮他赎钱呢 可魅影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跟蒋佛音打呢 义军哈哈一乐 鬼鬼祟祟地笑着 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义军看着蒋佛音不顺眼 想削一削他的面子 反正自己是无意识的状态 要是真的打不过 打不了马上往地上一滚 来个装晕 蒋佛音还能继续打自己啊 毕竟没什么神仇大恨 而要是能打赢 那就让这老头子 有点小小的丢人 第二 也是为了更好的进一步伪装 要是义军 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却只攻击顾汪朝和姓刘的 目的性也太明确了 典型的打击暴袱 但是现在连传奇强者蒋佛音 都被他攻击了 而且仅仅是因为阻拦了他 那么所有人肯定都充分认定 义军真的是出神了 要不是出神 谁会轻易地向一尊传奇开战呢 那不是脑子烧坏了吗 当然义军的脑子没烧坏 只不过是比现场所有人都高了一个层次而已 第三 就是出于一个武道高手的信仰 义军想通过蒋佛音这个难得的高手 检验一下自己的顿悟成果 天地下 哪有蒋佛音这么高等级的陪练呢 简直太难得了 而且和这样的老家伙对战 对于丰富自己的经验也是大有好处的 魅影觉得有些头大 心说这家伙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构造的 怎么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头 会想到这么多鸡鸣狗盗的搜主意呢 不过不得不佩服 这家伙太聪明了 聪明点好 也便于帮着自己去打理那个乱糟糟的虎枯 该死的虎枯啊 现在都已经把魅影给搞纠结了 魅影今天来 表面上是为了制止别的女人接近义军 当然也不排除是这个因素 而亲自带义军回去 帮着自己打理虎枯 也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 他知道义军这家伙不但奸滑 而且刁烂 不扭送他回去 他会推三阻四 拖延时间的 魅影撇了撇嘴说 通过蒋佛音 倒也检验出你具备了一尊传奇的实际实力 你这家伙真变态 一个太斗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 打破常规了 义军笑了笑 嘿嘿 其实 蒋佛音先后跟你和陈老爷子交手 先前也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魅影白了他一眼说 跟我还谦虚什么呀 他是消耗了一些体力 而且你也确实因为提前知道 他的套路占了点便宜 但是你现在受着伤呆 前阵子你的胳膊被琴歇吼打伤了 现在虽然没有大碍 但多少也影响你的发力 所以综合来看 你和蒋佛音还真半斤八两了 义军笑了笑 没承认也没否认 确实 自己胳膊上的枪伤还在愈合 不敢过度地发力 如今 魅影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 很是满意 这也是大体同龄人之中 唯一一个能给他些许安全感的 这个猛牛笑了笑 很不错 现在已经让我有了些安全感 不过你要努力 因为我也不会止步的 你要始终保证 不能落后于我 安全感 你这样一尊传奇 竟然还要什么安全感 义军差点要挑起来 开什么玩笑 要是这样的盟女还缺乏安全感 那这个世界就太疯狂了 而魅影则笑着晃了晃脑袋 怎么 不行 只要是个女人 总要有个属于自己的臂弯的 我就认定了你 做得不错呀 小男人 哥最后再说一次 不许喊小男人 哥堂堂七尺半的汉子 到你嘴里都成个小正太了 你要是再敢这么喊 我就 你就怎么样 咬我 你倒是没少咬啊 那条船上就咬了几十口 是不是啊 我的小男人 那壶不开提那壶啊 不提那件事行不行啊 义军的脑袋都有点大了 而这时候 看着义军一头黑线的样 魅影却笑着去解她的衣服 义军吓了一跳 而魅影则说 关心关心你的伤势 你躲什么 三下五出二 义军的上衣被解开 一条膀子露出来 魅影的手指在枪口附近摸了摸 愈合得真快 你这身体果然强健 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 这个关于身体强健的判断 魅影的手离开她的枪伤之后 竟然俯在她坚实的胸肌上 来回地摸索 感受着那股雄性的阳刚气息 义军脸上顿时火辣辣的 脑袋也浑沉沉的 不知不觉的 就被魅影轻轻牵引到了旁边的座位上 酒店里那种带着半圆扶手的核桃木椅子 当她坐下之后 魅影就站在她的身后 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胸口 甚至于 这个盟女自己倒先陶醉了起来 原来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滋味是这样的 这只是点皮毛啊 义军有点胡言乱语地说着 而胸口的刺激已经让她近乎沉沦了 魅影则是一愣 随即笑着把身体半弯了下来 身子在她背后 脑袋却贴在她的左脸边上 那 你什么时候教教我 让我知道真正的滋味是什么样子呢 随着她的说话 口中淡淡的女人味充斥了义军的鼻孔 她从未想象过 这尊女传奇怎么就能主动到了这个地步 而且明明是个大姑娘家 这也太飞逐流了 而更飞逐流的是 这个女神一般高高在上的女人 竟然俯下头 在她的肩膀轻轻地吻了一下 肩头有点违马 好在不是持久的缠绵 你这对肩膀 让女人有安全感 舒适 我刚才跟你说真的呢 从少女时代开始 我就幻想有个男人 能给我带来一种安全 只不过 我很失望 很显然 你的要求太高了 不高 只是一个女人的本能要求而已 魅盈怂了怂肩膀 但是双手已经离开了义军的胸口 不是说还想尝试尝试那种滋味吗 怎么就半途而飞了呢 义军回过头 只看见魅盈已经抱着双臂 坐在了另一张椅子上 有点愣愣地看着义军 随后淡淡地吸了气气说 傻了 还不把你那衣服扣上 唱着个会儿展示胸肌啊 义军笑呵呵地把衣服扣上 没被这个盟女反扑倒 心中说不出是有点轻松 还是有点失落 失落 哥竟然因为没有被猛妞得手 而有点失落 义军忽然想到竟然还有这种可能 顿时就是一惊 哥这个花心大萝卜 真的对眼前这个顶级猛妞 有了感觉 美盈说 明天帮我去料理虎枯那些混蛋 风雨林那小子也越来越能折腾 讨厌得要死 义军果然要偷懒 伸了伸懒腰说 哥刚到首都啊 还没好好休息两天呢 你瞧这枪声 魅影不屑地笑了笑 但笑容背后有点凝重 随你便 不过你要是去了 或许我会告诉你一点有用的消息 有关风雨林的 她这又不是梅姐这样的大美女 我可不感兴趣 你会感兴趣的 魅影说得有点肯定 这让义军有种疑问 难道 这猛妞抓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但是 魅影显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站起身来 捆捆走向雅尖的门 头也不回地说 那我可先走了 明天去不去随便你 话先说明了 明天要是不去 事后我就不说了 对你很重要 就在这个时候 门开了 而且是从外面打开的 惊惊俊俏的小脸露了出来 大眼睛眨呀眨的 哥 你们做什么呢 偷偷摸摸的 找你好久了 不等义军回答 魅影笑着说 一男一女 关在一间小黑屋 你说能做什么 都结束了 小妹妹你来晚了 轻轻带着不幸的目光 看了看魅影 又看了看义军 而魅影唯恐天下不乱地一笑 不信哪 刚才我还在她肩膀上 留了个唇印呢 你瞧瞧去 说着 魅影在轻轻的脑袋上 轻轻拍了拍 闪身不见了 义军有点傻眼 他不确定魅影 是不是真的把唇印 留在了自己肩膀上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刚才这猛妞 在那个地方亲了一口 轻轻插着小蛮腰 站在门口 双目有神 如同一头脾气 被灌坏了的小老虎 哥 脱衣服 老子要看看 看着轻轻不依不饶的 尽头 义军苦笑着 好妹妹 她跟你开玩笑呢 不像 干坏事可能没有 但你肩膀上肯定有问题 轻轻说着 她还真像一头小老虎似的 反手关了门 猛地就扑了过来 而且 不由义军分说 一双小手就解开了 她的扣子 可怜义军的这件衣服 不知道一天 要解开几回了 打开了一副扣子 轻轻扒开了她的膀子 考虑到她的胳膊腔伤 还没好利索 轻轻这时候的动作 温柔了点 而当她的两条肩膀 露出来的时候 轻轻盯紧了仔细地查看 义军也扭头看了看 婉姓 没影这个素面朝天 不涂口红的扭 没留下什么痕迹 瞧 什么都没有吧 但是轻轻不傻呀 别看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但是这丫头却横横着 你露馅了 为啥我打开你两个膀子的衣服 你本能的就看这一边呢 她刚才肯定在你这边的肩膀上 动手脚了 还真是个鬼机灵 而且轻轻把小鼻子凑上去 就像一条小狗似的皱着鼻子 闻了闻 还有点女人的味道呢 扯不清了 义军从椅子上站起来 并且这就要整理衣服 但是轻轻却狠狠地 打开了她所有的扣子 无论是外衣还是衬衣 然后一下子就抱了上去 紧紧地抱着 小脸紧紧地贴着那幅厚实健壮的胸膛 体会着一种温度 像是一个小孩子 轻轻的脸蛋在她胸口轻轻地磨蹭 而后不再是侧面了 而是正面贴了上去 于是义军突然感觉到 轻轻的小嘴巴在亲吻自己的胸膛 暖暖的 义军低头看下去 才恍然意识到 自己心中一直看作妹妹的这个小丫头 现在已经不小了 相识两年多了 当初那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 现在已经二十一二了 可是为什么 自己心里头一直把她当成一个 情窦初开又不安事事的小女孩呢 一直以来 她总有这样一个观念 让自己不能对这个小女孩 懂什么想法 可事实上 她已经不再是个孩子 一头乌黑的绣发 在她的怀见散落 义军低头看得专注 特别是那小脑袋轻轻拱着的时候 好像以头须要包容和爱惜的小兽 而且义军感觉到 这丫头似乎在流泪 一些滚热湿润的东西流向了她的胸口 在她的胸口和她的唇指尖流淌 最终完全被她的嘴巴给吞掉了 伸出一只手 在轻轻的头发上轻轻地服饰了一下 很柔和 很顺滑 从后脑一直到后背 散落如瀑布一般 而当义军的大手从脑袋滑落到她焦柔滑腻的背上的时候 轻轻这才回过神来 身体轻微的一颤 随即死死地抱紧了这个胸膛 起来 眼睛哭红了 脸哭化了 一会儿怎么见人呢 义军笑着 轻轻地拍搭着她的后背 轻轻狠狠地摇了摇脑袋 不出声也不离开 似乎就要这么抱着 直到地老天荒 时间不止到过去了多久 恐怕外头都已经快散息了 义军终于扶着这丫头的尖头 让她的脸蛋离开自己的胸膛 几公分的距离 轻轻则像是一个 被夺走了糖果的孩子 狠狠然地瞪着她 终于 在义军一个失神的时候 这丫头猛然把脑袋 再凑了过去 张开小嘴 钉箱小舌探出来 在她的乳尖上 俏皮地舔了一下 顿时 义军的胸口像是出了电似的 浑身苏码 心情舒坦多了 轻轻这才站起来 摇头晃脑地整理一下 稍嫌散乱的头发 扯了扯一脚 这才向房门走去 临走之前 还扭头笑着说 晚上 你要陪我去玩 晚上都那么累了 休息 你也要去休息 那行 你陪我休息 哦 我还是陪你去玩好了 宴会被打搅了一阵子 所以结束的也晚 陈家 杨家 段家 三家的人走得早 当然被打伤的那几个走得更早 直接去了医院 等到最后留下的 都是叶家 周家 袁家 赵家 李家 等家族的人物 至于蒋佛音能参加这次宴会 是因为他本来就受到了邀请 毕竟在公布异军是叶家子弟之前 就已经确定了要举办夜夕回归叶家的事情 只不过直到早晨下了飞机之后 才得知连叶家那个儿子也找到了 本来还不以为一 因为一般的年轻人很难和叶之妃相比 如今知道叶家的儿子竟然就是义军 也就是在越东混得风生水起 不可阻挡的那个年轻人 蒋佛音这才高度重视了起来 只不过 依旧未能阻挡义军的势头 既然无法阻挡 蒋佛音也不愿过分得罪了这个后期之秀 习间相互说了些恭维话 而义军也趁机敬了几杯酒 因为义军还有一些打算 那就是龙朝即将针对大同钱庄 做出的那些打建设的动作 正合房地产不怕什么地下势力 但是要想更加安稳地在沪海做生意 那么得到黑暗如来和不动冥王的支持 还是比较有利的 什么 你的公司要到沪海来发展 蒋佛音一听 似乎有点本能的警觉 在地下圈子里 一个大销的生意做到了什么地方 就往往意味着他的手伸到了哪个地下地盘 生意的扩张 往往和地下势力的扩张 具有紧密的联系 义军笑着说 单纯地做点生意 最多就是个办事处 有了工程就建设个项目部 项目一旦结束 项目部也就收回去了 只希望老爷子能照应一下 毕竟晚辈在沪海那边人生地不熟 如果只是这样 那倒不算什么 蒋佛音一口答应了下来 得到了蒋佛音的承诺 义军心里头踏实了不少 他自己就有强大的地下力量 在沪海做生意 违居劝缺的就是主场优势 而一旦有了孟汝来和蒋佛音的侧影 那么事情就顺手多了 但蒋佛音还不知道 到时候真的介入这样的工程纠纷 恐怕就要直接面对大通钱庄 而大通钱庄这样的势力 是孟汝来都不会轻易招惹的 而且不仅仅只有大通钱庄 因为到时候 只要敢于参与那个大建设规划 试图从中分一杯羹的 肯定多少都有那么两下子 当天晚上 青青果然拉着一军出去了 两个人没去太嘈杂的地方 因为他们都不太适应那样的环境 说来也是件怪事 这两个人都算是娱乐服务业的大老板 偏偏不喜欢在娱乐场所里私混 或许也是因为整天在那种环境里待着 有了些逆味的感觉 天天吃肉的人 往往更喜欢清淡一点的食物 大体就是这个道理 一军借了叶之飞一辆车 很普通的车 因为叶家身为高级官员家庭 很注意对外的影响 叶之飞或许在同龄人的圈子里很高调 但是在生活上倒很朴素 就好像那一身简单的装扮 除了女友送的一块表 就剩下几千块的夹当 再比如现在的这辆车 两年前的帕萨特 虽然是高配置 但也不值几个钱 至少在豪门大哨的座驾中 显得异常寒酸 想一想周末寒那辆马沙拉蒂 他这辆帕萨特就活该被扔进炼钢炉 缓缓地开着车 一军的心情比较舒畅 今天白天的事虽然貌似波澜不惊 但却给他在豪门圈子里的混事 打出了一个开门红 特别是自己能够占平一尊传奇的事 可以极大程度地压制 不少蠢动者的野心 午宴之后 陈糊涂就笑着称 以后陈家这几大豪门 估计会担惊受怕 做梦都能吓醒了 特别是陈家 恐怕要当机立断 和叶家真正地改善关系了 而叶清空也笑着说 其实陈印希的老婆已经提到过 要把自家女儿徐配给叶志飞 只不过 咱家志飞会娶她的闺女 开什么玩笑 而且 志飞现在有女朋友呢 叶清空不会像那样的老封建 为了家族利益而棒打鸳鸯 从这一点来看 叶清空算是一个很合格 很明白的家族长 这种联姻的方式行不通 但陈家估计还会以别的方式 向叶家示好 毕竟异军的出现 以及周家 袁家 赵家的合作 还有魅影 蒋佛音 陈狐图 夏龙鹊等人坐镇 使得叶家的实力 呈现出了可怕的爆发态势 总之 义军如今是一炮打响 而且当场就震慑了对手 再加上和蒋佛音商议好了 可以顺利到沪海进军房地产行业 一连串的好消息让义军心情舒畅 哥 我要吃首都的糖葫芦 青青这个亿万小富婆的要求真不算高 马上就给你买啊 义军乐呵呵地把车停在一个食品店门口 包了两根糖葫芦就回到车里 义军依旧开车 青青乐滋滋地吃着 首都的糖葫芦工艺不错 冰糖甜得让青青偷着乐 不一会儿就吃了一大串 冰糖渣还留在刁满小美女的嘴唇上 双唇本来就娇艳欲滴 如今沾上了亮晶晶的冰糖渣 更有点天然萌的味道 哥 你吃不 不吃 都是给你买的 不过要吃多了 小心肚子不好受啊 义军不经意地扭头看了看 却看到青青的脸和自己很近 发呆呀你 是不是困了 瞧着都多偏远了 都快到郊区了 青青也没啥目的 就是让义军开车拉着他乱窜 青青哼哼唧唧地说 木头 把车停下呀 停路边 怎么 不会是别急了吧 义军不要脸地笑着 把车停下了 当然 青青狠狠地掐了他一把 当车子停下来 青青又把脑袋凑过来 笨蛋 问你吃不吃这个糖 说着一根手指笑眯眯地 指着自己的双唇 唇上的冰糖亮晶晶得有人 义军愣愣地看着他 忽然傻呵呵地一笑 你这丫头 说着就要再度启动汽车 青青不干了 眼睛里的泪珠都开始打转 王八蛋 老子恨死你了 义军深深地喘了口气 把身子扭过来 扳过来青青的肩头 哥不是个好男人 而且你也该知道 我和蓝姐竟出他们 知道又怎么了 你就知道把我当小孩子 蓝姐白姐也把我当小孩子 我不小了 我都二十多岁了 连初吻都没人要 我都快被你们气死了 青青一边说着 泪珠滚落了下来 泪水流到唇边 咸咸地喝着冰糖 形成了巨大的味觉反差 义军盯着他 忽然用力地把他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于是这娇俏的小身板 顿时贴在了自己的身边 而且他的嘴巴贴上去 泪水和冰糖的味道通过味觉 刺激着他的全部神经 这是青青的初吻 笨笨的 相反 由于激动和紧张 两排洁白的被齿死死地咬合着 他那柔美而娇俏的身体 都紧不住颤抖了起来 满怀都是少女的芬芳 义军怦然心动 渐渐地望我 稍稍扭动了一下姿势 舌头翘开了青青咬着的牙关 当青青笨笨的舌尖 被侵犯到的时候 浑身的颤抖更加剧烈了 随之而来的 是他那只大手在他熏前的摸索 轻轻地抓着 稍微加大了力气 活红的羊绒小毛衣柔软贴身 抓上去几乎没有任何的阻隔感 里头的那衣呢 同样抵挡不住那只大手的侵袭 将全部的真实的触感出卖了 上面的唇舌被侵犯 而胸前更是被略显粗鲁地抓握着 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侵袭 青青已经真的忍不住了 双眼死死地闭合着 享受着这种可爱又可怕的感觉 身体变得更加柔软 仿佛面条一样都已经坐不直了 随后 义军的手从小毛衣下面探了进去 想当初 他曾触碰到过青青的这儿 当时还是大年夜 白大夫女抱着他睡的时候 那次是他摸大夫女 结果被大夫女一转身给呆了过去 手被挤压在了大夫女和青青两对饱满之间 但是那次是无形 而这次是友谊 当那只手伸到他背后 轻松解开了内衣的时候 青青就几乎彻底地崩溃了 说不出地感受疯狂地袭来 内衣被揭开 在小毛衣里松松散散 他的手回到了前面 直接探了进去 这一次可是真的抓住了 一只柔软的小可爱 一粒小东西 也同时刺激着他的整形 他的神经 这一刻 青青彻底地沦陷了 就在义军青青地揉了不到一分钟 这丫头就浑身打哆嗦一样 颤游了起来 嘴巴也阴明一下 甚至身体不由自主地推开了义军 吓坏了的样子 其实青青自己也不知道 她实际上是高潮了 但是怎么拥抱亲吻了一阵子 竟然就这样了 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 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的她 第一次知道了 什么是潮水般的感觉 汹涌恐怖 而且回味无穷 嘴巴上 冰糖早就被吃干净了 也不知道两个人中谁吃得多 青青甚至擦了擦脸蛋上的汗水 她甚至感觉自己最羞灿的部位 也温热得可怕 要不是挡着一群的面 必须得换了 而且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梦 也出现过类似的场景 但是冲击力显然不如今天这样 太奇怪了 这种事竟然是这样子的 回去吧 姑姑还在家等着呢 义军说着 其实她的心也有点乱 青青点了点头 这个刁蛮的丫头 自从当初向义军表白了之后 就乖了不少 现在似乎乖了更多 想着当初第一次遇见青青的时候 那个刁蛮的小模样 义军禁不住胆胆的一笑 如今 这小丫头长大了 本想把车启动 但是义军这时候才知道坏事了 刚才和青青处在那种忘我的状态之中 警惕性竟然下降了很多 直到现在 才发现前后都有不少的车辆 向她这辆帕萨特挤压了过来 最前面的那辆 甚至距离自己不足五十米 而且依旧保持着速度 结果眨眼之间 就在义军这辆车尚未启动的时候 这条路就已经被堵死了 前面堵死了 后面的车也同样涌了过来 两边的车都不下十辆 骑刷刷的阵势 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青青的脸色有点泛白 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身边的义军 这才稳定了一点心思 这个甚至能让魅影产生安全感的男人 在青青心里 更是一尊不可撼动的保护神 但是义军却没这么自信 要是单纯面对一群匪徒 义军根本就不在乎 别说是地下的混子 哪怕就是一群恋家子 只要不是铺天盖地的好手 义军都不必太在乎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他的身边还有个青青 只要对方全力纠缠住自己 那么随便抽出一个男人 就能把青青给制住 当然要是对方还有一批枪手的话 那麻烦就更大了 这么近的距离 谁都不能保证被几把枪同时射击而不中弹 万幸 当对方的人马黑压压地冲出汽车的时候 义军发现没有拿枪的 这还算是唯一的幸运 毕竟这里是首都 是全国的首善之区 治安工作也是抓得最严格的地方 在这里要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毒 就已经是了不得的事了 更别说出现如此规模的枪击案 要知道 但凡是枪击案 基本上都是在人少的时候 要是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范围内还敢用枪 那是自找麻烦 因为这么大规模的闹事 警方事后随便都能抓住几个人 然后顺藤摸瓜地把手脑给揪出来 哪怕前逃也会全国通缉 毕竟枪击案是必须侦破的案件 这是规矩 所以 对方估计也是注意了这一点 这才出动了二十多辆车 似乎要以人数的优势来压制义军 而通过对方的证实 义军也知道对手肯定是认识自己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派出近百人来对付他一个人呢 也就是说 对方知道他是个顶级高手 所以才如此的谨慎小心 果然 当对面一个身影出现的时候 事态就明朗了 首都四大恶少之首 段家的段天和 这个人渣一般的贵公子 终究还是忍不住白天的那股恶气 竟然追过来找义军的麻烦了 今天白天 他的脚趾头被义军踩伤 后来医院一检查是骨折了 王八蛋 义军那一脚可真狠 而随后 段天和又跟韩蒙对了一拳 这下好 中指的骨头也出现了裂缝 现在手脚都受伤了 段天和哪受得了这股子气呀 在段天和身边 自然还是他的死党杨夕赵 今天杨夕赵也很没面子 所以段天和说 要找义军麻烦的时候 这货毫不犹豫 要跟着一起来 只不过杨夕赵还是稍微担心 担心义军那可怕的实力 因为他知道 义军竟然是堪比传奇的存在 堪比传奇 段天和作为一个大师级的高手 当然也知道其中的厉害 禁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招惹一尊传奇 确实是极为可怕的事情 但是 自己受了这样的苦 就这么罢手了不成 就在段天和犹豫不前的时候 他派在叶家做监视的家伙 竟然传来一个好消息 晚饭之后 义军竟然独自带着 那个赵清清出门了 什么 就他自己 而且带着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子 段天和一听 顿时是信心满怀 好啊 这一回算你倒霉 竟然落单了 不但落单了 而且身边还有一个大大的累赘 别的不说 到时候只要控制了这个赵清清 你义军还不得扶手听命啊 而根据段天和的判算 就是要在控制了赵清清之后 要挟义军 而且 要以阴狠的手段 废了义军的手脚 一尊堪比传奇的强者 威慑力巨大 那么 一尊废了手和脚的传奇 还有个批的威慑力 此外 段天和今天白天 也见到了清清那娇俏的小模样 心中有些忍不住 那是他很喜欢的类型 所以这个毫无廉耻的东西 已经决定了 等废了义军之后 绝不会遵守什么承诺 他要把清清带走 带到一家宾馆里边 好好地享用 这就是一个人渣呀 哪怕实力达到了大师级 但身上没有一丝一毫 江湖豪客的影子 此时 二十多辆轿车 全都打开了车灯 将义军的帕萨特 照耀得灯火通明 甚至把眼睛都刺得睁不开 段天和跟杨西照走在前面 是得意洋洋 二十多辆车上下来了近百人 一个个杀气腾腾 其中段天和杨西照走在最前面 一步三摇就跟顶级而逼似的 义军大体扫尸了一眼 发现其中的高手倒是没多少 不过应该都是专业的保镖 或者夜场公司里那些专业的安保人员 这种家伙比社会混子难打 因为都受过专门的训练 而且稍微多了些组织性和纪律性 对面 段天和的右拳上包着纱布 看样子韩蒙那一拳的力气够大 而且走路的时候也有点一拐一拐的 义军心说就你现在这德行 还出来惹是生非呢 丢人现眼的祸 不过身边的清清是真的有点怕 虽说这丫头一向的胆子比较大 但有胆子也要分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假如对方有一百人 那么义军哪怕能牵扯住九十九人 剩下一个溜到清清的身边 那可就完蛋了 义军轻轻拍了拍清清的脑袋 示意她别害怕 清清点了点头 顿时就有了衣仗 横横然的盯着前面十几米处那两个恶心人的家伙 段天和子宁笑着 义军你个杂种 胆子都不小 出来乍到就敢一个人把妹 觉得自己很牛掰啊 传奇 老子传奇你一脸 杨夕赵也哈哈大笑 嘿嘿嘿 小子 别以为你成了叶家的种 就一下子山鸡变凤凰 首都圈子的水深得很 能打算个鸟啊 有种你今天逃出去再说 义军看了看这两个肆无忌惮的家伙 冷笑了一声 哼 老子说要逃了吗 说着 义军从车里面取出了棒球锁 这玩意儿杂人是极其凶残 但是当他拿出这东西的时候 段天和等人当场就笑了 哟哼 还想拼命呢 我看你能拼到什么时候 给我唱 一呼百应 现场气氛顿时狂躁了起来 人靠群胆 当自己人多得要死 而对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对方即面是达摩大师三封真人 他们也敢上 但是义军随后的动作 让他们稍稍震撼了一把 也稍稍停下了他们冲过来的脚步 只见义军不急不躁 转身弯腰 搬住了那辆帕萨特的车顶 随后 只听义军一声爆喝 那辆车竟然被单侧抬了起来 此刻 义军就像是一台力大无穷的千金顶 愣是将那辆车给掀了起来 这辆车掀起来之后 好像鞋躺在了路边 而路边本来就是一条壕沟 加上车顶的圆滑 使得对方不能从后面爬过来 至少不能轻易地爬过来 由此义军等于在背后多了一面墙 这时候义军才对清清笑着说 丫头 就躲在车轮子中间的位置 看哥怎么教训这群王八蛋的 轻轻被义军那种可怕的力气给吓坏了 不过很快就笑了起来 好啊好啊 哥你好棒 揍他们 揍得他们哭嘀喊娘 说着 这丫头一缩脑袋躲在了车旁 而义军就站在他的前面 义副党官万夫莫开的架势 令人生畏 现在 近百名保镖打手 也被义军这一手吓得有点发愣 刚才那种力道 几乎爆裂得不像人 能把汽车活生生地掀起来 而且还确保这辆车的稳定性 没有翻滚到路边的壕沟里 这种力道太可怕了 由此可以相见 要是义军这家伙挥舞着铁贴质的棒球所 那么每一棒子都能把人砸个七魂八素 段天和看到自己一方的气势有点受挫 当起大怒 愣什么 老子带你们来看戏的呀 都给老子杀 段时 近百人是轰然而硬 气势汹汹的就傻奔过来 其中冲在最前面的 一看就是身手最好的几个 而且义军觉得这里面有两三个已经达到了明家的级数 要知道这个级数的家伙做保镖都算是非常精英的了 但是这几个好手并没有全部冲过来 而是留下两个分居左右 虎视眈眈 义军知道 这俩人是在等机会 只要自己因为慌乱照顾不过来 那么这俩人就会一拥而上 趁机把清清给掳走 到时候 再用清清来要挟自己 终于有人接近了义军 这三个人都手持木棍 皮头盖脸朝着义军砸过来 要是换了一般人 恐怕当场就被吓晕了 但是 他们面对的是一尊类比传奇的狠人 在义军眼里 对方的动作很慢 特别是义军现在雾透了魅影的速度和身法 使得对方和自己的速度差距更大了 对方这些动作落在义军的眼里 简直就像是电影当中的慢动作画面 一幕一幕慢的可笑 所以义军哈哈大笑着 手中的棒球锁以无以伦比的速度 几乎同时挥出了三下 每一下都势打力沉 而且恰到好处 顿时 现场爆发出了惨叫声 最先冲过来的三个家伙 每人肩膀都被义军砸中了 而且 义军那力道加上铁制棒球锁 沉甸甸的分量 当即就砸断了他们肩膀上的锁骨 毫无悬念 于是 这三人手中的棍棒同时落地 而他们本人也痛苦地翻滚在地上 咆哮着痛不欲生的样子 而随后 义军以从容的态势 给他们每人补伤了一棍子 顿时 嚎叫声更加响亮 撕心裂肺 因为随后的这一击 又狠狠地砸断了他们的小腿 这一次 别看义军脸上笑眯眯的 但实际上是动了真怒了 他本来就是个狠人猛祸 哪容得对方用如此卑鄙的策略 来对付自己呀 而且 这次也容不得他假慈悲 因为一旦有一个人漏网 没有丧失战斗能力 那么就有可能钻到义军的身后 对身后的轻轻形成巨大的威胁 而且 只要轻轻一旦落入对方的手里 那么义军哪怕处在多有力的形势 整体的态势也会瞬间翻盘 任人宰割 所以 义军下手是稳准狠 每人身上两下子 让他们不但不能走路 同时也不能拿兵器 甚至连爬行都做不到 前面三个人倒下了 但后面的人还在洪水一般的涌过来 但是面对这样的家伙 义军不需要飞脑子 只要按部就班的砸过去 再砸过去 每人身上两下子 不多不少 伤势也不轻不重 完全一致 这是一种惊人的控制力 在这样乱纷纷的场面下 能够从容拿捏得这么准 恐怕天底下没几个人能做到 更加变态的是 当自己面前的人已经堆积如山了 义军本人还没受到哪怕一次轻微的攻击 这种防御似乎是更加的惊人 站在两旁等着机会的两个好手 如今是骇然色变了 他们作为有点严厉的旁观者最清楚 刚才义军那简单有效的套路究竟是多么的可怕 那就像是一头猛虎冲入了一群绵羊之中 此时 段天和杨西赵也有点发萌 要说一个高手能打败百十个混子 这可以理解 但是 他们带来的这近百人 都是身手不错的保镖啊 而且 里边故意掺杂着安排几个名家级的高手 试图发出致命的一击 但是 在义军眼里似乎没有名家和普通人的区别 反正谁来到面前 当场就是一棒子 而后再补上一棒子 不偏不下 形势似乎越来越不妙了 站在义军两侧 原本准备着偷袭轻轻的那两个家伙 现在也开始新的打算了 这两个是精英保镖 本来以为保护断天河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现如今 他们既然害怕被义军的铁棒子殃及 于是干脆退回到断天河的身边 其中一个敌生说道 少爷 这个义军太狠了 要不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今天这一架不是人多就能打赢的 废话 断天河脸色贴轻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好手 他能看不出来吗 只不过 他一直以来对于这种战斗方式很生疏 试想一想 他作为断家大公子 平时能有几次真正实战的机会 哪怕跟人闹了乱子 他自己尚未出手呢 手下的狗腿子就一拥而上了 偶尔有几次自己亲自出手 面对的基本上也都是豪门圈子里的公子哥 不堪一击 而对于这种以一敌百的武斗 他更是没亲自干过 还以为凭借人多兵精的优势 就能够耗死一尊传奇 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说 虽然这货实力很强 但实际情况比叶熙那个大师级 也高不到哪儿去 无非是纪战术的实力到了 但是经验太过欠缺 这俩人 都是名不服侍的大师级 但这不妨碍他的眼力高明 通过刚才的战斗 他甚至清楚地看到异军的每一招 每一事 全都是那样的干净简洁 甚至没多耗费一丝一毫的力气 棒到人倒 直接纯粹 要不是亲眼看到 真的难以想象这种战斗的震撼性 岛下的人越来越多 哀嚎遍野 一个个滚地不起 段天河带来的近百人 如今已经倒下去了七八十 以至于剩下的这些 也再没有斗志了 吓得个个脸色惨白 来的时候气欲悬昂 恨不能把义军一口吞了 而现在则面色跟蜡似的 战战兢兢 不自觉的 剩下十来个人全都退缩了 一个个都聚集在了段天河的身边 就等着主在一声令下 赶紧封禁扯祸 但是这一退缩反倒更加要命了 因为身边没有了威胁 一军打得会更从容 只见一军以鬼魅般的速度猛冲上去 猛追狠打 我去 跑吧 段天河一看这情况 知道真是不行了 转身就走 甚至都忘了招呼自己的死党杨西赵 而段天河的那些保镖打手们一看 当然也跟着跑路 一时之间 现场就剩下了傻乎乎的杨西赵大公子 不过 义军不会那么轻易放这些人离开的 他尽量追上了几个 以同样简洁的方式 再度放倒了十个家伙 凡是被他打到的 自然也就不可能再逃了 此时地面上躺下去九十个人 各个锁骨段 小腿段 杨西赵吓尿了 脸色煞白的也想转身逃走 但是当他刚刚跑到自己的车旁边 却因为车辆太多而不容易倒车 以至于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结果 车子刚刚调整了一个差不多 就听到车玻璃上一声爆裂的哗啦声 在义军一棒子猛击之下 驾驶座旁的车玻璃被砸碎了 杨西赵吓得浑身一颤 而此刻一只大手已经伸了进来 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仿佛觉得 死神要把自己带走了 义军打开了杨西赵 这辆劳斯莱斯的车门 将其硬生生地扯了出来 连滚带爬 义军撕扯着他的头发 像是拖拽一条死狗一样 硬生生从几十米外 把他拖到了倒过去的帕萨特旁边 此刻轻轻收起了手机 欢呼雀跃 哥 你好棒 刚才看到义军大发审微 轻轻渐渐地也不怕了 反而陷入了一种亢奋状态 所以这小蛮牛不但镇定了下来 而且还乐滋滋地取出了手机 要把这飙糊糊的一幕拍下来 说着轻轻又气糊糊地冲过去 飞起脚丫子狠踹杨西赵 结果把杨西赵踹得呲牙咧嘴 其中一脚还踹在裆部了 恐怕这下倒大霉了 而且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他哀嚎不已 这是最要命的地方 有这么狠劲踢的吗 直到此时 大战算是落幕了 或许不能说是大战 只能说是一场闹剧 这是段家公子因为过分轻敌 一手炮制出了一出无耻 而且又丢脸的闹剧 义军笑着说 轻轻别提了 追段天河那小子要紧 教训这些货色没意思 咱们要把段天河那混蛋一次打怕了 否则的话 他会像苍蝇一样恶心咱们 可是他跑了呀 他跑不掉 那咱们去追 轻轻这回来了精神了 义军却摇了摇头 他一旦回了老窝 咱总不能去把他老窝给砸了吧 所以不能追 不过有人收拾他 一会儿咱们去看热闹 而就在这时 又有一大批车开了过来 后面甚至还有一批军车警车 带头的两辆下来的人 分别是叶家的叶清空和叶之飞 以及赵家的赵天远和陈胡土 刚才乍一杯围起来的时候 清清就给自己三叔和干妈打电话了 这俩人一听清清和义军 被几十辆车给堵住了 当场就发表了 叶清空给警方打了个招呼 分头冲了过来 至于赵天远更急切 干脆拉着自己二三十个战士开车杀到了这儿 可是大家都这里一看 一个个都傻眼了 说是百人围殴 异军和清清 但现在看着地面上痛苦丝毫的九十个人 怎么看怎么是异军在虐他们这些人 陈胡土眼力最高 看了看现场的几个倒地保镖之后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手段 打趴下这些小兔崽子不难 难的是每个人不多不少就两下 每一下都打断他们一根骨头 九十个人 一百八十下 义军你晓得行啊 一眨眼功夫制造出了九十个残废 每个人两处伤残 真狠哪 而叶清空带来的那些警察 本想着调查什么呢 看到眼前这副惊人的场景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眼看着面前的惊人场面 叶清空虽然很吃惊 但还是笑着对身边的警察说 吴局长您看 我家孩子可是自卫 被上百个人这么围攻 他不出手肯定不行 清清则点着头说 那是 你们没见这些家伙 刚来的时候多嚣张呢 而且 他们还想抓老子呢 这是老子刚才拍的录像 你们瞧瞧 说着 清清把手机上的录像播放了出来 确实 黑牙牙的一群人向义军扑过来 如狼似虎 只不过义军比他们更狠而已 出手更吓人 但是事实明白着 是对方近百人来招惹义军的 而且义军当然也不可能束手就擒 警方那位吴局长满头是汉 他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狠的主 点头说 是 是自卫啊 不过小哥出手 这也 这也 这位吴局长本想说义军防卫过大 但他也知道 假如义军真的心慈手软 一旦放过了两个恶徒 那么清清肯定就有危险了 现场那么混乱 什么人都不能冒充大慈大悲的菩萨 而且 这位吴局长和叶家的关系一直亲密 甚至就是叶家一直扶持的人 现在只不过当着这么多下属 有点不好说话 而他的下属也很明白 其中一个刑警队长笑着说 吴局 也幸亏叶公子身上有本事 要不然的话 近百人这么凶残地打过来 说不定就出人命案子了 当然 还有这位小姐也在这 说不定麻烦更大 吴局长点头 对对 确实是这样 首都治安这么好 都被这些混账玩意搞坏了 带走 统统带走 叶清空和赵天元等人笑了笑 知道义军这次肯定没事 连小麻烦也没有 假如段家要找事 那也得掂量掂量 是他们首先招事的 叶家不找他们的麻烦 就烧高香了 于是 九十个哭爹喊娘的家伙 没有当即被送医院 反而被带到了附近的公安分局 都关押在了车库里 忍着剧痛足足熬了一个晚上 这才被送到医院 当然 第二天就传出了一个大消息 至少在豪门圈子里是爆炸性的消息 段家近百名好手去围堵叶家的义军 结果被义军一个人干翻了九十个 其余人则没命地逃窜 那九十个人 全都是相同的伤势 九十个残废 单是能把招事和力道 拿捏得如此炉火春青 就足够震撼中人了 同时 参与找麻烦的杨家大公子杨夕赵 被义军活捉 等着杨家的家主亲自来领人道歉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震撼性消息呢 这都是后话 此刻 看着所有人都被带走 叶之飞笑着说 表哥 行啊 刚才还怕你吃亏呢 老妈一路上都快急哭了 混蛋小子 滚蛋 你妈什么时候哭过 叶清空笑骂了一句 拍了拍义军的肩膀 但是没对义军说话 一双稍有余文献的美眸 露出了有些关切 有些欣慰的眼神 之所以说是欣慰 是因为这么多年 叶家终于有男人了 当年叶教养离开之后 叶之飞也被当作宝贝哥的 送往了孟如来那 于是在首都圈子里 虽然叶家恢复得很快 但是没有男丁的尴尬一直存在 而且 叶清空又是个单身女人 身边没有丈夫 一个女人操持着一个诺大的家族 哪怕叶清空性子再强硬 但要说心里头没有一点酸楚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义军回来了 这个家族就像忽然多了一根脊梁骨 硬生生把这个庞大的家族 给支撑了起来 不但有了实力 而且有了底气 在义军脸上盯了好长时间 叶清空这才笑了笑 好小子 以后省点心 你虽然有本事 但也要注意安全 首都这圈子鱼龙混杂的 别那么盲目 心里的自豪到了嘴边 马上就变成了劝阻和教诲 作为一个长辈 他总不能教唆自家孩子 出去打架闹事 这是人之常情 知道 让姑姑您担心了 义军笑着点了点头 又对赵天远说 三叔 您总该知道 龙田玉背后那个将军的身份 和联系方式吧 叶之飞眼睛一亮 笑了 表哥 你牙可真坏呀 大家都知道 前阵子段天和杨西赵 砸了龙田玉 结果龙田玉背后的 那位中将暴跳如雷 但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凶手 直到今天中午宴会的时候 叶之飞才捅出了这段密文 很显然 义军现在要借刀杀人了 在场的几个人都是人精 一下子就听了出来 赵天远笑了笑 取出了手机 找到那位将军的电话 这种事单凭晚辈说话没力度 于是赵天远亲自去说了一个开头 虽然赵天远只是一个少将 但因为家族在军界的底蕴雄厚 所以跟这些将军的交往还是很密切 而且大家一直以来也都称兄道弟 关系火热 赵天远笑着打电话 哎 贾军长吗 是我呀 田远 贾军长就是龙田远背后的大后台 虽然他不参与经营 但龙田远的老板是他的干女儿 而且他和龙田远那个女老板的父亲 当年也是拜把子的交情 虽然是军长 正军级的干部 一般来说应该是少将军线 但因为他所在的部队 是全军最王牌的野战军 甚至规模已经接近了十万人 可谓是军中大大的实力派 加上他所在的部队位处京畿边缘 直接守卫着首都的大门 故而更加重要 因此连级别也提升了半个格 肩膀上多挂了一颗将星 事实上 就连一些实权不大的中将 在军界的威风也不如他 对面 那个贾军长当极热情的回话 三弟怎么晚了 有什么吩咐 吩咐可不敢 二哥你可别吓我 赵天远半开玩笑地说 前阵子家里闺女开的那家龙田狱 被人闹事了 别提那我心事了 贾军长闷声闷气地说 显然一口恶气还没出来呢 连闹事的人都找不到 丫头到我这哭了两回 我这老脸都丢光了 赵天远则笑了笑 这不刚听说了消息 知道是谁干的了 当时出手帮忙的 是叶家那知飞那小子 今天遇到了他 刚好说起了这件事 什么 找到了 王八蛋 是谁 贾军长好像被打了鸡血似的 立马来了精神 啊 知飞大侄子就在我这 让他跟你说 说着 赵天远就把电话交给了叶知飞 叶知飞是个妮坏 当然少不得的添油加醋 当初刚刚出了龙田狱事件的时候 几大家族的关系扑朔迷离 考虑到当时形势的复杂 叶知飞没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啊 事情已经彻底揭开了说 而且杨西照和段天合 这两个混蛋也越来越无耻了 叶知飞接过电话笑着说 贾叔您好 混小子又出息了 有事还瞒着我呢 贾军长不傻 事情发生了一个半月 这才说叶知飞显然没憋着好屁 你小子满月酒的时候 我就说你早晚是个祸害 不带个省心的模样 叶知飞不知羞地笑了笑 嘿嘿 没办法呀 当时我被段天合那小子 欺负得不行 敢怒不敢言 这不 我表哥来了 给我打气成腰 我才敢说呢 你表哥 哦 焦阳兄的孩子 今天有军务 没参加你家这个宴会 怎么 你这个表哥也是个祸害 叶知飞乐了 是个大高手 嘿 以前段天合 张着功夫厉害 还火同杨家那几个王八蛋 老是欺负我 我上次看到 姐姐的店被砸了 就连帮忙都是偷偷的 打了就跑 哪敢招惹段天合 那几个家伙 不过现在好了 段天合刚被我哥给打了 以后啊 我不怕那些家伙了 说的倒是楚楚可怜呢 搞得一旁的杨西赵欲哭无泪 杨西赵哭丧个脸 心里说 王八蛋 都装成这个孙子样 哪怕以前没一军的时候 你不也照样欺负我们几个吗 也就段天合能跟你摆摆万子 而贾军长的敏感性很强 当然也听出了其中的意味 照你这么说 当时砸了龙田狱的 是段家那个小兔崽子 啊 就是他 还有 叶知飞笑着 看了看身边的杨西赵 直接把杨西赵又给吓尿了 但是你尿不尿跟老子无关 叶知飞还是把他抖露出去了 还有杨家的杨西赵 刚才 段天合杨西赵找我表哥麻烦 被我表哥打得屁滚尿流 这不 杨西赵就在我手上 只不过段天合跑了 电话那边 贾军长似乎是一声宁笑 嘿嘿 好 这两个小兔崽子 谁是带头的 看样子 贾军长也只是想找一个带头的杀杀威风 毕竟 同时招惹两大家族还是不太明智的 而要只教训一个家族的后辈 贾军长还不太在乎 段天合 叶知飞说 当然 这一句话也让杨西赵稍微怂了口气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贾军长是个火爆脾气 有时候打板子不问青红皂白 今天把柄落在他手里 打板子会更厉害 而且 别看几大豪门各个根深蒂固 但一般还从不敢轻易招惹这个假魔道 这个将军痞子就像是一尊魔头 招惹是非 不计后果 大打出手 不计代价 究其原因 就是这个士兵出身的草根将军 具有一股子不要命的脾气 此外 因为他这个直爽性格 备受最高层大佬的信任 要不然也不会把首都的大门都交给他 这是个典型的青头将军 异常彪悍 所以 连那些大豪门都对这个贾军长退避三射 说好听的 那是不愿意鱼死网破 说难听了 那是好邪不才臭狗屎 贾军长就是这样一位臭狗屎级别的军事强人 如今叶之飞说断天和是罪魁祸首 杨熙赵当即松了口气 以至于当叶之飞挂了电话之后 杨熙赵舔着脸说了句多谢叶大少 叶之飞则黑黑的拍了拍杨熙赵的脑袋 指着一军说 杨大少 看见我表哥的厉害了吧 以后少招惹他 否则吃大亏的还是你 你瞧人家断天和多精 自己撒压子跑路了 把你扔这儿跟个傻逼似的丢人现眼 杨熙赵是连忙点头 嘴里说这断天和那货不是个玩意儿 其实他心里头也这么想的 因为杨熙赵没什么脑子 纯属一个跟在屁股后头鬼婚的家伙 断天和今天不仗义 以至于杨熙赵也把他狠得牙痒痒 日你断小王爷全家以及先人 你把老子拉来对付一军的 出了事自己跑了 杨熙赵就是这样一个混蛋玩意儿 没本事没志向有脾气 只不过是家庭背景雄厚 这才让他仅凭一腔挠血 击身四大恶哨 要是杨家势力稍弱 他早就从四人名单里滚出去了 此时杨熙赵还想从容而退 但是夜之飞却不乐意了 杨大少 今天这事你惹得不小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回头你们家再误会了怎么办 我表哥出来乍到的 到时候有口难辩 我看还是请杨伯伯和杨阿姨明天来接你 到时候跟老人家说一声 也好让他们心里有数 杨熙赵心里有点发怵 心说回家之后必然被老爷子狠熏一顿 不过还好 至少叶家没准备怎么收拾他 他就怕一军出手 把自己给弄废了 刚才一军的手段他算是见识了 决定这辈子都不再招惹这尊傻神 至于义军也真没跟这个没用的家伙一般见识 自己刚到首都 犯不着一下子把几大家族都得罪了 只要抓住段天和这个头子好好收拾一下 基本上就达到了傻机给猴看的目的 他不是叶家家主 几大家族的争锋 还犯不着由他亲自扛起来 而且他也没那么大的势力 就好像叶清空这样 一个招呼就把首都市公安局副局长给喊过来 以止气使 放在义军身上 这些能量还不具备 而且 陈家段家和杨家之间 虽然是松散的同盟 但是极不稳固 假如能慢慢瓦解他们的利害关系 那么对于叶家 对于义军 都是有利的 义军点了根烟笑着说道 杨兄弟 你是跟着段天和胡闹的 这一点我知道 所以也没对你做啥 所以呢 我是把你当成旁观者来看的 你说是不是 杨希赵赶紧点头 连声称事 叶清空和赵天元等人觉得 义军说这些都没啥用啊 刚才明明那么强势 现在怎么一下子就软下来了 小小的丢了威风 可是义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是想要挑拨离间一下 义军笑了笑说 既然是旁观者 那么麻烦你对警方做个口供 就说是段天和主动纠集一批地痞流氓 找我麻烦 甚至要劫略轻轻当人质 这件事就是录个口供的功夫 不难吧 杨希赵一听 脑人子都疼啊 我去 这是让自己朝死里得罪段天和呀 但是 杨希赵可不敢得罪义军了 而且加上段天和刚才的不仗义 杨希赵当即点了点头 那行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叶清空和赵天元等人当即心中一乐 心说这个义军呢 简直就是当年叶焦阳的翻版 坏得留有 或许 没脑子的杨希赵还以为这是件小事 因为这家伙做事情从不考虑长远后果 只知道不吃眼前亏 但是叶清空等人却知道 义军这貌似轻飘飘的一招 杀伤力很大 如今 只要义军火上浇油一番 彻底挑拨了杨希赵和段天和的关系 那么对于杨家和段家的关系 也是一种损伤 虽然年轻一辈的事不太重要 但也要分情况 比如说 段天和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无论叶清空 赵天远还是陈糊涂 几个人老成精的家伙都意识到 义军这家伙真的能审视多事 能充分利用手中每一点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是个好苗子 将来即便做了家主 也肯定能把同辈的家主玩得生不如死 于是 杨希赵向首都公安局拨打了电话 就是打给了那个吴局长 声称事情都是段天和干的 甚至于 包括段天和想劫略轻轻 到一家宾馆去做畜生之事的想法 也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 那么 警方就要抓段天和了 因为今天这件事影响太大 九十个残废的案子还不够大 但是段家也不好惹 所以 警方本想着稀里糊涂糊弄过去就行了 哪知道杨希赵交代得很清楚 甚至 根据义军的安排 杨希赵把段天和现在可能的藏身之处都交代了 就是在段家暗中控制的一家娱乐会所 当然 叶之飞又再次打电话给贾军长 声称知道了段天和的藏身之处 得了 这下子更省去贾军长的麻烦了 直接搞到了根源上 于是首都的这个夜晚 就不再宁静了 事情基本上处理了差不多 义军笑着说 姑姑 三叔 你们先回家 我还有点小事 只非你带着杨大少回去 要是他自己随便走开了 免得杨家的老辈人着急 咱们和杨家关系不错 犯不着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 这有点睁眼说瞎话的味道 但大面上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清清却一扬脑袋 哥 你肯定是去凑热闹了 刚才说好了带我去的 你回家 义军拍了拍他的脑袋 说是凑热闹 其实也不见得多安全 因为现在看来 似乎乱子要搞大了 我偏要去 清清有点不依不饶 叶之飞也一眨眼睛 卧槽 表哥 你要去段家那个会所 看热闹 这事怎么能少了我呀 不行 杨大少让家里人带回去 我反正要跟你一起的 得了 被两个人给缠上了 义军就是担心 到时候人多形势乱 就像刚才那样 万一有个闪失 就照顾不好清清了 不过有叶之飞 这个年轻高手在一侧 倒是好了点 至少他能临时保护着清清 而这时候 老当义壮的陈糊涂一句话 都是彻底打消了义军的顾虑 陈糊涂哈哈一笑说 别说 连我都想看一看了 走 一起去 好嘛 有这个超级高手陪着 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连清清都乐呵呵地 给陈糊涂捶背 堂堂家主是连拍陈伯的马屁 当然 既然义军和陈糊涂联手去一趟 那么再大的危险 也就不算是危险了 这俩人现在都不算 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强者 但却都能和一尊传奇 占个半斤八两 要是这样的两个人 联手还有什么忌惮的话 那可真就是笑话了 于是义军换了一辆车 车上只有他和陈糊涂清清夜之飞四个人 风一般地杀向了首都赫赫有名的 天上公雀会所 这是一家极为奢华的会所 表面上做着白色的生意 但实际上以黑色黄色灰色的生意为主 时间开办的不算悠久 但是名声极大 里面的设施是一流的 服务是一流的 姑娘更是一流的 据说里面的姑娘 都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 甚至不乏更高学历的清秀女子 所以说 这里的姑娘 哪怕容貌和外面一个等级 但气质上也会高出很多 随随便便 一贫一笑都能勾了魂 甚至一些姑娘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能根据客户的需求 跟你谈文学 谈金融 谈理想 谈道德 以及各种谈 俨然就是其那种 名满全城满腹诗书的顶级名艳 这年头 任何生意都要抓高端 才能挣大钱 收落一个俊俏 有气质 有学问的硕士女毕业生 做这个行的 代价可比普通姑娘 贵上好几倍 但是她能创造的收益 恐怕会是普通姑娘的 几十倍上百倍 而且 首都龙蛇混杂 有钱的人多 有势的人多 哪怕你做再高端的生意 也不乏顾客上门 现如今玩妞 都玩出了作死的劲 只玩贵的不玩对的 当然 这种心态 有点小小的反见 但不可否认的是 等你干了事之后 往一张皱巴巴 脏兮兮的床单上扔二百块 显然没有往顶级姑娘的 那一里塞两万块 更有成就感 无非多花点钱 但是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里边 不缺钱的人多得是 所以 这座天上公雀的生意 一直火爆地让人眼红 既然让人眼红 那就少不得惹是生非 跟开张不久 就被同行背地里黑了几次 又是闹事又是举报 还有故意在里面放鸽子 一砸招牌 但是 人家天上公雀 历经多少次盘查 愣是安然无恙 生意而且越来越火 反倒是那些背地里下黑手的同行 死了一家又一家 渐渐的 有人知道这家会所不好惹 背后肯定有大能在撑腰 但是真正知道其背景的 太少了 因为几大豪门都很注意名声 不愿暴露出和这种生意有关联 所以作为天上公雀最大的股东 段家却从不露面 只是在背地里坐等分钱 当然 利润也丰厚得很 但是今夜 天上公雀这座貌似风雨不动的娱乐业巨头 有了大麻烦了 当义军等人开车 到了天上公雀附近那条街道的时候 大老远的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因为警方已经封锁了这条街 所有闲杂车辆不能入内 当然 这些警察都是无副局长派来的 其实无副局长 也不想过于招惹段家 但是他更要对叶家负责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叶家都是他的大靠山 而且叶清空也悄悄对他说了 只要造足了一点声势 让段家知道警方在追击他 这就行了 到了最后 肯定不会让警方为难 至于收拾段天河的 另有其人 所以 无副局长搞得大张旗鼓 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大动作 在外面封锁了街道 而里面则派了十几个警察 闯入天上公雀 说是搜查一个前逃犯罪嫌疑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 涉嫌聚重滋事 天上公雀的总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颇有一些姿色 但看上去性格也有点男人 历来地方上的有关部门 哪个不给他一点面子 今天倒好 竟然直接闯进来抓人了 好在警方是暴力部门 所以他才给了点面子 低声对带头检查的一位警官笑着说 领导 我们这小店做点生意不容易 你们这群大神一进来 我的客人可都吓怕了 我们做服务业的 查来查去的最影响生意 其中的弯弯绕您也明白 这么着吧 回头我准备点保理 给今天来检查的兄弟们送过去 您高抬跪手 这个警官却冷消了一声 声音也很大 怎么的 当场贿赂警务人员 顿时 整个纷乱的大厅一下子静了下来 大家都明白 这么打脸的话一旦说出来 那就意味着事情根本就没得谈了 这个女经理很没面子 也只能冷笑 不敢 这罪名可真不小 既然各位要公事公办 那就请检查好了 但是请你记住 我们这家天上公雀 不是泥捏的 也不是谁想踩就能踩凉脚的 是吗 好大的口气 这个警官忽然收敛起了笑容 把手一回 搜 女经理不动声色 眼角却闪过了一丝寒冷 事实上 他当然知道这些警察在搜谁 也知道段天和就在店里面躲着 只不过段家是他们的主子 段天和就是他的小主子 他不可能说 本来 段天和躲在这儿只是为了躲避义军的追打 刚才见识了义军的生猛 这个货有点心有余悸 而要是躲到这里来的话 人来人往 而且贵客遍地 义军敢在这儿撒眼吗 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 段天和很放心自己的安全 甚至直接找了天上公雀里最高价的两个女人陪着 发泄雄中的门气 娱乐场所的老板玩自己的员工是个不大不小的机会 但是段天和不用在乎 毕竟从明面上说 段家和这天上公雀并没有关系 除了天上公雀的最高层 其余人全都不知道 但是这才玩了一小会儿 女经理就打电话告诉他 外面来了好多的警车 甚至把这条路都封死了 段天和一听大吃了一惊 当即找了个隐蔽的地下室躲了起来 虽然他不惧怕什么警察 但眼下自己刚刚犯了事 还是小心点为好 毕竟这次他找事的对象不是普通人 而是同样手眼通天的业家 只是段天和在躲起来之后 也知道肯定是被杨西照那混蛋玩意儿给出卖了 因为他们以前是穿一条裤子的死党 段天和经常带杨西照他们到天上公雀里玩 而段天和嘴巴不严实 偶然说出来 其实这店就是他们段家的产业 段天和就说漏过这一次 当时听到的人也只有杨西照 段天和有点急躁 网八蛋 出卖老子 完蛋了 要家里老头子知道我把天上公雀的事捅出来 回头肯定又是一声恶骂 那还算了 就怕二叔那混蛋脾气 说不定一脚把老子给踹翻了 想来想去 段天和只能打电话求助家族的朋友 而他求助的朋友还真的管用 相当的管用 所以就在那些警察追查段天和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在了那个带头警察的手机上 就是今天安排这件事的无副局长打来的 无副局长有点沮丧的说了 不要查了 收兵 啊 这个带头的警官一愣 心说这不虎头蛇尾吗 雷声大雨点小啊 无副 这 咱们刚刚搜到二楼 少啰嗦 让你回来就回来 刚才黄局长亲自打来电话 说这家天上公雀不能查 黄局长 就是首都公安局的一把手 刚好是这位无副局长的顶头上司 而段天和刚才求助的 就是这位黄局长 黄局长平时和段家关系不错 段天和见了之后以伯父相称 如今 段天和忽家虎为的以他家族的名义 请这位黄局长帮着说句话 说别追查天上公雀了 因为天上公雀是他一位铁哥们儿开办的 黄局长一听 这也不是多大的事 平时就跟段家关系极好 现在给晚辈卖个人情也不算什么 所以在局里面问清楚谁负责这个案子之后 就直接电话通知了吴副局长 收兵 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些动作 如今在天上公雀里面 十几个警察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 很是尴尬 而那个女经理则冷笑着坐在大堂经理的位置上 拿着精美的指甲钳修饰着指甲 风情万种 但是 就是不看这些警察 只是低着头冷笑 声音不小的对身边那个保安经理说 老刁 听说昨天来了个脾气不好的客人 非要点咱们的头牌 我说给他安排一位不错的丫头 后来打发了嘛 那个保安头子也很聪明 干这行的 那都是见风使舵看眼色吃饭的 当即知道这位总经理要说什么 于是笑着说 可他不乐意啊 而且还闹腾呢 所以 所以怎么了 这保安头子若有所指地看了看那些警察 然后意味深长 而且张扬无忌地笑着说 给脸不要脸 自然就被打出去了 做得不错 女经理是款款起身 依旧没看那些警察 只是撂下一句冰冷冷的话 对于这样的 就得让他们知道锅是铁大的 给脸不要 在想要的时候 可就没了 我去 这是寒沙摄影地骂这些警察呀 这么明目张胆地讥讽这些警察 由此可见 这个地方已经嚣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要知道 不管怎么说 这次任务终究是堂堂首都公安局副局长 亲自安排的 而这里的副局长 地位甚至高于其他省份的公安厅副厅长 这女经理的话落在警察们的耳朵里 怎么听怎么火辣辣的 特别是最后那一句 给脸不要 再想要的时候可就没了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打脸呢 但是 人家这位女经理说话就是有底气 你干着急又能怎么样 而且说话只是委婉地讽刺 又没直接骂这些警察 而且 撤销任务是市局一把手亲自做出的决定 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所以 这些警察好像吃了一堆活苍蝇 恶心的难受却没地方发火 唯独那个带头的警官有点脾气 没脾气的话 刚才也不会说话那么冲了 临走的时候猛然一挥手 怒视着那个女经理一眼 只不过在她一挥手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茶几上的一支玻璃杯 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此刻这个寂静的环境里边 显得相当刺耳 那女经理本来已经要上楼了 此时忽然冰冷冷地转过身来 露出一个不懈的冷笑 大坏本店的物品是要赔偿的 于是 那个保安头子当即就笑了 一步三摇走到这个警官的面前说 这个杯子不贵啊 五百块 虽然说这里是高档消费场所 但是一支普通的玻璃杯要五百块 这不是讹人吗 而且他们竟然要讹诈警察 太嚣张跋扈了 只不过现场的不少客人却纷纷大笑 客人们都在看热闹 其中也不乏一些有钱有势的 甚至有些还是到这里鬼混的官场人物 更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富贵公子 腰五合六的起哄 要求这些警察马上赔偿 甚至 一个貌似有点身份的贵公子打笑着说 没错 打碎了东西自然要赔 你们放心给他要 他要是蛮不讲理 拒绝赔偿 那就打官司告他们 我给桂店作证 对对对 我也作证 有人起哄 有人吹流氓哨 各种丑态层出不穷 总之 来这里的人都有点地位 有点背景 一个个也都是喜欢凑热闹的主 特别是看到一群警察吃饼 他们似乎更加的欢快 那个带头的警官闹了 五百块 勒索 拨完头子冷笑了一声 对不起 这是小店的规矩 就算我们买货的时候被坑了不行啊 我们进价就是这么多不行吗 各位 付账吧 五百块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都能支付得起 但是 这种窝囊器谁受得了啊 这位警官怒斥着 你们这位经理别走 有话给我说清楚 五百块 你们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那位已经走到楼梯上的女经理 高傲地回过头来 满不在乎的冷笑 那么 你要怎么着 好 算你有种 你说个实在假 我们这就走 走就走好了 本来也没人留你们 至于这价格 女经理的鼻子里哼了一声 然后对那保安头子说 老刁你记错了 这只杯子的价格是五千 众人是再度开始起哄 而那些警察的脸 则一个个憋得通红 五千 只是一句话的功夫 这个茶杯已经升到了五千块的天价 这个警官还想说什么 但那个女经理已经摇着屁股上楼了 根本不听这些警察的废话 你们局长一把手都发话了 你们还嚣张个屁呀 而此时 大厅里的哄笑声更加的肆无忌惮 那群客人们更加的欢快 赔赶紧赔 身上没钱呢 要不老子借你五千 不过要打欠条啊 当拆的可真没出息 五千块都拿不出来 小妹 今儿大哥高兴 赏你五千 来亲一个 对于那些警察来说 如今已经没有台阶可下了 他们要是真的想一走了之 那么对方肯定会状告他们暴力执法损坏物品 而且看着架势 那些保安肯定会阻拦 而阻拦的时候要是发生了冲突 一旦有保安地痞什么的装着被打伤了 事情可就搞大发了 憋着一肚子的怒气 那个警官从衣服里头掏钱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只不过身上没带多少 结果愣是从三个手下的人手里凑了凑 这才凑足了五千块 啪的一声砸在玻璃茶几上 怒而转身 而背后 启哄声已经响爆了全场 那个保安头子更是哈哈大笑 说了句走好不送 活脱脱的气人 几个警察假装没听见 怒冲冲地离开了这家天上工具 对他们来说 这个会所就是个耻辱地 而他们的情景 却被远处一辆轿车里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义军他们 义军等人觉得奇怪 心里头说 警察即便没搜到段天河 按说也不该这么垂头丧气 难道里面出了什么幺蛾子 叶志飞当机打电话给吴副局长 结果吴副局长也就把这件事说了一遍 很显然 吴副局长也很恼火 但这是他们一把手亲自发话要求撤 他也没辙 叶志飞挂了电话 狠狠地把手机一拍 果然嚣张得很呢 而听了叶志飞的叙述 义军和陈糊涂他们才知道 这家会所的底气竟然这么足 不过想想也是 有段家这样的大后台做背景 一些基层的警察哪能伤到他们 而且一开始 一军也压根没指望这些警察能干翻天上公雀 他只是唆使警察搜查 让段天和知道杨夕照出卖了他 这就够了 而且 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至于打击这个嚣张跋扈的天上公雀 那是甲军长他们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路口处是灯光闪烁 一辆辆军车就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除了带头的是一辆红色军牌的普通小轿车 后面是青一色的军用大卡 照着绿帆布的那种 这些军车给人的概念只有一种 人多呀 除了多还是多 军车一共三十几辆 浩浩荡荡 这些军车虽然多是绿帆布大卡车 没有几个值钱的 但却自然带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 狂风一般冲向了天上公雀 此时 义军等人在看热闹 而警方则有些骇然色变的味道 刚才他们接到了局长的电话 说是不但不能搜查天上公雀 甚至还要帮着天上公雀协助一下安全秩序 说到底 是担心匪徒追过来报复 匪徒也就是指义军等人 看样子 这个黄局长算是为了断假而尽心尽力了 那些警察也满肚子的不乐意 因为他们自己都被天上公雀的人给侮辱了 现在反倒要给别人当看门狗 只不过一把手的命令不能不服从 这才只有敷衍了失的在这指指班 但是没想到 他们没等来所谓的匪徒 却等来了一大批的军车 喂喂喂 停下 等一下 几个警察 试图拦截带头的那辆军用轿车 结果对方根本就不理会 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 直奔天上公雀的门前 而小轿车身后的第一辆军用大卡 都是停下了 呼啦啦 重现了一群身着军装的持枪正规军 这些军人一分为二 分别站在街道两旁 原本这些位置是警方封锁街道的 但是警察的位置 却被这些当兵的给硬生生的挤开了 各边警察觉得没面子 还想争执一下 结果被当兵的拿着枪就对准了胸口 警方顿时就拈了 这群如狼似虎的军人 根本就不带着讲道理的样子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还没离开现场的 无副局长上前文化 而首先下来的那些军人之中 带头的是一个中校军官 这个军官嘴里含着不屑的冷笑 听说这里的涉黑势力极端猖獗 地方公安的同志管不了 我们就来帮你们打打黑 无副局长一听 得嘞 活该天上公雀倒霉 怎么就招惹了这群野 而无副局长身边的一个刑警队长 却是一把手黄局长的嫡系 他刚才接到了黄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得到了黄局长的严格安排 务必确保天上公雀的安全 但是没想到 一转眼就出了这种事 这位同志 这是我们地方警方的职责所在 请 这个刑警队长不知道 他现在在警方内部已经犯了重怒了 刚才 天上公却把大家欺负得跟狗似的 现在人家军方来做这件事 你这个刑警队长反倒推三阻四的 那个中校军官冷笑着端起枪来 一下子顶住了这个刑警队长的胸口 而后轻蔑地摇晃了一下枪口 示意警方所有人都出去 而嘴上只说了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 这里实施军事管制 善入者示威破坏军务 格杀无论 出去 这一句话一出来 军官两侧几十条枪哗啦啦的都举起来了 极其惊人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其实警察遇到之后 也说不清什么道理 除了那位无副局长是个见过世面的 其他的警察都吓得有点发傻 无副局长一挥手 撤了 现在人家军方接管 大家伙注意配合部队同志们的行动 无副局长心里头还安乐呢 心说看这个架势 似乎军方要给他们报仇了 当然 大多数警察也都是这样一个想法 既然是这个态度 那个中校军官这才对无副局长点了点头 并且板征地敬了一个军礼 无副局长也不含糊 回敬一个之后 当即拉着大批警察离开了封锁线 不过警察也没走 同样在不远处看热闹 因为刚才天上公雀的人太嚣张了 搞得他们一肚子火气 现在警方倒是要看看 你们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 所以说 除了那个刑警队长 其余的都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此时 只有第一辆军用卡车停下了 车上几十个士兵封锁了街道 剩下的几十辆卡车子 轰轰烈烈地杀了进去 极其凶残 车队太长了 前头那辆到了天上公雀的门口 车队的尾巴还在打劫外面 但是这样的阵势就足以吓死人 而此时 最前面两辆车的士兵已经冲了下来 呼喇哑抄下了几十个整齐军装的战士 手里头个个端着枪 一窝蜂地就冲进了天上公雀的大门 这一下子了不得了 看门的几个保安 一开始正牛逼哄哄地 恭送那些警察呢 没想到一转眼来了这么多的狠货 带头的一个保安上前一步 当然不敢阻挡 只想问问情况 哪知道对方根本就懒得回他 重重的枪托 一下子砸在了他胸口上 当场就倒下了 随后 这批大约四五十人的士兵冲进了大厅 就跟大象闯进了瓷器店似的 整个大厅顿时就炸了锅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刚才嚣张无比的保安头子张嘴问 啪 回答他的是一记响亮的巴掌 你们敢死闯 砰 枪托子就砸在他脑袋上了 身边几个保安冲过来保护自己的老大 结果当即被几个战士拿枪指着胸口 平时张牙舞爪的这些保安就都老实了 一个上校军官冲过去 照着每个人脸上打了一巴掌 连话都懒得说 随后 这个上校军官转身看了看自己的兵 大手一挥 搜 搜什么搜啊 这简直就是总攻令 在他这一声招呼之后 几十个战士如狼似虎地冲向了每一个包厢 门把手都是虚的 谁还用手开门呢 上去就是一脚 大厅里头鸡飞狗跳 女人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包箭里面更是怪叫连连 偶尔传出几个自视有本事的男人 腰无喝溜的声音 但随即就传出更加响亮的巴掌声 倒地声 惨叫声 求饶声 什么名贵捉衣家具 全被砸烂了 玻璃灯饰高档器皿 全都成了碎玻璃渣子 各类电器被砸了个稀巴烂 高档鸣酒碎落了一地 乱了 这里的形势全都乱了 但是 这才仅仅是前面两辆军车上的战士 就在前面这批战士疯狂冲向二楼的时候 又有几十个战士从军车上跳下来 疯一板的就杀进来了 杀气腾腾 随后又是几十个 再随后还是几十个 远远不断 整个天上宫阙会所当中 到处都是当兵的绿军装 以及乌鸦鸦的枪管子 到了最后 当兵的甚至比这里的客人都多了 可是冲进来的架势依旧还没停 简直就像是战争 一股巨大的洪流要把这个地方彻底的淹没 最前头的士兵已经一路砸上了最高层的五楼 而门外的大街上 后面的军车还没停稳呢 里面的虎狼之师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呢 乱了套了 刚才还得意洋洋 张扬跋扈的天上宫阙工作人员 此时一个个都成了傻子了 至于那些凑热闹推波助澜的客人 此刻更吓得战战兢兢 哪怕你再有身份 再有能量 在这群兵爷面前没道理可讲 刚才有几个逞能讲道理的 脸都被打肿了 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到现在都没能站起来 最前头的士兵砸到了五楼 基本上把此处破坏了七七八八 而后面的继续往上冲 结果又给砸了个第二遍 等第三遍砸过去的时候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了 这座奢华极致的超级会所 此时已经近乎一片瓦砾场了 不一会儿 一群光屁股的男男女女被驱赶了下来 更把此处的气氛掀上了一个高潮 一群士兵拿着枪顶着这些光屁股男女的后背 有不听话的直接捅上去一枪管 根本不听任何解释 各位 各位 我是市政府工作的 这个光屁股男人正慌不择言的说什么 结果被一个排长一脚踹翻了 老子们在外头出兵放马 就保护你们这群王八蛋 再他们啰嗦一句 篮子给你砸爆了 一个脾气泼辣的小姐扎着呼呼 自以为受到了天大的屈辱 谁只还敢破口大骂那些当兵的 这不活腻味了吗 一个兵痞子一脚踹在她的胸口上 估计奶子都被踢中了 而当她晕晕乎乎倒在地上之后 刚好倒在一个少尉军官的脚下 这个少尉军官二话不说 厚重的军靴一脚就踩下去了 把她奶子给碾压成了一个肉饼 一个臭卖逼的不要脸 废话真多 总之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和王法了 所有人都被彻底的吓怕了 而这时候 楼上又下来了一对战士 只不过在他们当中 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 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这个女人 恰恰就是刚才高傲如天鹅一般的总经理 不是很牛叉吗 不是把警察当成小孩子训斥吗 不是说一只杯子就要五千块吗 行 你看看这铺天盖地的碎玻璃叉子 准备要多少钱 不要脸的玩意儿 这个女经理虽然平时张扬 但此刻也真的怕了 怕得要死 他从来不曾想象 有朝一日会遭遇这种类似于战乱一般的可怕场景 刚看到一群战士冲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 他还怒斥一个带队的中尉 哪知道这个中尉根本就不理会 照脸上正反就是三巴掌 打得他晕头转向 随后 这女经理又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人 认识谁是谁 甚至扬言要告他们去 告 好啊 那是以后的事 但是今天爷们说了算 于是 军靴的鞋底子一脚蹬在他脸上 算是彻底破了像了 鼻梁鼓当场塌陷 眼睛也肿了一个 如花似玉的脸上被蹬出了一道吓人的血口子 以后哪怕是愈合了 也会是一道猙獰的伤疤 这妞是再也不敢装逼了 惊讶万分地缩到办公室的墙角 结果被一个战士一步冲上去 抓住头发愣是给扯了下来 从三楼一直拖拽到了一楼大厅 直到他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 头发还在一个当兵的手里攥着 刚才已经被扯掉一把头发了 这回当兵的抓得头发多 一把扯着头发 那群当兵的急匆匆往楼下跑 这个女精里则连滚带爬的被拽着下楼 得嘎噔噔不知道撞了多少次 全身都被楼梯割得面目全非了 原本高贵天价的真丝旗袍 此刻已经被拉扯得不成样子 丝袜上刮出一处处的破洞 上边有血 也有军靴的脚底印子 扑通 伴随着那个中尉的一脚 这个女人算是暂时摆脱了苦难 被一脚踹到了大厅里边 现在 她连寒娇的力气都没有了 刚才还趾高起扬 不可一世 现在彻底沦落成了一个 窃窃懦懦战兢兢的傻子 在她那边 不是那些光屁股的男女 就是一些彻底昏迷过去的家伙 之所以昏迷 是他们刚才竟然还试图逃出去 开玩笑呢 外面的军人到现在 还有挤着进不来的呢 你还想出去 所以 不管是客人 还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只要是想逃的 没出门就被砸晕了 随后 又被扔死狗似的给扔了进来 天上宫雀的大厅之外 义军等人远远地看着 大体能看清 这大厅里边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 虽然不知道楼上怎么样 但可以想想 上面那几层 也肯定被砸了个稀巴烂 义军对这种事最有经验 当初他也这么蛮横地干过 只不过人数没这么多 单体实力倒是很强 因为他带着的几十个战士 都来自于虎枯 那是多久远的事啊 义军会心地笑了笑 抽了个烟 轻轻则乐得合不拢嘴 哈哈大笑 王八蛋段田和 刚才还想找老子麻烦呢 这下子傻了吧 叶之飞也笑了 对着义军说 表哥 这一回不知道段家会心疼到什么地步 嘿嘿 心疼是一回事 关键是丢人 首都这几大顶级豪门 谁被人家这么砸过 这简直就是抄家呀 啊 回头向外大面积散布消息 就说天上宫阙是段家暗中开办的 勾结涉黑势力 既然让他丢人 那就是要丢个彻底干净 好嘞 表哥 你可真是坏死了 不过 我喜欢 表哥 你以后再做什么热闹事 可千万得带着我 一定啊 义军笑了笑 没再说话 依旧盯着大厅里面看 此时的天上宫阙的大门那儿 也都被砸了 金碧辉煌的超大型落地窗 以及旋转门等等 全都成了一片碎玻璃 看上去就冷嗖嗖的 身旁的陈狐图若有所思地说 义军 虽然砸起来很爽 但不好收拾残局呀 军人不该过问地方上的事情 到时候恐怕 那位贾军长要收牵连 再怎么说 段家也不是尼捏的 这个贾军长倒是个直爽人 但是这动静也太大了 义军淡淡地说 贾军长时候会意识到 这一点的 确实后果严重 轻轻眨了眨眼睛 可是 我觉得这贾军长很可爱呀 哥 他会受多大的处分呢 义军摇了摇头 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脸 放心 哥都替他想好了后路了 听到义军如此的未雨绸缪 轻轻心里头只有崇拜的份 倒是叶之飞眼皮子一抖 好啊 表哥 看来你是谋定而后动 要是这么玩还没事 那可就太爽了 不行不行 以后你真的要是祸害谁 一定要喊着我 踩了人还没有后顾之忧 一想就乐呀 义军笑了笑 估计观察这形势也差不多了 于是拨通了赵天远给他的号码 喂你好 是贾叔吗 我是叶家的义军 就是那个刚刚 哦 我知道 娇阳兄的那个小子 贾军长笑着说着 似乎心情很是不错 回头咱爷俩认识认识 哪天有时间了 我打你这个电话 义军笑着答应下来 随后说道 其实我有件事 要对贾叔说一声 现在您的兵砸了天上宫阙 引发的动静太大 哦 我是凑巧路过这 刚好凑巧个屁 明说去看热闹就是了 贾军长貌似是大老粗 但实际上聪明得很 要真是个没脑子的 如何统一十万精锐大军呢 我知道 这事有点大 不过也就是给点处分什么的 没啥大不了的 但是实际上 贾军长心里头的姑测 比这个结果严重 只不过他是个急性子 而且又很宠溺 把兄弟留下的那个闺女 所以今天做事 才更加的猛烈 另外 上次他被段天和等人砸了场子 使他在圈子里边也很难混 都觉得他这个猛人竟然被人给阴了 这种看法积累多了 会影响他营造几十年的厮杀汉的形象 要知道 这个蛮不讲理厮杀汉的形象 正是他跟各大势力斗争的最佳的防护医 很多时候事情闹得不小 最高领导层都觉得他本来就是粗人 所以哈哈一笑也就作罢了 而那些事要是放在别的将军身上 恐怕早就被撤职了 所以 别人打过来 他必须打回去 不然的话 他这个滚刀肉的威风就没了 以后也不好混 但是他也知道 段贾的实力不小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故意把杨西赵给放了一马 因为他知道 招惹一个段贾就够头疼了 要是在同时面对杨家的话 他这次恐怕就要玩杂了 义军听完之后笑着说 贾叔意高人胆大 这是必然的 不过段贾也是条穷凶极恶的疯狗 见人就咬 最好还是防备一下 杂都杂了 无非就是打嘴皮官司罢了 还怎么防备 贾军长虽然觉得没别的路子 但还是不由得问了一句 因为他隐约觉得 叶家这个小子有点不一般 义军笑着嘀咕了几句 顿时让电话那边的贾军长 眼睛一亮 哈哈大笑的声音 显示出他现在极度欢畅的心情 哈哈哈哈 好小子 行啊 该天你到我这来一趟 咱们爷俩认识认识 这那么典型的狗头军师啊 跟叶娇阳当年一个德行 老子身边 就缺一个这么缺德的师爷 嘿嘿嘿 义军那个头大呀 心说还有这么夸奖别人的 而一旁的叶之飞更觉得有意思 两眼冒光的说 表哥 我知道你为啥发展这么快了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坏字 坏到骨头缝里头了 陈乎图在一旁免续微笑 心说把清清交给这个货来保护 这辈子肯定吃不了亏 呀得 年纪轻轻的 肚子里的坏水怎么就这么多 随后 贾军长给带队砸电的 那个上校军官打了个电话 基本上就是按照义军的建议 做出了新的指示 于是在天上公雀的那个大厅里边 那名脸色猙獰的上校凝笑了一声 大声喝道 来人 把天上公雀的工作人员赶到东墙下 小姐和客人赶到西墙下 一连一排把大门堵死 一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 一连二排在大厅维持秩序 剩下的都给我继续搜 搜出断天河为止 顿时 大部分士兵继续搜不去了 而整个大厅里的人 潮水般的分成了两部分 分别躲在了两边的墙下 都是把中间位置给空了出来 这个上校军官把一个上尉喊过来 在耳朵边嘀咕了几句 于是 这个上尉当即带人 跑到了客人和小姐这边 取出了摄像机 数码相机 挨个盘查那些客人 立马之间 那些客人被吓得脸色苍白 这些人非富即贵 因为一般人没资格到这来消费 无论是官场上的人物 还是社会名流经济圈大腕 哪一个不重视自己的名声啊 这又是传出去了 社会名流算是砸了脸面 家里边的母老虎也会闹翻了天 至于那些当官的 更是要摘了乌纱帽 而且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有作风问题的一般都有经济问题 到时候一旦倒下 肯定会盘查经济问题 那就更要面临牢狱之灾了 不少人都拒绝回答自己的身份 但是挡不住这些兵痞子挨个打脸 当一个家伙的脸肿得像猪头的时候 这才无奈地说出自己是某局的局长 被朋友请来放松放松的 第二个回答的 是一个社会著名军旅歌手 年纪也是老大不小了 典型的为老不尊 正常时候 这些士兵见了这位还得经理呢 但是今天不用客气 一个基层军官上去就是一巴掌 骂了一句丢当兵的脸 于是就接着盘查下一位去了 最终折腾了大半夜 把现场两百多名客人的名号都问了出来 也都记录在案 拍下了影像资料 当然 更大的照片是那些光着屁股的男男女女 白滑滑地挤在一起 甚是壮观 这种大场景和每一个客人的单独照片放在一起 那么即便没脱衣服的 也同样是颜面无光 因为一旦公布了这些资料 社会公众谁管你脱没脱呀 反正知道你干这种事去了 这一回 贾军长算是捏住了一个天大的把柄 而就在盘查几乎结束的时候 一群士兵推推嗓嗓地从地下室带出来一个人 蓬头垢面的样子相当狼狈 段天和 这位段家大公子实力不错 但挡不住一群虎狼之士拿着枪顶着脑袋 刚要折腾一下 结果就被一连串枪响给震蒙了 发蒙的时间里头 军中一个高手一拳把他给放倒了 等段天和被拉出来的时候 天上宫阙的高层都震惊了 这是他们的少主子 但他们也没办法帮忙 那个木高屿鼎的女经理现在彻底的怕了 哆哆嗦嗦地蜷缩在墙角 甚至不敢看段天和 因为就在刚才 在一群士兵的逼迫下 他交代了天上宫阙 确实就是段家的产业 段家的股份占到了惊人的80% 而且对于这一点 其余的几个高级管理人员也都予以了确认 财务主管甚至更加实在 直接取出了往来账 显示着大笔的利润 都源源不断地汇入了段家指定的账户 这开户之人虽然不姓段 但只要顺藤摸瓜 抓到这个人 查封这个账户并不难 与此同时 军方拎着油气无力的段天和 要求段天和指认所有和段家关系不错的客人 这里面确实有不少客人 都是请过来消遣的 又或者是段家为了办什么事 把对方邀请到这里花柴花柴 搞搞公关什么的 毕竟在自己的店里感觉更安全 当然 今天这事可真没有一点安全可言了 在段天和的指认下 一共十几个人被确定是段家的附属人物 其中甚至不乏有头有脸的家伙 当然也是段家体系之中的重量级人物 或者说是段家的重要杆将 一旦这些人都落马了 加上天上公确的垮塌 以及社会影响后续的侵袭 恐怕整个段家 顷刻间会遭受断肢一般的重大打击 那名军官宁笑着 指了指天上公确的高层 对着段天和说 小子算你实相 老实交代了这些事 其实问你也只是核实一下 杨西照那小子早就供出这天上公确 是你们段家的产业 而且这些高管人员 也都供出了具体细节 幸好你没说瞎话 否则老子一巴掌打掉你的牙 段天和气的牙痒痒 一来因为这个军官太不给脸 二来因为杨西照跟眼前的高管 全都背叛了 王八蛋 回头有你们好看的时候 此时 这个上校军官这才悄悄把段天和拉到一边 低声说 小子 要是你不笨的话 应该知道我们真正的来意吧 前一阵子 你他妈砸龙田玉好像很开心 是不是 段天和早就猜到这群冰痞子的来历了 否则也不会这么老实 假魔道那家伙不好惹 连老爹段英豪有时候都让他三分 不过他现在也有点小小的后悔 后悔当初真不该意气用事砸了龙田玉 知道好 当时龙田玉的损失不到十万块 而自己家这个天上公雀呢 完全成了废墟呀 而且天上公雀的档次本来就比龙田玉要高 随后呢 军方倒是没带走任何人 来如风去无影 只留下了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破摊子 那个女经理等人再也不可能装逼了 登兵的一走 他就吓得哇啦一声哭了起来 一群挨打的小姐也嚎头痛哭 好像是被人嫖了霸王鸡似的 在场的客人没有一个敢留下的 全都匆匆忙忙离开了 提心吊胆 当时军方录下了他们的影音资料 一旦公布出去 他们的前途就完蛋了 特别是那些官员 肯定彻底玩完 请可见 天上公雀之外的人走得一个不上 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段天和有点发傻 愣愣的看着这一切 他本来都要慢慢接掌这个大家族了 结果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天上公雀被砸了 家族骨干保镖 他手保安被打残废了一大半 那可是九十个残废 万一到时候老爹勃然大怒 会不会把家主的位置交给自己 弟弟呢 不好说 以前要不是二叔段英奇偏爱自己 或许自己根本就不会被当做继承人来培养 但是这一次 恐怕二叔也不会维护自己了吧 哭什么哭 跟他们吊笑一样 烦死个人 段天和大怒着说了一句 拂袖而去 这件事 段天和不敢向家里面隐瞒 因为迟早隐瞒不住 所以 这霍仙是怯懦地把事情汇报给了 脾气好一点的三叔段英姐 结果依旧被三叔在电话上骂了个狗血喷头 但是他三叔终究是个软性子 让他暂时别回家 免得被他老爹拿棍子打瘸了腿 到时候老爹段英好 要是找不到他 三叔会帮他说话 就说是三叔让他出去的 段天和是满嘴地委屈劲 在三叔段英杰面前狂拍马屁 随后就藏到了一个 狐朋狗友开的大酒店里面 躲在里头不敢出来 现在倒不是怕异军他们追击了 反倒是怕被自己老爹和二叔找到 把自己揍个半死 瞧这个新四大恶哨的老大 混的是何等的悲剧 而家主段英豪 接到了三弟送来的这个消息之后 当场差点气昏头了 他早就有所准备 知道假魔道那家伙一旦报复 肯定会很生猛 但是也没想到会生猛到这种地步 简直是寸草不生 鸡犬不流 这还就罢了 毕竟是迟早的事 更让段英豪气急败坏的 则是段天和不经他的允许 竟然就敢纠集近百人去围杀叶家的少主子 这是随便弄的吗 动静这么大 不要命了 像当年 段英豪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黑手拼出 黑砖狂砸 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底线 也都大体遵守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 至少不会太明目张胆 无法无天 可是现在这一辈的小子 怎么都没脑子呀 更气人的是段天和纠集了近百个保镖 竟然还没打赢 打不赢也就罢了 结果还等于是全军覆没 一下子造就了九十个残疾人 他们把段家都搞成残联了 这是武力上的巨大损失 也是微信上的巨大损失 同时也是财富上的巨大损失 山后不需要钱 给九十个保镖买断后半生 不需要钱 段家不敢做黑心老板 因为在这些保镖里边 给段家做过见不得光的事情的家伙 太多了 要是这些家伙看到段家 对他们不管不问 肯定会反水 而一旦捅出什么篓子 那么段家的形势会更糟糕 混蛋 混蛋 把天和那小子给我找来 老子要打断他的腿 王八蛋叶家 什么义军 下手也真狠 九十个 九十个 这是把段家的脸都打肿了 还有贾摩道 你他妈装傻重愣几十年 还真以为老子拿你没辙了 来吧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狠 去 把你们二爷请来 段家老二 段英奇 人如其名 是个英才 也是个奇人 像当年 他和陈印道 叶娇阳 赵天恒 同为那一代的四大恶哨 只不过是屈居末位 但是 谁也不敢轻视 他这个末位的恶哨 究其原因呢 是他的出身 具有着绝对的劣势 陈印道 叶娇阳 赵天恒 这三个人 是各自家族的长子 也都是未来家主的继承人 这样的人物 手里面握着的资源 太强大了 虽然不说什么血统论 但是嫡长子 未来家主的身份 能够让他们更加从容 比如清清 要不是家主 他能调动陈胡图 这样的高手吗 而且 对方在针对他们 做什么的时候 也不能简单看作为 普通的豪门子弟 而是要把他们 当成半个家主来对待 如此一来 对手就会不可避免的 有些束手束脚 至少要考虑再三 能不能惹 还得考虑考虑 可是 段英琪不一样 段英琪 不但不是家里的长子 甚至更是一个私生子 当年段家老爷子 醉酒乱性 和家里的一个女仆 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导致女仆怀孕生子 这个儿子就是段英琪 那时候的段家主母 也就是段天和的奶奶 几乎把家里闹翻了天了 很显然 作为私生子的段英琪 地位也极其尴尬 甚至可以说极其不利 长大一些的时候 段英琪 别说借助家族的势力 甚至连自己家里人 都欺负他 而外人 要是针对他做什么 家里面也不会有人出头 那些家族 高手 下人们 也多是视力眼 白眼狼 谁瞧得起 被太太极度压制的 这个私生子 要不是段家老爷子 多少要保护一下 这个儿子 恐怕段英琪 就遭了打烊了 而和别的家族 所不同的是 段家的老大段英豪 却是个心胸大度的人物 虽然老妈很讨厌 家里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是段英豪 并不怎么看待 相反 段英琪小时候 受了什么委屈 在外头被谁给打了 被谁给骂了 多半还是段英豪 帮他出头的 处处都照顾着他 因此 当段英琪长大成了气候 哪怕对整个段家恨之入骨 但是对这个大哥 却是无比的顺从 长胸如腹 这一点在段家兄弟身上 表现得极其明显 因此 对于大哥的儿子段天和 做二叔的段英琪 也是百般宠爱 他要把大哥当年给他的恩惠 十倍百倍地回报在大哥的儿子身上 这是一种近乎极端的宠爱 甚至有了报恩的情绪在里边 加上段英琪为人性格乖皮 一辈子没有婚配 于是乎段天和就成了他的儿子一般 甚至于 连段天和这样不争气的顽固子弟都被段英琪 硬生生打造成了一个大师级的高手 但是从这一点来看 段英琪在这个大侄子身上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啊 有人甚至说 要不是段天和这混小子耗费了他儿叔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在各大家族之中 甚至有可能极为稀奇地出现一尊传奇 没错 就是传奇 哪怕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 段英琪也依旧是一个顶级泰斗 而且十年前就是疯狂如图的顶级泰斗 至于段英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当然也跟他的出身有关 从小备受歧视 家里家外双重歧视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歧视 是段英琪的性格稍微扭曲的同时 也爆发出了惊人的伤进心 他要奋斗 要改变自己的一生 要用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受过的屈辱 全都还给对手 他要一巴掌一巴掌地打脸 回报那些曾经殴打 侮辱轻视他的任何人 所以在偶然得欲名识之后 段英琪断绝了一切浪费时间的娱乐活动 甚至连上学也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反正老爸不管自己 老妈更不在乎自己 在那种变态的努力下 他的功夫倒是疯狂地提升 幼儿园和小学三年级以前 大哥段英豪在外头保护着他 小学三年级开始 他已经能跟大哥并肩作战 跟别的家族子弟们对殴了 要知道 他比段英豪小了三岁 在孩童时代 三岁的差距是难以逾越的 让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去和初中的孩子打架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那时候的段英琪就是这么牛 他就是帮着大哥跟那些初中痞子打架 反而是胜多败少 而一旦等段英琪到了初中时代 情况就完全变了 初步长成个头的段英琪 完完全全成为了豪门子弟中的怪胎奇葩 作为一个初一的孩子 反倒经常跑到高中部里头 帮着大哥教训别人 甚至连当年的陈印道都被他揍过 他天不怕地不怕 闯了祸无非回家一顿毒打 但是谁敢向他老爷子告状 他第二天就会把告状的家伙 变本加厉的再打一顿 要是再告状 第三天报复会更加的翻倍 于是渐渐的 再也没人敢招惹这个不要命的段家小子 而段英琪在那一代人之中 也有了一席之地 一般来说 陈印道 叶娇阳 赵天恒 段英豪等人算是同龄人 以至于赵天元等小弟都得靠边站 因为年龄上有差距 但是 小了三岁的段英琪 却始终被使为和陈印道 叶娇阳 他们一个层次的 就能排进当年四大恶哨的榜单 让他的性格越来越暴力 到现在 除了大哥段英豪 已经没有谁能压制他一分一好 家里边这样的一尊狠货 那就是一柄大杀气 如今段英豪遭遇了假魔道那样的活颜落 那么段家 自然要请出自己家里的这位拼命三郎 有人去请二爷段英琪了 而老三段英杰则愤愤不平地说 大哥 咱们就不能正大光明地反击 他家魔道打我家天和 还打了我们天上宫阙会所的人 咱们就是反击 圈子里能说什么 段英豪却由头说 毕竟是天和先砸了他的龙田玉 虽然砸的程度不一样 但终究是一报还一报 假魔道看起来疯疯癫癫 但实际上心里头有数 只砸垫打人 但并没出一条人命 甚至也没抓了天和 这就是一个底线 他虽然做得爆裂 但并未突破底线 段英杰不服 那么他擅自调兵打砸商户 这也是军中打击 咱们到上头走一趟 让那些军中大佬平平理 王八蛋 咱们在军里头就没朋友了 任凭他在咱们头上拉屎撒尿 段英豪苦笑了一下 私下里报复咱们不占领 要是明着以官方的方式解决 咱们吃亏更大 下边人向我报告了 说是假魔道的兵 把天上公雀和咱们家的隶属关系 调查的一清二楚 录下了影像资料和口供 老三 这种事一旦捅出去 咱们整个段家都跟着丢人 堂堂大家族 做这种涉黑涉黄的生意 掩饰起来心照不宣还好 但要是捅到了上层 几个大佬会怎么想啊 段英杰狠狠地砸了一下自己的腿 段英豪说 更重要的是 他还录下了每一个客人的资料 这才是真正的狠招 一旦曝光了出去 那咱们的朋友就都栽了 依附与咱们的那些名流也都栽了 咱们的人脉关系损失 会惨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甚至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牵扯到咱们家太多的事 老三 风起于清平之末 多少大家族的跌落 都起源于一些貌似微小 但实则险恶的小事 不能不防备 此外 贾摩道这次手段更掉了 他明目张胆记录下每个客人的丑态 偏偏没放出任何威胁的狠话 这就是在向我们示威 段英杰也明白 贾军长这种示威的真正含义是 你们段家要是认怂了 那老子也就把这些肮脏资料都留着 就此罢手 但你们要是敢把事情捅到上层 那么老子也来一个鱼死网破 搞出一个轰轰烈烈的破天大官司 你们段家暗地里经营银贿场所 但是当天遇到的被腐化官员就十几位 社会名流更是数不胜数 这种丑闻一旦爆发 你们段家吃不了兜着走 段英杰摇了摇头 忍着一肚子的郁闷 恶狠狠地揉捏着自己的脑袋 妄八蛋假摩道 做事怎么变得滴水不漏了 以前只知道这个货装傻充愣 想不到多年不交手 这货现在花花肠子这么多了 段英侯子冷笑了一声 背后有高人 假摩道虽然貌似憨厚实则精明 但是这种黑手段 还不会这么炉火春青的 玩这种软刀子胁迫的 是正八经的黑道手法 半是冠冕堂皇 半是泼皮无赖 最让人难以招架 段英杰一愣 大哥你的意思是 叶家 无论叶之飞还是义军 这两个混小子 都等于是地下世界的大消极人物了 段英侯没有回答 因为无论义军还是叶之飞 确实都是难缠的小家伙 包括警方追击段天河 知道段天河下落的事情 段英豪也已经清楚了 是杨家那小子杨西赵搞的秘 也就是说 依照段天河那性子 以后段家和杨家下一代的关系 不可能处好了 偏偏的 段天河 杨西赵又分别是 两家下一代的家主培养人 一旦这两个小子交恶 两大家族的关系会陷入冰点 这也是勉里藏针的飘忽一招 看似无关大碍 但实则影响深远 总之 今天这一连番的事情 都透露着浓浓的地下世界 也出事风格 联系到义军的交连 联系到叶之飞身为黑暗如来干儿子的事实 联系到杨西赵被叶家活捉的现状 段英豪不由地不怀疑 这是义军或者叶之飞的黑手段 他叹了一口气 哎 叶家的两个小子 渐渐成气好了 老三 你知道我现在最恨的一件事 是什么吗 段英杰隐约猜到了大哥的忧虑 但是没好意思说 而大哥自顾自地说 就是家族下一代的存续问题 都说家族底蕴如何如何 家族积累怎样怎样 但是 再后的底蕴 再多的积累 也经不起一代人的挥霍 富不过三代 霸不过十年 这是老调子 但也是历代仙人总结出的 活生生血淋淋的经验 说到底 人是最大的关键 人 这确实是最大的关键因素 当年叶家虽然风雨飘摇 但因为一个叶清空的苦苦支撑 竟然就七死回生了 而更早时候 那个更加庞大的谢家 却仅仅因为一代家主的挥霍无度 只经历了一代就轰然垮塌 令人扼挥霍 如今段家的下一代不成器 杨家下一代也不行 陈家下一代虽然不那么吊儿郎当 但也只能算是资质平平 反观对手那几个家族 有义军 有叶之飞 也有政治新兴周末沙 军方新秀赵紫玉 人才辈出 两方的下一代人马 已经比较 优劣对比太明显了 可以预见的是 哪怕段家 陈家 杨家 这三家 现在的家主 历经图治 但是交到下一代手里的时候 也会被对方的下一代 以摧枯拉朽的态势给击垮 哪怕整个盘子不分崩离析 但也会处在一种极为悲剧的境地 特别是叶家的强势复苏 简直太让人揪心了 下有义军这个大令类 以及叶之飞的潜心经营 还有赵家新家主作为干女儿 下一代的强势无可比拟 如日中天 考虑到叶教阳那惊人的财富回流 以及这三家的侧影 叶家说不定将来会出现 一家独大的可怕态势 均衡一旦被打破 对方的绝对优势一旦形成 恐怕就是几十年的俯首成臣 能从今天这一连串的事情 考虑到未来几十年的气韵 说明段英豪是一个目光长远的家主 同时也说明了老一代的人物 平均素质是远高于现在这一代的 只不过 对于人这个因素的巨大欠缺 他就是能力再大 也只能无奈地叹息 纵持阴阳手难有灰天力 这才是最大的无奈 老三段英杰没说话 默默地盘算着 说到底 下一代人物的堕落 他身上也有难以摆脱的关系 一直以来 大哥段英豪倒不是太宠溺段天和 可是段英杰和二哥段英企 却是宠坏段天和的最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两个亲叔叔的庇护之下 段天和这才成了一个 骄纵无法暴力自衰的混蛋家伙 偏偏的 到现在段家老二和老三 还是很待见这个孩子 因为段天和是段家下一代第一个男丁 一群长辈含在嘴里头都怕话了 照顾的就跟皇家太子爷似的 但是现在段天和已经被证明真的不行 假如这孩子接掌了家主职位 恐怕能把整个段家拖进深渊 所以段英杰也隐约猜到 大哥竟然动了更换继承人的念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关乎整个家族未来的走向 事关重大 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段英杰摇头说道 大哥 你不会是想 天和这孩子虽然有些小毛病 但是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同样是个废柴 老三 不得不承认 咱们这二十年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别自欺欺人了 今天没遇到义军和叶之飞之前 我还没有这么大的感触 真的 谁不觉得自家孩子好啊 可是当能力素质差别 真的太过巨大的时候 硬着头皮说自家的好 那就是掩耳刀铃了 有百害而无一利 段英杰深深地皱着眉头 感到脖子上很沉重 二十多年来 家族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段天和 剥下了英雄种 却收获了一条鼻涕虫 大哥说的没错 段家老辈三兄弟二十年的心血 确实算是白费了 以前不跟叶家那两个小子比 差距还没这么明显 而且不经历今天这番打杂事件 更不会让人觉得段天和惹是生非的能力 总之今天这个遭遇 让段英豪真的产生了沉重的无力感 也同时产生了更换继承人的想法 以前虽然段英豪也对段天和不满 也曾有过更换继承人的念头 但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强烈 段英杰想到这儿 不由得摇头说道 大哥 这件事太重大了 而且小二的年龄还小 正在读大学呢 错 段英豪叹息着说道 我倒不是嫌小二年龄小 反而嫌他年龄大呀 二十岁了 现在也成了一个文苦子弟 难成大气 在大学里面就不务正业 只知道开豪车 耍阔气玩女人 让小二这个混蛋跟叶之飞比变 叶之飞不也在赌大学吗 人家是什么状态 一棵树苗小时候长歪了 还能矫正过来 真的等到长成了大树 那么歪成啥样 就只能是啥样了 硬要掰过来 只能是掰断的结果 所以对于小二 我也不做考虑 什么 段英杰大吃了一惊 甚至一下子站了起来 大哥你难道 不行 绝对不行 有什么不行 你家天同 不也是咱老段家的种 好家伙 段英豪竟然抛弃了 自己的两个儿子 要培养老三家的段天同 为段家下一代家主 这是一个重大决定 做出这个决定 也需要极大的毅力 极大的无私 亲侄子确实够亲近了 但恐怕没几个人 乐意把庞大家业交给侄子 却让两个儿子靠边站 段英杰也不是装样子 他是真的不想出现这一幕 大哥 不是我矫情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一旦出现了这种结果 你让圈子里的老少爷们 怎么看我 我知道你的心 可别人怎么想 帮着儿子去夺两个侄子的家业 大哥 这让我陷入不仁不义了 而且天同的孩子 虽然没大毛病 但也不是个有大本事的 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段英豪膝下就两个儿子 而且都不成器 老二段英齐这一辈子单身 更别说有个一男搬女 剩下唯一的一个男丁 也只有老三家的段天同 所以段英豪还是摇了摇头说 老三 其实把这一坛子交给天同 不见得是便宜事 现在 你可能要承担别人的误解 将来 天同这孩子要面对异军 也只非周末杀那样狼崽子一样的对手 真的不是件好事啊 所以 你别觉得是得了好处 其实这是一份责任 只不过为了咱们老段家 你要挑起来 也算是我这个做大哥的不称职吧 天同这孩子 虽然不拔尖 不显得太优秀 但至少四平八稳 开拓不足 但是守城有余 而且这孩子关键是年龄小 还有大力栽培的价值 哪怕有些小毛病 但就像是一棵小树苗 还能矫正过来 只不过 咱们不能再像宠溺天河那样宠溺它了 要下狠心栽培出一个好苗子 当然 咱们三兄弟 也只能再多欧心十年呢 话说到这一步 段英杰也无话可说 几乎是刹那之间 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压力巨大 本想考虑成熟了在座答复 但这时候 一个面目冷峻 双目如笋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 大步来到了客厅 这就是段英企 上一代豪门圈子里的大义类 一身普通的中老年人打扮 纯棉布的衣裤松松散散 脚底下是一双老京城布鞋 没有一丁点的奢靡气息 作为段家的第二人 而且是坐镇本家的顶级高手 他几乎能动用段家的任何财富资源 而且大哥段英豪 也从不限制他的花销用度 但是 这个异类人物却从未挥霍过 从少年时期直到现在 段英企的长相很一般 但是很有特点 脸部轮廓刀削的一般分明 手部的皮肤简直被老简包裹 骨节棱层 配上一米八十多点的个头 以及那副宽大的肩膀骨架 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一柄重锤一样 傻气腾腾 大哥 你找我 段英企毫不举理地坐在了中间沙发上 大大咧咧的架势几乎把整个沙发给站满了 要是一般人还真不敢这么个做法 因为尚且站在窗前的家主段英豪要想坐回来 就得被挤到一边去了 但是段英岂不在意 向来如此 看到二弟来了 段英豪望着黑洞洞的窗外 冷声叙述了今晚发生的事情 对于叶家出现了义军这样一尊类比传奇的家伙 以及今天白天蹦出来魅影 蒋佛因和陈狐图三大高手 段英奇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 做到心中有数 虽然他本人是个顶级态斗 但也知道天下之大能人辈出 也别指望自己能做到天下第一 而且 无论是魅影还是蒋佛因 包括那个隐姓埋名已久的唐龙大使 那都是名满天下的高手 段英奇不觉得奇怪 唯独对这个义军 似乎更感兴趣一点 因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家伙 能到这一步 真的很另类 但是对于几大高手出现在叶家周围 能够对各大豪门势力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段英奇是从来不会考虑的 因为他懒得费尽心思 去考虑什么阴谋 先费心 所以家中但凡遇到大事 一般商议的时候都是找老三 不过 对于侄子段天和的遭遇 段英奇当然受不了 从段天和没满月 段英奇就势如己出 宠爱至今 现在听说段天和被人揍了 段英奇不由得大为光火 打我孩子 砸我会所 假模到这次过火了 段英豪说 天和那小子是活该被打 也该让他掌战迹象了 二弟 平时也都是你太宠他了 但是我所考虑的 是天上宫阙被砸的事 损失的钱财是一方面 但损失的名声太难以承受 只要咱们不吭声 圈子里所有人都会以为咱们软淡了 段英奇冷笑了一声 哥 你终于想通了 几年来你让我足不出户闭门读书 现在才知道拳头斗狠才是正路了 当初是为了保护你 而现在是没办法 像当年 段英奇的脾气招惹的对手越来越多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社会层次的提高 招惹对手的能量级也越来越大 为此 在一次吃亏之后 段英豪勒令这个二弟 不准随便出去惹事 就在家里读书练拳 修身养性 甚至于在这段时间里 段英奇被消磨成了一个半死的人 整天一声不吭 更让家里人感到惊爆眼珠子的是 这家伙这段时间都学会谈骨争了 真是个让人无语的现象 当然 他能学会这些不算什么 一个能达到顶级太斗境界的人物 智商是不会存在任何缺陷的 粗犷的表象 只是源于个人的性格问题 段英奇哈哈大笑 什么叫没办法 打趴下才是最好的办法 假魔道不也是个人 有啥了不起的 仗着肩膀上的两颗星就装野 这是找仇 自以为一身脾气就刀枪不入了 那是他没遇见他段二爷 段英豪也笑了笑 就是这样 假魔道如今长脑子了 知道拿着咱们的把柄进行要挟了 不过 他擅自调兵打砸商户也绝不是小事 所以 我准备跟他谈和 谈和 段英奇有点发愣 不得不说 长期不参与阴谋和阳谋的运筹 段英奇在这上面的反应慢了半盘 而老三段英杰则笑道 大哥的意思是 先把这件事给折底了 咱们不告发他擅自调兵 他也不揭穿咱们经营天上宫雀那些事 当着各大家族的面 这件事一旦说接过去了 那就不容再反悔 确实无法反悔 人要脸书要皮 而且上一辈的这些人还有道义 有基本的游戏规则 不像后来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后辈 一个个貌似狠辣 嚣张不要脸 丢了身份丢了气度 段英杰继续说 等到这件事扯平了 那么咱们随即开始下一波动作 而大哥的想法 应该是请二哥去找假魔道的麻烦 在龙田狱把八正删回去 段英奇听明白了 宁笑着说 好 免得在哪儿丢的 就要在哪儿找回来 不然的话 还真以为咱们老段家好欺负了 到时候大哥你给我个时间 随时都行 说完 段英奇就要转身离开 对于家族的事物 段英奇向来不热心 听了就头疼 所以看到大哥想要讨论这些事 段英奇心说 还不如回去休息一会儿 但是 这一次的家族事物 还真的必须让他参与 段英好说 二弟你等等 刚才和三弟商量了 等这件事结束之后 我准备改换新家主的培养人 段英奇都准备说 什么事你们商量就行 但听了这句之后转过身来 双目一领 什么意思 天和这小子虽然惹了事 但惹就惹了 天塌下来 我这个二叔去填窟窿 段英豪却长叹了一声 二弟 你能护着他一时 还能护着他一世啊 当他把整个段家都拖进深渊的时候 你就是在乎着他 又能有什么用 今天你没去原家的全盛奎酒楼 也没见到叶家下一代的年轻人 二弟 咱们在这方面落后了 差距也太大了 段英奇却冷笑着说 别人家的孩子好 等我废了他们 再好也是没用 对段天和的庇护 这个二叔已经到了 不讲理不问是非的地步 段英豪看二弟极不高兴 这才说 算了 你还是听我的安排 家族的事物你向来不管 那这次也别管了 我就是知会你一声 还有没有我的同意 也不要擅自对义军和叶之飞下手 这两个家伙不只是叶家子弟那么简单 而且连自身的羽翼都开始丰满了 孟汝来的义子 交连的老板 都不好惹啊 段英奇冷哼了一声 说了一句 蒋佛音也未必天天在孟汝来身边 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可见他竟然对黑暗如来 都敢动了杀心 不过 大哥的话他会听 一直如此 怎么说 要栽培小二 老三段英杰苦笑了一声 不 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小子 二哥你别这么瞪我 是大哥非要这样 其实我正想请你劝劝大哥呢 段英猴子打断了老三的话 不用劝 这是我身为家主的决定 段英奇知道劝了也是白搭 于是他的眉毛狠狠的一抖 不做这个鸟家主也罢 总之我活着一天就没人能欺负天和 这次是假魔道牵累了天和 那就从他先下手 此时段英奇把一枪怒火 都迁怒在了假军长的身上 迁怒归迁怒 但是天上公雀被砸的这股窝能器 段家还是要忍了 大体估计了一下 段家因为此次打砸而损失的财富 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关键在于后续的影响太大了 因为这等于切断了段家 一个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 每年损失两三个亿 而且要想重新恢复起来也很难 因为到这儿来消遣的 多半奔着一个疏心一个安全 这倒好 别说生育保证不了 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那么天上公雀 即便重新装修得再好 以后还有谁干来这消费呀 所以这个盈利项目 算是被彻底地掐断了 此外还有一笔不小的支出 那就是安置那90个残废保镖 以及天上公雀里被打了的工作人员 那些保镖都是凭着身体吃饭的 如今成了残废 等于丧失了生活保障 而且这些人当中 不少都知道段家的一些脏事 要拿钱封口 所以说三五十万是打发不走的 段家为此每个人要支付百万巨资 总体算下来那是上亿的资金 天上公雀财源被切断 那还只是长远之痛 这上亿的医疗费虽然数目相对不大 但是必须拿出现金 那九位数的资产白花花地溜出去 谁不心疼啊 而且段家还由此少了一大半的 精英保卫力量 所以还必须重新在社会上招募 即便招募来的 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放心大胆地使用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再大了 此外还有一笔小钱 但越是小钱还似乎越是让人窝囊 贾军长打来了电话 声称今天只是一报还一报 但是作为首先挑起事端的段家 必须支付龙田玉当天被砸的损失 被砸的器物价值不高 但贾军长把对生意的影响 造成的损失也酸进去了 甚至连精神损失费 都不要脸地填了进去 所有的加在一起 只有一千万 对于这些家族而言 确实不算太多 但是我能不 而为了缓和这件事 段英豪在电话上 还是答应了下来 当夜 几大家族都忙活得不行 段家在这赏议着怎么善后 而杨家则心急火燎地去接回杨夕赵 叶家乐呵呵地迎接杨家人 周家 袁家 赵家 在一旁帮打太平拳 其余两家则隔岸观火 查看形势 总之 这一晚上可真不平静 杨家主母亲自来的叶家 见了面上去就在杨夕赵脑袋上 拍了一巴掌 并且对叶清空说 孩子不懂事 请妹别见怪 杨家本来就对崛起的叶家 有所忌惮 加上白天刚刚被义军 打残了当家的高手 而且晚上义军又一举制造了 九十个残废的壮举 这让杨家对义军 对叶家忌惮更深了 而随后天上宫阙被砸的事 更让杨家等家族为这忌惮 以前不知道 那个声名甚大的会所是谁的 现在才被叶之飞 悄悄地放出了风声 知道是段家的产业 知道好 段天和偷袭义军之后没多久 不但损失了九十个手下 结果连天上宫阙都被砸了个稀烂 这种报复的速度和力度 即便是杨家等大家族也觉得心颤 果然是叶焦阳的种 真狠 至于第二天 几大家族再度聚集在了一起 最近是风烟丝气 似乎家主级的聚会越来越频繁 甚至 连最近久不露面的陈家家主 陈印希也出现在众人的事业当中 前阵子有些在 所以这个当年的恶少之手深入前出 貌似收敛了不少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 他究竟憋着什么屁呢 竟然这么长时间都没放出响来 甚至连数年来基本上处于隐蔽状态 甚至都有点生死未卜感觉的 段家老二 竟然也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段家老二的脾气有点变了 这是老一辈人的共同感觉 虽然说不清道不明的 但是就有这样的感触 很玄乎 其实无论陈印希还是段英琪 都是来看情况的 同时也想见识一下 叶家新出现的那个新秀义军 究竟是何等的翻云覆雨之少 才能在来到首都的当天 搅动如此剧烈的风雷 只是可惜 他们根本没见到义军的影子 叶清空说了声抱歉 称义军昨天虽然勇猛 但终究还是受了点轻伤 所以在家里养兵呢 当然这是糊弄人的鬼话 因为义军明明去找魅影了 而叶清空这么说 是为了给自己家争取一点同情 好让大家都知道 虽然咱们打人打出了九十个残废 但也只是无可奈何 当时要是稍不小心 稍微留情 义军自己可能就要栽了呢 见不到就算了 反正冤家总是要聚投 回头有的是机会 那么在今天的这场聚会上 其实就是为了平息 段家和贾军长的纠纷 据说 这次会议争论得很激烈 但是没有外人亲眼看到 因为这是家主级别的会议 甚至与陈忽图 夏龙雀 段英奇这样的大高手 都只能在门外等着 而会议室内 除了当事人贾军长 只有七大家主 外加一个晕晕乎乎的赵家家主 赵清清 这是这丫头第一次以家主的身份 参加了这样级别的会议 其实 对方阵营的几家 本不想让赵家参与进来 因为这么一来 等于承认了赵家的地位 也承认了清清的地位 但是叶家 周家和袁家 却力主赵家加入 更重要的是 清清这次是当事人之一 因为他昨天也是被袭击的对象 所以他参加这次会议 是说得过去的 而一旦有了这个先例 那以后自然就形成了惯性 赵家也算是勉强挤入了 这个阔别已久的圈子 当然 实力肯定举在最后 连清清的座位都在最后 不过这也难得了 这个二十多一点的小丫头 竟然和其余七大家主平起平坐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此外 由于清清也是昨天遇袭的对象之一 这使得问题的严重性陡然提升 义军再强 那也只是大家族的后辈 但是清清不一样 他是一大家族的家主 连家主都险些欲袭 事态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所以 这也使得段家在情理上 进一步处于不利态势 于是姿态表现得更低一些 完全答应了 贾军长的全部要求 总之 清清现在终于知道了 家主二字的含义 地位超然 八位家主 周元寿 袁世昭 叶清空 赵清清 这四位坐在椭圆长卓的左边 陈殷熙 杨雨婷 段英豪 李牧 这四位坐在了右边 而在长桌的一头 那个大大咧咧的贾军长 不拘小节地坐在那 一身军装在此处显得极为刺眼 这位爷双脚抬起 夹在了桌面上 说话激烈的时候 根本懒得用手拍桌子 直接用厚重的脚后跟 在桌面上 砰砰地砸 相当彪悍 而因为清清坐在墨西 所以恰好就在贾军长的旁边 看到这位粗鲁的长辈 如此做派 特别是被他那脚后跟 砸桌面的声音 搞得耳朵酸 于是干脆取出了手机 把耳机塞在耳朵里 继续玩他的游戏 只有需要他说点什么的时候 比如叙述昨天的事发经过 干嘛叶清空才拍拍他的肩膀 这丫头才会摘下耳机说两句 说完之后继续打游戏 所以说在这种会议上 清清和贾军长是真正的另类 让人无法直视 最终在这次的家主会议上 段英豪让步很大 答应了贾军长的全部条件 而且宣布以后 绝不会以贾军长 私自调兵的事情为把柄 闹腾什么事情 当然贾军长也哈哈一笑 表示昨天拍摄的那些影像资料 也都会销毁 以后不会以这些事情威胁段家 这场震动首都 甚至影响力暗中 波及到全国的打杂事件 竟然就这么了断了 外头哄传得飞飞扬扬的时候 殊不知当事的几方 早已经握手言和 贾军长心里暗自得意 心说按照义军的办法 抓死了段家的这个把柄 自己不但毫发无损 而且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只不过可惜的是 义军这小子没露面 本想着今天要跟他认识认识 叶景空说以后肯定有机会 并且说义军还对他说了 有时间肯定要去败望贾军长的 贾军长乐呵呵地点头 相当满意 至于现在的义军 已经奔赴了首都郊区一个军事警戒区 对外 这个警戒区宣称是军方一个小型的物资存储库房 里面大约一个营的战士编制 但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 事情肯定不那么简单 因为单是里头进进出出的中校以上的军官 一只手都插不过来 甚至还有个大校级别的女军官时常出入 谁见过一个营里有这么多的校级干部 不过首都的秘密地方多了去了 所以大家也见怪不怪 反正最多就是个师级或旅级的单位 这在首都这个厅级遍地走触级不如狗的地方 也不算多大的机构 而最让外人感到不解的是 这地方的军人很奇怪 有的军人一本正经 严肃的没法说 而且貌似身体强壮 而有一些则吊郎当没个正形 活脱脱一副痞子像 好在哪怕栽油滑的冰痞子 倒也从未做出过祸害附近百姓的情况 于是大家虽然觉得有点怪 但也不是太放在心上 究其原因 这里就是虎枯 当年 在虎王谢破军的带领下 有韩蒙肖战雄等一批兵痞子 这地方的战事能严肃起来才是怪事 此外 招收的正式军人 都是各大军区里面的顶级特种战士 人有本事自然有点傲气 所以到了这里之后都比较有个性 相反 反倒是那些收编来的杀手和雇佣兵之类的 被虎枯调教得规规矩矩 大家看到的那些一本正经的战士 其实大多是后面的这类人 一军依旧开着夜之飞的那辆帕萨特 还没到门口就被站岗的给拦了下来 其中一个扎扎乎乎的要求停车 甚至把枪都端平了 嘴里边喊着通行证 结果 当这家伙跑到车窗前 看到落下的车窗里 那张熟悉的脸 顿时嘴巴咧的老大 处 处长 义军笑眯眯的伸出脑袋 指了指自己的脸 老子的脸就是通行证 那是嘞 您老人家咋回来了 这兵匹子战士笑咧咧地把枪背起来 伸出手说 听说您老人家在外头发大财了 也没给咱们烧点好烟啥的 日你解的 学会勒索老子了 义军假装把脸一板 得 镇港的这货也把脸板了起来 咳嗽了一声 貌似公事公办的鸟样 啊 处长 虽然您以前是咱们的首长 但现在复原了啊 既然复原了 咱们这军事重地 可就不是随便进出的了 这个 我去 东虫下草 二的 本来还装得一本正经呢 一看到义军从车里面抽出了一条东虫下草 这货当即眼睛冒光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义军拿着这条烟的翼头 把它伸出了车窗外 用另一头在这个兵匹子脸上 不轻不重地拍大了两下 日你解的 敲诈勒索的本是舰长啊你 等等 不是给你自己的 跟岗哨上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抽 老子今天没带多少 放心吧您来 咱啥时候吃过毒食啊 嘿嘿 说着 这货笑咧咧地对着岗哨一挥手 于是起将杆当即抬了起来 义军朝着这货催了一口 又骂了一句狗日的 这才开车冲了进去 那货也不生气 仿佛越挨骂越开心 只不过义军的车冲过起降杆的时候 听到后面似乎发生了一点争执 队长你个王八蛋 你敢收礼 拿了烟的这个队长当即骂着 我擦你姥姥的 老子收礼怎么了 不过告诉你 平时不准收礼 这次收礼肯定没事 没吓唬住你呢 其实你要给我们三个美人三合 我们就不向上级报告 放屁 你们仨美人三合 老子生一合 你们这群王八蛋 美人一合 两合 否则没得谈 混张玩意儿 前面的帕萨特里面 义军听到之后 玩儿一笑 这就是胡哭 还是老样子 至少基层当兵的都是老样子 在自己的带领下 这支队伍被打造成了一个军中奇葩 混账部队 但是 谁也没资格小瞧这里 就好像刚才勒索义军的那位 几次任务杀过不下两位数的匪徒 相当凶残 每个人手上都血迹斑斑 所以义军才不会禁止他们的凶毛病 让他们尽量多地享受一下生的乐趣 因为 他们第二天睁开了眼睛 说不定 就要面对死的威胁 在外面看来 胡哭的建筑很简易 最前面是一栋灰色的办公楼 几千平米的办公区域 办公楼后面是主训练楼 主训练楼的右侧是铺满了塑胶的体育场 左侧是生活区域 这样一看同样显得不是很眨眼 主训练楼后面是一排低矮的二层小楼 看似建筑面积不大 而且造型也很差劲 只有这片区域四角的地方 分别有一座高高竖起的哨塔 显示出这里稍微有点不寻常 至少警戒程度极高 至于其他的方面 看上去真的很不起眼 甚至很土别 所有的建筑规制 都仿佛上世纪的格调 也难怪 二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座军方物资储备中心 建设的不是太时髦 只不过 这里各类的训练设施相当完备 特别是那些堪称世界顶级的体能训练设施 都在那座主训练楼里面 清一色配置的是 世界上最完善的器具 力量 速度 敏捷度的训练 可以在这里面完成 当然 其中的花销也相当巨大 据说刚刚筹建虎枯的时候 这里面的训练器具的装备资金 都耗费了一个军一年的后勤装备预算 要知道 这只是一只数百人的小队伍 竹勋连楼后面 是一座两层的 同样是灰色格调的二层小楼 底面积貌似只有几百平米 很普通的格子楼造型 但是知道内情的人才会明白 这里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因为就在这栋小楼的下面 还有深达地下十余米的地下建筑 连这些地下建筑都分为了三层 每一层都有重兵把守 固若金汤 这是一座不见天日的地牢 所拿着不知确切树木的江湖汉匪 这座地牢 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虎枯行训科 虎牢 竟然说这座虎牢 甚至比前面那座主训练楼的耗费更大 虎牢的后面是一片丛林 以及巨大的湖泊 在首都这种高地价的城市 都可谓耗费巨责 这些都是室外训练场地 面积也极大 当时规划的时候 也是请了顶级的大师来设计的 所以当年义军看到 郑和保镖公司训练场地的时候 一眼就看出它的妙处 说到底 义军在这方面有很深很深的接触 所以说 这里只有大约一个营的战士 数百人 但是当初总参部一位老将军感慨说 筹建这样一支队伍的耗费 都贪扬得能够正把井装备 其一支陆军步兵师了 而且是那种装备精良的甲种师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虎枯就是按照正师级的规格组建的 连一把手的军衔也是正师级 打笑 就好像上级部队龙潮的耗费更大 等同于一个军 每年军费划波甚至还略高于一个军 因为他是一支正军级的机构编制 首长龙天奎更是直接给了 副大军区级的待遇 肩上扛了陆军中将军衔 由此可见 这不仅仅是一个军级单位 而且是甲军长那样备受重视 重要程度极高的军级单位 汽车缓缓开到了最前面那座三层的办公楼前 义军把车熄了火 整理了一下满腹的复杂心思 当初他是这里的主人 名义上兼任处长的一把手龙天机并不经常出现 所以他这个第一副处长 就是这片森严区域的主宰 只不过时过境迁 现在自己只能算这个地方的客人 唯一让他觉得怪诞的是 接任他管理这里 并且邀请他来这帮忙整顿的 恰恰就是口口声声要倒贴自己的狠女人 要是这个女人长期只张胡哭 那么 自己这辈子算是跟胡哭脱不掉关系了 哪怕不是胡哭的人 也算是胡哭的家属啊 无论是生活区的大门口 还是主训练楼 虎牢 以及这办公楼的门口 都有虎哭战士把守 除了机器重要的虎牢 其余地方的把守都是象征性的 因为还没听说过 哪个二逼会跑到这里面来偷东西什么的 所以在进入这个办公楼的时候 也只有两个战士在守门 看到了异军之后 两个家伙同样眼睛冒着贼光 似乎也想来一次咽过八毛 但是 这俩伙此时却不敢说话 好像憋得极为难受 抓耳挠塞 义军站住了 看着这两个稀奇古怪的混账玩意儿 探出脚在两个人的腿肚子上 每人揣了一下 狗日的 见了老子招呼都不打 装什么逼啊 终于 这两个人善善地开口了 处长 新处长发话了 要保持这片办公区的庄严和军人的威武 所以站岗之后除非遇见敌情 一律不准说话 要以标准的军资从头站到尾 谁要是敢胡咧咧 敢和熟人打招呼啥的 罚跑三万米 处长 一会儿交了岗 我就要跑圈去了 都是您害的 给点补偿吧 所谓的新处长 当然就是魅影 这些战士直接称呼义军为处长 连老字都不假 副字也不假 由此可见 他们对义军的感念很深 相反 称呼魅影为新 连个姓氏都不假 也说明大家其实有些小小的抵触情绪 这些都是细节 但是面对面听到的时候 感觉会很明显 只不过魅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是因为上次有人站岗的时候 跟副处长风雨林拍马屁 魅影看到之后生气 当场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 站岗期间打批唠嗑的 都给老娘去跑圈 三万米 少一圈都不行 那是在打风雨林的脸 但是这规矩也随之延续了下来 不过听到这样的小趣闻 义军也知道魅影和风雨林的关系 紧张到了什么地步 连这种小事都能闹出情绪来 义军笑了笑 拍了拍这小子的肩膀说 我不是虎库的手掌了 所以不能免了你被罚的事 但这事因我而起 所以回头请你小子喝酒 到最好的酒店 等你假期的时候 小狗日的 瞧你笑那德行 嘴都咧成棉裤腰了 虽然说得很轻松 但是义军上楼的时候 心情却并不畅快 他能感觉到 现在的虎库 充斥着一种乱的氛围 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 早晚要崩盘 难怪 上次某位大首长视察的时候 甚至提出了撤销虎库 翻号的可怕念头 上次那首长视察的时候 感觉虎库近两年的工作效率低下 内部派系争斗升温 部队内部管理混乱 偏偏每年又支出一个 整编步兵师的军费开支 所有一切的不满 最终汇聚成了那个 撤销虎库翻号的念头 当时要不是龙天机和总参部 一位中将的建议 那位首长甚至可能当场决定 撤销翻号了 虽然事情暂时过去 虽然那位首长发怒时的言论 但至少证明上层 已经对虎库非常不满 而且封闻上层 持有这种观点的首长 还不止一个两个 甚至有位首长都明说了 拿着这么多钱 咱们组建一个专门处理 这种任务的正规陆军师得了 不就是对付那些杀手和雇佣兵吗 一两万人杀出去 什么狗屁雇佣兵都给揍趴下了 当然 这种想法有点过激 因为对付杀手和顶级雇佣兵的话 比如对付云衍月秦西侯那样的 单凭人数优势或许管用 但是损伤的普通战士数量 恐怕也会难以承受 现在是和平年代 要是传出了某次行动 死伤了数百战士 甚至上千战士 怎么向外界交代 肯定是全国的舆论哗然 所以 哪怕别的国家处理这类的事情 也基本上采取精英战法 以更加强大的精英 对付对方的精英 而上面这位将军的言论 总也代表了一种观点 虎枯存在的必要性 已经不大了 甚至从上次视察之后 军方高层连以往的军费 都不愿意支出了 预算被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没错 不是削减十分之一 而是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恰好 虎枯现在又要更换一批 顶级的装备 需要抚恤军 需要维护和改善大量的设施 但是虎牢的重新加固修缮 就需要几千万的支出 没影起一样 因此在改造苏省大萧宇文夺的时候 魅影这才答应了下来 唯一的要求就是 把宇文夺上缴的钱拿走一半 真的是急用 否则魅影这种根本用不着钱的人 何必如此损伤脸面的去抢夺呢 所以连魅影都觉得心中不安 他这样的人物已经洗白了 加着那种强悍的实力 到哪儿都能滋润地过后半辈子 但是 她是个要强的女人 这辈子在武道上一直不败 难道做现在这件事就要半途而废了 肯定不行 要是没有一颗凡事都永争第一的信念 恐怕也很难达到她现在的境界 义军也很清楚她现在的状态 所以也抱有一定的同情 这个狠妞确实难呢 义军设计而上 距离魅影在三楼的办公室已经不远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面色冷峻地从不远一个办公室走了出来 这个女人年近四十 风韵有存 而且是义军认识的 当初竹影里面的那个元老凤伟竹 作为竹影的创始者之一 凤伟竹年龄不大 但资格绝对很老 只不过在上次的投票选举当中 她败给了别人 没能留在交连 只能到这儿接受改造 期间还曾暗中行贿 虎哭杀手科的科长江丽 但最终还是被义军坏了好事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义军知道 这个老妞对自己肯定没有任何的好感 果然 远远看到义军上楼之后 这个老妞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更加的冷若冰霜 只有当义军主动打了个招呼 依照乡竹类的辈分 喊了句凤椅 他这才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说了句你好 就擦肩而过匆匆下楼了 老熟人相见 就这么简单的点了点头就走 显然是心存芥蒂 义军回头看了看凤尾竹的背影 轻轻地撇了撇嘴 看样子 这老妞最近混得还算不错 这才来到虎枯几天呢 竟然已经正式混集于办公楼里面了 义军最清楚 刚刚接受改变的杀手或鼓用兵 最先前的几个月是不可能到这个区域的 他们要么安排在室外训练场 要么在主训练楼 要么就在生活区 基本上等于劳动改造 只有过去了这个改造期 才会真正成为虎枯的一份子 总之 不可能这么悠哉悠哉地穿着军装 在办公楼里大摇大摆 而义军更知道 封伟竹这是攀上高枝了 因为刚才封伟竹出来的那间办公室 恰恰就是虎枯副处长 现在二把手封玉林的 也就是说 封伟竹肯定是一到虎枯 就摸准了现在的形势 于是全面投靠了封玉林 而封玉林这个二把手 在虎枯根深蒂固 想要给某个正在改造的战士 一点小特权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只是训私情啊 也是官僚主义 当初为了这种事 义军没少和封玉林闹哄脸 封玉林嫌义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而义军则骂封玉林 官僚习气胡作非为 而看样子 现在这种状态更加明显了 毕竟当初的义军在这里 也有自己的强大嫡系 其派系力量更甚于封玉林 所以能死死地压制住这家伙 而魅影不行 他手里没有自己的人 连那些站岗放哨的 都更加尊敬已经退役的老处长义军 却不太尊敬现任的处长魅影 这就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问题 另外一点 当初的龙天机是无条件信任义军的 所以 哪怕龙朝二把手龙天刚支持封玉林 但义军在上层也有靠山 也有发言权 所以 义军在封玉林面前 在靠山这一条上没有劣势 但是现在 龙天机虽然还支持魅影 但支持力度没那么大 也没有无条件全方位的信任 所以在龙天刚的支持下 风雨林的气焰似乎更加嚣张了一些 而魅影能够做的就是直接针对封玉林本人 搞一些敲打会压制 封玉林表面上没法违背 人气吞声 但私底下我行我素 如今 两个人几乎是各做各的 一个虎枯等于被拆分了 义军考虑着这些 大步走到了魅影的办公室门前 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了魅影的声音 义军当即开门进去了 结果一进去打吃了一惊 我了个去 没剪你那眼睛比贼都剪 竟然还戴眼镜 魅影微笑着摘下那副金丝眼镜 揉了揉眼睛 我本来就是做贼的出身 不是吗 所以你这个比喻 简直太没味道了 义军有点发愣 但是刚才这个猛妞带着眼镜的时候 风姿似乎跟他娘的戳约啊 白领 制服 玉姐 知敬美女 等等等等 好多的词汇 莫名地浮现了出来 要说魅影这样的最巅峰杀手 眼睛有问题 那才叫怪事呢 果然 魅影解释说 不习惯这种服按工作的状态 眼睛酸 所以才让上级弄了一副眼镜 这不 据说这副眼镜十几万 是不是作了点 说到底 似乎还是我不太适合这种文质工作 这个猛妞终于少少承认 自己在管理上面有点力不从心了 只不过以这种方式表现了出来 至于说一副眼镜十几万 其实明白人没有觉得奢侈的 毕竟一尊传奇的作用太大了 这简直就是一笔庞大的固定资产 而为了维护这笔近乎无价的固定资产 那么投入一些维护费是必须的 难以想象 一尊专门执行追击 特别是夜间行动的传奇 要是被文案工作累成了近视 那才叫真正的抱天天物 魅影历来爱惜自己的能力 连咖啡 茶等 任何可能刺激神经的东西都不实用 更何况是视力守损 义军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你不适合 而是有人故意跟你扯皮 实际上 假如把你调到一个正常的部队 一个纯粹的部队 你是一名很优秀的军官 不是恭维你啊 魅影无奈地笑了笑 唯有此时 义军才知道堂堂魅影 也有女人稍稍软弱的一面 由此也可以理解她 为什么有时候还需要一点保护感 魅影说 算了 请你来不是诉苦的 是让你帮我解决问题的 还有昨天对你说的那件事 也得对你说明白 当初因为争执 不小心枪支走火 险些让你小命玩玩的那件事 我调查出了一点程序 什么 义军吃了一惊 魅影只说事情对她比较重要 但没想到竟然是这件事 当初因为魅影的事情 和龙天刚争执起来 结果导致龙天刚身边的一位战士 不小心擦枪走火 击中了义军 混乱之中 义军大感危险 于是仓促逃离了现场 因为当时的义军 还不足以压制龙天刚 更何况龙天刚身边 还有一尊魅影 以及不少的龙超战士 哪怕义军再过狂妄 也不敢同时对战 这些惊人的家伙 由此 义军逃到了秦湖 再往后就离开了部队 隐藏到了江宁那个小地方 后来军方也调查了 趁当时那个战士 确实因为两个大领导 大泰斗的争吵而紧张 这才走火的 事情几乎成了定论 义军也没机会去调查 但是没想到 魅影却帮他查了 梅姐 谢谢你这么用心 义军诚恳地说 因为这件事不是小事 要是义军自己挨一枪也就算了 总算是过去的事情 可是 这件事可能关乎巴特尔 秦英杰的死 关乎己燕燃的毁容和失忆 为了这些弟弟妹妹 义军也必须查一个水落石出 魅影冷哼了一声 找打是不是 给自家男人做点事 你还谢我 魅影表示 查出这件事 其实对于喜情他自己也有好处 虽然你现在相信 那些事跟我无关 但毕竟曾怀疑过我 要是不扫除这点心理阴影 以后咱们两人怎么一起过日子 让笑面虎和胭脂虎他们 怎么看待我这个嫂子 对吧 义军干咳了一声 心说这牛又来了 而且这牛的代入感太强了 已经直接把他和义军 当成两口子来看 这事 咱俩啥实质关系都没有呢 好吧 这种话题暂时搁置 说多了肯定没好处 于是义军赶紧转移话题 我这人假斯文习惯了 嘿嘿 还是说正事 那个战士究竟怎么回事 魅影听得出这家伙 不愿意在感情的事情上 深入探讨 所以白了他一眼之后说 我偷偷跟踪了这个家伙 而且在夜里窃听了他 义军一听 顿时脑门就是一炸 虽然魅影的实力滔天 但是 那个战士是龙朝的人呢 而且 龙朝战士要么出国执行任务 要么就必须留在军营 也就是说 魅影为了调查这件事 竟然潜入了龙朝总部 不但潜入了进去 而且潜入了那些 龙朝战士的营房 龙朝戒备森严 里面的每一个家伙 又都不是善茶 在那些人当中穿梭 恐怕也只有魅影 这个善于潜伏 而且深知龙朝地形 和防御的变态 才敢这么干 也唯有他或许有希望干得成 哪怕同样是传奇强者的蒋佛音 去了之后也铁钉会被发现 而更加惊人的是 魅影窃听的不仅仅有那个战士 甚至还有太陡之境的龙天刚 本来魅影只是去查探一下 那个龙朝战士 只不过到了那个营房不久 那个战士竟然连夜被人喊去了 深境半夜的出去 肯定会有些问题 于是魅影就尾随其后 结果那个战士去的地方 竟然是龙朝最高级的宿营区 前九位大天刚的宿舍营房 这里边住着的可都是太陡级的家伙 甚至于 传闻中已经步入传奇之境的 龙朝第一高手龙天魁 也住在这里 不过龙天魁身居前出 基本上累月不见他的人影 偶尔见到也都只是背影 但是无论怎么说 潜伏到这里来窃听 都是吓死人的事 哪怕冲出来三四个大太陡 就足以留下魅影这尊传奇了 但是 一高人胆大的魅影 还真的就留下了 不但留下了 甚至还成功窃听到了 一些机密的事情 不过魅影也对义军承认 当时他没有感知到 龙天魁的任何气息 也就是说 这些营房当中 当时只有五个太陡 而且没有龙天魁这尊传奇 要不然的话 哪怕其余的太陡无法发现他 恐怕龙天魁也有可能发现他 说起来很平淡 但经于侦察工作的义军知道 当时的形势肯定是极端凶险的 魅影担任说道 或许你能猜到 招那个龙朝战士深夜到自己房间的 就是龙朝二把手 副总指挥龙天刚 而当初也正是龙天刚表面上维护我 这才跟你发生了争执 最终导致随后一连串的事情 王八蛋 龙天刚这家伙果然对老子不善啊 义军的眼神猛然间一紧 一直以来 义军也怀疑龙天刚对自己心怀不轨 而且那天闹掰了 并且中枪的现场 义军也清晰地感觉到 龙天刚似乎有把自己灭口的意思 一般人或许感觉不到 但是义军对于危险 有种莫名其妙的感知能力 偏偏的都很灵验 但是义军宁肯相信自己当时怀疑错了 要是陷害他和五虎的另有其人 那么义军也能更容易对付 但是龙天刚是他的首长 是顶头上司 同时又是一名首长大权的将军 近年来总指挥龙天魁 基本上不问俗事 所以龙朝的大权 一多半握在龙天刚的手里 少半握在政委龙天机的手里 这两个人相互制衡 掌控着这架庞大而强悍的 暴力机器运转 也就是说 龙天刚近乎与龙朝实质上的一把手了 那么要真的是他想对义军不利 那义军怎么报复 不但难度极大 而且心理上还有种不适应 一名军人要击杀自己同一支部队的长官 哪怕再没原则再没节操的军人 也难以越过这道心理的坎 没应说 当时我听龙天刚跟那个战士安排 说是让他不用担心 哪怕你回到虎窟也只是暂时的 没什么大不了 关于请你来帮我整顿虎窟的事 龙天机政委问过我 我也说了 只是没想到 龙天机政委把这件事告诉了龙天刚 义军点了点头 这一点没什么可疑的 毕竟当初这个战士差点一枪崩了我 那么听说我可能回来 心里头有点紧张 可以理解 单纯这一点的话确实不可疑 但是龙天刚却又说 只要风雨林不出事 那么你就不会发现任何问题 那么那个龙朝战士也就安全了 什么 这怎么扯伤了风雨林 要知道 当天擦枪走火的时候 风雨林并不在场 那么 义军那次被枪击的事 和风雨林怎么扯上了 而这么莫名的一扯 就使问题变得离奇了 由此 魅影感觉到了深深的阴谋气息 至于龙天刚和那个战士随后的话 无非就是一番安慰勉励 要求那个战士安分做事 不用瞻前顾后 而且说什么真要出了事 龙天刚自然会照应着 义军冷笑着说道 肯定有什么谋逆 龙天刚风雨林和那个战士 他们三个提前一定商议了什么 心里头有鬼 才会这么紧张的 魅影点了点头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这件事也挺为难的 作为一个退役军官 想要对他们三个做什么自然难度大 而且 龙天刚和那个战士又都是龙朝的人 并不在这儿 那就只能找风雨林下手了 义军笑了笑 但是笑得很阴沉 那好 我就在这儿多留几天 对了 你给我安排了什么职位和身份 魅影把一个小本子扔过来 自己看 将就这用 义军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个临时工作证 胡哭的临时特聘教官 而且这个教官的身份很特殊 直接向处长魅影负责 其余人都管不着 甚至 这个临时工作证的盖章 不是胡哭的章 而是上级部队龙朝的 也就是说 这是龙朝政委龙天机 确定下来的事 那么 哪怕风雨林想从中做梗 那也是白搭 义军笑着 派了派这个小本子 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教官这个身份不错 因为本来就是负责教的 那么就是对某些家伙 敲打敲打 也可以打着教育的幌子 而且 特聘教官这样的职位 不是固定的 甚至不一定非要是军方的人 总之很是灵活 义军笑了笑 很不错 考虑得很周到 那么 我可要开展工作了 首先把思路跟你说一说 你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有些事情 需要你的参与和配合 否则不可能让你 真正管好这支队伍 于是 义军把自己的思路说了一下 魅影听得很认真 但是眉头却不由自主地 揪了起来 到了最后 甚至有些惊呼的味道 什么事竟然能把这个妞给惊讶到啊 什么 你让我跟这些冰痞子吃住都在一起 我是个女人 你开什么玩笑 人人就是了 大不了睡觉不脱衣服 方便的时候 跑远一点 十天半月不脱衣服 小时候训练 却也吃过这样的苦 但是现在 小男人 真有这个必要吗 必要 不跟大家同吃同住 你就别想消除士兵队长官的隔阂 哪怕你伪装得再和善 他们心里面 也不会真的和你贴近 这是其一 其二 不和士兵们同生共死 你就别想树立士兵们对你的敬畏 记住 是敬畏 先有敬 才有畏 我知道你这两年在这里风风火火 几乎把不听话的刺头都揍了一遍 他们当然也打不过你 但是 他们对你只是畏惧 却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 一起爬过死人堆 神仙士卒奋不顾身 唯独这样 才能让你真正地树立起强大的威信 美颖点头承认 这个道理一说 她也能懂 只不过一想到那种吃住上的不随便 她心里头不是很自在 虽然她当年也很能吃苦 但她是个单干户 做事不需要配合 所以 有时候甚至在沼泽里面 一下子潜伏个一两天 她也不在乎 大不了任务完成以后 找个山泉洗一洗罢了 可是 如果跟这些混蛋兵痞子们在一起 她怎么脱衣服 连这种不算事情的小事 都成了一种障碍 但是义军却说 要是不能克服这些障碍 你就永远不可能和大家真的打成一片 魅颖猝着眉头说 行 不就是忍她个十天半月的 无所谓了 义军笑着说 不 要永远这样 只要你在虎哭一天 那就要坚持一天 当然 说坚持 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想开点 真不行就把我这脚关辞了 休想逃跑 对了 这个同吃同住的问题好解决 但那个同生共死呢 义军看了看外头说道 马上就有这个机会了 而且是个大机会 等等吧 有你的应长要打 义军提出的这个同吃同住 总体的思路是把队伍拉出去拉练一番 不是简单的跑跑步什么的 而是要经过一番实战检验 而最好的实战检验 就是正把警地执行一些任务 而且 这种任务需要魅颖亲自带队前去 无论是追击恶名昭著的杀手 还是那些相对猖狂的雇佣兵 当然 目前国内的雇佣兵 还不具备太张狂的资格 因为数量和素质都偏低了些 类似于地府那样的恐怖存在 暂时还不太多 根据义军的考虑 在这种拉练的同时 也基本上等于打掉几个 相对嚣张的杀手组织和雇佣兵队伍 要以离停扫学之势 把那些跳得最欢的家伙收拾了一批 如此一来 也就证明了虎窟的存在价值 上级撤销虎窟翻号的念头 也就淡了很多 因为 这就是大的战绩 就好像上次收编了云眼月 上级就特别提出了表彰 而在这种时候 一点一滴的成绩和进步 都可以缓缓地改变上级的看法 只不过执行这些任务的话 显然达不到第二个要求 同生共死 相对于国内这些小型 甚至未成型的雇佣兵组织来说 虎窟太强大了 对于那些杀手组织来说 虎窟同样强大 而魅影这个杀手领袖更加强大 这些 只能培养大家的团结协作 但是很难对虎窟战士 构成什么明显的生命危险 所以 魅影觉得就目前来说 有个同生共死的机会很难 但是 义军却说有 而且说是马上就有这个机会 还机会呢 既然会遇到生命危险 这算某的机会呀 不过魅影知道 义军的意思 一旦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 虎窟必然会首当其冲 所以 这机会当然会有 对于拉链的事情 义军这两天就会部署研究一番 确定了具体路线 以及最近蹦跶最欢快的杀手组织 和雇佣兵组织 准备过几天就开始动身 动身之前 总要先统一一下思想 这是必须的 而且接这个机会 义军还得调查调查 风雨林这个王八蛋 巴特尔和秦英杰不能白死 姬燕燃也不能白白地受罪 这是必须调查清楚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门开了 一个身材中等 外观体型偏瘦的家伙 蛮横无理地推门而入 根本不敲门 要知道 这可是虎窟一把手 魅影的办公室 虽然个头中等 但是因为根骨结实 满身壮肉 所以虽然貌似威瘦 而实际体重却也有一百五六十斤 浑身都是剑子肉 这个人就是虎窟二把手 副处长风雨林 魅影看了看他冷冰冰地说 怎么不敲门 没那个习惯 风雨林张扬的一笑 随即看着义军说 谢处长来了 咱们也不到兄弟那坐坐 很久不见 听说你在外头发达了 义军看了看这个阔别数年的冤家战友 心里头没来由地有点厌恶 要是以前的话 也顶多就是痘痘嘴什么的 但是自从怀疑他参与暗杀了巴特尔和秦英杰 义军顿时就恶心了 一般般混吃穿 不过我倒是听说你在这儿挺爽的 简直成了个土皇帝 飞扬跋扈啊 啊 风雨林不屑地一笑 看了看坐在桌子后边的魅影 怎么 想谢处长诉苦了 没处长 枉你也是一带传奇 别整得跟个娘们似的 对不住 你还真就是个娘们 疯子 少嘚瑟 义军说 看到这样的态势 义军也终于明白 魅影在虎枯的处境 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艰难 风雨林甚至敢当面调笑 这就说明了问题 而风雨林则满不在乎地说道 其实早就听说了 说是梅处长觉得这里的兵不好带 要把谢处长请来压压阵 我看用处可能不大呀 当初谢处长就是身在虎枯 也不见得把咱们都压下去了吧 现在都退一个球的了 还唧唧歪歪个毛啊 谢处长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 免得自找没趣 都是老关系了 搞太僵了 可就伤感情了 义军淡淡地笑了笑 啊 那就走着瞧吧 疯子 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老子虽然是临时工 但也是上级派来的 只要是牵扯到最近训练的事 你最好配合着点 否则 我可能会不太客气 那直到风雨林却毫不在意 哈哈大笑着转身离开 只丢下了一句话 啊 看老子的心情了 何其跋扈 等这个家伙离开以后 魅影才耸了耸肩说 瞧见了吧 就这种状态 你说怎么管 这货在上头还有背景 三天两头打个小报告什么的 烦都烦死了 义军却咬着牙冷笑着说 那就试试看 其实吧 对付这种人渣痞子 你就只能比它更人渣 只可惜你一个娘们家 不方便用这种办法收拾这货 放心吧 对付这种王八蛋 哥还是有数的 那好 我就等你消息了 只要你带头配合 听我的号令就行了 别的不用你管 快十一点了 我去洗把脸 半小时后吹几节号 我要给这些混蛋寻话 结果没过一会儿 整个虎窟里面就响起了几节号 所有人都觉得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吹号了 当然 唯独极个别知道义军回来的那些 才知道这次吹号肯定跟义军有关 比如那几个站岗的 又比如凤伟竹等人 大家集结的速度极快 显示出了极高的素质 虽然内部不新奇 但是基本的军人素质还是有的 室外训练场上 除了站岗放哨的 以及在虎牢里面不得离开的战士 清一色的都到齐了 哪怕最近新改编的那些主影杀手 也都单独形成一个队列 胡哭的人数不是很多 除去外出执行任务的 现在留在家里的也只有不到三百人 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的等着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一会儿 处长魅影的身影出现在办公楼的门口那 只不过在魅处长身边 似乎还站着一个家伙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那魁梧的体格 还有该死的笑容 我去 处长回来了 回来了 虎王回来了 看到谢虎王的回归 虎哭战士们再也不管什么立正消息 纷纷焦头接耳了起来 或许也只有异军的回归 能让这些精英战士连军规都忘了 当然 有的家伙欢喜一场 以为虎王来看大家来了 甚至一想天开的 想着虎王是不是重新归队了 而也有一些家伙有点腿肚子发颤 好像看到了一尊最不愿意见到的煞行 终于 义军和魅影并排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义军嘿嘿笑了笑 大声吼道 搞日的 想老子了没有 想 不管是喜欢他的还是害怕他的 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 但凭这一点 就让魅影真正见识到了 义军在胡哭的巨大影响力 明明是骂这些混账玩意儿 结果还一个个舔着脸说想他 当然 这样一个开场白也确实非常另类 而这就是当年义军带兵的风格 蛮 狂 狠 随后 义军又大声说道 当然 老子也想你们 这不 应梅处长的邀请和上级的要求 老子又回来了 好久带了一后备箱 今天晚上不值班的 都给老子醉一场 十二 大批战士乐呵呵的依旧整齐画一的吼着 而且从这吼声当中 魅影听出了大家的欢乐 义军咬嘴笑了笑 这还差不多 还是以前的鸟样嘛 不过 老子既然回来了 你们当中绝大多数狗日的就要倒霉了 因为这一回 老子来做你们的教官 啊 是特聘教官 龙天机政委亲自盖的章 所以嘛 最近这阵子 老子要好好地教教你们 让你们长点记性 那么 为啥要让你们长记性呢 是因为老子听说了 不少狗日的最近很嚣张啊 队伍难带 思想难管 都他娘的关起门来当王爷了 连没处长的命令都不停 啊 上级也很挠头啊 知道你们这群滚刀肉不好整 死不烂 煮不熟 所以只能把老子这把剃骨刀 给重新喊回来 说实在的呀 老子最近在外头那小日子 可真他娘的滋润 小酒喝着 小烟抽着 没事还能在大街上 看看大姑娘小媳妇 别提多舒坦 全都是你们这群混账玩意 不听话 搞得老子还得回来重新受罪 好 你们让老子不舒坦 老子也让你们不自在 嘿嘿 那么 怎么让你们不自在呢 老子也想好了 那就是好好的操练操练你们 乙军似乎是啰里啰嗦 而且满嘴的婚话 就跟土匪头子似的 听得媚影脑门蹦筋呢 心说这货怎么这么说 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思想工作 只听乙军又一声大吼 该说的都说了 有人觉得烦不 回答 不烦 乙军战士扯着嗓子吼着 果然 这货还真是在做思想工作 而且思想工作似乎已经做完了 只听乙军干咳了一声 那好 老子的思想工作做完了 下面请梅处长讲话 大家欢迎 顿时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梅影同样听得出来 这掌声跟往常的不一样 不但更热烈 更响亮 同时情绪也似乎不一样 或者说 这就是乙军的思想工作的效果 梅影觉得 在带兵上 自己可能真的不如乙军 梅影看了看眼前的这些家伙 站直了身体 朗声说道 刚才他也介绍了 大家想必也清楚 他来这儿的目的 说到底 还是舍不得胡哭 或许你们习惯称他为处长或虎王 私下里我不管这些 不过在正规的时候 尽量还是叫他教官 毕竟 这是上级任命的 众人点头答应着 显然没有回答 乙军时候那么有激情 冰冻三尺 费一日之寒 这是众人的固有观念 这些混账玩意儿 宁肯被乙军骂作狗日的 也不愿意听梅影的教导 梅影知道其中的奥妙 倒也不是很在意 另外我强调一点 教官这次来到这儿 是得到了上级全面授权的 所谓的全面授权 就是虎枯任何人都必须在训练过程中服从安排 甚至包括我 听明白了 所有人听的都是一愣 先说这算什么教官呢 简直比一把手还猛 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龙天机本来就极度地信任乙军 而且乙军老早就等于是虎枯的一把手 那么把虎枯交给乙军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 要是换了别人做这个教官 哪怕再有本事 龙天机也不会做出如此惊人的授权 不过还好 只是训练过程中服从安排 而不是全面地干预 至少 乙军不能干预虎枯训练之外的事情 看着这些曾经的手下都还听命 乙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老子声明一点 咱们这是军事队伍 服从命令为第一天职 所以 老子的很多训练要求 会通过梅处长安排下去 他的话 也就是老子的话 明白了不 谁要是不听话 老子就要跟他说说提己话了 一听这货又要说提己话 不少人顿时腿肚子抽筋呢 其实 不仅仅是老子在这的时候 哪怕以后老子再度离开虎枯 你们也得听他的 毕竟 他是新一人的虎王嘛 而且 他和我也是 嘿嘿嘿 也是 乙军笑了笑 看了看身边的魅影 似乎在考虑一个更加恰当的词汇 哦 也是 很好的朋友 兄弟 魅影看了他一眼 而后毫不在意地说道 什么朋友兄弟的 他是我男人 你们这群小子 以后私底下 可以喊我嫂子 所有人都快喷了 包括义军 义军心说 你这猛牛 哪怕要狐假虎威 也别把这件事 说得这么直白好不好 伤面子呀 可见 这牛为了把虎枯管好 也算是下了邪本了 连面子都不要了 只听魅影 立合了一声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所有人顿时大喊 这一次的情绪不一样了 而且声音更是大了许多 气势汹汹 以前魅影下达什么命令 从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爽快过 这群该死的王八蛋 肯定是因为自己宣布了 是虎王的女人 这才纷纷给面子的 既然如此 那不如趁热打铁 于是魅影又喊了一声 喊 嫂子 室外训练场上 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吼声 这种奇怪的军令口号 在部队当中 简直太罕见了 这还差不多 魅影有点满意地 看着这群兵痞子 心说异军这祸还真行 能把这群 桀骜不逊的家伙 调教得好像一只只美洋洋 而实际上 这是一群凶残的灰太狼啊 听到大家异口通声 斗志昂扬地喊了嫂子 魅影似乎满意地点了点头 扬了扬手中的交鞭说 很好 下面请教官喧话 说着 魅影把那特制的 钢脚线教鞭递给了一军 算是交接了暂时的管理权 一军右手吃鞭 在左手心上打得啪啪作响 笑得有点灵累 那好 给老子抱抱说 只要是在家的 看谁还没到 于是 所有中层人员 开始盘点自己手下的人 除了站岗和外出 执行任务的 还确实都到场了 一军扬了扬眉头 环顾现场之后说 都到了 疯子呢 疯子 就是风雨林的绰号 只不过这个绰号 在虎枯里边 没别的人敢喊 这是一军的专利 大家是大眼瞪小眼 心说训练这种事 难道连风雨林 这个虎枯二把手 也要参与 但是一看魅影 这一把手都归对了 大家也就没什么想法了 郑处长都听令 副处长自然不能例外 蒋小二 除列 看到没人回答 义军当即吼了一声 于是杀手科科长江丽 站了出来 敬了个礼 义军面无表情地说 知道疯子为什么没到吗 江丽老实回答 报告教官 封处长据说身体不舒服 正在宿舍里休息 其实 风雨林老早就知道 义军要来 而刚才凤伟竹 看到义军已经到了 自然又报告给了风雨林 他是很讨厌义军的 不愿意跟义军见面 所以哪怕集结好响了 他也找了个身体不好的借口 其实 身体不好也要归队的 因为这不是公司上班 而是军事命令 此外 哪怕你是副处长 但也不能在执行命令的时候 有什么含糊 只不过官僚主义向来根深蒂固 当官的有点特权 也早就被人司空监管罢了 义军拿着脚鞭 继续拍打着自己的手心 宁笑着 我看 我看恐怕是心病吧 去两个人 把他给老子请过来 请不过来 就抬过来 说到这个请字的时候 义军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江丽嘴上大声地回答了一声是 接着就一溜小跑 带着一个贴身手下去请封玉林了 她是封玉林的嫡系 但是通过上次在东阳交连改编主影的事 也让她对义军的敌对情绪大大的降低 江丽一边小跑 心里头一边嘀咕 心说封玉林这次恐怕要有点小麻烦 熟悉义军的战士都知道 虎王一旦发了狠 天王老子都挡不住 虽然封玉林贵为副处长 但气势上也从来不可能凌驾于义军之上 江丽跑到了生活区 封玉林的单身宿舍 敲开门一看 发现封玉林正惬意地躺在沙发上抽烟呢 喷云突兀的姿态相当的舒服 二小 来 抽烟 说着 封玉林递过了一盒打开了的软中华 江丽咽了口唾沫说 处长 别抽了 蟹破军回来了 而且让你去呢 取他个蛋 管他娘的 冯玉林不耐反的骂骂咧咧 似乎是相当不满 在他绿军装的肩膀上 扛着两道杠三颗星 上效军衔 这个军衔不低 给他的级别是负师级 天底下永远是基层人员最多 所以这样的级别算是可以了 只不过 封玉林自己却不是很满意 按说一个副师级的干部 给个大笑也是正常的 但上级主管这个的龙天机 似乎总跟自己过不去 在晋升上面好像一直卡着他 更重要的是 他觉得虎枯一把手的位置 原本就该属于他 想当初龙天机兼任一把手 义军和他分裂为二把手三把手 后来龙天机不兼任了 义军也走了 那他不是顺理成章的该上位吗 但那直到龙天机 却直接把大权交给了魅影 让人胆疼 听了江丽的回报 封玉林皱着眉头 我就是个训练 让我这副处长也跟着训 训个求 王八蛋 杀鸡害猴要立威 也别想着在老子身上用这一招 但江丽却有些为难 处长 可是他 他说要是请您请不动 就 就什么 他还敢让你们把我绑了 那倒没有 他说 他说要是请不动 就抬 封玉林狠狠地把烟头 暗灭在烟灰缸 近乎咆哮了 抬你娘的定 管回家 就说你们抬不动 他算什么狗东西 到这临时办点事 还跟老子人无人流的 我操他娘 是 江丽浑身一哆嗦 当即带着那个贴身手下滚蛋了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这是哪门子倒霉事 怎么就瘫在自己的头上了呢 江丽的脑袋有点大 当江丽无功而返的时候 义军并不吃惊 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封玉林的脾气和能耐 义军还能不知道吗 所以义军冷笑着 怎么 没请来 看着义军似乎要发狠 江丽一身冷汗 处长 教官 刚才我们去请 但是 但是封处长确实来不了 哦 什么病这么厉害 让一个大师级的高手 都没办法下地走路了 那么我刚才是怎么说的 请不动 那就抬 你是怎么做的 抬 我们没抬动 江丽的汗珠子都滚下来了 义军笑了笑 但怎么看笑的 都是怎么争鸣 啊 既然抬不动 那就没完成任务了 二小 老子离开虎窟没多长时间 安排点小事就不听了 是不是 不不不 不是不听 是没那能力 任务办杂了 义军轻轻甩着 钢脚线的教鞭说 那好 既然差事办杂了 那就要有点处分 你说 是跑个五万米呢 还是说说提起话 跑 我这就去跑 江丽二话不说 敬礼之后 当即跑步去了 五万米 根本不需要别人查看 因为没人干糊弄 而且虎窟站是钢筋铁骨 五万米 五十公里 也就是一个稍微加长点的马拉松 不会伤了身子 不过就是累 跑完之后再强悍的身体 也会累得跟骨头散了架似的 只不过 即便是这样 大家也不愿意陪着义军 去说什么提起话 江丽走了之后 孤单的身影 在操场上 做着简单机械而悲剧的运动 一圈又一圈 这时候 所有人都感觉到有点头大 生怕义军 再让自己去请风雨林 一群人都怕义军 让他们去请风雨林 但是义军还真就盯上他们了 随后 义军又喊出了四个人 这回人数增多了 难道你们还抬不动 可是风雨林也是个驴脾气 竟然跟义军卯上了 就是不来 而派过去的那四个 同样是无功而返 同样加入了跑圈的队伍 不偏不倚 依旧是每人五万米 那好 老子再继续派人 只要你不来 老子就接着派 而这一次是八个人 当这八个人 也被倔强的风雨林 恼羞成怒地赶回来之后 训练场上跑圈大军 顿时就壮大起来了 江历虽然依旧悲剧 但是不再孤单 第四次派人去 这回是十六个 而义军并不是无目的的挑选人 他所挑选的 都是风雨林的铁杆嫡系 也就是说 平常都是在虎枯 跟着风雨林混 耀武扬威 人武人流的那些 比如说 虎枯四大业务科室的四个科长 都是风雨林趁机安插的亲信 就好像杀手科的科长江丽 就是义军第一个派过去带头的 而第二批那四个人 带头的就是 拥兵科科长杜雷士 第三批那八个人带头的 就是做训科科长纪士帮 如今即将派遣的这十六个人 就只有让刑训科 也就是虎牢的科长 谷起来带头了 前面已经有三拨人马在了 如今谷起来可不敢 一听义军最后喊了他的名字 让他带队去 鼓起来终于鼓起了勇气 愤愤不平地说道 教官 您要是想整我们 明说就行了 何必用这种办法 好 我干脆直接去跑五万米 不用您费那么大的心思 何必呢 我去 自打义军回到这儿 这是第一个做杖马之名的 怎么 你想当出头鸟 出头鸟是要被枪打的 果然 义军宁笑着 我整你们 这话怎么说 你的意思是 我让你们去请一个 不参加训练的家伙 就是故意跟你们过不去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还有脸给老子闹情绪 可 可你明明知道 我们不可能把封处长抬回来 义军摇了摇头说 你们都是精英战士 十几个人 要是连一个病秧子都抬不来 难道你们这两年都吃屎了 疯子连床都下不来了 还能挡得住你们十六个汉子 别说他是个人 哪怕就是头牛 你们十六个也抬得动吧 啊 古起来强辩说 可封处长明明没病 而且是大师级的高手 他又是 等等 义军挥手打断了古起来的话 若有所思的说 你的意思是 疯子根本就没病 是在装病 哦 我懂了 他这是违背军令啊 让我想想 该怎么收拾这个王八蛋 哦 古起来你倒是值得表扬 竟然勇于揭发封玉林 不错 古起来顿时脸色发青啊 自己揭发举报封玉林 我去 回头封玉林还不把自己整死啊 封玉林牙字必报的性子 那可是出了名的 没想到义军会这么说 古起来当即就傻了眼了 现在得罪了义军 回头再得罪了封玉林 他还混个鸟啊 于是这祸就怂了下来 谢处长 我没那么说 军中无戏眼 难道刚才你在糊弄老子 义军撇下这眼睛问他 这祸的这种眼神 在虎窟里可是大名鼎鼎 有人说这叫虎王的鄙视之眼 看到谁谁倒霉 鼓起来打了个寒颤 处长 要不我去跑圈 五万米 行不行 任务完不成 那是五万米 可是 你这是欺瞒上司啊 义军宁笑着 把鼓起来吓得是魂不附体 果然 义军在鼓起来的肩膀上拍了拍 那就一个愚重心肠 别跑了 怪累的 今天的训练你也不用参加了 先到办公楼里坐一会儿 等训练结束了 咱俩说一说提起话 好久不见 老子怪想你的 鼓起来腿肚子都抽筋了 脸色难看得要死 处长 我跑六万行不行 六万 六万五 这货又咬牙夹了五千米 别小看这五千米 那几乎是体能极限之上 又多了五公里 比开头的二十公里都难熬 义军叹息着摇了摇头 又摆了摆手 失忆这货可以去跑了 老子这么想你 你连话都不跟老子说 太太娘的伤感情 管去跑圈吧 懒得理你 顿时 鼓起来如蒙大赦般 屁滚尿流的跑了 当然这货也恨自己多嘴 凭啥脑袋一热就成英雄了 这倒好 别人都跑五十公里 自己却要跑六十五公里 货从口出 这话不假呀 真他妈该打自己的这张嘴巴 江丽 鼓起来 杜雷士 皆是帮 四大业务科室的科长 都去跑圈了 老老实实的 魅影看得心里舒坦 没想到义军来了之后 根本不用动手 就把这群混蛋买鹰 教训得服服帖帖 至于其他的虎库战士 如今都小心谨慎了 那被喊出来的十五个人 战战兢兢 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义军也不再为难这些家伙 松了口气说 算了 既然你们的几个科长都喊不来 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搭 鼓起来都说了 疯子这是跟老子使倔劲呢 一个人要铁了心装个臂 那你们就使足了力气也败不开 都他娘的给老子归对的了 十五个人的心情顿时放松了 免得遭受这份煎熬 夹在义军和风雨林之间 他们肯定会左右不是人 就像风箱里的小老鼠 两头受气 但是不等他松口气 义军就骂了句 当然也不是疯子太厉害 实在是你们太没出息 老子很失望 下面老子让你们瞧瞧 人家新兵战士是怎么干活的 都擦亮眼睛 长点记性啊 杀手科副科长云衍月 出列 是 云衍月站了出来 虽然被任命为杀手科副科长 但是短短的时间里 大家对这位来历奇怪的副科长 还不熟悉 只有高层的几个人知道 这个娘们应该很猛 当然猛 毕竟是一位女太斗呢 想当初 云衍月这个太斗级的女杀手横行将干 率领混江九龙杀人约祸 来去如风 要不是义军和魅衍同时出手 估计这个老妞现在还在江上驰骋呢 而收编了这个太斗级的女杀手之后 魅衍也收到了上级的表彰 为此还舒缓了一下虎枯被裁撤的危机 因为杀手圈子的人并不多 而原本在魅衍和大师级的墨竹之间 整整一个太斗级出现了断层 直到云衍月的出现 这才出现了太斗级的杀手 当然这也证明 这是仅次于魅衍的顶级杀手 能把这样一个杀手给收服 而且把他的精英手下混江九龙一举捣毁 尚级当然重视 如今 一身陆军军装 身披少校军服的云衍月县的格外精神 其实 这个军衍委屈了他 因为放眼整个虎枯 他的实力都是绝对的第二 仅次于魅影 因为现在的虎枯 没有了义军巴特尔和韩蒙三大太斗 听到义军一声命令 云衍月当机出列 表现的相当规矩 他算是义军和魅影的朋友 当然凡事都要配合他们两个 义军笑着说道 大家都瞧见了吧 人家云副科长是个新人 刚刚加入咱们胡哭 但是我敢肯定 只要是让他去抬风子 他肯定不会推三足四的 所有人都悄悄查看云衍月 不知道这娘们为啥这么大胆子 毕竟听义军刚才那语气 似乎现在当教官只是暂时的 早晚还是要走 既然到时候义军都走了 谁要是再得罪风雨林的话 那不是自找不自在吗 此时义军说道 云副科长 你带着两个人 去把风雨林抬来 告诉他 这是最后一次给他脸 那他要是再不来呢 云衍月要问清一个底线 义军说道 还是那句话 抬过来 哪怕打残了 也给我抬过来 毕竟在部队里不服从命令 怎么处置都不算过分 是 云衍月心里安息 当即立正敬礼 有了这句话 他甚至可以明目张胆的 揍风雨林 哪怕真的揍残了 那也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别人都觉得奇怪 心说让你去得罪领导呢 你乐个鸟啊 而对于这一点 义军也考虑得很周到 云副科长 做事要放开手脚 不用瞻前顾后的 以你的这份身手 无论到哪个部队 人家都伸出双手热烈欢迎 放心去做 加入回头真的不想在虎窟里混 老子请求上级 把你调入中央警卫局 这下子 云衍月更乐了 不但打残了 风雨林都没关系 甚至还不用担心 事后遭遇报复 到中央警卫局 那也是一个 很牛茶的部门呢 反正他是新加入虎窟的 对虎窟也没什么太深的感情 到哪都披着一身军装 无所谓呀 于是 云衍月心花怒放胆 假装严肃的敬礼 随后挑选了两个新战士 跟着自己一起去 风雨林的住处 他不挑选虎窟的老战士 而是从魅影改编的 那些杀手里面选了两个 都是当初杀手当中的佼佼者 当然 他不指望这俩人 帮着自己打架 也不需要 之所以让这俩人跟着 只是为了一会儿 有可能需要抬人 这次真的可能要抬回来了 这还没去呢 就先准备 把自己的副处长给打残了 这样的事相当罕见 看到云衍月乐颠颠地去了 所有人还都觉得 这老牛真幸运 日带 要是打趴下了风雨林 不等风雨林报复呢 人家就可以调走 到中央警卫局了 这多好的待遇啊 其实啊 义军也是没办法了 虽然表面上强势得很 但他发现自己 现在这个临时工的身份 对虎枯的控制力 不可避免地降低了 要是当初 鼓起来敢这么说话 哪怕有风雨林 在现场撑腰 这家伙也不敢 所以 他只能让云衍月 这个熟人帮着出手了 云衍月有这个本事 对虎枯也不见得 还有什么感情 所以 假如风雨林 真的事后想给他穿小鞋 那么义军完全可以通过 中央警卫局的都府局长 将他调任警卫局 开玩笑 整个警卫局才三尊太斗 如今突然多出了一个 人家开心还来不及呢 能不接受吗 哪怕暂时不放心 云衍月曾经的身份 但是就像韩蒙那样 留在家里搞搞培训 或者传授一下 怎么防备杀手的知识 这总可以吧 如今 两百多人在这占军资 十四个人围着训练场 没命地跑圈 一军也没做什么训练活动 只是静静地等待云衍月的消息 大家都有种隐约的预感 风雨林 这次可能要有点小麻烦 而在风雨林的宿舍里 这家伙干脆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所以当云衍月来到这儿的时候 连门都进不去 以后 两个新兵也不言喻 就等着云衍月发话 他们两个只是来打杂的 没必要动手 云衍月看着这扇门 冷笑了一声 一边敲一边喊 风副处长开门 梅处长和教官有请 但是 风雨林根本就不理会 云衍月也不气馁 飞起一脚 轰的一声 把那石墓门给踢开了 门上踢出了一个窟窿 而门锁也直接被踹了下来 真是个暴力的见面方式 此时 风雨林正在里面的沙发上 抽门烟呢 刚才就被云衍月 无休止地敲门 搞绷了情绪 正要发作 结果还没等他发作呢 云衍月反倒首先发作了 风雨林猛然起身 脸色傻白 你胆子不小 擅自冲装长官的房间 找死呢 给我管出去 管禁闭一星期再说 云衍月愣笑着说 是吗 我只是喊不开门罢了 谁叫你躲里面装死了 我奉了命令来的 所以破门而入也是任务需要 没觉得自己错在哪儿 所以禁闭之类的混账事 我看还是免了吧 我去 说的倒是云淡风轻 连上纪的处罚不放在眼里也就罢了 甚至还修改了处罚命令 你说免了就免了 这又不是跟你商量 风雨林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双眼爆射出一股愤怒的火焰 直喷向云烟月 你一个新来的东西 别以为攀了魅影的大腿 当上一个什么副科长 就把老子不放在眼里 实话告诉你 在我眼里 你屁都不算 最后那句粗话 是一字一句说的 而且语音很高 这是在故意强调 云烟月是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 这点事也犯不着让他动怒 笑了笑 上前一步说 骂也骂了 该动身了 要是非要我动手拿了你 到时候可就没面子了 你一个做处长的 多少也要考虑考虑 自己的官微和形象 言语当中 显示出了一股强大的 自信 仿佛在这个小小的副科长面前 风雨林这个副处长 反倒真的屁都不算了 风雨林当然大怒 但他也是个大师级的高手 感觉眼前这个女人 正在释放一种可怕的气息 假如真的打起来 自己未必是对手 此时 云烟月本着尽量和平解决的目的说 教官说了 假如请不动你 那就抬 要是不让抬 那就打 你听听 这是我得到的命令 所以只能执行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但凡有点办法 也不至于傻乎乎的来为难自己的领导 所以 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吧 体谅你 谁他妈的体谅我呀 老子堂堂的虎哭二把手 竟然要听一个临时工的调遣 甚至还有可能接受这个临时工的处罚 去死吧 不让抬就打 好大的口气 不管你什么实力的 但你要敢在军营里打自己的上司 后果的严重性 考虑过没有 你个傻 傻逼两个字还没说完全呢 云眼月就突然出手了 二话不说 一脚就飞向了风雨林的两腿之间 真狠的一招啊 上半身根本都没动弹 没有任何的症状 脚底下就开始偷袭了 而且出招的力度和速度还猛的没办法说 风雨林并未被一脚踢中 那声啊也是因为意外而尽叫的 作为一个顶级大师高手 而且是经验丰富的特战军官 风雨林的反应速度是相当敏捷的 哪怕云眼月是在偷袭 他还是勉强翻身向后推开了 只不过因为事发仓促 这往后一跳根本不可能有太好的落点 结果小腿撞在了一个板凳上 身体重心顿时失衡 灯子咣当一声倒了 风雨林的身体也一个猎切 险些来了一个狗啃屎 幸好他的实力也不是吹出来的 单手出手准确地按住了地面 这才不至于趴在地上 但是作为胡哭的领导 被自己的手下逼迫到这般田地 已经太丢脸了 风雨林暴怒着大骂 王八蛋老子张死你 说着风雨林的身体猛然扑了上来 速度和力量都相当可观 一个顶级的大师级高手 假如经验丰富 机会合适 有时候还有希望干翻一名太斗的 大师级和太斗级的差别 比太斗和传奇的差别小得多 并不是那么敬畏分明 比如说当年的剑痕大使 假如勉强称之为一尊太斗 或许很多人也不觉得离谱 而且剑痕真要是发了风的出击 甚至不少太斗都有可能要尽量避让 当然前提是这个大师是本境界内最顶级的 达到了进阶太斗之境的门槛上 至于风雨林 就是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高手 真正发了狠的话 实力也是很恐怖的 对面的云眼月看了看风雨林的速度和气势 心说这家伙居虎枯高位 果然不是吹的 还确实有两把刷子 风雨林并不简单 太斗和大师的差距 在他和云眼月身上表现的并不是非常明显 究其原因 是因为云眼月是泰斗中的一般人物 而风雨林是大师级的顶尖 要是单打独斗 加上常年累月执行任务积累出的经验 使得风雨林的实力不亚于当年的剑痕 只不过义军是什么眼力 既然派云眼月来执行这个任务 那就料定了云眼月能够拿下风雨林 风雨林一记虚招攻过来 虽然气势汹汹 但实际上留着后手呢 他的长处是腿攻 走的也是黑拳腿法高手的路子 所以亮出的一拳 更多的意义在于试探 以及引起对手的误判 但是云眼月根本不在乎这些 这个实力高深的女杀手 出招只管夺命 连面对自己的上级 出手的时候依旧如此 不得不说 这真让风雨林有些无语了 这是在部队内部 你当是在外头杀敌呢 在这个小屋子里头 打斗声乒乒乓乓 不绝于耳 原本来自主影的两个新战士 在外面等着 按照云眼月的要求 并没有冲进去 耳朵里传来的打斗声 节奏极快 频率高得惊人 以至于其中一个 忍不住向里面探头看了看 结果刚把脑袋 露在了门缝那儿 一把军用匕首就飞了出来 把这家伙吓了个半死 原来九宫之下毫无进展 甚至是越来越处于劣势 风雨林几眼了 这次 他要是被一个属下给干趴下 甚至被活捉抓走 那么他的老脸也就甭要了 所以在情急之下 这货终于掏出了军用匕首 可是他刚刚挥舞匕首不久 就看到云眼月也取出了短刃 本来云眼月还稍微有一些忌惮 毕竟内部动武 自己首先向长官回刀 这是不占理的事情 不过现在风雨林 首先动用兵器了 那么他也不需要再客气 双方都动用了武器之后 风雨林才发现 自己的劣势更加明显了 因为云眼月显然是个用刀的高手 一把短刀挥舞的密不透风 眼花缭乱 而且很多招数虚虚实实 连貌似虚招的一些招数 一不留神医也是致命的 所以在一次攻其必救之后 风雨林手忙脚乱 而趁这个机会 云眼月一脚踢翻了他的手 那把军用匕首就像飞刀一样 嗖的一下飞了出来 竟险些造成门口那家伙的误伤 此刻 赤手空拳的风雨林 面对着刀花飞舞的云眼月 更加的溃不成军 很难得 这家伙已经支撑了七八分钟了 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 落败已经不可避免 碰 伴随着一声踢踏 风雨林的身体被直勾勾地踹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了墙壁上 云眼月毫不客气地飞速跟进 在风雨林落地未稳的时候 抖然间杀过去 短刀一下子 架在了风雨林的脖子上 风雨林已经倒地 上尉起身就感觉到脖子上一凉 轻可见就明白 自己已经败了 把刀架在了风雨林的脖子上 云眼月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你怎么说也是虎枯的二把手 以后要加紧修炼了 就你这本事 怎么服众 走吧 别折腾了 这一番话 更刺激了风雨林的自尊心 他也不管脖子上的刀了 因为他知道云眼月 断然不敢在此处杀人 借给他几个胆也不行 别说云眼月 哪怕义军也不敢 开玩笑 不服从军令 你可以打 可以罚 要是光天化日之下 在军营里格杀一名军官 这是滔天大祸 所以 这种表面的胜败 根本不能阻止风雨林的无耻 完全不顾刀架在脖子上的事实 猛然出击一拳 重重击打在了云眼月的肚子上 因为他正躺在地上 而云眼月单膝跪在他身边 这一拳偷袭 太容易得手了 云眼月啊的一声惨叫 身体被重重地击飞了 王八蛋 这是明知道自己不敢杀他 才这么不要脸的偷袭呀 因为当时云眼月哪怕被偷袭了 还不得不分散精力把刀扬起来 免得趁势划断了风雨林的脖子 王八蛋 老娘不但被偷袭 还得考虑着怎么不让偷袭者被自己弄死 这悲催的形势 风雨林一咕噜爬了起来 趁他病要他命 猛然冲击了过去 云眼月大骂无耻的同时 赶紧骑身应战 刚才那一拳太重了 差点震伤他的内脏 要不是风雨林躺在地上 不便于施展权力 那么现在自己恐怕已经半飞了 毕竟 那一拳在肚子稍微靠下的部位 已经让小腹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此时云眼月也近乎发狂了 他再也不估计风雨林是什么狗屁长官 而是动用权力毫不留情 而且刚才打斗的时候 为了稍稍顾及风雨林的脸面 所以脸上都露出来的部位都尽量规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云眼月几乎被气疯了 所以时不时地往风雨林的各个部位招呼 不一会儿 风雨林的脸上就被打了两拳 扇了一巴掌 于是 风雨林的脑袋慢慢地就变成了猪头 太斗终究是太斗 夹着云眼月手里边有刀 所以在苦苦支撑了一小会儿之后 终于慢慢地扳回了形式 而这一次 云眼月绝不会再大意了 刚才总觉得风雨林也是个有身份的 这才没留意 他竟然会做出不要脸的偷袭 现在有了心理准备 风雨林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偷袭了 连续两刀 准确而有尺度地划伤了 风雨林的左大腿和右臂 让风雨林的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再加上脸被砸得有点晕晕乎乎的 所以风雨林这败局已经不可避免 啊碰 风雨林再一次被踢飞了 而且云眼月所踢打的部位 同样是小腹 王八蛋 你连老娘一个女人的肚子都敢打 老娘又在意什么呀 他这一脚出去 风雨林再也站不起来了 爬在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 像急了一头筋疲力尽的水牛 云眼月冷笑了一声 揉着肚子走到了风雨林的面前 这一次他学乖了 再也不会心慈手软 从屋子里的电视冰箱这些电器上 扯断了一大堆的电线 将风雨林反手绑了起来 你 你竟敢绑我 风雨林气喘吁吁的大骂 啪 云眼月懒得跟他理论 一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王八蛋 反正老娘也不准备在这混了 怕你个鸟 云眼月算定了 这次变态的任务执行之后 恐怕自己真的要调往中央警卫局了 该死 这里的窝还没暖热乎呢 电线扯下了不少 密密麻麻地把风雨林的手给翻绑了 背靠着手不容易发力 加上电线的捆绑又如此稠密 所以已经有气无力的风雨林 别想着睁开 而云眼月似乎觉得不过眼 随后又把他的脚也绑上了 这下好了 除了挺起的肚子跟鱼似的折腾两下 这个顶级大师高手再也翻不起浪花来 随后云眼月一声招呼 来自主影的两个新战士上去 把风雨林抬起来 一个抬头 一个抬脚 跟在云眼月后头 向室外的训练场走去 得 这还真像是义军说的那样 既然请不来 那就只能抬过来了 结果 当风雨林以这种状态被抬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虎枯战士都傻了眼了 这就是他们的副处长 平常的时候 风处长那可是风光霸面 人五人六 连军装上有点灰尘都要胆掉的 这下好了 被人捆绑成了这副熊样 而且身上凌乱不堪 更让人无法直视的是 脸上被人打成了猪头 腮帮子肿得不像话 这一次 风雨林的脸面彻底栽了 而且微信也恐怕顿时被扫荡了一大半 以前的时候 义军哪怕时不时地敲打风雨林 但还真没有这么大动干戈过 但是这次不一样 因为义军已经知道 风雨林和那些阴谋有关 王八蛋 上次差点崩了老子 而且老子的两个兄弟也没了 难道还要给你留什么脸面 去死吧你 云眼月向义军敬了个礼 大声说道 报告教官 风雨林无故装病 而且不服从命令 在我劝说无效的情况下 只能强行把他带过来 只不过他抵抗得太厉害 所以有了些冲突 我操你牢牢歇破军 还有你云眼月 你这个臭娘们给我等着 风雨林是破口大骂 义军本想取笑两声 但是听到风雨林这么骂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疯子 这里是部队 你不服从军令 难道还有理了 他打你是活该 而且是我下的令 老子还没说你的责任呢 你还有脸好 你好个毛啊你 风雨林是继续打骂不止 谢破军 你这是公报私仇 义军听了这句话 忽然一声争鸣的冷笑 走到了风雨林的身边 凝视的目光 让风雨林心中发寒 带着一种冰冷刺骨的寒意 义军说 疯子 你这话有点不明不白呀 你的意思是 咱们两个有丝绸 有吗 我好像记不得 风雨林本就被顶得难受 此时被义军陡然这么一说 顿时心里头咯当泪下 是啊 私仇 以前虽然俩人经常吵吵闹闹 但按说还到不了仇的层面 风雨林只是本能地 有一种心理阴影 这才说了这句话 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更亦不让义军断定 关于两年多前那场惊人的阴谋 风雨林这王八蛋 肯定有份 风雨林似乎有点心虚 但作为一个强悍的特种战士 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他随即整理了一下心思 愣笑着 以前你我就经常意见不合 争执不断 如今你手里有了这点小特权 报复我也是情理之中 虽然勉强解释了过去 但是刚才那种底气消失了一大半 义军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道道 所以做到心中有数 他冷笑了一声 忽然立声喝道 云烟月 到 云烟月当即大声答应 最近这段时间 经常参加军事训练 虽然尚未培养出军人气质 但是对口令已经相当熟练了 义军看了看风雨林 又看了看云烟月 随即看向了训练场的边缘 那儿有训练用的单杠 云烟月 我命令你把这个不听号令的战士 调到那边的单杠上 让他醒醒神 回回过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放下来 所有人都震惊了 别说普通战士 哪怕魅影都大为惊讶 风雨林堂堂的虎哭二把手 说吊就吊起来 看样子 义军这次不怕把事情闹大了呀 但是 云烟月才不在乎这些 反正自己打定主意 要吊离虎哭了 大不了把恶人做到底 再说了 反正已经往死里得罪了 风雨林 还在乎什么呀 八十八正也打了 就不在乎补齐到一百下 风雨林大呼小叫 但是云烟月不在乎 义军更没理会 全当路过了屠宰场 至于现场的所有人 更没有谁敢站出来求情 到了最后 只有一个风雨林的铁杆手下 实在忍不住了 当然不排除 由八截讨好风雨林的意思 主动上前了一步 大声说道 教官 风处长是我们的领导 不能这么对他 自从得知 风雨林和那些阴谋有关 义军看到风雨林 就觉得更加恶心 因为潜意识里 他已经把风雨林 当成了害死巴特尔 和秦英杰的凶手 至少是之一 所以 对于眼前这个 敢给风雨林求情的 义军同样是不客气 他怒吼了一句 滚回去 被咱们猛然呵斥了一声 那个战士差点腿软 怯懦地看了看义军 咽了干口吐沫 本来还想说的话 又咽回去了 垂头丧气地归队 而在训练场那边 云眼月已经走到了 单杠底下 来自竹影的一个家伙 早就取来了一根绳子 云眼月熟练地 把风雨林的手捆起来 而后将他高高地吊起 堂堂的虎枯副处长 真的被人吊起来了 风雨林现在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这形象简直太丢人了 他甚至悔恨 悔恨刚才 为什么没拿着枪 殊死抵抗 然后官司打到龙朝那边也好啊 至少龙天刚还能照应自己 现在倒好 完全是一副任人宰割的形式 而且风雨林还隐隐地担心 觉得义军恐怕察觉到了些什么 因为以前义军虽然也跟自己过不去 但不至于这么暴力 脑袋浑浑噩噩 风雨林是晕晕乎乎 但是他马上就清醒了 因为他听到了义军在不远处的口令 以及随后下达的命令 王八蛋那胁迫军 老子操你八辈祖宗 风雨林心里一阵的悲好啊 义军喊了句立正 随后就是向右转和跑不走 但是当队伍整齐跑动起来的时候 义军又说的那句话 把风雨林彻底地搞悲剧了 跑到弹杠下 参观学习不服从命令的 我了个去 这是要把风雨林 当成动物园的动物 进行参观呢 无论是任何人 肯定都不希望被人当成观赏物 更何况是风雨林 现在这种傻逼状态 所以听到了义军这句话的时候 风雨林几乎要崩溃了 接着 等义军带着大部队跑到单杠前 就让大家烧喜了 义军则背对着风雨林 直面所有战士 仿佛把风雨林当成了黑板上的一幅画 看也不看风雨林 只是拿着轿边向身后指指点点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例子 虎枯的风气不好了 纪律松松垮垮 导致了战斗力的严重削弱 当官的带头不执行命令 人浮于世飞扬跋扈 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子这次来殉道你们 就是得了龙朝的批准 全面的整顿 不管是军官还是普通战士 无一例外 必须严格训练 没有任何特殊化 服从命令 这是军人的天职 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别的就别提了 所以这次整顿训练的前提 就是先做到这一点 不管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现在都只是接受训练的普通一员 没有任何特殊 谁不服气 可以请龙朝撤了老子这个临时身份 但是丑话说在前边 在撤了老子之前 老子不会软淡 老子的脾气你们知道 谁他娘的上倔劲 老子比他还倔 我知道 你们背地里有人嚼舌头 也可以说是开玩笑 说老子上辈子是倔驴脱上的 没错 老子就是头倔驴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那种倔驴 至于今天这件事 你们可以理解为杀鸡给猴看 不过 老子这是杀猴子吓唬鸡 区别仅此而已 风玉林的级别够高 但是在老子训练的过程中 级别算个屁 脱了裤子 都他娘的一根棍子两个卵 你他妈比别人多长一个不成 王八蛋 跟老子耍横 耍个鸟 魅影觉得 义军一旦到了军营里 似乎气质就变了 变得更加粗鲁莽撞 更像是一个厮杀汉 不过 身上那股让女人垂涎的男人味 也似乎更浓了一些 而魅影不知道的是 这才是当年的谢虎王 以前在虎窟当中 义军就是这么骄横跋扈 上头有首长曾亲口评论过 而且是当着义军的面 说虎窟的虎王是一头狂虎 发了疯的家伙 或许只有把这小子 扔进更高级别的龙巢 才能稍稍地压制 但当时义军却毫不在意地一笑 说假如把自己调入了龙巢 那也会是一头狂龙 会把龙巢搞得鸡犬不宁 这一句话曾引来不少龙巢战士 特别是前几位龙巢太陡的不满 也引来了龙天勇等大天罡的挑衅 但毫无疑问的是 都被义军给搭回去了 于是在更上层 义军不仅仅是虎王 同时还是狂龙 以至于中央警卫局 前阵子让他执行任务 直接让他挂了个狂龙的绰号 当然 这个小绰号影响范围小 一般人不清楚 这才是本来的 原汁原味的虎王义军 在等红酒绿的都市当中 消磨了一段岁月 义军那种人性的棱角 才逐渐消磨掉了不少 以至于龙天贤遇到义军的时候 总觉得义军变了 但是现在回到了军营 义军那股子狂劲就再度迸发了出来 淋漓尽致 而所有的战士却习以为常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虎王就是这个样子 强大 狂傲 粗鲁 蛮横 同时还具有甘于为战友 两肋插刀的热血 这些 就是义军在军营之中的关键词 而此时的义军 正拿着轿边向身后指指点点 把风雨林当成了一个大大的反面典型 风雨林欲哭无泪 但高手的孤傲和领导的自尊 让他依旧不甘于低下头 于是 哪怕双手被吊在了弹杠上 风雨林还是忍不住打骂 谢破军 你小子别得意 有你哭 我操你 骂人 义军不屑 风雨林每骂一句 义军的脚边就会毫不犹豫地打过去 现在 义军已经转过身来 看着风雨林 看起来像是平视 因为义军的身高 本来就比风雨林高了十公分 现在风雨林虽然被吊起来 脚尖离地一点 但高度依旧和义军持平 已经抽打了五边的义军冷笑着 现在老子是官 你是兵 所以你要乖 五边下去 已经把风雨林的军装都抽烂了五刀口子 边边出肉 但是风雨林还要逞强 继续怒骂 可是这一次 义军已经不只是抽打他的身体了 在众人瞠目结舌的表情之中 义军一边则抽在了风雨林的嘴上 清澈的边响 清澈的边响 彻底打碎了风雨林的自傲和自尊 在他的嘴边 一道火辣辣的边痕疼得要死 嘴角被抽裂了 血都流了出来 义军则满不在乎的冷笑 嘴抽 那就打烂你的嘴 别想着像上级申诉什么的 单凭你不服从命令 辱骂长官这一条 就该抽你的嘴 好 再问一句 服了吗 呸 我服你姐 我服你妈 风雨林催了一口怒骂 不得不说 这货也真是个倔种 而要是没有这一点的硬气 还真难在匪妻肆意的虎枯里 站稳脚跟 虎枯里的家伙 哪有什么老实货呀 当然 风雨林继续的咒骂 只能继续换来叫边的抽嘴 欢快 风雨林的嘴已经伤口密布 到最后 实在都没地方下鞭子了 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 风雨林才终于 低下了倔强的头颅 有气无力地说了句 服了 很好 义军冷笑着 把二尺长的轿鞭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那么 知道错了吗 知道 风雨林都有点神志不清了 这不就得了 义军嘴里咬着根草梗 笑着一挥手 来啊 把疯子抬下来 送到医务室处理一下 不就是低头认个错吗 你说你非跟老子上倔劲 刚才都明说了 老子是驴脱上的 而风雨林走了之后 所有人也更加的老实了 本来有些侥幸的家伙 还以为能仗着风雨林的威势 能够抵制一下义军的威风 现在看来 在真正动怒的虎王面前 风雨林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紧接着 义军反倒要求大家解散了 已经十二点了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其实他这次集合 只是一个见面会 同时也要趁机立一下威风 便于以后的协调之会 当然 杀一杀对方的威风 也是这次集合的一个重要目的 还好 所需要的效果都达到了 所以 义军的心情也不错 当大部队陆续散去 奔向食堂的时候 义军也对着训练场吼了一嗓子 停停停 都停下 别跑了 都给老子到这集合 一听要集合了 拼命跑圈的十五个家伙 顿时来了点精神 难道事情有变化 带头的是四大业务科室的负责人 呼啦啦的都跑过来 处长 您有吩咐 江丽还算有点颜色 当即带着笑容问了 上次在交连东阳殿 他和义军的对立情绪 基本上消失了 不但送钱给他老妈治病 还得知义军是批准提拔江丽的人物 义军哼了一声说 其实刚才老子就是在气头上啊 别介意 没有 不敢 处长您这是怎么说的 四个人同时说着 其他的十一个战士 倒没机会插嘴 义军不屑地笑了笑 是啊 你们也该瞧见了 臭疯子那是什么态度 三番无次地请不来 他当自己是个爷了 今儿本来没想着跟你们过不去 无非是被疯子搞出点火气来 都过去吃饭吧 十二点了都 说着 义军挥挥手转身就走 背后的鼓起来还闷闷地问一句 那就不跑圈了 顿时这货被其他三个狠狠地鄙视 那壶不开提那壶 处长摆明了 这是要稀里糊涂敷衍衍过去 你小子自己还替这个干什么呀 万一处长说要接着跑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还好 义军假装没听见 也没说什么 十几个人同时怂了一口气 面面相去地看了看 耳后叹息一声直奔食堂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 以前虽然风雨林貌似强悍 但真心不是虎王的对手 或许以前表面上有些阵风相对 那都是虎王在刻意让了让风雨林 保持着一团和气的大局 而虎王真要是发飙了的话 风雨林不是对手 这一次 风雨林是真的没脾气了 也没力气了 被人抬着送到了虎窟医务室 连医务室的医生护士都吓得不行 因为他们看到了风雨林那张嘴都烂成那样的时候 当时就有些孕了 做了下治疗处理 风雨林就被人开车送到了外头的军医院 因为糊枯的卫生室难以好好地处理 只不过打得虽然吓人 但义军手里头很有分寸 全都是皮肉伤 没有触及筋骨 当伤势处理好了 也已经到了傍晚 在外面的酒店简单吃了点饭 咽一口都觉得嘴疼 旁边的食客看到这家伙吃一口就咧一下嘴 一个个还都笑成了门糊落 风雨林就别提多郁闷了 终于带着一身的疼痛和屈辱 风雨林蹒跚着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已经晚上八点多 门锁倒是修好了 但里面却依旧一片狼藉 毕竟没有她的允许 一般的战士不敢随意动她的东西 而一眼看到宿舍里的混乱 更是悲从中来 傻傻地在沙发上发愣 这时候门开了 一个女人的身影闪了进来 是凤伟竹 她轻轻地坐在风雨林的身边 貌似娇妻一样服侍着她的伤口 我去 这才几天 这个势力的娘们竟然已经跟风雨林勾搭上了 风雨林三十多点 而凤伟竹却是小四十的女人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虎狼相遇便胜却人间无数 更重要的是 在这军营里头寂寞枯燥得很 而且毕竟又都是军人 哪怕风雨林这样的军官 也不能随意前规则一名女军人 以前做过一次坏事 至今都提心吊胆的 好在凤伟竹是个天生的当货 贞洁对她来说如同浮云一般 而且当年在竹影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是擅长魅惑的高手 如今更是无限的空虚寂寞冷 当然 保持良好的容颜和体型 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凤伟竹是个势力女人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当初为了能留在交连 不在军营里受罪 她就曾试图贿赂首科科长江丽 甚至不惜当场做出暧昧的表示 这一点都是义军所不知道的 只不过江丽这家伙当时动了财心 但是在男女问题上不敢过于放肆 这才假装视而不见 而凤伟林不在乎 当兵三年 母猪赛貂产 凤伟林对这个如鸡似渴 无欲则刚 当然有欲也就软 一旦被察觉到了这方面的嗜好 凤伟竹则投其所好 两个人顿时达成了一片 灌兵情深 凤伟竹觉得自己投靠了这里的大领导 以后日子会好过一些 哪怕执行什么任务 风雨林也会照顾他 不让他涉险 至于平时的生活上 当然更是好处多多 就好像上午义军见到他的时候 他刚从风雨林办公室里出来 根本不必到训练场上接受训练 而别的来自竹影的战士 则正在汗流浃背 这一点小特权 风雨林还是能给他的 上午当他看到义军的时候 心里头还是有些不分 因为上次他险些都成功了 结果被义军坏了好事 没能留在外面的花花世界 所以他当时根本懒得跟义军说话 而且他觉得自己 现在已经攀上了风雨林 关义军什么事啊 义军毕竟不是现役的领导 对他也不能奈何 可是今天白天的那些遭遇 却让凤伟主大大的震惊了 他忽然发现 哪怕义军不是现役的领导 同样能把风雨林整得死去活来 如此的强弱是对比 让凤伟主甚至对风雨林的能量 产生了浓重的怀疑 老娘投靠了你 不会说连你自己都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吧 要是你风雨林就这么点本事 是个营养辣头腔 那老娘可就亏大了 这种事不好贸然下结论 所以他要求证一番 这不当晚他就潜入了 风雨林的单身宿舍 风雨林冷哼了一声 你来这干什么 做那种事 办公室反倒更安全 确实 单身宿舍里面虽然是居住区 但是两旁住着的战士也多 包括江丽等中层都住在附近 甚至 连魅影都在这栋楼的后面 有一座单独的小公寓 在这种人多眼杂的情况下 要是传出了副处长宿舍里有女兵过夜 那乐子可就大了 相反 要是在办公室里搞一搞 倒无所谓的事 风雨林的办公室有那家 还有临时休息的床铺 他们两人这几次的苟且 都发生在那个地方 凤尾竹撇了撇嘴 一边轻轻服侍着风雨林腿上 被云眼月搞出的刀伤 一边说 就知道那个 也不瞧瞧你这身子 我说怎么搞的 你堂堂的虎枯二八手 一军那个临时人员 怎么就这么狠 他胆大包天呢 风雨林的双目当中 射出仇恨的火焰 小人得志 无非得到了龙巢的 一个授权罢了 另外 也应该是挟似报复 风雨林一直觉得 义军似乎可能 发现了点什么 但是又不敢太确定 风伟主没留意这些 只是饱含同情 狠狠然地问 那么 你怎么报复他 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就这么算了 想的便宜 我已经跟龙巢副总指挥 龙天刚打电话了 现在龙天刚副总指挥 已经在和龙天机交涉 而那个龙天机 就是义军的后台 所谓的交涉 就是质问龙天机 为何不经龙巢领导 班子的批准 就擅自决定 让义军到虎枯里去 甚至还给义军 办理了证件 盖了证 不过 龙天机是 风管虎枯的领导 要说为虎枯 请一个教官的话 似乎也不是太大的事 总之 这就是神仙打架了 风雨林他们也管不着 具体的结果 还要再等两天 才能知道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假如龙天机当人不让立场坚定 那么义军还真的就留下了 因为龙巢的印章 都是龙天机管理 作为政委 他负责内务 以及机关办公等工作 此外 除了得到来自龙天刚的支持 风雨林本人也要想办法 度过这次危机 义军的杀气腾腾 已经让他有点怕 有点乱了 风姐 你愿不愿意帮我做件事 可能有点小风险 风卫珠一听 心里头就打颤摇 肯定是让他对义军 做什么手脚啊 义军 那家伙狠得不像人 更是惊得吓死鬼 可不好招惹 但是自己刚刚攀上了风雨林 如胶似漆地把话说得还是山盲 几乎都有了种情比金尖 爱比海参的味道 现在风雨林请他做点事 他又不好一口拒绝 只能试探地问一下什么事 风雨林双眼露出一种烟冷的笑意 你去色诱他 拉他下水 然后搞抽了他 只要名气抽了 他还能待在这 到时候 连龙天机都要做检讨 因为他给虎枯 找来了一个败坏军纪的 所谓教官 不行 风雨林一愣 随即揽住了风雨林的腰 满脸的笑意 只不过笑容一旦出来 难看得要死 而且扯动嘴上的肌肉 也带出了一种剧烈的疼痛 呲牙咧嘴之后 又恢复了常态 你想多了 其实你只要诱惑他犯了错误 也未必真刀真枪地搞什么 比如到时候脱了衣服 就喊枪奸 我再带着人冲进去 不就得了 呸 丢不丢人 脱了衣服 你再带人进去 那姐光这身子 还不都被别人看了 亏你想得出这种馊主意 我不干 别意气用事 风雨林搬住了她的肩膀 一只大手已经探入了她的腰带里面 邪恶地笑着 看两眼怎么了 让她们干眼馋去 谁敢碰你一手指头 我就把她的手砍下来 这下放心了吧 来 让我先喂饱了你这个小骚货 咱们速战速决 这回真的是速战速决了 风雨林那强壮的身体素质 竟然连三分钟都没成到 就匆匆忙忙地焦了睡 累得一塌糊涂 身体状态不好是一回事 关键是没心情 翻身躺下之后就抽烟 连凤尾竹 什么时候穿的衣服都不知道 当然 在宿舍里稍嫌紧张也是一方面 这里是军营 被发现了这种事可了不得 既然她想用这种事陷害一军 那就说明这是打击 瞧你今天这状态 没那力气了还整什么呢 前前后后 将那么一会儿 还没脱裤子时间长呢 有点心不在焉了 封与林自食的一笑 稍稍掩饰着尴尬 而心里头 恨不得立马掀翻这娘们 再来一回 让她知道锅是铁打的 不过现在还要封卫竹 出去办事呢 所以也不能生气 只好善笑着说 等我把伤养好了 有你哭爹叫娘的时候 封卫竹摆了她一眼 把一身军装整理得整整齐齐 还对着镜子照了照 别说 披上了一层皮 还真是像个人 一边照镜子一边啰嗦 我说啊 到时候你可要准时冲进去啊 万一被义军那家伙得手了 姐可就吃大亏了 瞧那小子那身剑子肉 跟头老虎似的 我可不想被他真捅了 而事实上 他还真想尝尝义军 那年轻厚生的滋味 年纪轻轻的 身强体壮 英俊豪气 义军那小子的味道 是个成熟女人都禁不住 而凤伟竹这样的 熟透了的娘们 要不是自己需要攀附封玉林 恐怕他更乐意跟着义军搞 而假正经地说出这番话 也无非讨封玉林个高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还真以为强奸这事好整啊 嘿 封玉林想到几年前 被他祸害了的一个女兵 那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后来那女兵 在一次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这才了却了封玉林 一段阴暗的心思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有点后怕 当时真他妈害怕那女兵 把事情给捅出来 不过这种事不能对凤伟竹说 于是就浓缩成了一句不要脸的话 到时候你拼命地挣扎 三五分钟他下不了手 篱笆扎得紧 野狗钻不进嘛 凤伟竹白了他一眼 随即便密谋商议 究竟该怎么做 应该说 这是一条狠毒的计策 不但要把义军撵走 甚至还要给义军身上泼脏水 洗都洗不掉 虽然义军不是军人了 但终究是个男人 到时候被玩了这么一遭 没脸见人了也 当然由此可见 封玉林也真不是个好鸟 什么脏主意损主意都做得出 两个人商量好之后 凤伟竹这才柔情蜜意地离开了 那种官妾仿佛娇滴滴的小娘子 而对这件事的羞涩 更好似一个真洁烈腹 装啥呀 都是千年的狐狸 大家心知肚明呢 封玉林心里也明白 看着凤伟竹摇着浪臀离开 连封玉林自己都悄悄骂了句浪货 和凤伟竹之间保持这样的关系 真以为封玉林就爱上她了 那是方辟 只不过在这枯燥的军营里边 封玉林的欲求根本无法满足 这才只能跟她讲究在一起 前阵子封玉林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的 何况是个活生生的女人 而且保养得又不错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只能称之为苟且 不过成败在此一举 全都维系在这个浪货的身上 封玉林自然也要稍微柔和一点 万一惹毛了这娘们 这娘们撂挑子不干 封玉林还得费尽心思再想烂招 谢破军 听说你在外头可是香车宝马 莺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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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莺 希望你能保持本色 对这个娘们来之不惧才好 到时候带着一身骂名滚出虎枯 老子就不送了 封玉林一声冷笑 自言自语 而且她已经决定 一旦义军回到了社会上 她还要继续用别的办法 彻底打垮义军的势力 甚至从肉体上消灭 只要是义军活着 封玉林的心里头就有阴影 当晚再没别的事 封玉林出了棋的没找一句闹腾 所有人都觉得封处长这回怎么蔫了 看样子确实是一物相一物啊 别看封处长这两年风风火火 连郑处长魅影都制衡不住她 但是虎王一旦回归 立刻就把她制得服服帖帖 这就是本事 所以虎枯的战士也都觉得 虎王就是虎王 哪怕离开老窝再久 一旦回来依旧势不可挡 这个人是很重要 便于大家听从号令 而且虎枯的战士 也开始敬中魅影了 因为魅影和他们的虎王是那种关系 不少摇摆不定的战士 现在更倾向于支持魅影 一来魅影是嫂子 二来风雨林似乎是个软蛋 不足以依靠 这么一来 魅影的微信竟不知不觉间加强了不少 连魅影自己都感觉到了 中午和晚上在食堂用餐的时候 不少战士看他的眼神都有点不一样 这些小神挂蛋子的情绪变化 怎么能瞒得过魅影的神目如电呢 魅影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心说这回真可谓请准了一尊大菩萨 效果竟如此明显 长此以往 自己要是在趁热打铁的话 实现对虎枯的完全掌控 也不是不可能 心里头高兴 外在也付出行动 晚餐的时候 魅影不住地往义军饭盒里加菜 有点乐滋滋的感觉 虎枯用餐没有军官特殊的丑规矩 大家都在一个大厅里 所以义军看了看四周的战士 觉得有点小尴尬 因为义军已经看到了 那些魂球看到魅影在给他夹菜 兜他娘的捂着嘴偷着笑呢 特别是魅影贴着义军的耳朵 说两句悄悄话的时候 那些混蛋玩意儿笑得更还场了 有一个没出息的警人喷了饭 搞得对面一个女兵满脸都是大米饭 自然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小女妹啊 没见过女人倒追男的 没见过魅力十足的男人 你们这群苦别吊丝男 活该流着眼泪 独自撸到天明 义军心里头暗自诅咒这些可爱的混蛋家伙 总之魅影在虎窟里的影响力 在悄悄地增长 而他对义军的那种暧昧情感 也在悄悄地滋生 第二天一早 义军就开始操练这些虎窟战士 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就是要狠狠地操练 不过 没有了风雨林的耍横 现在训练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 大家都被义军的淫威给震慑住了 而且魅影除了办理公务 只要有时间也亲自来参加训练 当他都亲力亲为的时候 那些战士就更加浮起 当官的不怕苦 当兵的就不怕苦 当官的不怕死 当兵的才可能不怕死 上行下效 而对于风雨林 义军今天网开一面 允许他休养一天 讲规矩 也要讲人情 受了伤的副处长 总要给他点方便 这是义军把握的一个度 又是一味的蛮大蛮干 同样无法服众 这不 连风雨林那些嫡系铁杆 现在也觉得虎王 至少是讲道理的 但是 唯独让义军心里头不安分的 是这一天太安静了 本以为风雨林会向龙天刚告状 然后龙天刚要么找龙天机的麻烦 要么直接打电话 甚至杀到虎枯 斥责义军 对于龙天刚恶骂什么的 义军当然不怕 两三年前就敢跟他死磕 现在自己是个自由人 更没啥心理负担 只不过 这事假如不爆发的话 就显得不正常啊 就好像明明眼前有一个大鞭炮 明明把火药引信都点燃了 但是捂着耳朵好长时间 愣是不见这鞭炮爆炸 王八蛋 龙天刚这回怎么了 强盗发善心了 义军躺在训练场边 嘴里边闲着根嫩绿的草梗 苦苦思索着 很多虎枯战士都认为虎王 是凭借一股子狠劲 压腹中人的 但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才知道 虎王更强大的地方 在于他那个变态的脑袋 这家伙的脑袋只要清醒着 就似乎从不停止考虑问题 或是王道阳某 或是阴谋诡计 只不过这一次 他就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龙天刚 怎么会这么老实 大家已经解散了 休息十分钟 要不然义军也不会这么休闲 魅影抱着双膝坐在他身边 像是一个小女兵似的 这个善于卖萌的女魔头 魅影呵呵一笑 什么时候你这眼珠子一直啊 就肯定在想坏点子了 义军也笑了 果然被这牛抓到了一点小规律 不过把心中的疑问说了之后 魅影也点了点头 觉得确实不正常 以往哪怕魅影和风雨林 有什么小冲突 龙天刚都会跳出来横加指责 要不然魅影的工作 也不会这么难以开展 而昨天义军 把风雨林折腾成那样 远远超过了小冲突的界限 可龙天刚反倒消停了 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问问 义军说着 掏出电话打给了 龙朝政委龙天机 结果电话一通 那边就传来了 龙天机爽冷的笑声 欢小子 你还真沉得住气 昨天你倒是威风拔面 结果把老子搞得焦头烂额呀 老子等你电话整整一晚上 你这才打过来 虽然说得严重 但听语气似乎没啥 义军笑了 嘿嘿 你是大菩萨 啥事能难住你呀 我就知道你这牛岛一处 锐不可挡 啥事都逢凶化吉了 少拍老子马屁啊 真的差点被你害苦了 原来 昨天那件事之后 龙天刚当晚就接到了 风雨林的告状诉苦 龙天刚当然生气 很生气 特别是得知 龙天机以龙朝的名义 给义军做出那样的授权 甚至颁发证件盖章之后 就以为抓到了把柄 于是怒气冲冲去找龙天机理论 而且当面指责 龙天机不将领导班子批准 擅自动用权力 胡作非为 当时龙天机也毫不在乎 两个大领导 整治得面红耳赤 在总指挥龙天魁 不出面的情况下 这两个人 就是龙朝的最高首长 一文一武 他们两个神仙打架 别人也不敢贸然插嘴 只听到龙天机的办公室里 怒斥声反驳声不断 到了最后 谁也不能说服谁 龙天刚威胁说 第二天一早就去胡哭 当面撤销对义军的授权 并且将义军赶出胡哭 而且要追究义军 擅自殴打军官的责任 龙天机不敢了 义军听得出来 龙天机为自己 没少承担压力 但是龙天刚怎么熄火了呢 你把他揍趴下了 龙天机一笑 你当我是你这样的蛮汉呢 我联系上了总指挥龙天魁 他亲自发话 小子 总指挥虽然不大过问俗事 但你小子面子可真不小 龙朝总指挥龙天魁 那个句传闻 已经步入了传奇境界的大高手 当时 龙天魁在电话上说得很简单 但是一步到位 以至于龙天刚接到电话之后 当场就拈了 龙天魁在电话上说 班子分工 不是让天机政委负责胡哭吗 不是你分管的范围 管什么闲事 简简单单一句斥责 龙天刚当场就无语了 恶狠狠地瞪了龙天机一眼 而后兴兴然地离开了龙天机的办公室 再也没闹腾 在龙朝 龙天魁是不可撼动的存在 也是所有龙朝战士的信仰所在 甚至于不少排名靠前的大天刚 都是龙天魁一手调教出来的 龙天魁在龙朝说一不二 比义军在虎窟里更有威信 而龙天机又告诉义军 说是龙天刚走后 龙天魁总指挥又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 谢破君那混蛋回来了 回来就好 第二句是 这小子有脑子 就让他折腾一两个月吧 反正虎窟快成烂摊子了 哪怕再坏也就那样了 这摆明了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呀 义军咬了咬牙 看样子龙天魁对自己的能力 还是不完全地相信呢 你不信 那行 哥们就做给你看看 义旁的魅影眨了眨眼睛 似乎有点羡慕地说 别不知足了 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处长 龙天魁总指挥压根就没对我说过一句话 甚至到现在 我都没见过这个神秘的家伙 传奇 要不是军衔职务的限制 真想跟他比试比试 我也想呢 义军的笑容灿烂 坏得很 不知道龙天魁这个信仰一般的存在 得知不止一个手下想挑战自己 会不会觉得淡疼 我记得的 如果那种事都不知 有点带 联明 感谢观看